陈凡从大坝上跳下去 顿时就吸引了大量的火力 铺天盖地的海兽朝他扑杀过来 似乎马上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吞没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头铁钳巨蟹 挥舞着巨大的铁钳 仿佛下一刻就要把眼前这个不小心 从大坝上掉下来的人类 给绞杀的尸骨不存 就在这时候 小李冒牌加特林冒蓝光了 首当其冲的铁钳巨蟹 一下被轰成了血雾 接下来一发不可收拾 突突突突突突 加特林的枪管转速快的都让人看不真切 这脑给出的数据 小李冒牌加特林 一分钟能打出一万发能量弹 一分钟一万发是什么概念 一秒钟就是一百六十六点七发 恐怖如斯 而且这些基本都是妖兽和妖将级的海兽 每一发能量弹都会带走一条生命 也就是一秒钟能杀一百六十六点七头海兽 这速度 机械兵已看了都得摇头 本来周围还是黑压压的海兽 三五秒后就被清空的大片 残肢断壁 血肉横飞 画面非常血腥 小李冒在霸虎试炼塔一直吃吃吃 在霸虎试炼塔归陈凡所有后 里面所有的机械霸虎等也都成了他的口粮 还有前不久在江南基地市秘宝库也吃了一顿 他现在能量储备非常充足 就算眼下这样的消耗速度 短时间内也没问题 时间在持续 陈凡清空了大坝下的海兽 还在朝着沙滩的方向推进 这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大坝上的将士看得一愣一愣的 几分钟前 他们面对海兽一波一波的冲击 还在苦苦支撑 急需支援 而几分钟后的现在 突然没他们什么事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也不太确定了 要不让我扇你一嘴巴子 滚犊子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啥也不说了 陈凡牛逼原来不是热武器不行了 只是我们的热武器不行了 陈凡将军已经杀远了 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跟着一起冲啊 省省吧 咱们去了 陈凡还得担心物伤 还不够耽误事的呢 有道理啊 该说不说 他们本来是主力军 现在反而成了吃瓜群众 不少将士纷纷拿出手机 有的在拍照 把陈凡勇猛的一幕定格了下来 还有的 直接是拍的视频 江南军事基地 长江入海口告急 徐安早些时候接到的命令是 火速调集兵力支援 现在五万将士 马上奔赴战场 结果这时候 他又接到电话 不用去了 陈凡去了 一个人横推了一个战线 徐安听了 心头一颤 旋即哈哈大笑 你永远可以相信陈凡 解散 都解散了 十五分钟后 陈凡一路横推到沙滩上 这短短的时间里 十五万海兽被轰杀 这还没算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如果都算上 差不多有二十多万 他们一个个的 简直杀疯了 现在陆地上 已经看不到任何一只海兽了 到处都是残肢断壁 血流成河 海兽被杀的都吓破了胆子 纷纷退回到海里 退到海里的他们顿时感觉自己又行了 冲着陈凡鬼叫连天 再挑衅陈凡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有种你下来啊 陈凡才不上当了 进入大海 不管是他 还是机械兵役等 战斗力都要大打折扣 而那些海兽 则是如鱼得水 海兽退回海里 但并未真正退走 他们嗷嗷叫着 有铁钳巨蟹 还冲着陈凡 挥动着锋利的钳子 他们就是要激怒陈凡 引陈凡到海里来 兵 当前系统未升级的宿主数量为 四人 这时候 系统的提示声 在陈凡的脑海里响起 本来是六人 现在成四人了 又少了两个 我现在排名多少 陈凡连问道 宿主当前排名 2807 陈凡陈吟 他已经突破到领海二层进了 排名也提升到了第2807名 但这还不够 陈凡看向大海 现在潮水汹涌之间 都是冒头的海兽 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镜头 一个个的还在鬼叫连天 陈凡冷笑一声 挑衅我是吧 他直接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崩天珠 这崩天珠是钟晴送给他的 当时被暗杀的时候 提前为妖王准备的 现在陈凡都已经是领海二层进了 崩天珠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他设定了时间 然后朝着大海迈力一扔 陈凡是领海二层进 力量大的超乎想象 他这随便一扔 就扔出了5000多米 崩天珠这玩意 威力太大 得扔得远一些 轰 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以爆炸点为中心 方圆10里之内 大海一片血红 再远 到15里左右的海兽 都是翻起了白肚皮 巨大的爆炸余波 吹得10里之外的陈凡 都有点站不稳身形 他连忙施展了隐身 丁 宿主当前排名2797 系统再次汇报 陈凡长松了一口气 终于第一次脱离 最后200了 不过这还不够 现在太卷了 这个名次 他可能很快就会被挤下去 陈凡没有在这里继续耗 这一波干完 这里的海兽 估计要消停一阵子了 他找了一张空间卡片 捏碎 很快一道空间门出现 空间门一侧是陈凡这边 另外一侧 还在喊杀连天 陈凡带着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直接跨过去 这里是华北基地市外的黄河入海口 这时候 陈凡勇猛无比的视频 已经在网上传开了 二十分钟解决战斗 牛逼啊 一人可抵十万大军 陈凡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这波我哭死 太帅 太拉风了 生而为人 就当如此 那加特林转速那么高 枪管竟然没被烧红 也是厉害 这样的加特林 我也想要一个 陈凡大佬 什么时候开直播 讲一讲隐身术 真被难哭了 卧槽 楼上的兄弟 还坚持着呢 扑哈哈 谈笑之余 人们也不胜唏嘘 在过去的小一年里 发生了太多的事 现在在网上还能看到熟悉的身影 说明都躲过了之前的几次生死大劫 挺不容易的 一个名为陈凡后宫三千加厉的群里 现在也很热闹 一张张陈凡手持加特林 英勇杀敌的照片被发了出来 主打一个高清 五马 大徒 群里还有PS的高手 很快就给陈凡换了换衣服 本来的作战服 换成了西装 西装的上衣 特意没扣扣子 露出结实的胸膛 和八块腹肌 精致 帅气中 又带着几分野性 哇塞 集美们 我先舔为敬 那我先施为敬 好了 今天聊天就到这里了 我要换软件了 集美 换什么软件 直接对着陈凡 GD的照片冲啊 一个房间里 一个穿着黑丝的曼妙身影 放下了手机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陈凡的照片 玉手轻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取出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个他经常用的小玩具 华北基地市外的黄河入海口 防御上的压力也不小 不过在陈凡赶到后 这一现象就得到了改观 也是十多分钟后 黑压压的海兽 就只敢躲在海里叫嚣了 只是可惜 陈凡只有一颗崩天猪 不能让他们听个响 陈凡还感觉挺对不起他们的 接下来是猪江入海口 猪江入海口 也没什么悬念 大体也是如此 现在陈凡已经升到了林海三曾经 在三千宿主中的排名是两千七百五十六 相比于之前又安全了一些 但还是不能松懈 陈凡这三个地方杀了几十万的海兽 其中腰将级的不知道有多少 腰将级海兽体内可是有腰盒的 不过陈凡一个也没捡 一门心思的就是杀 现在全球的三大宝库 他都能认取 所以在蓝星上货币对他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减腰盒还要耽误时间 而且腰盒这东西给小礼帽 小礼帽都不吃 小礼帽 二哈瞪眼JPG 我怀疑你在帽要收到货币 现在宇宙币对陈凡更重要一些 宇宙币是宇宙中通用的货币 不管是陈凡去新罗宇宙国位蓝星注册 需要缴纳的费用 还是以后闯荡宇宙都离不开宇宙币 甚至 如果宇宙币足够多的话 陈凡就能直接购买星河 为火种号补充能量 毕竟 那些星空旅行者盗取星河后 本来就是为了卖的 只要有钱 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句话 在浩瀚的宇宙中同样适用 丁 所有系统都已升级 抹杀现在开始 丁 当前宿主总数为 二就是倒数第56名 压力依旧巨大 这时候 小礼帽传来了一股波动 范范 范范清理了三个入海口 可把小礼帽累得够呛 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干活 还不是为了一口吃的 干活才有饭吃 现在我干活了 快给饭饭 陈凡笑了笑 幸好他早有准备 在清空黄河入海口后 他就让智脑 重新列了一份材料清单 虽然这第二份清单的档次上 比第一份清单 要稍微低一些 但胜在量大 当时陈凡还没脱离最后两百名 也不敢耽搁 所以就将清单发给了周振虎 请他帮忙 周振虎在接到清单之后 高度重视 用最快的速度 把清单上的材料送了过来 这次的量确实很大 足足装了二十个空间戒指 现在周振虎 包括整个军事最高委员会 都一致认为 蓝星的希望在于陈凡 对于陈凡的任何需求 他们都会全力地满足 甚至 如果不是陈凡 也不会有新联盟 现在惺惺向荣的局面 陈凡拿出三个空间戒指中的材料 这看只是三个空间戒指 这都是超级大的空间戒指 各种材料一下堆积成十几层楼高 新比去格小李茂顿时两眼都是小猩猩 然后 搜 一阵风卷残云 小山一般的材料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三分钟后 小李茂把所有材料扫荡得干干净净 他这才传出一股心满意足的波动 同时 小李茂尝到了干活就有饭吃的甜头 他迫不及待地表示 我要干活 我要干活 陈凡哈哈一笑 满足你 一晃就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陈凡去过马达加斯加岛 斯里兰卡岛 马尔代夫 爱尔兰岛 足迹遍布了全球 岛屿四面环海 早已沦为海兽的实控区 对陈凡来说 这样的地方 海兽资源非常丰富 这半个月里 陈凡杀的也不全是 妖兽级和妖将级的海兽 妖王级的海兽 他也碰到了成百上千只 不过 陈凡是被锻炼过的 当初他和暗杀赛跑 要说那暗杀的幕后之人 真是个老六 陈凡刚成舞者 正常来说 还没学武技呢 对方就派二级凶兽 陈凡刚成距离一层进 对方连妖将都安排上了 就这么高的强度之下 陈凡都撑了下来 不过 说归说 陈凡还是有点佩服这个 还从未见面过的对手 他确实给自己 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反观现在这些妖王级的海兽 就没这么高的觉悟了 每次都是高陈凡一个境界 每次来了 都刚好送人头 对了 陈凡现在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领海八层进 刚刚杀了一头 九级妖王的海兽 同样是这半个月里 因为有霸虎试炼塔的加持 很多舞者的实力 突飞猛进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相当于之前小半年的努力 还有新联盟把陈凡提供的 关于外星文明的视频和书籍 也放到了霸虎试炼塔中 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图书馆 公民众阅读这半个月来 蓝星对宇宙的认知 也开始慢慢普及开来 人们在了解过后 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视野一下被打开了 原来宇宙文明这么璀璨浩瀚 原来蓝星这么渺小 原来宇宙的生存法则这么残酷 除此之外 科研空间等一些领域的效率 也是大大提升 最让陈凡看重的是 替身傀儡 短短15天的时间 傀儡师们制作了300个替身傀儡 当然 都是同傀儡 这些刚制作出来的 也是仅有的替身傀儡了 之前因为下国战乱 替身傀儡上百年的积累 都消耗光了 现在替身傀儡 已经被列为最高管制 不再出售 全部都留给陈凡 确切来说 是留给蓝星的未来 蓝星只有在星罗宇宙国注册 才能得到庇护 而注册需要宇宙币 这笔钱 需要靠替身傀儡赚取 另外 就算注册需要的宇宙币攒够了 这个政策 也还是会持续下去 陈凡大概率会成为 真正代表蓝星 走向星空 闯荡宇宙的先行者 作为母星 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能做的 也只有这了 陈凡这些天 也一直想着赚钱的事情 确切来说 是宇宙币 这点太关键了 蓝星注册需要 为火种号补充能量也需要 蓝星在星罗宇宙国注册 就能受到庇护 火种号能量拉满 就能解除一级限制 到时候 单凭一个火种号 陈凡就能横扫澳多帝国 救回中情 救回队长 吕哥他们 根本不在话下 说到底 还是钱钱钱 在这过去的半个月里 陈凡也不全是在厮杀 他一部分精力 还放在了网络上 当然 不是蓝星的网络 之前就曾提到过 智脑能够连接到 其他生命星球的网络 这些天陈凡厮杀之余 也经常泡在人家的网络上 这可是真外网 智脑连接的这个星球 叫美拉达尼星 体积大概是蓝星的30倍 平均温度24.6摄氏度 气候 重力 地貌等 都和蓝星非常相似 美拉达尼星并不在银河系 但和蓝星同属于星罗宇宙国 相距大概25万光年 非常遥远 不过 蓝星和美拉达尼星之间 有一个巨大的虫洞 蓝星和美拉达尼星 分别在虫洞的两端 真正距离非常遥远 但如果穿越虫洞的话 又会非常近 如果火种号 以10倍光速穿梭的话 20天左右就能赶到 结合这种种原因 美拉达尼星 成了智脑筛选出的最佳选择 美拉达尼星 是四级文明 使用的网络 也是统一的宇宙网络 是真正融入了宇宙的一份子 而不是像蓝星这样 还是闭塞的局域网 等蓝星正式注册后 也会覆盖全宇宙统一的网络 这也被认为是 真正融入宇宙的标志 陈凡在霸虎试炼塔的时候 对宇宙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过 那都是大的框架 宇宙浩瀚无垠 美拉达尼星 也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尘埃 在有限的内容里 不会着重介绍这么一个星球 不过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陈凡对美拉达尼星 基本是摸清了 美拉达尼星是四星文明 蓝星是二星文明 别小看这差距 美拉达尼星的发达程度 是蓝星远远无法比拟的 可以这么说 蓝星上没有的 美拉达尼星有 蓝星上有的 美拉达尼星可能都已经玩出了花样 第四代星空战舰 激光武器 悬浮车等等都是很基础的 还有视频娱乐什么的 蓝星还停留在短视频直播间的水平 美拉达尼星则早就突破了 全息虚拟立体的技术了 类似手机这种东西 都被淘汰了几千年了 在脑部植入一个芯片 眼前会出现一个虚拟的屏幕 自动连接网络 用脑电波可以随意控制 简单地做个对比就是 蓝星看 小姐姐跳舞 看片之类的 还得对着冰冷的屏幕 能高清无那啥 就谢天谢地了 美拉达尼星则是完全身临其境 体验感远超蓝星 除了娱乐 还有购物 作为一个发达的四星文明 这里早就没了实体店 所有的一切都是网购 是的 没看错 是网购 而且不需要专门的网购平台 或者说宇宙网络就是平台 商品扫描过后 上传到宇宙网络 宇宙网络 确认商品的真实性 通过认证后 商品就会自动上架 可以在网络上任意地方 发布着出售的信息 这则出售信息上 出售商品的名称 会特别标记为蓝色 当别人点开这蓝色名称的时候 就会出现商品的详细信息 以及价格 来自某某星域的某某宇宙国 某某星球等等 而且标记为蓝色 意味着是通过了宇宙网络公司的认证 是绝对不用担心 买到假货的 在达成交易之后 会有专门的星空快递公司 到约定的星球取件 然后送到购买者所在的星球 星空快递 这个你敢信 这可能是宇宙中最忙碌的公司了 有时候一笔交易 就要跨越几个星域 从星空快递公司发布的权威数据上看 平均一次快递运送时间 在3.256年 一个快递送达 需要三年多 这在蓝星上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行星级的寿命 在300年左右 这么看的话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而行星级在浩瀚的宇宙中 只能算是最底层的存在 上面还有恒星级 宇宙级 借主 御主 不朽等 他们的寿命更是悠长 陈凡在美拉达尼星的网络上 逛了那么久 他着重关注的 就是网购这一块 他现在能连接到 美拉达尼星的网络 网络出售 购物这一块 他也可以试一试 而且迫在眉睫了 如果单纯地为了积攒 蓝星注册需要的宇宙币 这个还好说一些 主要是小礼貌 现在快断粮了 这半个月里 周震虎又送来了几次补给 不过当次 是一次不如一次了 再这样下去 估计不多久后 小礼貌的伙食 又要降到生铁的水准了 一个小礼貌 差点吃垮了一个星球 还真不是一般的能吃 小礼貌也知道 自己吃得太多了 别看他只有三岁的智商 这时候 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传出一股波动 那意思是在说 我也不想啊 但我控制不住我季节啊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军方送来了补给 钟家也送来了好大一波 而且是钟伯亲自来的 那是陈凡和钟伯两个人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没有太多寒暄 也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 反而像是已经认识了许久的老朋友了 想想也确实 虽然一直没碰面 但他们两个 因为一个女人 早就产生了交集 钟晴被外星带走 对钟伯的刺激很大 之前他刻意控制境界 大浩劫之后 他一反常态 开始了拼命地修炼 各种资源 不计消耗 去年参加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 他还是九星舞者 现在已经达到四脉镜了 但要想救回妹妹 这根本不够 陈凡 如果有一天你能闯荡宇宙 希望你能去澳多帝国 找一找我妹妹 我在此先谢过了 临走前 钟伯郑重地恳求道 放心吧 三年之内 我一定带钟晴回来 陈凡也郑重地回应 除了钟伯 还有一个是陈凡没有想到的 一个自称老八的妖王 带着一个叫小十八的来的 老八妖王从军方那里得知 陈凡需要高等金属材料 而军方只能从全球的宝库中调集 现在已经有些告急了 老八妖王立马下令在全球妖族里收集了一遍 然后屁颠屁颠地给陈凡送来了 老八妖王在陈凡面前姿态放得很低 而且让陈凡没想到的是 这老八妖王一点也没有妖宫的意思 不过言语之间多次提到了他的六哥 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六哥推崇被制 陈凡大体了解到 原来真正有格局有远见的 是老八妖王的六哥 老八妖王的六哥 老六妖王 当时陈凡本来想问一下 之前妖族暗杀之事的 但想了想 人家上门给他送东西 他要反过来兴师问罪的话 就有点不太好了 所以没问 在最后一次送物资的时候 军方把制作好的第一批替身傀儡 也一并交给了陈凡 陈凡想要在宇宙网络上出售替身傀儡 首先 他得对自己的商品非常了解 关于替身傀儡 在蓝星上一致的说法是 同傀儡可以保命一次 赢傀儡可以保命两次 金傀儡可以保命三次 不过陈凡感觉 这些信息不够全面 任何事物都是有上限的 只介绍了保命几次 上限呢 三种替身傀儡 单纯的 就是使用次数上的不同吗 上限都一样 或者没有上限 这显然不太可能 带着这样的疑问 陈凡让智脑扫描了下 刚好他手里金银同三种傀儡都有 同傀儡是军方送来的 银傀儡是之前被青腰藤偷袭 用了一次 由金傀儡退化成的 金傀儡是钟晴第二次送的 一次送了五个 很快 智脑就给出了评估 果然 之前蓝星上对替身傀儡的认知 对 也不对 三种傀儡都是有上限的 同傀儡的上限 是承受一次行星九阶的致命遗迹 银傀儡式的 上限是恒星九阶 而金傀儡的上限 则是宇宙九阶 都是一次 不过由于蓝星最高的 也才行星级 根本没有恒星级和宇宙级 单纯的行星级遗迹之下 又一次消耗 不掉银傀儡和金傀儡的效果 所以就造成了同傀儡一次 银傀儡两次 金傀儡三次的理解 同傀儡一次 银傀儡可以用两次 但恒星九阶的遗迹 比行星级的遗迹 强了何止千百倍 把一个能抵挡 恒星九阶致命遗迹的银傀儡 拆成两次来用 折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太浪费了 至于金傀儡 就更不用说了 能抵挡宇宙级超级强者的一击 结果荡成三次行星级来用 更是暴殿天物 陈凡这些天 在美拉达尼星的网络上潜水 他对宇宙中的一些竞品 也分析了下 类似替身傀儡这种 关键时候保命之物 有很多种类 以及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陈凡了解到 对应行星级的保命之物 也就是和同傀儡一个档次的 售价在三千宇宙币 也许有人会说 才三千宇宙币 其实可别小看了三千宇宙币 宇宙币 作为全宇宙通用的货币 购买力惊人 在亚美达尼星上购买一套房 大概也就七八千宇宙币 一枚宇宙币 就算胡吃海喝 也能用上几天呢 再说回同傀儡 这类保命的宝物上限 也就行星九阶 但在浩瀚的宇宙中 行星级只是最底层的存在 多如牛毛 恒星级宇宙级的强者比比皆是 局限性很大 另外 竞品也很多 所以 价格并不高 出售的周期也相对长一些 而银傀儡就会好很多 银傀儡能抵挡恒星九阶的致命一击 受众相比同傀儡广泛了一些 而且档次更高 竞品数量也少了许多 所以 类似银傀儡这样的保命保物 就很畅销 走货速度很快 至于价格 更是达到了三万宇宙币 最后就是类似金傀儡的保命之物了 这样的宝物 能抵挡宇宙九阶超级强者的致命一击 可是了不得 更紧俏了 价格在三十万宇宙币左右 基本上挂上就渺眉 陈凡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当即就给周振虎打了电话 还做什么铜傀儡啊 全部金傀儡走起啊 价格高 还好卖 不过手里的这一百零六个 铜傀儡也不能浪费了 第一次嘛 他打算就拿铜傀儡试试手 美拉达尼星人连接网络 都是要在脑部植入芯片的 陈凡不用那么麻烦 智脑就能帮他搞定 很快 智脑扫描了铜傀儡 按照标准上传到宇宙网络 宇宙网络的处理器 运算速度超级快 几秒钟就通过了审核 一般这个过程 美拉达尼星人 或者其他宇宙文明的生灵 都需要在脑电波 不断地操控下完成 陈凡不用 一个命令 智脑统统搞定 现在铜傀儡的信息 已经通过了宇宙网络公司的认证 确认了真实性 确认了真实性后 接下来发布出售信息就行了 新笔区格发布信息 需要在宇宙网络上注册 并且实名认证 陈凡在初次连接宇宙网络的时候 就把这些给完成了 嗯 智脑完成了 宇宙网络上的头像 必须是本人的头像 注册认证后 会自动获得一个虚拟的账户 虚拟账户上的数字货币 等同于现实中的宇宙币 有着一样的购买力 发布信息没有限制 任何场景都可以 出售保命保物 替身傀儡 欢迎查看 陈凡发布了 他在宇宙网络上的第一个信息 正如之前了解的那样 替身傀儡四个字 是特别标注的蓝色 在触及这蓝色字体的时候 就会浮现出 关于替身傀儡的详细信息 信息发布了 这只是第一步 必须让越多的人看到才行 看到的人越多 售出的概率就越大 售出的速度也越快 这就牵扯到宇宙网络公司的一项业务 购买推广包 大体意思就是 购买了推广包 宇宙网络公司会将你的出售信息 自动分发很多次 分几个标准 100宇宙币能分发1万次 200宇宙币能分发3万次 300宇宙币能分发5万次 分发的次数越多 价格就越贵 当然 覆盖的人群也越广 售出的概率和速度都会大大提升 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性的 如果不着急 或者自己有时间 也可以手动 一个一个地发布 但如果要手动发布1万次的话 那时间成本 可能都不止100宇宙币了 所以一般 为了省市和快速地出售 基本上都会购买推广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比如陈凡现在 他要出售106颗替身傀儡 一颗3000宇宙币 总价是31万8000宇宙币 30多万 花个1000或者几千的推广费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陈凡心理上也能接受 不过现在不是他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 是他根本没有宇宙币 虚拟账户上是一连串的零 晃得陈凡眼疼 是否需要将出售信息发布10万次 这时候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 陈凡不由的一喜 对啊 虽然他买不起推广包 但他有智脑啊 有自动的 就能解放双手了 发布 智脑到 收到 智脑硬到 紧接着他就诱到 10万次发布完毕 这么快 陈凡惊讶 自动的就是猛啊 机操物六 智脑回应 既然这么猛 那就继续刷 刷到替身傀儡卖完为止 收到 一分钟后 智脑提示 106颗替身傀儡受庆 共计获得宇宙币收入 31万8千 陈凡再一次被震惊了 这么快 智脑 必须低 卖这么快 你总共发布了多少次 也不多 小小13一次 陈凡目瞪口呆 宇宙浩瀚无垠 宇宙网络覆盖的 也是无边无际 这太庞大了 数据也非常繁杂 为了提供更精确和细致的服务 宇宙网络公司也按照宇宙的区域进行了划分 大体意思就像蓝星上一些APP上的同城差不多 点进同城 大多都是同城附近的信息 不过宇宙网络上可没有同城 最低的划分就是同星球 在网上还有同星系 同宇宙国 同星域最后就是整个宇宙网络 划分的非常细致 这样想看同球的看同球 想看宇宙国的就看宇宙国内的 信息更准确也更有针对性 这次智脑发布的13亿次都集中在了美拉达尼星上 这是他通过计算得出的最佳方案 区区100多颗替身傀儡而已 根本不用发布的太广 美拉达尼星共有一个主星和四个卫星组成 总人口300亿左右 智脑发布了13亿次 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肯定不止一个人看到 这13亿次基本上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了美拉达尼星的所有人口 甚至有些人被狂轰乱炸了好多遍 到处都是陈凡的出售信息 直接刷屏了 陈凡一个蓝星人在美拉达尼星的网络上算是出来炸道 本来是打算尽可能低调的 结果 现在直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铺天盖地的推广 得花多少钱 见过有钱的 但没见过这么有钱的 简直毫无人性 是啊 我算了下 这位大佬出售商品的总价值也才三十多万宇宙币 推广费都不止这些吧 人傻钱多 大佬啊 你说你费那金干什么呀 免费送多好啊 我正犹豫要不要买一个呢 结果提示我受庆了 一看就是个不缺钱的主 人家可能就是图个乐呵 你们看他的头像 这是哪个星系的人类 我还没见过呢 看不出来 他的耳朵为什么不是尖尖的 鼻子怎么那么小 看起来也细皮嫩肉的 身上连一点花纹都没有 不够霸气 差评 看着确实怪怪的 蓝星 一座岛屿上 海水冲刷着礁石 海风吹拂 吹乱了陈凡的头发 智脑的发布能力 着实让陈凡吃了一惊 这也让他嗅到了商机 推广包太赚钱了 智脑又有这能力 那和减钱有什么区别 不过智脑 很快就给陈凡泼了一盆子凉水 宇宙网络公司 允许个人发布信息 但绝对不允许盈利性的推广 毕竟 这是抢宇宙网络公司的蛋糕了 一旦被发现 将会冻结账户上所有资金 永久拉黑 被拉黑后 就永远无法连接宇宙网络了 陈凡亚然 那还是老实的 卖提升傀儡吧 现在陈凡手中有 三十一万八千宇宙币 蓝星在星罗宇宙国注册 需要五十万宇宙币的费用 五十万宇宙币 对行星级来说 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不过花五十万 就能得到星罗宇宙国的庇护 也值了 但现在 陈凡才领海八层镜 谈注册还早 这笔钱 他也没攒着 小李猫要断粮了 先填饱小李猫的肚子 别饿着孩子了 嗯嗯 小李猫狗头狂点 智脑 搜索美拉达宁星网络内 出售高等金属材料的信息 陈凡道 收到 空灵清脆的声音回应 当即 陈凡的视野里 开始快速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相关信息 同时 智脑已经将文字 转换成了中文 不过各种出售 高等金属材料的信息太多了 陈凡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他索性也不看了 你自己看着买吧 总花费控制在30万宇宙币之内 首先注重性价比 明白 一分钟后 智脑供下了3652笔订单 总花费29.8万宇宙币 账户上的宇宙币 还剩下2万 陈凡一阵肉疼 不过这钱必须花 买了小30万宇宙币的高等金属材料 有这些口粮 小礼貌短时间内 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至于钱 还能再赚 其实 除了售卖替身傀儡 陈凡还有一个办法 能快速地积累宇宙币 那就是机械族的科技 新笔区格 在霸虎试炼塔的时候 陈凡看的书籍和视频里 其中有很多设计了机械族的技术 有讲解 图纸等 非常详细 机械族的产物 在宇宙中非常受追捧 尤其是机械族 突然遭遇灭顶之灾后 在外流传的 机械族的科技产品 就更加珍贵了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也有不少文明尝试着仿造 但机械族的技术壁垒太高了 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这时候 有人出售机械族的科技技术 那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各方轰抢之下 绝对能卖一个非常高的价钱 但陈凡并不会那样做 那样做的话 他可能会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 也有很大 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那是机械族留下的瑰宝 但也是烫手的山芋 怀必其罪 陈凡现在还太弱小了 经不起那样的风波 机械文明非同小可 陈凡一点也不敢大意 还有 现在霸虎试炼塔中 放了一些书籍和视频 供蓝星民众了解宇宙 拓展视野 但那些只是介绍宇宙的 关于机械文明的 全部都是绝密 只有军方 以及层层选拔的科研人员 才能接触 同时 陈凡还告诉了周振虎 这事情的厉害 机械文明的技术 可以帮助蓝星 进行弯倒超车 但只要泄露 那就是灭顶之灾 周振虎也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陈凡还告诉他 外星文明 可以翘无声息地 读取蓝星的网络 周振虎心头一震 那还了得 他高度重视 为此 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 科研人员不允许携带 任何智能通讯设备 所有信息 必须面对面交流 禁止通话 谈及科研情况等等 坚决杜绝 关于机械文明泄露致言片语 这时候 滴滴 滴滴滴的声音响起 星空快递请求通话 智脑提醒道 陈凡在宇宙网络上 卖了东西 也买了东西 这时候 星空快递找上他 很正常 应该是确认发货 和收货的地址 接 陈凡道 很快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投影 投影里 是一个长着尖尖的耳朵 面容娇好 但皮肤成深褐色的女子 尊敬的陈凡阁下 检测到宁子宇宙 网络上有快递业务 此次冒昧打扰 是想和您确认一下收发货的时间和地址 尖耳朵的女子尊敬的道 智脑已经自动将语言转换 二十天后 在美拉达尼主星 陈凡道 好的 星空快递 恭候大家 伴随着浅浅一笑 投影关闭 按照智脑说的 从蓝星赶往美拉达尼星 就需要二十天 也就是说 陈凡今天就必须动身了 之所以赶得这么急 主要还是 怕饿着小礼貌了 就算这样 小礼貌最后的时候 也得三天饿两顿 小礼貌 当即二哈瞪眼 JPG 啥子 额我 有你这么做家长的吗 还三天饿两顿 你有礼貌吗 我就问你 不让人家吃饭饭 你有礼貌吗 陈凡苦笑 还问我有礼貌吗 我当然有礼貌了 你不就是吗 小礼貌一愣 等等 容我屡屡JPG 我问他有没有礼貌 他有我 我就叫礼貌 换算可得 他是有礼貌的 好有道理的样子 但又感觉 哪里不太对啊 最后三岁智商的CPU 都快干冒烟了 也没绕过来这个圈圈 好吧 就当我没问 你是有礼貌的 系统 陈凡喊道 在的宿主 陈凡道 接下来我要去 美拉达尼星 那机械兵蚁 他们在蓝星上的击杀 还算数吗 回答宿主 算数 系统没有距离限制 系统道 那就好 陈凡松了一口气 旋即 他给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下达命令 让他们继续在蓝星范围内 击杀海兽 收到指令 当即 他们急速飞掠出去 陈凡则打开空间们 直接跨了过去 下一刻 人就出现在了江南基地时 舞者大厦 77层 陈凡和钟晴居住的房间 陈凡坐在床上 一个人静静地发呆 也许 只有待在这个房间里 他才能感受到 钟晴距离自己近一些 这一待就是半天的时间 外面夜幕已经降临 滑灯出上 很是绚丽 陈凡这才起身 他将窗户都关好 又神色复杂地扫了一圈屋内 然后才关上门离开 刘继菜馆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都在 小凡 多吃菜 还有你最爱吃的酸菜鱼 他们招呼着 哈哈 刘继的这酸菜鱼 真是一绝 陈凡也笑着 每次和三位叔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他心灵最平静的时候 仿佛卸下了所有的包袱 又回到了过往 然而 那已经是永远回不去的过往了 吃过饭 零分别食 陈凡又给了三位叔 一大批修炼资源 还一人给他们转了一千万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都一冷 怎么又给资源 而且 陈凡应该是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 从来不会直接拿钱给他们 这次又是给资源 又是给钱的 小凡 你是不是又要外出了 刘志安神色有些复杂地看着陈凡 陈凡这次离开 并没打算声张 能悄无声息地离开最好 这样关心他的人 比如三位叔 比如天药的队友们 就不会担心 另外 没人知道的话 全蓝星也不会对他有所期待 这毕竟是陈凡第一次走出蓝星 走向其他的文明 他也不知道前路会怎样 如果一切顺利 待归来时 可以给蓝星一个惊喜 如果不太顺利的话 也不至于让大家失望 这样最好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面对刘志安的询问 陈凡笑了笑 刘叔 当然得外出了 之前我不是在满世界的击沙海兽吗 这是还得忙一段时间 最终资源和一千万的巨款 都被陈凡强行留下了 刘志安虽然也收了 但他总感觉不对劲 小凡肯定是有事瞒着我们 这次不光给了我们修炼资源 还给了那么多钱 一千万 我们养老都用不完 这次小凡安排得这么妥当 我感觉 他可能是要出远门了 出远门 刘哥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现在空间门卡片已经普及了 哪还有什么远门 就算是到南极北极 很快也能来回啊 韩康笑着道 是啊 总不能说小凡 跑到外星去吧 就算小凡想 也没有宇宙飞船啊 王真也笑道 听到这话 刘志安也笑着摇了摇头 老韩和老王说的都对 希望是自己想多了吧 陈凡和三位叔分别后 很快就出现在了火种号里 前往美拉达尼星 陈凡道 收到 智脑回应 当即 火种号眨眼的功夫就冲出了蓝星的大气层 紧接着蓝星在陈凡的视野里快速变小 直至小如尘埃变得微不可查 接下来 火种号要在浩瀚的宇宙中急速穿梭20天 这是陈凡第一次进入太空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挺新奇的 他能看到一个个无比巨大壮观的星体 可能这在蓝星上看 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点 但实际上 非常非常的巨大 比蓝星大个几十倍的随处可见 浩瀚的宇宙 很绚丽壮观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很枯燥单调 渐渐的陈凡也没了最开始的兴起 他从闲窗前退了回来 上次抹杀宿主的时候 陈凡是领海三层镜 排名第2756名 随后 陈凡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 境界达到了领海八层镜 在剩余宿主的排名 也提升到了2531名 要不是因为现在排名相对安全 陈凡都不敢在路上耽误20天的时间 当然 之前是2531 刚才系统汇报 名次掉到了2539 这些宿主 真是太卷了 陈凡现在的名次 也有点不太保险了 如果再将61名 距离现在不到半年时间的第二轮抹杀 就得有他一个了 这还是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 黑武士都还在杀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这三个帮手 陈凡的名次 会下降的更快 就目前的情况 陈凡盘算着 从他停止厮杀 到现在 差不多也就一天的时间 就下降了八个名次 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等20天后 火种号降临美拉达尼星的时候 陈凡的名次 基本上又垫底了 而到那个时候 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只剩下不到五个月了 对陈凡来说 非常紧迫了 其实他也可以把取货收获的地点 选为蓝星的 就能省下这20天的时间 那样 就算名次不提升 也不至于倒退 但陈凡可不敢真的这么做 蓝星太弱了 也已经够危险了 如果再暴露在更多的目光之下 处境会更加艰难 主要是现在的蓝星太弱了 还需要时间发展 现在陈凡干着急也没用 只能等到了美拉达尼星后 在剩下的时间里 努力追赶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可能在20天后 也就是到达美拉达尼星的时候 在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 和黑武士的努力下 陈凡的境界 大概率会提升到零海九层境 那样 距离行星级 就又进了一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陈凡在路上 他不用修炼 也没什么可做 每天他都耗在网络上 蓝星的网络 和美拉达尼星的网络 他都看 现在蓝星上 正在举办一场盛事 那就是第一届新联盟精英舞者大赛 规则大体 还是和之前一样 不过地点 变成了霸虎试炼塔的独立小天地 另外 这次也不是单纯的一个基地市了 而是全球精英同台竞技 阵战空前 因为小李茂的口粮有些紧张 所以陈凡规定了小李茂每天的饭量 这样稍微节省一下 最多三天饿两顿 呃 两顿而已 陈凡没感觉 小李茂 饿的是我 你当然没感觉 没吃饱 再来点 撒泼打滚GPG 在过去的这几天 小李茂天天都闹着家餐 陈凡索性就把所有的口粮都交给了小李茂 用他的话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自己保管自己的东西了 并且 陈凡告诉了小李茂其中的厉害 省点吃 还能撑过去 如果前面吃超了 后面就得饿肚子了 你也不想饿肚子吧 小李茂狗头狂点 他似乎听进去了 然后陈凡和小李茂进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 小李茂别提多激动了 第一天 小李茂是严格按照量吃的 第二天 小李茂吃完当天的量 看着剩下的口粮 直流口水 不过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第三天 我今天多吃一点点 明天少吃一点点补回来 第四天 什么 今天要少吃 我小李茂掌握口粮大全 是能少吃的主吗 第五天 吃溜 这次也就多吃了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问题不大 接下来第六天 第七天 等到火种号降临在美拉达尼主星的时候 小李茂眼貌惊心 JPG要不是火种号星空战舰内外 都有防护罩 他早就把火种号吃上一百遍了 本来正常最多 也就三天饿两顿 但口粮在小礼貌的英明保管之下 三天饿了九顿 在过去的这些天里 陈凡一直看着自己的排名不断下降 他的心情也是很胶着的 现在排名2781 真又垫底了 其实 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他们三个杀得并不慢 不过质量上就差点意思了 在他们击杀的海兽中 主要是妖兽级和妖将级 妖王都很少 蓝星毕竟被奥多帝国收割过 海兽损失虽然比陆地生物要小一些 但整体妖王数量也减少了许多 这是蓝星的现状 是没有办法的 这也是陈凡离开蓝星 花费二十天来到美拉达尼星的原因之一 他是靠杀戮升级的 随着他的境界越来越高 蓝星的海兽也越来越无法满足他了 再继续下去 境界提升速度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等到下一轮抹杀宿主的时候 陈凡大概率再劫难逃 陈凡自是果断之人 所以他来到了美拉达尼星 一道光芒闪过 陈凡双脚踏上了美拉达尼星的土地 火种后则是自动缩小为戒指 戴在了陈凡的手指上 陈凡并没有直接出现在美拉达尼星的城池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火山群 大大小小的火山一眼看不到尽头 有些火山还在向外喷发着 岩浆喷涌出来 还有些火山口中冒着滚滚浓烟 虚空中都透着一股硫磺的味道 火山和火山之间那些空旷的地带 都是四下流淌的岩浆 一些低洼地带 岩浆聚集 沸腾地冒着泡 其中温度高得吓人 浓烟遮天蔽日 光线有些灰暗 整个天地都被岩浆映出一种火红的颜色 这是美拉达尼星上一个叫萨罗克蜀的火山群 这里生活着一种靠岩浆为时的龙特赫蜥蜴 龙赫蜴蜴繁殖能力惊人 虽然在美拉达尼星属于比较低端的物种 上限不高 但龙赫蜴蜴成年后 基本都能达到灵海径 当然 灵海径只是蓝星的说法 在美拉达尼星 这叫做行星级学徒 虽然龙赫蜴蜴的上限不高 但因为族群数量惊人 其个别也能突破到行星级 刚好适合现在的陈凡 对了 正如之前推测的那样 陈凡现在已经达到了灵海九层镜 距离行星级又近了一步 这也是在宇宙中穿梭那么多天里 唯一的一个好消息了 在陈凡降落在萨罗克蜀火山群不久 另一架星空战舰就出现了 战舰缓缓降落 舱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耳朵尖尖 面容娇好的女子 这正是和陈凡视频联系过的星空快递的人 陈凡还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又确定了下坐标和时间 在四星文明里 时间都能控制在非常精确的范围 所以陈凡前脚刚到 星空快递的站舰后脚就到了 陈凡阁下 我是星空快递的伊迪斯 很荣幸为您服务 伊迪斯笑着开口道 你好 陈凡也道 宇宙中的文明数不胜数 语言更是多种多样 不过打造了虚拟网络的九级文明 卡塔斯文明 用一个转码器轻松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之前也说过 宇宙网络不需要手机之类的 都是植入芯片 全息虚拟的 在那芯片中就有转码的功能 就好比现在 伊迪斯说的是自己种族的语言 陈凡听到的却是汉语 陈凡回答说的汉语 伊迪斯听到的却是他星系的母语 互不影响 非常奇妙 当然 这对能打造宇宙网络的九级文明而言 一个很微不足道的技术而已 陈凡之前一直在蓝星 也没植入过芯片 不过他有智脑 打造宇宙网络的是九级文明 打造智脑的也是九级文明 而且还是唯一站在九级巅峰的九级文明 不用植入芯片 也照样使用宇宙网络 之前在视频里 陈凡还没太大感觉 现在伊迪斯站在他的面前 他忽然发现伊迪斯好高 少说也有两米 陈凡身高一米八 在他面前都矮了一头 非常高挑 而且他竟然不穿衣服 伊迪斯是林特普塔族人 他的皮肤呈现为深褐色 密密麻麻的鳞片一样的东西 护住了关键部位 然后就没然后了 怎么说呢 就像是穿了连体的紧身衣一样 穿了又好像没穿 曼妙的曲线 展现得淋漓极致 虽然陈凡在美拉达尼星的网络上待了许久 他也知道这种情况 但百闻不如一见 那种视觉冲击感 很大 很圆 陈凡老脸一红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里放了 虽然在伊迪斯的眼里 陈凡的模样也挺奇怪的 但他一点也不惊讶 宇宙包罗万象 有着各种各样的生灵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伊迪斯是行星三阶 他一眼就看穿了陈凡的境界 还是个行星学徒 不过 他一点也没有瞧不起陈凡的意思 态度反而一直恭敬得很 之前 陈凡在美拉达尼星把广告打得铺天盖地 推广包的钱比商品的价值都高 这是典型的拿钱砸着玩 挥金如土 伊迪斯也接触过这样的客户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背景都很不简单 眼前的这位陈凡阁下 肯定也是 接下来陈凡把106个替身傀儡交给了伊迪斯 伊迪斯收下 同时也将陈凡购买的商品给了陈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快递不是免费的 每一次交易 星空快递都是双项收费 或者说 卖家和买家共同承担运费 收费的标准 运输时间在三年以内的 按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一收 运输时间超过三年的 统一按百分之一收 陈凡的交易对象都在美拉达尼星 是不超过三年的 所以 按千分之一收 提升傀儡的金额是31.8万余周币 需要缴纳运费 318余周币 高等金属材料金额是29.8万 需要缴纳的运费是298余周币 最终陈凡支付了616余周币 一切搞定 伊迪斯笑着和陈凡挥手再见 不过在即将登上星空战舰的时候 他又转身 好心提醒道 陈凡阁下 你还是行星学徒 在这萨罗克属火山群 还是有些危险的 要小心这里的龙鹤特席 多谢 伊迪斯离开之后 小礼貌就迫不及待地飞了出来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范范 我要吃范范 陈凡直接把所有的口粮都交给了他 小礼貌 惊吓 惊吓惊吓 我还是个孩子啊 我控制不住我积极啊 小礼貌快速地吃了六成饱 然后就强行忍住了 他向陈凡传出波动 意思是 请陈凡帮忙保管 陈凡忍俊不禁 这顿吃饱吧 小礼貌都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听错了 真的假的 这是反话吧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又想让我挨饿 是真的 吃饱饭好干活 陈凡道 听到这 小礼貌两眼泪 汪汪JPG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搜的一下冲过去 一阵风卷残云 哥 小礼貌心满意足地 打了一个宝格 接近三十万宇周逼的口粮 减少了大概二十分之一 陈凡将剩下的口粮 收进火种号 现在空间戒指什么的 都落伍了 直接用火种号了 吃饱了吧 该干活了 陈凡道 干活 赚钱 赚钱才能买口粮 才能吃饭饭 干活 我要干活 小礼貌嗷嗷直叫 不远处 一头龙赫特蜥蜴 从岩浆坑里爬了出来 这头龙赫特蜥蜴 有六七米长 浑身挂着岩浆 这岩浆 好像是刚才从岩浆坑里 带出来的 又像是 从他身体里流淌出来的 现在他发现了猎物 一双赤红色的毛子里 泛着胸光 死死地锁定了陈凡 小礼貌 当即就要变身 不过这次陈凡 没让他变成加特灵形态 加特灵形态 多少能看出 机械文明的一些影子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陈凡现在还是太弱了 必须稳一点 嗯 他一愣 什么时候 自己这么稳啊 记得刚成舞者那会 还是一心舞者 他一个人就敢出城 是非常敢打敢拼的 可不是这样 龙赫特蜥蜴 正在朝陈凡这边靠近 爬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 他张嘴喷出一个巨大火球来 周围仿佛 瞬间又炙热了几分 火球急速 轰杀向陈凡 快 实在太快了 眨眼的功夫 就出现在陈凡面前 陈凡扭身闪避开来 小礼貌化身为龙头战刀 陈凡持刀冲杀 刀镜加持着天地之力 卷起无尽的锋芒 轰杀向龙赫特蜥蜴 龙赫特蜥蜴 周身的岩浆 瞬间凝固 同时巨大的尾巴 狠狠抽向陈凡 哄 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龙赫特蜥蜴被先飞出去 身上那凝固的岩浆表层上 出现了蜘蛛网状的裂纹 裂纹还在快速蔓延 龙赫特蜥蜴 似是在苦苦支撑 不过 随着咔嚓一声 那凝固的岩浆表层 是彻底碎开了 连同六七米长的躯体 也碎成了无数块 现在蓝星上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也在疯狂厮杀 系统的提示声是关闭的 不过 陈凡在系统的击杀记录里 找到了击杀行星学徒九阶龙赫特蜥蜴的信息 虽然击杀了龙赫特蜥蜴 但刚才陈凡也是 很惊险的 龙赫特蜥蜴的尾巴 着实让人防不胜防 也幸好陈凡的刀劲更快一些 不然被巨尾扫中 不死也得中伤 那陈凡为什么不进入隐身呢 隐身不是可以规避伤害的吗 但别忘了 隐身大城无形 也是有上限的 之前陈凡刚突破到大城的时候 就评估过 当时他是宁迈境 最多能在巨灵四层镜强者手中 完全无伤 越往上 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大 面对凌海九层镜 或者行星学徒的龙赫特蜥蜴 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 隐身术大城无形之上 还有圆满无相 陈凡可以继续提升 不过他让智脑评估过了 就算是圆满无相镜检 最高也只能用到凌海九层 而那个时候 陈凡都已经凌海八层了 所以就没再学 击杀了龙赫特蜥蜴 陈凡在龙赫特蜥蜴死后 留下的一地碎块中 翻找了下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篮球大小 晶莹剔透的晶体 晶体呈现出火红色 就像是一簇跳动的火焰 其上隐隐有能量波动 这叫熔烟结晶 是龙赫特蜥蜴的精华所在 有点类似于腰疆的腰盒 一颗熔烟结晶 在美拉达尼星上 可以卖一语皱臂 陈凡厮杀 好久没捡过材料了 不过现在他缺钱啊 刚才打斗的声音 惊动了更多的龙赫特蜥蜴 一个个胸利的毛子 锁定了陈凡 陈凡也战意生疼 杀 这次 他会多小心龙赫特蜥蜴的尾巴偷袭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间 陈凡来到美拉达尼星 萨罗克属火山群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期间 陈凡一直在疯狂厮杀 值得一提的是 半个月是美拉达尼星的半个月 美拉达尼星的 一个月有36天 这点和蓝星还是有些不同的 18天的时间 陈凡在宿主的排名 从之前的2781 上升到了2701 现在一个个的都太卷了 就像赛跑 速度都很快的情况下 还想超车 就很有难度了 陈凡能提升80个名次 已经狠了不得了 这也是陈凡 以及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过这又过了18天 距离下次抹杀的时间 又近了一些 第2701名 还在抹杀之列 陈凡还得继续努力 另外 从灵海九层突破到护国战神 或者说从行星学徒到行星级 跨越这个门槛 也是有难度的 这18天里 陈凡并没能突破到行星级 时间还在持续 浩瀚的宇宙中 一个巨大的星球上 一个浑身布满了龙铃 身后还带着粗壮尾巴的人形生物 正在厮杀 他的利爪 一下洞穿了猎物的胸膛 在利爪抽出来的时候 还拿着一个血淋淋的心脏 叮 斩杀行星学徒 九阶多卡利兽 灵业家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浑身龙铃的人形生物 咧嘴笑了 他叫尼姆莱昂 行星学徒九阶 昂斯星人 同时 他还有一个身份 杀戮系统的拥有者 和陈凡一样 他在这里 已经疯狂厮杀20天了 系统 打开宿主排名 尼姆莱昂说道 很快 他眼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的面板 上面是一份排名 尼姆莱昂兴地向下翻去 他三天前刚看过排名 那时候 他在2701名 经过这三天的努力 他很自信 名次肯定会多少向上提一些 2700 2699 再高的话 他就不敢想了 毕竟现在都在拼命地向上冲 三天能提升一两个名次 那得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了 就好比他一样 尼姆莱昂知道自己大体的名次 所以他也没在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等名次上浪费时间 直接下滑到第2699名 嗯 不是他尼姆莱昂的名字 可惜了 没能提升两个名次 那2700名 肯定稳了吧 尼姆莱昂激动地心 颤抖的手 小心翼翼地又滑了一下 我去 2700也不是他的名字 尼姆莱昂有些小失望 看来名次 还是2701了 自己在三天里那么努力 竟然只能维持名字不变 其他的这些宿主 也太卷了吧 尼姆莱昂在向下滑的时候 就没有刚才的期待 和小心翼翼了 没有惊喜 当然也不会有惊吓 毕竟他三天里那么努力 肯定还是2701了 下一刻 他看到2701的名字 嗯 尼姆莱昂本能地一愣 他眼睛瞪得滚圆 本来以为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第2701名 陈凡 那我呢 尼姆莱昂赶紧接着向下翻 然后他在下一位 看到了他的名字 不声反响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都那么努力了 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尼姆莱昂有些不能接受 他死死地盯着2701 是这个叫陈凡的宿主 反超了他 把他给挤了下来 拥有杀戮系统的宿主 境界提升都非常快 尼姆莱昂也是 他在自己母星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是一路伴随着赞誉和惊叹成长起来的 所以他是很自负的 谁也不服 现在竟然被一个人给挤了下来 好 很好 这个叫陈凡的小子 你激起了我的好胜心 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尼姆大爷的厉害 等着瞧 两天内超越你 当即 他又投入到战斗中 之前是没发挥好 这次他要更努力了 很快 两天过去了 尼姆莱昂这两天里 一刻也没耽搁 他一直在疯狂地杀杀杀 他都有点佩服自己了 不逼一下 他都不知道 自己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这次吻了 肯定得把那个叫陈凡的给干下去了 尼姆莱昂迫不及待地 让系统打开宿主排名 他一下就来到了2701名 在2701的后面 挂着四个字 尼姆莱昂 尼姆莱昂兴地大笑 果然他的名次提升了 原来的2701 肯定是被挤下去了 不知道他现在是多少名了 尼姆莱昂向下看去 嗯 2702不是 2703也不是 2704还不是 尼姆莱昂一直向下翻 都没看到陈凡的名字 他一呆 这时候 他哪里还不明白 陈凡不是被他挤下去了 而是升上去了 然后 2700不是 2699不是 尼姆莱昂越向上翻越是心惊 一直到2691 他才看到了陈凡的名字 尼姆莱昂瞳孔一缩 他有点不敢相信 他非常清楚 现在所有宿主都在拼命地向上冲 想要提升一个名次 有多难 陈凡从2701到2691 足足提升了十个名次 这还只是短短两天的时间啊 冲这么快 这还怎么玩 尼姆莱昂那么自负的一个人 生平第一次被打击到了 同样的杀戮系统 同样的行星学徒九阶 为什么你那么优秀 尼姆莱昂不免有种挫败感 嗯 不对 他两天来都没停歇 可以说已经努力到无能为力了 也才提升了一个名次 他已经是这个境界努力的极限了 陈凡再怎么努力 顶多也就和他一样 已经没有更努力的空间了 那他怎么提升那么快 快的 都有点不符合逻辑了 作弊 他一定是在作弊 他很快就想到了一种情况 这个叫陈凡的 一定背景很大 可能家里的仆人 都是行星级 甚至是恒星级的存在 一定是他们 抓来了行星级 或者恒星级的生灵 供他斩杀 尼姆莱昂越想越笃定 嗯 一定是这样 不然经验如我 怎么会比不了他 陈凡从蓝星赶往美拉达尼星 路上用了20天的时间 在美拉达尼星上 斩杀龙赫特西翼有20天 也就是说 陈凡现在离开蓝星 已经有40天了 这40天里 蓝星日新月异 尤其是江南基地市 霸虎试炼塔的吸引力 实在太大了 每天都有大量的舞者 从全球各地赶过来 甚至还有很多人 索性就在江南基地市定居下来 这一度造成了江南基地市 一方难求的局面 但就算是这样 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赶到江南基地市 江南基地市 人口压力俱增 最终 新联盟为了解决江南基地市 急速增加的人口问题 决定在基地市外 新建两座卫城 现在江南基地市外 两个卫城 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此时 霸虎试炼塔前 人山人海 进进出出 很是热闹喧嚣 这时候 薛志刚从霸虎试炼塔里走出来 周围人看到他的时候 都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陈凡在霸虎试炼塔开特权的事情 早已经不是秘密了 现在已知的 在霸虎试炼塔拥有特权的 就有陈凡的几位队友 除此之外 还有陈凡的三位叔叔 这三位 虽然境界不高 但在陈凡的心里 分量非常重 听说他们和陈凡是公友 是在陈凡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相识的 另外还有新潮大酒店的小公主 她是陈凡的同学 也是陈凡女朋友钟情的闺蜜 还是陈凡好兄弟 兼队友杜昌泽的女朋友 这样的身份 获得特权 大家并不太意外 还有就是钟伯 钟伯 陈凡的大舅哥 之前网上还传出 钟伯带着东西去看妹夫 还有第三出吉武道学院的一位老师 叫王芳 曾经是陈凡的班主任 陈凡辍学的时候 她为了让陈凡能有个毕业证 特意为陈凡保留了学籍 还有姚福 徐安这些都能理解 毕竟都是和陈凡相熟的人 不过 老八妖王和小十八妖王 这两个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 妖族之前 不是一直在暗杀陈凡的吗 他们怎么也有特权 还有一个名字 周松 江南基第四第六 屠宰场的安保队长 他竟然也有特权 这个大家也有点想不通 别说大家想不通了 就连周松本人也是一联盟 他虽然和陈凡有过几次交集 但也算不上太深的交情 根本不至于让陈兄弟 给自己一个特权名额啊 霸虎失恋塔的这种特权 可不是单纯地节省了多少功勋点 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自己何得何能啊 周松绞尽脑汁地想了好几天 他想起了一件事 那还是去年的时候 陈兄弟刚成为舞者不久 他想进六场的屠宰车间杀鸡 但又错过了早晨人才市场招聘的时间 所以就给自己打了电话 当时自己还很纳闷 陈兄弟都是舞者了 怎么还执着于杀鸡 情有独钟 不过 这对自己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然后就把他带进了屠宰车间 当时陈兄弟还很感谢地说 回头请自己吃饭 就这么一点小事 周松根本就没当回事 他早就忘了 这也是他想了好几天 想到的唯一一次帮到过陈凡的事情 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忙 天哪 陈兄弟不会是因为这点小事吧 周松感觉很不可思议 但不得不承认 这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了 这么小的一件事 陈兄弟他还记着呢 陈凡确实是还记着 当时因为要冲击六星舞者 参加精英舞者大赛 然后参赛 再到后来被暗杀 他一直没能兑现这顿饭 所以 借霸虎试炼塔这次机会 赠予了周松大哥一个名额 辽表谢意 在浩瀚的宇宙中 澳多帝国的星空战舰群 还在无尽星空中穿梭着 其中一艘星空战舰 最底层 这里是一个一个的足球场大小的牢笼 里面关押的都是从蓝星收割的女性 钟情也在这里 从蓝星大号结算起 这一晃都有一年的时间了 他们还一直在无限的星空中遨游着 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许等星空战舰降落后 他们的处境会更凶险吧 这一年里 钟情最挂念的就是陈凡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从霸虎秘境中出来 他发现自己不见了 一定会很伤心吧 也有些时候 他会想到和陈凡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那样甜蜜幸福的时光 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 他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陈凡在蓝星能好好地活下去 下一次澳多帝国收割的时候 也能躲过一劫 安然地度过一生 其他的他别无所求 至于他自己 他也不知道 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命运 总之身为阶下囚 不会太好就是了 甚至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都不一定了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负责看守这个女子牢狱的队伍 最近过得非常滋润 在星空中遨游 是很无聊的 虽然这些蓝星女人的长相 真不咋地 眼睛竟然不是长在头上 皮肤竟然不是墨绿色 而且一点也不魁梧粗壮 差评 各种差评 但是 在这么无聊的日子里 有总比没有强 他们每天都会从牢笼里 挑选蓝星女子宠幸 他们最热衷的 就是大洋马和黑皮肤的 大洋马够壮 越壮得他们越喜欢 黑皮肤的 在他们眼里 是很有高级感的 至于黄皮肤的 又丑又柴 都很嫌弃 像钟晴这样的 在他们这些普多斯族眼里 是最丑的 奇丑无比 丑 就意味着安全 这一年来 经常能看到被玩坏的黑人女子 被拖着扔了出去 其次是大洋马 黄皮肤的 很少有遭难的 有 但很少 确切来说 只有一个 而且不是被选中的 竟然是主动勾引的普多斯人 这个女人 赫然是许文的一号小野马 江南基地势第一出 吉武道学院的 马尾校花 她竟然也在这次收割之恋 她的天赋和潜力并不好 当初从第一出 吉武道学院 勉勉强强 才考上的江南武大 也是因为这样 她才主动去抱了许文的大腿 许文吃就能变强 实力提升很快 那时候 她连舞者都不适 身体条件相差很大 很多次深入交流 她都是以断片收场 不过马尾校花的目标很明确 为了以后优渥的生活 她都忍着 断片 断着断着就习惯了 而且 她越来越享受这种感觉了 沉迷 无法自拔 再后来 可能除了马尾校花之外 没有一个人知道 她觉醒了 觉醒的能力 怎么说呢 不太好描述 只能说 很舒服 本来许文有八十多个小野马的 但后来全都不用了 独宠马尾校花一人 主要是她太会了 对身体的个别部位 还有着超强的掌控力 没有一个人能抵抗得住 许文也是欲罢不能 那段时间 许文虽然吃得很多 但看起来 好像越来越瘦了 不只是许文 在这里看守的普多斯人 也都瘦了 虽然每天都会有被玩坏的黑皮肤 和大洋马被拖走 但身经百战的马尾校花 依旧活得好好的 她不但没被玩坏 看起来还更水灵了 就像是熟透的水蜜桃 娇艳欲滴 一平一笑之间 都像是能勾人心魄 今天不出意外的 马尾校花又被叫了出去 三个普多斯人在一个房间里等着她 普多斯人身形非常高大 壮硕 马尾校花站在他们面前 只有他们大腿的高度 不过马尾校花五妹一笑 主动打响了战斗 三个小时后 房门打开 马尾校花扶着墙走了出来 她面色飞红 不过双目非常明亮 其中更是透着坚毅的光芒 总有一天 我要让全宇宙都知道我的名字 谈节 薛志刚从霸虎试炼塔出来后不久 就接到了杜长泽的电话 喂 杜老弟 薛哥 快来舞者大厦七十九层 我有凡哥的消息了 电话里传出杜长泽激动的声音 有陈老弟的消息了 听到这 薛志刚也是惊喜 好 等着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薛志刚快速地朝舞者大厦赶去 他们这些天药的队友们 已经四十天没有陈凡的音讯了 手机和舞者徽章都联系不上 他们不免有些担心 现在终于有陈凡的消息了 他们怎么能不激动 很快 薛志刚就来到了舞者大厦的七十九层 杜长泽已经等在这里了 杜老弟 什么情况 快说说 陈老弟在哪里呢 薛志刚急切地问 薛哥 稍安勿躁 我也给杨哥和方姐打了电话 他们也在赶来的路上 待会儿我好好给你们说 杜长泽先卖了一个关子 在得知有陈凡的消息后 杨科和方如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朝这边赶 薛志刚和方如去月牙犬守护陈凡的时候 杜长泽正忙着冲击七星舞者 那次他突破了 后来这四十天的时间 他有三十多天待在了霸虎试炼塔 外面一天 里面十天 外面三十多天 里面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 杜长泽的境界 从七星舞者 已经突破到了九星舞者 他窥探未来的能力 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不一会儿 杨科和方如都匆匆忙忙地赶来 杜老弟 什么情况 你窥探未来 不是不能设计陈老弟吗 杨科有些激动 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方如和薛志刚也有同样的疑问 杜长泽嘿嘿一笑 杨哥 薛哥 方姐 我是不能设计凡哥 但我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视角 获得一些消息啊 哦 那快说说 杨科三人都是急切到 杜长泽点点头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看到了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女人 女人很奇怪 非常高挑 差不多有两米高 浑身皮肤都是深褐色 她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一眼看不到头的火山群 好多火山在喷发 还有一些火山口里 向外喷着浓烟 遮天蔽日 地上岩浆横流 整个天地都被映现出一种火红色 我看到的画面里 她在惊呼 陈凡阁下 你都已经突破到行星级了 看那女人的模样 很明显她是外星人 但在梦里 我竟然能听懂她说的话 在她的不远处 还有一团模糊的身影 虽然什么也看不清 但我能确定 那就是凡哥 听到杜长泽的话 薛志刚 杨柯 方如 都是露出了金融 这话里的信息 有点多啊 陈老弟快要突破到行星级了 听杜老弟的描述 那女人确实应该是宇宙其他的种族 还有什么连绵不绝的火山群 也不像是蓝星上的地貌 陈老弟这是一声不吭的 已经离开蓝星了 现在看 应该是的 陈凡弟弟 这是怕我们担心啊 方如感叹得到 薛志刚 杨柯 和杜长泽 也都深以为然 也不知道陈老弟现在距离蓝星多远 在浩瀚的宇宙中 一个林海静 或者说行星学徒九阶独自外出闯荡 是很危险的 不过幸好 他马上就要突破了 薛志刚 神色复杂地道 嗯 我现在最常能窥探半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半个月内 凡哥就能突破到行星级 杜长泽也道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默默地 祝福陈老弟了 希望他在外一切顺利 一晃又过去了十天 美拉达尼星的主星 萨罗克蜀火山群 这些天里 陈帆都在疯狂地厮杀 这里的龙赫特蜥蜴 像是无穷无尽 杀不完 根本杀不完 陈帆也不知道 自己杀了多少 反正地上到处都能看到 龙赫特蜥蜴的尸体 或者碎块 这时候 一艘星空战舰 缓缓降落在陈帆的不远处 舱门打开 伊迪斯走了下来 小礼貌吃饱一顿 可以撑两天 算起来陈帆已经在萨罗克蜀火山群 已经有三十天了 口粮又不太多了 加上他手里现在积攒了非常多的熔岩结晶 刚好卖掉 然后用这个钱给小礼貌买口粮 出售材料 不用到处打广告 网络上有专门的收购店 明码标价 伊迪斯在看到陈帆的时候 他大大的眸子 不由得一正 陈帆阁下 你突破到行星级了 伊迪斯惊呼 似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也难怪他如此失态 上次见面的时候 伊迪斯确认过陈帆的实力 也就刚突破到行星学徒九阶的样子 而到现在 也才短短三十天啊 就突破到行星级了 这速度 简直害人听闻 陈帆笑着道 才行星一阶而已 伊迪斯小姐 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在你身上 我能隐约感受到一种威压 伊迪斯苦笑 我也就行星三阶而已 以你这样的成长速度 不久之后就能超越我了 陈帆阁下 其实我挺好奇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样的人类 能冒昧地问一句 你是哪个星球的人类吗 你们星球的人 都像你这么惊世骇俗吗 陈帆顿了顿 最终还是开口道 蓝星 蓝星 伊迪斯在大脑里想了下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还在宇宙网络上搜索了下 竟然也没有任何信息 他也没好意思再问 应该是一个非常神秘 且强大的星球吧 接下来陈帆将十三万五千颗熔烟结晶交给伊迪斯 伊迪斯看着这些熔烟结晶 心下惊颤 上次他离开的时候 说了什么来着 哦 让陈帆小心这里的龙鹤特蜥蜴 想到这话 他就不由得脸颊一热 这话说的 错的还能再离谱一些吗 就这陈帆还用得着小心 要小心点的应该是龙鹤特蜥蜴才对 十三万五千啊 太能杀了吧 伊迪斯无法想象 忽然他一愣 杀得多 提升快 难道杀戮觉醒者 伊迪斯脱口而出 听了这话 陈帆并没有太多意外 不止蓝星有觉醒者 宇宙万族中觉醒者更多 甚至可以说比比皆是 觉醒的能力也是多种多样 数不胜数 杀戮 只是众多觉醒能力之一 被认为是杀戮觉醒者并没什么 顶多就是 觉醒能力有强有弱 杀戮算比较强悍一点的 仅此而已 见陈帆没有否认 伊迪斯更兴奋了几分 陈帆阁下 没想到你真是杀戮觉醒者啊 杀戮觉醒者 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非常罕见 不用吸收宇宙能量 靠杀戮就能提升境界 杀的越多 提升的就越快 没想到我 竟然能有幸结识 您这样的存在 对了 杀戮 可是被评选为百大觉醒能力的 位列第37位 百大觉醒能力排行榜 是宇宙万族一起评选出来的 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 伊迪斯惊叹地说着 陈帆笑道 杀戮觉醒者 没你们想得那么夸张 而且觉醒的能力 不能代表全部 就好比现在 我就不是你的对手 陈帆阁下 你太谦虚了 就凭你这样的提升速度 超越我是早晚的事 杀戮觉醒者啊 伊迪斯还在惊叹着 然后他开玩笑地道 如果去掉两个字 那就更厉害了 去掉两个字 陈帆有些好奇道 嗯 去掉觉醒两个字 杀戮者 陈帆亚然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 伊迪斯小姐 杀戮觉醒者和杀戮者 有什么区别吗 伊迪斯笑着道 陈帆阁下 你不是我们美拉达尼星人 不知道这个很正常 其实这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宇宙并不是永恒的 它也会毁灭和新生 这样一个过程 被称为一个纪元 相传每个纪元都会诞生三千杀戮者 杀戮者 他们也是靠杀戮提升实力 但速度更快 怎么说呢 他们就像是杀戮觉醒者中的杀戮觉醒者 能和杀戮者竞争的 只有杀戮者 他们是幸运的 但也是不幸的 每个纪元 杀戮者会内部淘汰 承受着无比残酷的竞争 最后只能留下一人 传说里还提到 每当三千杀戮者出现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当前纪元进入了后期 宇宙毁灭的征兆 可能已经出现了 至于杀戮者的使命 就有很多版本了 有的说 杀戮者就是来毁灭宇宙的 也有的说 杀戮者是来拯救纪元的 还有其他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 说什么的都有 陈凡心头一跳 三千 竞争 内部淘汰 这几个字眼 深深触动了它 怎么和三千宿主的竞争那么像 连人数都一样 这传说 恐怕不只是传说那么简单 又说是毁灭宇宙的 也有说是拯救宇宙的 杀戮者的能量那么大 这点陈凡感觉有点荒诞 他现在只是一个 刚突破到行星级的小菜鸟而已啊 当然 不排除其他宿主有这样的能力 陈凡心里虽然泛着滔天巨浪 但脸上却是风平浪静 他笑道 传说可能只是传说 可不能乱信啊 是啊 就我们生活的这个纪元 从有记载起 到现在都有七百五十万一年了 那么长的时间 也没见宇宙毁灭 传说嘛 听听就好了 退一万步 就算这传说是真的 在时间长河中 我们短短几百年的寿命 太微不足道了 那三千杀戮者 总不会那么巧 和我们是一个时代吧 伊迪斯也笑着道 就是就是 陈凡附和着 接下来 陈凡拿出十几万的熔岩结晶后 又拿出了两个金傀儡 一并交给了伊迪斯 是的 陈凡这次还出售了两个金傀儡 他现在已经是行星级了 为蓝星注册的事 境界已经不是问题了 就差钱了 注册关乎蓝星的安危 陈凡一刻也不敢耽搁 现在差五十万宇宙币的注册费用 他想都没想 直接卖了两颗替身傀儡 一颗三十万 两颗六十万 当然 陈凡也不是冲动 他本来有五颗金傀儡 还有一颗银傀儡 卖掉两颗应急 应该问题不大 还剩下三颗金傀儡 一颗银傀儡呢 这相当于 还有好几条命呢 更何况 他还有火种号 火种号就算一级状态下 也能抵挡宇宙级强者的轰击呢 如果三个替身傀儡 一个银傀儡 加上火种号 都保不住陈凡的命 那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危机 多两个金傀儡 少两个金傀儡 都没什么意义了 伊迪斯把熔岩结晶 和金色的替身傀儡收起来 同时把陈凡购买的货物交给了陈凡 陈凡付了几百块运费 陈凡阁下 你两次都是购买的金属材料 看来 你对这应该是有需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去一趟奥莱里隔城 那里是美拉达尼新 以及周围一片新域的材料交易之都 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有 你这次出售的熔岩结晶 我就是要送到那里去 还有你购买的这些金属材料 也是来自那里 虽然网上也可以交易 但在奥莱里隔城更便宜一些 幸运的话 还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淘到一些好东西 伊迪斯好心提醒道 奥莱里隔城 陈凡道 同时 智脑自动呈现出 关于奥莱里隔城的相关信息 嗯 奥莱里隔城距离这里也不远的 星空战舰四十多分钟就能到 伊迪斯说着 陈凡眼皮微跳 从时间上看 确实不算远 但从距离上来说 星空战舰飞上四十分钟 少说也得几万公里了 不过奥莱里隔城 是周围星域的区域性材料交易之都 对陈凡来说 确实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不过得有钱啊 陈凡卖掉熔岩洁净的十几万 全都给小李茂购买了口粮 两个金傀儡 卖了六十万 其中五十万要用来注册 只剩下十万了 十万宇宙币 就算奥莱里隔城的价格便宜一些 也买不到太多东西啊 刚才伊迪斯还提到了逃货 陈凡知道自己 有几斤几两 他可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本事 不过说到蓝星注册的是 陈凡接下来 还真得去城池走一趟 星罗宇宙国 在每个星球上的主要城池 都设有星罗殿 星罗殿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星罗宇宙国 在当前星域 他拥有星罗宇宙国 所有的权力和职能 镇守巡查星域 维护治安 贫富动乱 同时 星球的注册 注销 贩卖等业务 也可以办理 这些陈凡早就打听好了 这对他来说 是方便了许多 不然从美拉达尼星 飞到星罗宇宙国的中星星域 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陈凡刚才查看 奥莱里格城信息的时候发现 刚好这奥莱里格城 就设有星罗殿 毕竟是周围 好大一片星域的材料交易之都 是一个很重要的城池了 拥有星罗殿 也在情理之中 伊迪斯小姐 你刚才说是要去奥莱里格城市吗 陈凡问道 是的 陈凡阁下是也想去吗 我可以再你一城 伊迪斯道 那就太感谢了 陈凡感谢道 火种号从蓝星赶到美拉达尼星 能量从之前的3% 已经下降到了2.75% 关键现在陈凡还没能力为 火种号补充能量 适用一点就少一点 所以 能省则省 陈凡阁下太客气了 作为杀戮觉醒者 宁肯赏脸 是我的荣幸 伊迪斯笑着道 杀戮觉醒者潜力无穷 能和这样的存在 结下善缘 总归是没错的 很快 陈凡跟着伊迪斯 走进了星空战舰 星空战舰的话 陈凡之前只接触过火种号 没有对比 什么19代战舰之类的 他也没太大的感觉 直到走进伊迪斯的星空战舰 陈凡才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 星空战舰和星空战舰的差距 还是挺大的 伊迪斯把陈凡请到一个休息的舱室里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的星空战舰有一定的智能 但只能提供一些辅助 达不到火种号那样 全自动驾驶的程度 休息的舱室里 陈凡盘膝坐着 想起伊迪斯之前讲的 关于杀戮者的传说 他心头沉重了几分 杀戮者吗 三千杀戮者 能和杀戮者竞争的 只有杀戮者 内部淘汰 最后只能剩下一人 陈凡感觉 这传说可能不只是传说那么简单 和三千宿主的人数 竞争都那么吻合 最后三千宿主的竞争 也只能留下一人吗 这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陈凡不敢掉以轻心 说到底还是实力 有实力 才能在三千宿主中 有着好的排名 才能规避掉一轮一轮的抹杀 就算三千宿主 最后和杀戮者的传说一样 有实力 才能搏一搏 那最后幸存的一个名额 不过话说回来 杀戮者 真有那么恐怖吗 关乎宇宙纪元 能拯救宇宙 或者毁灭宇宙 如果三千宿主 就是杀戮者的话 陈凡现在 只是个刚刚突破到 行星一阶的小菜鸡 他可不认为自己 有这样的能量 可能说的是其他宿主吧 比如 排在前几名的存在 说到这 陈凡让系统 打开了宿主的排名 上次看的时候 陈凡是2691 那时候 他是灵海九层镜 这又过了十天 陈凡的境界 也提升到了行星一阶 现在他的排名 是2611 现在距离第二轮抹杀 还有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应该问题不大 四十分钟在宇宙中 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伊迪斯的星空战舰 很快就降落到了 奥莱里格城 舱门打开 陈凡和伊迪斯 都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还是陈凡第一次 亲眼目睹 美拉达尼星的城池 虽然之前 他在网络上看到过 但现在置身其中 眼前雄伟壮观的城池 还是带给他一种 强烈的视觉冲击 美拉达尼星的城池 和蓝星的城池 大不相同 蓝星的城池内 都是一栋栋的建筑 阿尼星则不然 就拿眼前的奥莱里格城来说 建筑都是纵横交错 整个城池宛若一体 建筑相互交叉之间 一艘艘磁悬浮车 在快速地穿梭 看起来很杂乱 但又好像遵守着什么规则 陈凡看着眼前城池内 这纵横交错的建筑 他本能地想到了乙朝 对 乙朝 非常像 唯一不同的就是 乙朝很小 奥莱里格城非常巨大 一眼看不到镜头 高度也只耸天际 伊迪斯的星空战舰 并不是降落在地面 这是一个建在半空中的巨大平台 平台上停放了非常多的星空战舰 这时候 也有不少星空战舰在起飞和降落 平台上有通道连接周围的建筑 陈凡阁下 我还要把商品送到客户手中 就不能陪你了 祝你在奥莱里格城玩得开心 伊迪斯笑着说道 这就已经很感谢了 你先忙你的 陈凡感激地道 很快 两人挥手告别 伊迪斯的星空战舰上 分离出一艘磁悬浮车 然后他驾驶着快速离去了 悬磁浮车 火种号上也有 不过陈凡并没着急着离开 他出来乍道 对周围的一切都是挺新奇的 巨大的平台上 星空战舰起起落落 也有不少生灵来来往往 陈凡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宇宙生命 他看到了星空巨人族 身高有几十米 走起路来平台都跟着颤抖 还有和蓝星人类相似一些的 不过他们的皮肤是绿色的 通体都是绿色的 背后长着翅膀 手里还拿着大弓 还有大树在行走 那是宇宙万族之一的格鲁特族 这时候忽然陈凡眼前视野一暗 原来是星空巨人族从陈凡头顶上跨了过去 卧槽这在蓝星 可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小礼貌 问他 小礼貌 傻大哥 你礼貌吗 我就问你礼貌吗 当然 这是陈凡和小礼貌私下发泄一下就行了 智脑提示 那星空巨人族是恒星级 惹不起 惹不起啊 陈凡还见到了浑身是岩石的石头人 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地金族 还有浑身冒火的天火族 之前这些都只是在网络上看到过 现在都见到活的了 兴起了一会 陈凡就没再耽搁了 接下来 他要干正事了 陈凡一个念头 在他面前就出现了一辆小型载人飞行器 是的 小型飞行器 这和伊迪斯 以及奥莱里格城到处跑的磁悬浮汽车不同 磁悬浮汽车 只能在磁浮轨道上跑 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小型飞行器就没这个顾虑 更灵活 这辆小型飞行器造型非常拉风炫酷 在飞行器上含映着机械族大大的logo 机械族的小型飞行器 在宇宙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 并不是陈凡独有 而且小型载人飞船 只是机械文明比较低端的产品 和火种号机械之星比的话 影响小的可以说微乎其微 当然 那只是和火种号和机械之星来比 机械族飞行器刚一出现 顿时就吸引了平台上所有生命的目光 我的天 我这是看到了什么 机械族飞行器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不是在做梦 我也看到了 这得好多钱吧 老兄 想什么呢 这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 是有钱你都买不到 机械族的飞行器 早就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咱们整个美拉达尼星 都没一辆 没有很正常啊 整个宇宙才三万辆 宇宙那么浩瀚 咱们美拉达尼星 渺小得如尘埃一般 我们不配 就是 能有幸见见你就知足吧 是啊 真没想到拥有机械族飞行器的大佬 竟然会出现在奥莱里隔城 咦 我怎么感觉那位大佬 有点眼熟啊 我呸 你这套路也太俗了吧 看到大佬就说眼熟 我还说他像我爹呢 不是不是 是真有点眼熟 在哪里见过呢 说话的是个地精族 他绞尽脑汁地想着 不过宇宙网络之下 是信息大爆炸时代 每天都会接触到海量的信息 一时间他还真想不起来了 其实也正常 陈凡第一次十几一次发布信息 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但那只是昙花一现 吃瓜群众吃过瓜之后 很快就遗忘在脑后了 这个时候还能感觉陈凡有点眼熟 已经算不错了 大多数人 面对这样的大佬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除了羡慕 还是羡慕 但一个女人向下拉了拉衣领 直接行动了 她身材火辣 前凸后翘 穿着很短的高筒靴 皮质短裙 迈着妖娆的步伐 来到陈凡面前 尊贵的阁下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 和你一起同行 她身材非常高挑 和陈凡说话 得弯一下身子 不只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一俯身 两个又大又肥的大白兔 竟然没一点束缚 来回蹦跳个不停 慌得陈凡有点眼花 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 她妩媚一笑 像是已经吃定了陈凡 不好意思 没空 这时候 陈凡已经坐进驾驶舱 她歉意地说道 然后舱门关闭 伴随着轰鸣声 飞行器嗖地一下飞了出去 可恶 性感的女人 不敢相信她被拒绝了 气得直跺脚 这一跺脚 身前的雄伟 又是荡起了波浪 看得周围人 眼睛都直了 飞行器是全自动驾驶的 根本不用陈凡干预 只见她灵活地 在纵横交错的 钢铁建筑中穿梭着 小李茂看着眼前这巨大的钢铁城池 不争气的泪水 从嘴里躺了出来 范范 都是范范 不过 陈凡已经三令五声告诫她了 不让她在城池内乱来 不然 坏人就会把你抓走了 小李茂 啪啪 我不要被抓走 我会老实的 当时陈凡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糊弄三岁小孩 还很有成就感 是怎么回事 大概三分钟后 飞行器降落在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前 建筑前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人来人往 毕竟这里是星罗店 业务还是很繁忙的 不过在这里 却不见其他飞行器 或者磁悬浮车 谁啊这是 胆子太大了吧 星罗店广场 是不允许降落的 不知道吗 我去 是机械族的飞行器 我的天 真是机械族飞行器 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 开个这样的飞行器 就听星罗店广场上怎么了 谁不服 不敢 大佬惹不起 舱门打开 陈凡走了出来 其实陈凡无意冒犯 他是真不知道 有这条规矩 飞行器是全自动驾驶的 可能机械族打造飞行器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指令吧 毕竟 星罗宇宙国而已 在唯一站在 九级文明巅峰的机械族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建筑很是雄伟壮观 在巍峨的大门前 有两名恒星级的舞者在站岗 陈凡当然是 看不透恒星级强者的 是智脑扫描后传递的信息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两名恒星级远远看到有飞行器 要在星罗店广场降落 他们立即就赶过去 准备驱离 甚至抓捕关个几天都很正常 不过 当他们刚赶到 看到飞行器上大大的logo 他们瞳孔都是一缩 快 快去禀告店主大人 同时立即驱散广场上的所有人 不要惊扰了贵宾 一个恒星级道 明白 另外一个恒星级身形 直接消失在原地 尊敬的阁下 欢迎光临星罗店 恒星级舞者对着陈凡恭敬的招呼道 他能看穿陈凡的修为 只是行星一街 但他一点也不敢有轻视怠慢之心 机械族的飞行器 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在强大的身份和背景之下 实力什么的都是次有的 陈凡并不感觉意外 他知道机械族飞行器 在宇宙中意味着什么 嗯 我来办点业务 这个时候 别管心虚不心虚了 心虚也得直冷起来 您请 恒星级强者 赶紧在前面带路 在陈凡来到星罗店大门前的时候 从旁边的侧门里 冲出一只全副武装的舞者 他们很快就将 星罗店广场上的人全部驱散 然后 站在陈凡的飞行器四周指手 陈凡亚然 这服务太周到了吧 这就是身份和地位 带来的特权 什么也不用说 一切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此时 星罗店内 密室里 一个非常魁梧高大的 特罗特族男人 正盘膝悬浮在空中 只见他双手 掐着奇怪的姿势 周围的宇宙能量 都在快速地朝他聚拢过来 他就是星罗店 驻奥莱里格城的 店主伯鲁 宇宙一街的超级强者 叮叮叮 叮叮叮 急促的铃声 打断了伯鲁的修炼 这时外面有人摁下开关 紧急求见 被打扰了修炼的伯鲁 面色有些阴沉 随着他大手一挥 厚重的密室门就打开了 尊敬的店主大人 一名恒星级舞者 匆忙跑进来 给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要打扰我 尤其是在我修炼的时候 伯鲁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就是一顿臭骂 是这样的店主大人 有人来注册星球 恒星级舞者解释着 不过他还没说完 伯鲁更气了 他直接打断 怒吼咆哮道 注册星球这点小事 也要惊扰我 这么点小事告诉我干什么 难不成 还让我亲自去接待不成 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恒星级舞者 被骂的狗血淋头 只能弱弱地道 那人 那人是乘坐 机械族的飞行器来的 听到这话 伯鲁瞳孔一说 乘坐机械族飞行器来的 我去大友来头啊 然后他脸上的怒气就消失了 患上了和须的笑容 这是你办得非常对 伯鲁拍了拍 恒星级舞者的肩膀 不过 下次有什么事 先说重点 好了 速速带我过去 别让贵客久等了 陈凡跟随着恒星级舞者 走进星罗殿 进来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服务大厅 服务大厅里 有好多个窗口 每个窗口前 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应该都是来办业务的 不过陈凡并没有在 服务大厅过多地停留 他直接被请到了 楼上的贵宾室 恒星级舞者端来茶水 阁下稍等 马上就有人来接待您 说完他恭敬地退了出去 并且贴心地带上了门 现在只剩下陈凡一个人了 陈凡不由地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刚才那可是恒星级啊 这可真是被当成大佬了呀 陈凡啊陈凡 没想到 咱也有今天陈凡端起茶杯 茶杯中 除了水 只有一片叶子 那叶子翠绿翠绿地 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 虽然陈凡还没品尝 但他已经嗅到了一股浓郁的芬芳 沁人心疲 想来这茶水 应该价值不菲 大概两分钟后 一个脸上 长着图腾印记的特罗特人 在敲门后 快步走了进来 他看到陈凡的时候 不由地一愣 然后赶紧到 尊贵的阁下 让您久等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罗店主奥莱里格城的店主伯鲁 非常荣幸见到您 伯鲁客气得很 智脑提示 眼前这人是宇宙一接 陈凡心头一跳 连忙道 店主大人太客气了 我叫陈凡 这次前来 打扰了 哪里哪里 伯鲁笑容更灿烂了 传闻很多大佬都很难伺候 今天遇到的这位 还挺客气 他还有点受宠 洛金呢 伯鲁在密室里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这位贵客是来注册星球的 他在赶来的路上 就已经让人去准备了 贵宾室里 两个人简单寒暄了几句 就切入了正题 陈凡本来以为 需要挪不到一楼大厅的 但伯鲁却笑着告诉他 不需要 进来吧 随着话音落下 一名身段婀娄妖娄的女子 端着东西走了进来 在宇宙万族中 对长相的审美 可能不尽相同 但在身材这块 眼光还是相对统一的 高挑的 前凸后翘的 大长腿 水蛇腰 哪个不喜欢 当然 也有极个别文明 就喜欢壮硕的 吨位大的 身段妖娄妖娄的女子 端着的是一个水晶球 水晶球有两个拳头大小 晶莹剔透 里面有一缕五彩斑斓的东西 在飘来飘去 陈凡阁下 这里面是一缕宇宙本源 宇宙本源神奇莫测 你只需要将双手放上即可 宇宙本源就能自动连接到你的母星 同时可以自动获取你母星的相关信息 还有就是 请放心 注册很快的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伯鲁说道 好 陈凡点头 他现在也已经明白了 星球注册 并不是单纯的登个技就完事了 星球注册 是一种法则上的绑定 悬之又悬 有点说不清到不明 但有一点 必须用到这样的水晶球 当然 真正起作用的 是里面的那缕宇宙本源 之前陈凡在蓝星的时候 了解到的是 必须原注明才能注册 这个并不是非原注明 星罗电不给注册 而是根本注册不了 宇宙本源 只能在双向连接原注明和母星 非原注明 匹配不了 这时候 陈凡将双手放在水晶球上 顿时水晶球内 五彩斑斓的宇宙本源光芒大升起来 几乎同时 一个星球的投影 快速凝聚出来 那是一个蔚蓝的星球 赫然是蓝星 在星球的旁边 一行行信息快速浮现出来 有坐标 大小 人口 重力 地貌 气候等等 接下来 水晶球上延伸出两道光柱 一边连接了陈凡 另外一边连接的则是蓝星 那一刻 陈凡忽然感觉 像是有一种旋之又旋的力量 将他和蓝星绑定在了一起 虽然现在 他在美拉达尼星和蓝星相距几十万光年 但他竟然能清晰地感受到蓝星的存在 就是这么奇妙 然后水晶球光芒收敛 蓝星的投影也消失了 一切都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样子 伯鲁笑着起身 恭喜陈凡阁下 成功注册了蓝星 现在你的身份上又要加一个蓝星领主了 他嘴上说着 但其实心里有个大大的疑问 这位陈凡阁下 代步工具都是机械族的飞行器 身份和地位那是毋庸置疑的 这么尊贵的一个人 怎么自己的母星到现在才注册 当然 疑问归疑问 他可不敢乱打听 人啊 最基本的就是要有眼力镜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得有数 多谢殿主大人 陈凡抱全感谢 客气客气 伯鲁笑着道 阁下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的话 我送您 就他知道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他可不敢耽误 也就是说 伯鲁的话并不是赶客 反而是一种细心的表现 听到伯鲁的话 陈凡不由地一愣 这就完了 完了呀 已经注册成功了呀 陈凡阁下 是感觉哪里不妥吗 听到陈凡的话 伯鲁也一愣 是不是有什么事忘记了 什么事忘记了 没有吧 伯鲁认真的想了想 忽然他灵光一闪 哦 你看我这脑子 这马上就到饭点了 我斗胆请阁下赏脸吃个饭 也好让我尽敬地主之意 陈凡 不是啊 我还没交钱呢 星球注册 不是需要缴纳一笔费用吗 行星级五十万宇宙币 恒星级一百万宇宙币 原来是这事啊 伯鲁苦笑了一声 陈凡阁下说笑了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 规矩只是给绝大部分人定的 您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肯定不在此恋 陈凡呆了呆 不用交钱 这意味着 他能省下五十万宇宙币 五十万宇宙币啊 对他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 陈凡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这样好吗 哈哈 陈凡阁下 这点小事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是这里的店主 我说了算 如果阁下实在心里过意不去 那就情赏的脸 留下吃顿饭 如何 伯鲁道 陈凡差点就破防了 免了五十万宇宙币 还要请吃饭 心比去阁 而且还是恳求赏脸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看着对方满是期待的表情 那必须赏脸啊 别说赏脸了 就算是让陈凡请他吃都没问题啊 节省了五十万宇宙币 可以给小李茂 购买好多天的口粮呢 而且现在来到奥莱里格城 这个材料 交易之都 陈凡肯定是要去逛逛的 本来注册完之后 他手里就只剩下十万宇宙币了 预算已经很紧张了 结果伯鲁店主一句话 免了五十万的注册费 陈凡是真心感谢 不一会儿后 一个包厢中 陈凡和伯鲁推杯换盏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虽然到了行星级 已经不用进食了 但在美拉达尼辛上 饭店生意依旧火爆 满足口腹之欲 只是一方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吃饭不是目的 拉近关系 增进感情才是 就好比现在 陈凡兄弟 你既然来了 接下来一定在奥莱里格城 多玩几天 这里是方圆三万光年内的 材料交易之都 你可以逛一逛 这奥莱里格城 就是咱的地盘 你在这里 就当在自己家一样 有什么事直接联系我 推杯换盏之间 双方的称呼 都没那么生分了 用伯鲁的话说 陈凡兄弟 我吃长你567岁 叫你一生弟弟刚刚好 陈凡表示 伯鲁大哥 你说得对 在酒桌上 这关系拉近的就是快 饭后 陈凡要离开了 伯鲁亲自送陈凡 到新罗店外 看着陈凡 乘坐机械族飞行器离开后 他才收回目光 店主大人 这位贵客 用机械族飞行器代步 身份和地位是不一般 您热情招待我能理解 但您怎么还把注册的费用 全给免了 那五十万的费用 是有一半要上交给总店的 之前也有过乘坐 机械族飞行器来的 您也只是最大限度地 给免了一半 旁边的恒星及武者 有些疑惑地道 听到这话 伯鲁颇有深意地笑了笑 要上交的那一部分 我来承担 你呀 别忘了我的觉醒能力 店主大人的觉醒能力 恒星及武者一愣 然后他心头一震 店主大人 难道这贵客 不止身份和地位不简单 知道就好 多学着点吧 语气之中 难言几分得意 浩瀚的宇宙中 觉醒者比比皆是 伯鲁也不例外 不过他觉醒的能力 有点特殊 既不擅长战斗 也不擅长修炼 只是个辅助性的 他能看到一个人的潜力 在他的视野里 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一种颜色 颜色代表了潜力 从低到高 分别是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伯鲁最初的时候 慌张着去招待 纯粹是因为 陈凡是乘坐 机械族飞行器来的 很明显 身份和地位不一般 但当他推开门进去 看到陈凡的时候 他当时表面不显 其实内心顿时 就泛起了滔天巨浪 陈凡头顶上紫气冲天 头上发紫的他见过 但紫成那样的 伯鲁还从来没见过 绝对的未来成就 不可限量啊 所以他临时决定 费用全免 这样的好苗子 可遇不可求 再加上 人家本来就大有来头 单纯的热情招待 怎么能收获友情 就算五十万 也只是锦上添花 如果能坐下来 喝顿大酒 那才叫好呢 让伯鲁万万没想到的是 陈凡那么尊贵的身份 那么恐怖的潜力 却一点也不傲慢 竟然同意了 用五十万和一顿饭 就收获了一份友情 这太值了 哼哼 我投资大师的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 伯鲁自豪地想着 遥想当初 奥莱里格城的 新罗店店主之位空缺 奥莱里格城 是区域性材料交易之都 油水封后 当时店主之位的竞争 非常激烈 伯鲁虽然也有心争夺 但他无论是实力 还是关系人脉 都排不上号 但就是 在那关键时刻 他之前投资过的一位舞者 强势崛起 在新罗宇宙国都 有了不小的话语权 奥莱里格城新罗店店主之位 才落在他手中 而他投资的那位舞者 头上也只是蓝色而已 现在陈凡兄弟是深紫色 伯鲁不敢想象 深紫色以后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宇宙集就不用想了 不配 戒主 御主 还是不休 而有今天的善缘 今后他的命运 都可能会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视线转到蓝星 这颗蔚蓝的星球 漂浮在银河系中 本来一切正常 不过忽然之间 一道绚丽的光芒 笼罩住了这颗星球 江南基地是 夏国现在是白天 街道上人来人往 这时候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他们看到了生平 从来没见过的天地异象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绚丽 壮观 宛若仙境 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一个个抬着头 像是石化了一般 不止江南基地是 华南基地是 华北基地是 燕京基地是 也不止夏国 泡菜国 樱花国 漂亮国 全球各个国家 都是如此 虽然也有一些国家 这个时间是晚上 但这样的奇观 在晚上更加地耀眼夺目 有人奔走相告 一些熟睡中的人 都被吵醒了 他们拉开窗帘 看到外面的景象 顿时就惊呆了 不懂就问 这是什么情况 哦 上帝 我一定是还没睡醒 兄弟 你不是在做梦 这都是真的 太漂亮了吧 我在挪威的森林看过极光 当时感觉非常震撼 但和现在比 那真是差远了 蓝星才刚被收割一两年 这次不会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吧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好说 陈凡保佑 陈凡保佑 优和 挺新奇的 不求神拜佛 现在信奉起陈凡了 相比于求神拜佛 我感觉还是陈凡更靠谱一些 也是啊 陈凡现在可是蓝星最强战力 蓝星遇到什么事的话 他是真的会为蓝星冲锋陷阵的 就在全球震撼 还有一些担心恐慌的时候 所有人心底突然都出现了一个声音 大体意思是 欢迎蓝星正式加入星罗宇宙国 蓝星领主 陈凡 我去 我听到了什么 你也听到了 是不是蓝星正式加入星罗宇宙国 蓝星领主 陈凡 是是是 一样一样的 卧槽卧槽卧槽 偶像啊 我低神 万万没想到 不是惊吓 反而是大大的惊喜啊 这波 我给82分 然后剩下的18分 再以666的形式 我去TM的 太牛逼了 必须直接给100 现在整个蓝星 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欢呼沸腾中 蓝星已经正式注册 以后就能受到星罗宇宙国的庇护了 这点太关键了 虽然这时候 还在蓝星的人们 都躲过了澳多帝国的第一次收割 大概率第二次收割的时候 也不会被选上 但他们的孩子呢 以后孩子的孩子呢 自从蓝星浩劫之后 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蓝星的人口出生率 受到严重的冲击 新联盟内 普遍生育意愿不高 因为现在的蓝星 根本看不到希望 就像是被澳多帝国 圈养的家庭一样 过一段时间 就要被收割一次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一出生 就注定了这样悲惨的命运 如果是那样 他们宁愿不生 现在蓝星 想要改变命运 只能期待新联盟 尽快制造出星空战舰 而陈凡又突破到 护国战神层次 或者说行星级 这样在星罗宇宙国注册后 就能获得 星罗宇宙国的庇护了 这是蓝星唯一的希望 不过 陈凡突破到行星级 他们不担心 但新联盟突破 星空战舰的技术 这个就太难了 不知道需要多少年 六十年 一百年 还是一百五十年 但万万没想到 今天 陈凡一步到位 以一人之力 完成了所有 惊喜 真是太惊喜了 杜长泽家的仓库里 工人们在欢呼沸腾着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三人 也是激动得无以复加 小凡 是小凡 哈哈 小凡成蓝星领主了 我说什么来着 这臭小子 果然是出去了 就知道拼命 完成这样的壮举 不知道在外面吃了多少苦 等他回来 看我不狠狠地说他 刘志安激动得语无伦次 又很心疼得到 他抹了一把眼眶里的泪水 哈哈 刘哥 你也就现在说说 我敢保证 等小凡回来 你说过了一点 滚犊子 哈哈 然后三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都是深深的未尘返 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心底突然冒出声音之前 周震虎等一众高层正在开会 他们听取了星空战舰的研发进度 并且商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现在蓝星处境艰难 唯一的希望就是 注册成为星罗宇宙国的一员 获得星罗宇宙国的庇护 而注册需要有行星级 也需要有星空战舰赶过去 行星级的是 交给陈凡 他们负责星空战舰 虽然有机械文明的讲解和图纸 但蓝星的底子太薄了 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一个大胖子 从目前来看 难度依旧很大 现在科研人员都卯足了劲 把这当成了一场攻坚战 务必要在下次奥多帝国降临前 打造出蓝星的星空战舰 把陈凡送出去 就在大家热切讨论的时候 忽然 所有人都是一愣 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 周震虎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旁边人 首长 你也听到了 是不是蓝星注册成功了 蓝星领主 陈凡 你也是 没 too 再三确认后 会议厅里掀起了珊瑚海啸般的欢呼声 惊喜 天大的惊喜啊 陈凡太强了 凭一人之力就做到了 我们蓝星安全了 周震虎也是激动地双手在颤抖 好 好啊 现在他哪里还能不明白 陈凡手里是有星空战舰的 但他并没说 周震虎也大概明白了陈凡的用意 会议室里欢呼沸腾了好一阵子 才慢慢冷静下来 星比去隔 虽然现在蓝星已经获得了星罗宇宙国的庇护 但我们还是不能松险 我们蓝星落后其他宇宙文明太多了 必须奋力追赶 而且蓝星是我们大家的蓝星 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在陈凡身上 周震虎掷地有声道 对 陈凡已经为蓝星做得够多了 这时候 一名高层郑重的道 虽然陈凡已经成为蓝星领主 但那是宇宙中的称谓 鉴于陈凡为蓝星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提议授予陈凡护星战神的称号 同意 我同意 同意 新联盟军事最高指挥部 很快就宣布了这一消息 本来全球就还处在轰动和振奋中 现在得知陈凡被封为护星战神 人们情绪更是高涨了几分 护星战神 实至名归 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举双手双脚支持 蓝星史上第一位护星战神 牛逼 破音 护星战神大人 什么时候回来直播讲一下隐身术啊 蓝的头发都快薅秃了 扑哈哈 这不是坚持哥吗 另外一边 薛志刚和芳如的家 今天 杨柯和杜长泽也都来了 回想起上次他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 那时候八国联军集结 下国危在旦夕 当时大家心头都很沉重 但今天就不同了 他们别提有多激动了 大口地喝酒 大声地笑 气氛热烈 蓝星领主 护星战神 则则 陈老弟 太强了 薛志刚美滋滋地喝了一大口酒 虽然他平常也是喝的这个酒 但今天喝起来感觉格外的带劲 杨柯也感叹 陈老弟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这已经不是失望的问题了 而是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薛志刚到 陈帆弟弟确实强 上次常泽弟弟窥探到的未来 是他突破到了行星级 没想到短短的时间 他连蓝星注册的事也一块搞定了 芳如也是由衷地开心 注册行星级星球 可是需要五十万宇宙币呢 也不知道陈老弟从哪弄得那么多钱 薛志刚到 薛哥 想那么多干什么 帆哥身上有无限的可能 脑子一扔 直接大喊牛逼六百六十六就完事了 杜长泽兴奋地说道 哟 杜老弟 我听说现在 网上流行一个无脑大军 你也加入了 那是当然 现在无脑大军已经遍布全球 我还是咱们江南基地市 无脑大军的副团长呢 杜长泽骄傲地道 就你天天繁隔长繁隔短的 也才副团长 我想知道 团长是谁 薛志刚好奇地问道 芳如和杨柯 也都看向杜长泽 杜长泽叹息一声 本来就冲我和凡哥的关系 团长是非我莫属的 不过有个家伙 实在逆天 拜他比拜神都管用 而且他 确实是凡哥的狂热粉丝 比我还狠 种种原因吧 我落选了 只能做副团长了 还有这样的人 薛志刚 方如 杨柯更好奇了 嗯 他叫唐天赐 杜长泽道 听到这个名字 薛志刚和杨柯 不由地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本能地想到了厕所门口 确实够狂热的 时间在持续 他们四人不知道喝了多少 杜长泽都已经有了些许醉意 薛志刚 杨柯也都打开了话匣子 相互接断 不亦乐乎 正说着 忽然杨柯提到了队长 大家神色都是一案 现在蓝星安全了 陈老弟也已经是行星级了 可惜队长和老吕 还有老林 老冯他们都看不到了 希望队长和老吕他们 都能逢兄化吉 陈帆弟弟 现在已经是行星级了 只要给他一些的时间肯定能将队长他们带回来 嗯 凡哥一定会的 杜长泽重重地点头 薛志刚和杨柯都在默默地祈祷 杜长泽一看薛哥和吕哥在祈祷 他也欺负起来 不过他不是求神 也不是拜佛 唐天赐保佑 唐天赐保佑 西太平洋 玛里亚那海沟 这里是蓝星最深的海沟 深度11034米 之前那星底的声音是面向蓝星所有生灵的 在那星底声音响起的时候 玛里亚那海沟内 一个一眼看不到头的巨大海兽 突然睁开了眼睛 美拉达尼星 奥莱里格城 陈帆笑了笑 他刚才一直在关注蓝星的网络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蓝星注册的事了 也分享到了这份喜悦 陈帆也挺开心的 另外 陈帆还注意到 他被授予了护国战神的称号 这应该是蓝星最高的荣誉了 他以前还在第三初集武道学院上学的时候 曾经幻想过 有一天要做护国战神 没想到 现在直接成了护星战神 好像更厉害的样子 另外 现在蓝星已经在星罗宇宙国注册 蓝星已经覆盖了宇宙网络 是的 已经覆盖了 具体陈帆不太清楚 智脑给他解释了 但太玄奥复杂了 他没听懂 大体好像是说 宇宙网络就是基于宇宙本源打造的 注册的时候 宇宙本源已经连接了蓝星 然后就有宇宙网络了 不过蓝星虽然已经覆盖了宇宙网络 但没有合适的设备连接宇宙网络 现在蓝星用的手机和舞者徽章之类的都太低端了 连接不上 就相当于一个房间有无线网 但拿个搬砖 没办法连接网络 连接宇宙网络的全息技术 在注册后自动以邮件的形式发给了陈凡 陈凡让智脑提取出来 然后用蓝星的网络发给了周振虎 这时候 陈凡也来到了交易市场的门口 奥莱里格作为方圆几万光年星域范围内的交易之都 这里品类非常齐全 有类似熔岩结晶之类的新售材料 也有灵草 矿石 金属等等 在这里每个品类都有专门的市场 陈凡来到的就是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金属交易市场并不是露天的 而是在奥莱里格城 这个浑然一体的巨大城池中 划分了一片建筑群 陈凡远远看去 层栏叠杖 上上下下 纵横交错 到处都是人头攒动 市场的门口 有两排穿着盔甲 手持长矛的士兵在指手 宇宙中生存法则非常残酷 蓝星上的下国 基地式是严禁动武的 但美拉达尼星 没那么多规矩 在城池内也经常能看到厮杀混战 不过有一点 市场内不能乱来 这是底线 不然的话 买卖就不用做了 直接抢就行了 这次来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陈凡并没有高调的乘坐 机械族飞行器 出现在市场门口 上次是去办事 开个好车 办事方便 现在是来买东西 开那么好的车 容易被当成冤大头 关键他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满打满算 也就六十万宇宙币 陈凡在缴纳了一个宇宙币后 走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阵喧嚣嘈杂的声音 扑面而来 万年老字号 星辰阁 来了来了快来了 紫红店 大量收购出售新时 量大从幽 童走无期 瓦奥莱特店铺到期 清仓大处理 清仓大处理 全场商品一律半价 一律半价了 本店新到阿末星辰经 一刻 仅需三千万宇宙币 清风阁老板领着小姨子跑了 甩卖大甩卖了 这瓷器笔伏的吆喝声 听得陈凡一愣一愣的 感觉一下子 像是回到了蓝星 这时候 小礼帽传来了强烈的波动 两眼都是小猩猩JPG 范范 她感应到了好多范范 来到这里 她就像是来到了天堂 陈凡安抚了下小礼帽 然后四下打量着 这里除了店铺 在道路的两侧 也有一些摊位 店铺相对来说是正规一些的 里面出售的金属材料 都是经过检测 有质量认证的 另外也是明码标价 这是大家购买 或者出售材料的首选 但宇宙何其大 无法被检测的物质 也数不胜数 这就给了一些不良商贩 可乘之机 于是就有了道路两侧的摊位 检测不出价值 很大可能就是没有价值 这些摊主以极低的价格 收来一堆破烂物件 然后一个个夸得天花乱坠 这把大刀别看断了 可是不朽级超级强者的兵器 这看着像尿壶一样的东西 可不一般啊 我去 兄弟 你好眼光啊 这个就更了不得了 是星空秘宝的一块残片 我看他与你有缘 五十万宇宙币 就当交个朋友 反正是检测不出来 还不是任凭他们随便乱吹 虽然都知道这是夸大气词 但并不妨碍有些人喜欢淘宝 蓝星上也有这样的人 比如某天赐 虽然这有点堵的性质 但万一呢 万一淘到了好东西 那可就赚大发了 当然 对某天赐来说 没有万一 只有一万巴特 就是奥莱里格城 金属材料交易市场上的一位摊主 他是霍索恩族人 浑身很圆润 皮肤成绿色 脸上眼睛的比例出奇的大 挺着大肚子 还长了两个大大的耳朵 霍索恩族在宇宙中 是出了名的精明奸诈 巴特在这个交易市场 已经有两百年了 当时在市场上 人们都还称呼 他为小巴特 现在的称呼 早就变成老巴特了 老巴特的摊位位置 非常优越 进了市场大门 第一个摊位就是他的 这些年来 他靠着这份银盛 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不过和财富一起积累的 还有骂名 巴特绝对是老骗子了 就算是当地人 很多都被他骗过 可以说臭名远扬 不过老巴特并不放在心上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讲道德啊 你请我愿的事 怎么能叫骗呢 明明是你们眼光不行 见识不行 外加一点点 我良心不行罢了 怎么都怪我头上了 虽然现在很多当地人 是一欠掌一掷 基本不会在老巴特这里 挑选东西了 但奥莱里格城 是区域性材料交易之都啊 每天都会有很多星球的人赶来 其中不乏一些 一看就是出来乍到的 新人小白 这样的人 眼里都透着清澈的愚蠢 在老巴特眼里 就差吧 我好骗 快来骗我啊 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在老巴特的摊位上 堆积了不少破破烂烂的东西 他坐在躺椅上 嘴里叼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烟斗 一双有些浑浊的毛子 微微眯起 扫过来来往往的人群 像是在搜寻自己的猎物 忽然 老巴特看到了陈凡 他一下坐直了身子 连大耳朵都激动地竖了起来 那傻小子 还在私下打量 这分明就是个 出来乍到的小白啊 则则 人啊 要想成长 得吸取教训 教训越大 成长得就越快 这种丧良心的事情 就不用麻烦我的童翔了 我老巴特良心不多 让我不来 正说着 老巴特已经从摊位里面窜了出来 别看他年纪大了 但见到猎物的时候 动作还是很麻利的 小兄弟 第一次来金属交易市场 哎呀 你说你 第一次来 怎么不找个人带带你 这交易市场的谁可深了 一不小心就会被骗 来来来 先到我这里做会 我给你讲讲这里面的门道 省得你被骗了 老巴特拉着陈凡的手 一副非常热心肠的样子 陈凡不认为 这个吃得肥头大耳的货索恩族 真有那么好心 不过他是来逛逛的 听他说说也无妨 那就多谢了 陈凡道 应该的应该的 老巴特脸上笑开了花 不愧是新人小白 就是好骗啊 这波稳了呀 周围其他几个摊位的摊主 看到这一幕 都懊恼地直拍大腿 该死 又让老巴特给截胡了 老巴特一辈子都赚了那么多钱了 还要钱干什么呀 带棺材里呀 就是 也丢没一点机会啊 难了 那傻小子被老巴特骗过去 最后肯定会被炸得干干净净 我们就别傻看着了 替那傻小子莫爱 如果他落在我手里 我至少会给他留意宇宙臂 不至于让他饿肚子 落在老巴特手里 那可就惨了 酷茶子可能都剩不下 霍索恩族咽过拔毛 就算要饭地路过 他们也得坑人家一个破碗 老巴特招呼陈凡坐下 还给陈凡倒了一杯茶水 当然 肯定是最劣质的茶 不过此举可把老巴特感动坏了 先礼后冰 开载之前 还请喝茶 我真是太TM厚道了 两个人喝着茶 老巴特和陈凡攀谈起来 小兄弟你这长相的 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冒昧地问一句 你是哪里人啊 蓝星人 陈凡回道 哦 原来是蓝星的呀 老巴特一副了然的样子 实则 蓝星 没听说过 宇宙那么大 没听说过 也很正常 而且他也不是真心的问 纯粹就是先找个话题 真正的手段都在后面呢 老巴特拉了拉凳子 凑近了几分 小声道 小兄弟 今天你幸亏是碰到了我 不然被坑死都不知道 听到那个在吆喝房租到期 清仓甩卖得了吧 他们啊 一百年前都是这么喊的 一直到现在 也没见他们搬走 还有那个老板 领着小姨子跑的 那老板本来娶的就是姐妹花 还跑什么跑 这年头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 骗子太多了 像我这么厚道的人 不多见了 不是我给你吹 我老巴特在这里 做了两百年的生意 从来没骗过一个人 这个市场上 听到我老巴特的名字 哪个不得竖起大拇指 老巴特一边感慨 一边叹息着 很像那回事的样子 一字还咬得特别重 陈凡不动声色 他又不傻 这话片片小礼貌 还可以 他听听就好了 一般真厚道的人 可不会一直把厚道挂在嘴边 而且 如果真如这老头说的 正规的店铺套路 还那么多 那么 外面的这些摊位 水还不得更深 还有那个有阿默克 星辰金的 这玩意确实贵 不过一克就要三千万 真黑 上次和你一样 也是个行星级 在我这里用三百万 买走了一块 用神秘物质包裹的石头 你猜怎么扎 里面竟然有两个 拳头大小的阿默克星辰金 当场就在市场里出售了 直接逆天改命 听说后来 买了两个生命星球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 还有去年的时候 老巴特像是 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地说着 都是谁谁谁在他这里 淘到了什么样的宝物 赚了多少多少钱 各种案例 至于真实性 这还用怀疑 肯定是假的了 都是老巴特杜撰出来的 如果在他这里 真有人淘到了两个 拳头大小的阿默克星辰金 或者刚才他说的那些宝物 老巴特还能说得 这么风轻云淡 估计肠子都能毁清了 这都是他惯用的套路了 往往说完这些 他还会给自己圆一下呢 果然 我一生信奉踏踏踏实实做事 滴滴调调做人 很少把这些事拿出来炫耀 不过今天看到小兄弟你 我就想到了 我初次来市场时的样子 不知不觉就说得多了些 小兄弟你听听就好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老巴特磕了磕烟斗 叮嘱道 画大饼 这个蓝星上早就完烂了 陈凡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谢谢您给我讲了这么多 没想到交易市场上的水那么深 我会小心的 陈凡起身 这是要走的意思 老巴特并不急 他笑着道 相见即是有缘 而且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我 年轻时候的影子 你在我摊位上 随便挑件宝贝吧 就当我送你的见面里 别看我的这些东西有些破 但里面 很多都是好东西呢 老巴特认真的道 他这一连串的组合套路打下来 行云流水 天衣无缝 基本上没人都逃得过 这时候 猎物要走了 拉着不让人家走 那太低级了吧 以退为进 送你东西 你收了我的东西 好意思不买点什么就走 当然 也有那种臭不要脸的 但非常非常的少 老巴特两百年纸 遇到了两个 一般都摸不开脸面 他就是拿准了人们的这个心理 要么说这个套路有点厉害 这不好吧 陈凡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怎么不好 老头子我和你有缘 随便挑 小兄弟 莫不是嫌弃我的宝贝太破 老巴特说道 陈凡则舌 这怎么还倒得绑架上了 行 反正在哪里逛都是逛 那就从你这里开始吧 小李猫干活了 找出摊位上最珍贵东西 陈凡呼叫小李猫 小李猫自从进了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哈喇子就没断过 他直接发出一股强烈的波动 摊位上那个半截的大刀 是最好吃的饭饭 至于其他的 看得小李猫直摇头 得到结果 陈凡在摊位前 随手就拿起了那半截大刀 入手沉甸甸的 小子恭敬不如从命 随便选一下 就这个吧 不过老人家也不容易 我不能白拿 我支付一宇宙币 然后我再挑选点东西 这样行吧 陈凡说道 一听这 老巴特心里笑开了花 都主动要挑选东西了 哈哈 这套路果然百事百灵 什么 本来都打算送你了 这傻小子 还要支付一宇宙币购买 哈哈 好好啊 不要白不要 殊不知他摊位上那么多东西 收来的时候 也就花了一宇宙币而已 这就相当于回本了呀 剩下的 就全是赚的了 而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当然 老巴特心里虽然乐开了花 但脸上却不会表现出来 哎 都说要送你了 你还非得要支付一宇宙币 行吧行吧 一看小兄弟就是讲究人 我也不让你难做 老巴特一边感叹着 一边勉为其难地 收下了陈凡帝来的一宇宙币 陈凡则将半截大刀收了起来 那咱们这算是钱货两清了 那我再挑一挑 他道 那是那是 请 老巴特咧嘴笑着 太顺利了 果然还是这样的傻小子 好骗啊 甚至还上杆子 多给了自己一语皱臂 不过也无所谓了 他的最后都是我的 不榨干他 都对不起我的良心 哦 我早就没良心了 陈凡装模作样地 在摊位前看了看 小礼貌兴趣缺缺 除了刚才的半截大刀 让他有强烈的波动之外 摊位的这些都是垃圾 狗看了都摇头 小礼貌摇着头想着 看着陈凡 蹲在摊位前挑选东西 嘴里叼着烟斗的老巴特 心情真是好极了 话已出口 不管最后有没有合适的 碍于面子 多少都得挑点吧 哪怕只有一个 他也能把这傻小子 炸得分文不剩 老巴特笑着 他仿佛已经看到 有大把的宇宙必进账了 就是不知道 这是不是个小肥羊 虽然只是一个行星级 但是赶来交易市场 肯定得准备了一些资金吧 手里会有多少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越向上想 老巴特就越是激动 再说陈凡 都是垃圾 那还说什么了 没有合适的 我再逛逛吧 陈凡起身 说得很干脆 一点也看不出 摸不开面子的扭捏 反而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 他曾经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过 面子 面子值几个钱 肚子的时候能当饭吃吗 那段经历让陈凡变得很务实 他可不是为了面子而伤钱的人 老巴特一愣 他还正畅想着陈凡手里会有多少钱 好让他坑呢 结果 煮熟的鸭子要飞 你走 我看着你走 你好意思 结果 陈凡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他时间宝贵得很 说走就走 老巴特眼皮子一跳 拿捏失败 他赶紧追出来 哎哎哎 小兄弟 这么多好东西 就没一个合适的 会不会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 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 不用了 我再逛逛吧 陈凡继续走 哎哎 小兄弟别急着走啊 不就是摊位上没找到合适的吗 我空间戒指里宝多的事 我都拿出来 你再挑挑看啊 老巴特有些急了 他满脸堆笑 拦住了陈凡 恳切地道 陈凡都有些被气笑了 这老家伙是不吭到我 就不死心啊 既然这样 那就比比谁的道很高吧 行吧 他勉为其难地道 老巴特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差点就在天一败即了 当时那两个臭不要脸的 送了就要 要了就走 他也只能干瞪眼 还好这一个没到那程度 很快 又回到摊位前 老巴特这次也是下了很近 直接将空间戒指中的东西 都取了出来 比一大卡车还多 各种破烂玩意 看得陈凡眼花缭乱 这时候 小李猫又激动起来 这次的情绪波动 比之前的半截大刀还要强烈 陈凡一洗 看来是有好东西了 他在堆积成山的东西里 翻找了好一阵子 最后漫不经心地拿起一个 不知道什么物件上的碎片 说是碎片 其实这碎片挺大的 有一米多长 四十公分宽 这个多少钱 陈凡问道 呀 小兄弟 你真是好眼光啊 一眼就挑中了 我的震摊之宝 你听我给你讲 这碎片可大有来头 不是我给你吹 老巴特熟练地说着 这都是他惯用的话术了 不管陈凡拿起什么 他都会这么说 接下来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大吹特吹了 停 直接说价格吧 陈凡笑着打断道 他没功夫 听老巴特吹牛逼 呃 牛逼草稿都打好了 话都到嘴边了 这忽然不让说了 老巴特差点没被憋着 看来 小兄弟 你已经看出他的珍贵之处了 一口价 三百万宇宙币 老巴特心够黑的 陈凡扔下就走 哎哎哎 小兄弟 怎么又要走啊 老巴特有点猛 买不起 陈凡很干脆地道 买不起 买不起 咱慢慢商量 这一言不合就要走 老巴特也是心累 小兄弟 你也应该能感受到 我是一个很厚道的人 我从来不骗人 这很大概率就是个宝物 而且很了不得 转转手 价格就能翻好几倍呢 这样的机会 可遇不可求 你这次来的匆忙 没准没那么多资源 我能理解 要不你先交上五十万的定金 我先给你留着 你回去凑钱 陈凡笑了 定金都要五十万宇宙币 凑不了 反正也不是太想要 那就算了 说着扭头就走 哎哎 别别别 价格好伤啊 你都看中了 我这么厚道的一个人 还能让你失望地离开啊 这一会 老巴特的心啊 就像是过山车一样 忽上忽下的 当初那两个臭不要脸的 都没让他这么心累过 小兄弟 你手里有多少 给个实话 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就吃点亏 就全当交的朋友了 老巴特说道 陈凡伸出了三根手指 老巴特一愣 刚才一口价三百万 这小子扭头就走 这三根手指 三百万是肯定不用想了 三十万 老巴特试探道 陈凡摇摇头 三万 老巴特的心凉了一截 好吧 能赚三万 也勉强能接受 结果陈凡 还是摇了摇头 总不能是三千吧 老巴特不淡定了 忙活那么一阵子 就只能赚三千宇宙币 陈凡笑着摇摇头 三百宇宙币 就三百 就三百宇宙币 你也赶来逛市场 谁给你的勇气 就三百宇宙币 你就安生地在家待着呗 出来干什么 这不是坑人吗 老巴特真是有些破防了 他有些暴躁的道 陈凡面色也冷了几分 知道没钱 连装都不愿意装了 巴特老板 奥莱里格称 哪条法律规定 三百金币不能逛市场了 这金属交易市场 是你家开的吗 陈凡道 老巴特背对的一正 也知道 刚才是有些失态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三百宇宙币太少了 我能赔死 你要想要的话 再凑点 他上下打量着陈凡 似乎是想从陈凡身上 找点值钱的东西 不过陈凡上上下下都挺普通的 这时候 他看到了陈凡手上的戒指 这样吧 三百宇宙币 再加上你手上的戒指 老巴特说道 这戒指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但多少能值俩钱 陈凡看了看手上的火种号 你眼光还怪好嘞 加不了 一句话 卖不卖 不卖走了 陈凡果断得很 老巴特真想大吼一声 不卖 让这个穷逼赶紧滚 不过李志告诉他 不能这么做 忙都忙了 还搭了一杯茶水 总不能一分不正吧 做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可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银子腿再小也是肉 反正这碎片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收来的 空间戒指里所有的东西 总成本也才几个宇宙币 行吧 三百就三百吧 就当交个朋友 老巴特无奈地摇头 他还感叹着 我从商两百年 还从来没做过 这么亏本的生意呢 但谁让我厚道呢 小兄弟你以后要有钱了 可得多照顾我的生意 再说吧 对了 我忽然想起来 三百也没有 刚才已经给了你一个宇宙币 陈凡道 老巴特无语望天 稍微缓了一下 行行行 二百九十九就 二百九十九吧 哦 还有 刚才进市场 还交了一个宇宙币 陈凡又道 老巴特真要哭了 他忽然感觉 之前那两个臭不要脸的 好像也没那么可恨了 人家是送就要 要了就走 至少没折腾他呀 行行行 二百九十八就二百九十八 都一你 老巴特一点脾气也没了 他就想抓紧搞定这些 赶紧让这小子走 他就没见过这样的 还穷还能折腾人 很快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小李茂幸福的眼泪 从嘴里流了出来 饭饭 饭饭 好想吃 不过陈凡可没让小李茂吃 对话如下 小李茂 我要吃 陈凡 不能吃 小李茂 为什么 陈凡 从你对半截大刀 和这碎片的垂涎程度上来看 和之前的阿默克星辰经 星和碎片等都差不多 我猜这两个 应该也能被你激活吧 小李茂 挖腮 狗头狂点JPG 崇拜JPG 陈凡 你吃了它们 只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 后面不还得饿肚子 如果我们赋予 它们生命 然后让它们帮我们杀龙赫特西翼 获取熔岩结晶 熔岩结晶能卖钱 卖了钱就能给你买口粮 有了口粮就能吃饱饭 一个是饿肚子 一个是吃饱饭 你那么聪明 现在让你自己选 小李茂嗷嗷直叫 我不要饿肚子 我要吃饱饭 陈凡 那你要怎么做 小李茂振臂高呼 我要赋予它们生命 很好 陈凡 不过这些还不够 我们多找点 让它们给你赚口粮好不好 小李茂 好好好 冲冲冲 某李茂燃起来了 陈凡满满意地点了点头 哦了 轻松拿捏 这该死的成就感 陈凡和小李茂 是意念交流 是很快的 上面的对话 也就是在一瞬之间 陈凡付过了钱 正准备将巨大的碎片 收入火种号中 就在这时候 小子 把你手里的物件 拿给本败看看 一个傲慢的声音 在陈凡身后响起 陈凡下意识地转身 说话的是一个 衣着华丽的拉姆星人 拉姆星的长相 非常奇特 一张大饼式的脸上 只有一个眼睛 长在最中间 没有鼻子 在大大的眼睛下 只有两个小小的鼻孔 再向下就是一张大嘴 眼和嘴 差不多横穿了整张脸 而且 他们是上下平行的 在这个拉姆族的身后 还跟着几个行星级的仆人 这年头 能带仆人出门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哎呦 是吉姆老爷 老巴特挤出了生平最和善的笑容 连忙招呼着 同时他对陈凡道 小兄弟 这位是吉姆老爷 还不赶紧问好 陈凡没有理会 刚才那傲慢的声音 让他很是不喜 将东西收入火种号后 就要离开 小子 没听到我们大人的话吗 瞧得如此 几名仆人直接拦住了陈凡 呵斥道 让开 陈凡脸色一沉 又喝 一个小小的行星一接 好大的脾气 几名仆人都吃笑起来 老巴特心头狂跳 这傻小子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他连忙跑过去 将陈凡拉到一边 压低了声音道 你疯了 不想活了 不知道吉姆老爷是谁 他可是奥莱里格城 出了名的材料鉴定大师 而且最最重要的 他的儿子 小吉姆大人 是奥莱里格城 新罗殿的一支护卫队的队长 新罗殿的关系 陈凡亚然 那可不 吓着了吧 赶紧去道歉 拿出来点诚意 说不定这事还能过去 老巴特道 陈凡笑了 新罗殿的护卫队而已 新罗殿的店主伯鲁见了我 还要喊一声兄弟呢 老巴特看陈凡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我好心劝你 你在这给我吹牛逼是吧 好言难劝要死的鬼 随你吧 他失望透顶道 老巴特 刚才那碎片 你卖给这小子多少钱 这时候 吉姆大嘴一开一合地问道 回禀吉姆老爷 三百宇周臂 老巴特连忙恭敬地回答 妾 才三百 吉姆不屑地道 然后他看向陈凡 用一种命令的口吻道 我给你三千 卖给我 三千 老巴特一下捂住胸口 像是有一把刀插了上来 都两百年了 还从来没有谁 能在他这里捞到便宜 现在这前后几分钟的时间 这傻小子 二百九十八变三千 老巴特表示 他很受伤 心都在滴血 不卖 熟料陈凡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吉姆眉头皱起 三万宇周臂 老巴特感觉又被插了两刀 三万宇周臂啊 就这么和自己失之交臂了 你说自己这手怎么那么快 稍微慢点 如果现在还没付钱 他还能反悔 这钱就是自己的了呀 不卖 陈凡还是道 吉姆脸色一沉 别得寸进尺 不卖就是不卖 陈凡毫不怯懦地对上吉姆的目光 他并不畏惧什么 虽然他能和新罗殿店主伯鲁称兄道弟 但毕竟只是一面之缘 这层关系好用不好用 还不确定 不过陈凡的底气 也并非来自于这层关系 陈凡最大的底气 来自于火种号 竟可攻退可守 这才是他的底气 好 很好 一个小小的行星级 竟敢拒绝我 我看你是活腻了 吉姆怒吉反笑 怎么 你敢在交易市场内动手 陈凡神色自始至终都很平静 在他脸上看不到半点慌乱 就算对方敢在这里动手 陈凡也不用防范什么 智脑会在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把他拉入火种号内 再不计他 还有三颗金傀儡和一颗银傀儡 很稳 小子 仗着市场内不准动手 就敢和我交板室吧 行 我看你还出不出去了 有能耐待在这里一辈子 吉姆的大嘴上勾勒出一丝猙獰的弧度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陈凡回应道 然后他绕过阻拦他的行星级仆人 直接离开 这次吉姆没有让仆人再阻拦陈凡 他看着陈凡离去的身影 阴冷道 去两个人给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只要他敢离开市场 直接轰杀 把那碎片给我取回来 是 吉姆大人 当即有两名仆人领命 经过这事后 吉姆也没了逛市场的兴致 他转身就离开了 剩下的几个仆人都赶紧跟上 老巴特惋惜地叹了一声 被心胸狭窄的老吉姆盯上 那傻小子的生命 可以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哎 不对 我惋惜什么 老巴特忽然反应过来 那小子刚在他这里逃到了宝 这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啊 还穷 还能折腾 还让他亏得一塌糊涂 比那两个臭不要脸的还可恶 该 就该他活不长 刚才的动静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 一些宇宙生命还在议论纷纷 这是哪来的小子 这么有种 不知道啊 有种什么呀 我看就是个愣头青 老吉姆可是心胸狭窄得很啊 那小子死定了 还是太年轻了 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哪有小命重要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才那小子在面对吉姆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慌乱的样子 太平静了 他会不会也有些背景啊 背景 也许有点吧 不过能大得过心罗店吗 老吉姆的儿子小吉姆 可是奥莱里格城心罗店护卫队的队长 这得什么背景能比得了 就是 难不成他还能和心罗店店主攀上 关系不成 听到这话 大家都是哄笑起来 心罗店店主高高在上 岂是寻常人能攀附上的 他们都是当成了个笑话 笑一笑就完事了 难道就我自己发现 老吉姆想收购那小子 刚在老巴特那里购买的东西 能被老吉姆看上的 应该是个好东西啊 该说不说 那小子还是有点东西的 卧槽 竟然有人能在老巴特手上 讨到便宜 就冲这个 值得我喊一声牛逼 老巴特太不是个玩意了 我被他骗过好几次 谁不是呢 每次提到老巴特 我都会忍不住地竖起一根手指 大拇指 中指 哈哈 陈凡继续在市场内逛着 他的目的性很明确 只逛摊位 他手里只有五十多万宇宙币 如果去店铺的话 可买不到什么太好的材料 所以就在摊位上简陋 反正有小礼貌 能勾起他强烈食欲的 就是好东西 食欲越强 价值就越高 陈凡也没想到 吃货有一天 还能这么用 从老巴特那里离开后 很快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在摊位上选东西 怎么说呢 就像蓝星上买彩票一样 明知道机会渺茫 但还是有很多人 想碰碰运气 万一呢 如果真让自己 淘到好的材料 那就是一夜暴富啊 就是这种心理 促使着一大批怨种 前扑后继 当然 机会也有 但非常非常的渺茫 就像世上 并不缺少美好的事物 但你得有一双 能够发现美好事物的眼睛 或者 小礼貌 陈凡现在已经逛到第四家了 小礼貌 并没有给出强烈的信号 这三家说起来 还不如老巴特的摊位呢 当然 这不是说老巴特有多良心 他知道 被逃走了一件好东西 现在指不定有多懊恼呢 老巴特还不知道 陈凡逃走的不是一件 而是两件 三百宇宙币 逃走一个 已经算厚道了 陈凡一宇宙币 还逃走一个呢 这些要是让老巴特知道 估计长子 都能毁清了 接下来 陈凡继续 第五家 第六家 第七家 交易市场那么大 路边的摊位多得是 另外 他也早注意到 身后多了两个尾巴 对方也丝毫不怕陈凡发现 一直都是一脸 桀骜不驯的样子 跟在陈凡后面 智脑已经给出了信息 是两名行星二阶的修士 陈凡也不管他们 就忙自己的事情 时间飞速流逝 陈凡在逛到第八家的时候 小礼貌传来了强烈的波动 贪主也是漫天要价 陈凡也很干脆 直接表明 就三百宇宙币 能卖就卖 类似老巴特这样的贪主 都是一样的心理 倒嘴的肥肉 还能让他飞了 贪主想尽办法 让陈凡加点 但陈凡一口咬定就三百 最后不出意外 还是成交了 反正他们收来的时候 成堆成堆的 也才几个宇宙币 现在一个卖三百 含着眼泪 赚下两百九十八 小礼貌 也嘴里含着眼泪回应 然后 第十四家 有收获 第三十二家 有收获 两个半小时后 陈凡逛完了这里的 两百多个摊位 收获了十三块 非常珍贵的金属材料 总花费三千六百宇宙币 是三千六百宇宙币没错 因为在老巴特那里 两个才花了三百宇宙币 哦 确切来说 两个花了两百九十九宇宙币 购买花了三千六百宇宙币 如果这些出售的话 那可救了不得了 三千万 三个亿 三十亿 这一点也不夸张 别人能逃到一个 就能一夜暴富 陈凡轻轻松松 搞到十三个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些金属材料 可是非常昂贵的 比如阿默克星辰金 一颗售价就要三千万宇宙币 拳头大小 就能购买一个生命星球 虽然今天陈凡刚逃到的 这十三种材料 可能达不到 阿默克星辰金的层次 但数量上更多 总价值绝对会是 一个不小的数字 当然 陈凡并没打算卖掉 这时候 十三种材料 摆放在火种号内的 一个大厅中 很快 小礼貌也出现在这里 陈凡没进来 不过智脑把这里的情况 以虚拟投影的形式 呈现在了他面前 小礼貌擦了一把口水 好想吃 但得忍住 他知道 陈凡是让他做什么的 So 小礼貌飞过去 和半截大刀 一米长的碎片等 都触碰了下 所有的金属 咔咔咔的同时在变形 看得陈凡眼花缭乱 等结束后 就出现了十三个机械生命 这十三个机械生命中 类型最多的是 机械兵蚁 占了七个 还有两个机械螳螂 其中一个机械螳螂 非常特别 它竟然不是机械的外观 而是像一只活的螳螂一样 栩栩如生 陈凡是很惊奇的 小礼貌传来波动 简单解释了下 用他的话说就是 一些非常好吃的饭饭 都是有着自己的特性 就好比阿末克星陈金的自我修复 还有液晶 液态的金属 可以自由切换固体和液体 两种形态 打造这只活螳螂的材料 特性是极致仿生 虽然实质是金属 但可以变得和生物一样 有血有肉 很是神奇 肉眼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陈凡听了之后 惊叹不已 除了机械兵蚁和机械螳螂 还有三个机械武士 以及一头机械霸虎 陈凡没想到又见到了机械霸虎 不过这次和他在霸虎试炼塔里遇到的不同 这个机械霸虎只有40公分大小 是个迷你版的 不过别看他变小了 其实更强了 短小惊悍 智脑检测过 这次的13个机械生命中 有10个实力相当于零海九层镜 还有三个是行星一阶的水准 小机械霸虎就是三个行星一阶中的一个 就拿还在蓝星的机械兵翼来说 本体是阿默克星辰经 它的实力也只是行星一阶的水准 决定机械生命实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自身的材料 另外一个就是材料的多少 就算阿默克星辰经的特性再强 可如果只有一丁点的话 实力也会很有限 13个机械生命 只有三个达到了行星一阶 说实话 陈凡是有些失望的 行星一阶的数量比他预期的要少一些 还有一点 在美拉达尼星 行星一阶都算是最底层的了 林海靖的机械生命 用途已经不大了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把这十份材料卖掉呢 还能卖不少钱呢 陈凡有些可惜地想着 当然 就算是成了机械生命 也能出售 但陈凡不敢啊 小礼貌感受到陈凡的想法 他传出一股波动 看我的 然后 陈凡就看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幕 13个机械生命 竟然组合在了一起 然后又是一阵眼花缭乱的变形 十几个呼吸后 他看到了一头老虎 不是机械霸虎 而是一头活的老虎 同时 陈凡共享到了他所有的信息 这老虎的境界竟然达到了行星二戒 他当时就惊呆了 小礼貌传来得意的波动 他解释了下 大体意思是 他能将机械生命组合在一起 进行二次变形 组合的同时 也融合了每种金属材料的特性 这种融合 达到的是远大于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虽然实质上还是一头机械霸虎 但它有其中一种材料的极致仿生 也有一种材料的隔绝探查 还有其他零零总总十多个特性 现在这只老虎 不单单肉眼看不出端倪 就算是探查 也探查不出什么问题 没想到还能这么玩 很好 陈凡非常激动 小礼貌得意的很 那是 别看我吃的那么多 但我可不是白吃的 陈凡哈哈一笑 看把这小家伙给嘚瑟的 亏得他没尾巴 不然现在肯定翘天上去了 不过这次小礼貌 确实立了大功 当赏 陈凡给他了一大批高等的金属材料 小礼貌顿时两眼都是小猩猩 然后就是帅不过三秒钟 直接狼吞虎咽起来 嗯 好吃好吃 系统 说一下我现在的排名 陈凡道 回禀宿主 您当前的排名是2697 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陈凡亚然 从萨罗克属火山群离开 来奥莱里革城的时候 他的排名还是2691 这还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下降了六个名次 真是太能卷了 不过 陈凡现在也忙完了 而且 磨刀不误砍柴弓 接下来就一起卷起来吧 他还是很有紧迫感的 毕竟 不管是2691 还是2697 都还在第二轮的抹杀范围之内 陈凡开始朝市场外走去 那两名行星二阶的仆人 顿时打起了精神 走 跟上 新比去阁总算是要走了吗 两个行星二阶嘴角 都是勾勒起残忍的弧度 陈凡当然没有忘记 身后的两个尾巴 其实他可以进入火种号 直接离开的 不过他陈凡可不是个受气的主 很快 是厂门口外 两名行星二阶一前一后 拦住了陈凡的去路 这不是吉姆老爷的仆人吗 是啊 什么情况 也有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 开始科普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 听完之后 大家才了然 被吉姆老爷盯上 这小子悬了 他是不是傻呀 都知道被盯上了 还出来干什么 要是我 我就在市场待一辈子 他不会认为自己行星一阶 能对抗两个行星二阶吧 开什么玩笑 周围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甚至都没有 让开一些的意思 单方面的碾压而已 不会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面对一个行星一阶的蝼蚁 两个行星二阶连废话的心思都没有 他们这就要动手了 然后 确实没有激烈的战斗 战斗开始得快 结束得更快 确切来说 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两名行星二阶 才刚准备动手而已 一只锋利的胡爪 就闪电般洞穿了他们的胸膛 两名行星二阶的仆人 面色陡然变得僵硬 他们不敢相信 前一秒他们还胜券在握呢 下一秒就要死了 哐当 两个人的尸体重重地摔在地上 一只老虎收回了利爪 还很灵性地甩了甩爪子上的鲜血 现在的他已经不能叫机械霸虎了 把机械二字去掉 叫霸虎还差不多 霸虎集合了13种珍贵金属的特性 除了能够极致仿生和隔绝探查之外 其中还有一个 隐身 这是神影帖带来的特性 虽然这个隐身和陈凡的隐身术有些不同 在接触到事物后会自动失效 但就算这样 也很厉害了 陈凡是个很务实的人 能轻松解决的是 干嘛要正面拼杀 所以 先下手围墙 解决掉两个尾巴 陈凡在收了战利品后 几个跳跃就消失了身影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周围人还有些没太反应过来 卧槽 发生什么 两个行星二阶的修士死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如果是在做梦的话 那咱俩做的应该是同一个梦 啪 疼 确定了 不是做梦 刚才我没看错吧 那头猛虎 你没看错 战兽 那年轻人是御寿师 我的天 御寿师啊 在百大觉醒能力排行榜上 排在第27位 力压好多强大的觉醒能力呢 那战兽 还具有隐身的能力 怪不得赶出来 原来是有恃无恐啊 对不起 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一个奢华的房间里 现在老吉姆正潇洒快活着 身边是一群阴阴厌厌 吃东西都不用自己动手 一只只香喷喷的御手 睁着给他送东西吃 至于他自己的手 忙着呢 虽然今天在金属交易市场 发生了一些不快 但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星一阶而已 也就影响了那一会的心情 其实老吉姆当时并没有完全确定 陈帆手里的碎片是好东西 还得再研究一下 结果他提出要看看的时候 那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博了他的面子 不让看 这让老吉姆不高兴了 你不让看 我非得看 这一来二去的 矛盾就激化了 哼 一个小小的行星一阶而已 见命一条 我的仆人 最低都是行星二阶呢 就这种蝼蚁 随手灭了就是 回来之后 老吉姆就把这事给忘到脑后了 不过就在这时 老吉姆脸色一正 在他的实海中有很多个魂印 这些魂印都是仆人的 掌握了他们的魂印 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小命握在了手里 保证他们永远不敢背叛 可就在刚刚 有两个魂印碎了 是留在金属交易市场的那两个 老吉姆眉头皱起 他们怎么死了 总不能死在那行星一阶的小子手里吧 来人 老吉姆喝道 老燕 您请吩咐 一名仆人赶快走进来 恭敬地道 立刻去交易市场 扎克利和马歇尔被杀了 赶紧探明情况 速速来报 是 这名仆人 听到有两个同伴被杀了 当即也是 有些吃惊 当即他快速飞掠出去 十多分钟后 这仆人回来了 他把打探岛的消息 如实上报 什么 御寿师 还有隐身能力的战兽 两个仆人被反杀 老吉姆出奇地没有生气 反而表现得有些兴奋 他习惯了是生命如草剑 本来以为这次是 随手解决掉一个不长眼的东西 没想到 竟然还有惊喜 御寿师 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职业 在百大觉醒能力排行榜上 排在第27位 现在有一个才行星一届的御寿师 如果抓起来 卖到奴隶市场上 少说也能卖百万宇宙币 还有一头具有隐身能力的战兽 可以把战兽玻璃出来 卖给其他御寿师 这样也能卖个好价钱 相比之下 两个行星二届的仆人 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老吉姆虽然现在很激动 但也没被惊喜 冲昏了头脑 在付诸行动之前 他还得稳一手 之前看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行星一届 杀了就杀了 但现在是御寿师 他得查一查底细 别有什么背景 有没有向老巴特 打听那小子的名字 老吉姆问道 回禀大人 问了 不过老巴特也不知道 那小子的名字 只知道他是蓝星人 仆人恭敬地道 蓝星 好 老吉姆脑电波控制着 开始在宇宙网络上 搜查关于蓝星的信息 很快搜索结果出来了 只有一条 关于蓝星的信息 还是今天 蓝星在星罗宇宙国注册后 官方自动发布的一条公告 看到这 老吉姆笑开了花 今天才注册 还是个低级的二级文明 哈哈 二级文明 算个屁的背景 那没问题了 吉姆老爷 您是打算捉拿对方吗 不过对方在杀了扎克利和马歇尔后 肯定逃之夭夭了 仆人说道 逃 他能逃到哪里去 他自己能逃 他的母星能逃吗 吩咐下去 立刻出动星空战舰 前往蓝星 同时把这消息发布出去 让那小子识相点 速速来投降 不然的话 保证让他的母星生灵涂炭 老吉姆英策策地道 一个没有背景的小玉兽师而已 还不得任他轻松拿捏 是奥莱里格城内 一个布置得非常温馨的家里 忙碌了一天的伊迪斯回来了 他幸福地趴在床上 任由曼妙的躯体 勾勒出高低起伏的曲线 累一天了 他现在一点也不想动 就想这样趴着 随意地刷着宇宙网络上的信息 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嗯? 陈凡阁下? 伊迪斯忽然一愣 他竟然看到了关于陈凡的消息 伊迪斯赶紧仔细地看了下 天哪 陈凡阁下怎么惹到权贵了 他才行星一接啊 老吉姆 我知道 他手中的势力是很大的 他的儿子小吉姆 还是星罗殿 在奥莱里格城的护卫队队长 虽然只是和陈凡见过两次面 但善良的伊迪斯 还是本能地为陈凡担心起来 奥莱里格城 星罗殿 现在 伯鲁又在密室里修炼起来了 之前他修炼基本上没被打扰过 今天只是个特例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虽然被打扰了 但打扰得好啊 让他结交了陈凡兄弟 陈凡兄弟的潜力 在他眼里 可是紫气冲天啊 伯鲁几百年来 见过形形色色的宇宙生命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恐怖的 这以后 妥妥的是大腿呀 现在不抱 更待何时 就算大腿抱不住 抱个腿毛 也绝对够粗了呀 总之一句话 这样的关系 一定得小心维护好了 就算没事 也得经常性地问候一下 加深一下来往 所以 当时在酒桌上的时候 伯鲁主动提议 和陈凡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当然 伯鲁也知道 单纯的酒桌上的称兄道弟 或者平常的一些问候 还远远不够 如果能再深交一下 那就更好了 也不知道 陈凡兄弟的喜好 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如果能投其所好 甚至能帮到陈凡兄弟 那就太好了 岁月漫长 以后或许会有机会吧 所以 伯鲁在闭关之前 特意吩咐了人 让多关注他陈凡兄弟的消息 如果有什么情况 立刻来报 叮叮叮 叮叮叮 这时候 密室里急促的声音响起 伯鲁的修炼 又一次被打断了 伯鲁脸色有些发黑 这又是谁啊 他一挥手 厚重的密室门打开了 又是你 伯鲁气不打一处来 还是上次打扰他的那个恒星级 虽然上次 是因为陈凡兄弟的事 他办得非常对 自己也夸奖过他了 但这次是什么情况 陈凡兄弟 刚从星罗殿离开半天 总不能又是陈凡兄弟的事吧 不是陈凡兄弟的事 还敢来烦我 这次是什么事 伯鲁怒气冲冲地问 他现在火气很大 再忍着 然后就给一次开口的机会 接下来 不管对方说些什么 他都已经准备好开骂了 新笔去阁恒星级 这次他直接讲重点 店主大人 陈凡阁下遇到麻烦了 混账 就这么点小 小小功夫 我陈凡兄弟 就遇到麻烦了 伯鲁开口就骂 不过一听 嗯 不对 要不是他机智 差点就远不过来了 是的店主大人 恒星级连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述了下 听完 伯鲁脸上的怒气消失了 换上了和煦的笑容 你办事 我放心 回头去宝库挑选一本功法吧 好好努力 我肯看好你 伯鲁勉力地拍了拍 恒星级的肩膀 恒星级受宠若惊 连连跪谢 谢谢店主大人 谢谢店主大人 起来起来 伯鲁现在心情非常不错 对待下属也更加和善了 店主大人 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 恒星级问道 怎么办 欺负我陈凡兄弟 那就是欺负我 还能怎么办 立刻派人把老吉姆给我抓了 伯鲁想都没想得到 那小吉姆队长那边 会不会不太好 恒星级小心地提醒了句 他的意思是 小吉姆 毕竟是新罗电护卫队的队长 直接抓了他的父亲 那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 这不太好吧 对啊 还是你小子想得周到 我竟然把这茶给忘了 我怎么能给陈凡兄弟刘尹换呢 什么小吉姆队长 从现在开始他不是了 一块给我拿下 伯鲁不容置疑地道 听到这话 恒星极惊地张了张嘴 天地良心啊 店主大人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了 老吉姆说派星空战舰去蓝星 立刻锁定星空战舰的位置 以星罗电的名义 命令在其周围活动的星空战舰 将其拦截 在我的地盘上 让陈凡兄弟受了委屈 我要赶紧联系陈凡兄弟 向他请罪 同时看他想怎么处置老吉姆这个混蛋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执行命令 是是是 陈凡现在已经回到了 萨罗克属火山群 虽然现在有了行星二阶的霸虎 他可以去击杀行星二阶新兽的区域 但是霸虎可以 陈凡就很吃力了 之前在蓝星上的时候 五级是陈凡的优势可以轻松地越级战斗 不过随着境界的不断提升 五级却还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层次 就连隐身术都落伍了 主战的刀镜 天地之力 再行星级也算不上多大的优势了 还有独星术 独星术的品阶 应该是陈凡所有五级密法中最高的 不过有一点 独星术 陈凡还是小成境界 所以就算品阶高 但修行前 现在也落伍了 总的来说 陈凡现在已经没有了五级上的优势 能在同境界中保持一定的优势 就算很不错了 陈凡也早发现了这一点 好在现在还够用 他打算等名次稍微安全一些后 就着手五级的事情 浩瀚宇宙 五级功法肯定更加博大精深 到时候 他要好好挑选一些 陈凡杀不了行星二阶的新兽 如果单靠霸虎杀 那效率还不如他们两个在 萨罗克属火山群大杀特杀呢 这个陈凡在蓝星上的时候 就深有体会了 霸虎集合了十三种珍贵金属的特性 极致仿生 隐身 隔绝探查等等 其中还有一个 不怕火 这里的岩浆 对他来说 就跟糖水玩似的 他在大杀特杀 陈凡也没闲着 这次小礼貌 直接变成了加特林状态 今天老吉姆这事 让他有了一些感悟 境界低 谁都敢踩你一脚 如果今天他是恒星一接 会怎样 如果他是宇宙级呢 肯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稳可以 但不能太稳 实力是根本 现在他也放开了 提着小礼貌牌加特林 就是一阵突突突 除了陈凡和霸虎之外 在蓝星上的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也还在疯狂厮杀 现在陈凡的境界 相当于安装了五个发动机 提升速度 超乎想象的快 说到蓝星的那三个 机械兵蚁是阿木克星辰金 机械螳螂是叶金 黑武士是星河的碎片 星云铁 那都是一等一的吸针材料 也可以说是在蓝星上 能找到的最珍贵的材料了 论当次 任何一个 比霸虎上的13种材料 都还要高一些 现在知道 小礼貌能组合变形 陈凡想着 等回蓝星的时候 一定把他们三个也带上 小礼貌和霸虎 都是火力全开 大片大片的龙赫特 蜥蜴倒下 不过杀得太快 拾取熔岩结晶 就是个问题了 太多了 是个不小的工作量 不过这也难不倒陈凡 他一个指令 一只机械兵蚁 从霸虎身上分离了出来 是的 能聚能分 分离出一只机械兵蚁 并没有影响霸虎的形态 不过实力上会稍微下降一些 但行星二阶的霸虎 击杀行星一阶的龙赫特西翼 本来战力就有一出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分离出来的机械兵蚁 就负责收集熔岩结晶 有杀的 有减的 分工明确 相互一点也不耽误 时间在持续 陈凡体内的灵液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着 就在这时 陈凡面前的虚拟投影突然打开 智脑自动推送了一条信息给他 陈凡停下来 一看 他脸色顿时变得阴晴不定 老吉姆竟然拿蓝星威胁我 他这是在找死 陈凡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蓝星是他的母星 他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 蓝星上还有他的战友 朋友和三位叔 所以他对蓝星有着很强的归属感 不得不说 老吉姆这次用蓝星做威胁 还真是抓住了陈凡的软肋 他是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蓝星生灵涂炭的 还有一点 星罗宇宙国的保护 只限于外部的入侵 对于内部的争斗 是根本不会管的 诸如此类的 还有城池内也不禁止拼杀 从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宇宙的生存法则本质是很残酷的 陈凡面色深沉地在原地站着 只有霸虎还在厮杀 思来想去 现在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一个是动用火种号 直接轰了老吉姆 然后火速去追赶派出去的星空战舰 不过 这样会耽误不少时间 另外还会加速火种号的能量消耗 至于另外一个 那就是看能不能请这里的星罗殿店主 伯鲁帮一下忙 伯鲁就是奥莱里格城的王 如果他肯出面 这事就很好解决 不过对于能不能请动伯鲁 陈凡并没有多少把握 虽然他们在一起喝过酒 在酒桌上也称兄道弟 但毕竟只有过一次交集 还有一点 这老吉姆 还有星罗殿的关系 他的儿子是星罗殿户卫队的队长 相较之下 人家是自己人 他才是个外人 这样一想 陈凡感觉希望更渺茫了 罢了 不管怎么说 都算是一次机会 试试看吧 如果不行 那就只能动用火种号了 陈凡心里想着 幸好当初在喝酒的的时候 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 陈凡想了下说辞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这就准备呼叫过去 不过 还没等陈凡发送呼叫 他面前的虚拟投影上 就出现了伯鲁的呼叫申请 还还真是巧了 陈凡连忙接通 陈凡兄弟 虚拟投影上 呈现出伯鲁的样子 他笑着和陈凡打着招呼 伯鲁大哥 我正打算呼叫你呢 没想到你先打过来了 陈凡也笑着招呼 哈哈 看来是咱们兄弟心有灵犀啊 伯鲁笑着 玄机他道 陈凡兄弟 你找我应该是因为老吉姆的事情吧 陈凡惊讶 原来伯鲁大哥 你都知道了 也是刚知道 所以我就赶紧向兄弟你来赔罪了 在我的地盘上 让陈凡兄弟你受委屈了 我对不起你啊兄弟 伯鲁自责地道 陈凡一愣 伯鲁大哥严重了 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相反 我想联系您 还是想麻烦您 看能不能帮下忙的 老吉姆怎么对付我 我都不怕 但他要对付蓝星 陈凡深陈道 陈凡还正说着 不好意思陈凡兄弟 我先打断一下 老吉姆已经没机会了 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竟敢欺负兄弟你 欺负你 那就是欺负我 那就是找死 我已经把老吉姆的势力给荡平了 包括他最骄傲的儿子 在我这里做 护卫队队长的小吉姆 现在也已经在大牢里了 还有老吉姆派出去的星空战舰 现在也已经被拦截 让兄弟你担心了 还有 我这次联系你 一方面是赔礼道歉 另外一方面 也是想征询下陈凡兄弟你的意思 看怎么处置这些混蛋 伯鲁诚恳地道 陈凡金的目瞪口呆 他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吉姆被抓了 连他最依仗的儿子 也跟着遭殃了 还有去蓝星的星空战舰 也被拦截了 事情都解决了 还一点隐患都没留下 他本能的感觉就是 这位伯鲁大哥真能处啊 有事他真上啊 不过陈凡也有些疑惑 他们才只有过一次交集啊 为了他 伯鲁大哥连自己的护卫队 队长都抓 如果单纯地因为机械族飞行器 猜测他有身份有地位 特意教好他 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狠啊 这也太仗义了吧 仗义的陈凡 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陈凡兄弟 你给个话 你说怎么处置 咱就怎么处置 要不要你来亲自砍了他们 出口恶气 还是说我这边直接处理了 伯鲁又问道 同时 他还给陈凡 发来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 是老吉姆 带着电子手铐和脚铁 在被推散着往前走 除了老吉姆 还有好多人 一个一个的 队伍很长 陈凡这一下是真放心了 也是真心感激 伯鲁大哥 谢谢 真是太谢谢了 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陈凡兄弟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我一见如故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在我的地盘上 我没照顾好你 让你受了委屈 我赔罪还来不及呢 你还谢我 伯鲁表现出一副 无地自容的样子 陈凡亚然 这话谁听了不迷惑啊 平复了下感激的心情 他才道 伯鲁大哥 如果可以的话 就麻烦就麻烦您帮我处理了吧 可以 太可以了 兄弟 伯鲁豪爽地道 然后就听到他下令 立刻把老吉姆一群人全部砍了 是 画面之外 有人恭敬领命 陈凡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次伯鲁大哥 可是帮了他大忙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才是 这时候伯鲁又道 陈凡兄弟 赔罪的事 可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了解到 兄弟你是御寿师 御寿师好啊 不简单 在百大觉醒能力排行榜上 排在第27位呢 不过觉醒的能力越强 就越是稀少 专属的功法秘籍什么的 流传的也少 刚好我掌管的这星罗店的宝库里 就有几本 兄弟你哪天有时间 一定要来逛一逛 伯鲁承挚地邀请道 御寿师 星罗店的宝库 被误认为是御寿师 这个陈凡好理解 毕竟霸虎现在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战虫 不过听到星罗店的宝库 着实让陈凡心头一跳 这可是每个星罗店的底蕴 就他知道的 一般只有为星罗店立下功劳 或者在星罗店一层的服务大厅里 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才能获准进入的 武功不受禄啊 他连忙拒绝 伯鲁大哥 这个万万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咱们是兄弟 我的就是你的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还有 必须来 不来就是说 你还没有原谅我 伯鲁很认真 又很严肃地道 哦 别说没空 没空我派人 给你送过去 陈凡一听都惊了 别别别 伯鲁大哥 实不相瞒 我不是御寿师 他真不是御寿师 送来也没用啊 不是御寿师 伯鲁惊意 不是御寿师 消息有误 不过他也没太纠结这事 是不是御寿师不重要 宝库里功法秘籍多的是 而且 还有很多神兵力气 奇珍一宝 肯定有你需要的 伯鲁不容拒绝道 陈凡听得出来 这位伯鲁大哥 是诚心实意的 不是客套 不过 他真是有点想不通 伯鲁大哥 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 非但一点也不要功 反而借着赔罪的名义 邀请自己去星罗店的宝库 星罗店的宝库 非同小可 这可是一场机缘啊 还是推都推不掉的那种 为什么啊 自己何德何能啊 能让一方星罗店的店主 屈尊交往 新比去格单纯的 机械族飞行器 肯定是不够的 另有图谋 他一个小小的行星 一街修饰 也没什么好图的啊 总不能是火种号 小礼貌 以及自己疑似杀戮者的 这些秘密 被发现了吧 陈凡想了想 不太可能啊 反正就是想不通 真想不通 索性陈凡也没再想了 人若真心待他 他当然也会真心待人 如果是另有图谋 他有火种号 安全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行行行 伯鲁大哥 有机会 我一定会去的 陈凡说着 兄弟 你现在应该距离 美拉达宁星还不太远吧 我看也别有机会了 我做主 就三天后怎么样 伯鲁怕拖着 拖着就没影了 索性一锤定音下来 往外送机缘的 彼得机缘的 还上心 啊 行 行吧 陈凡就这样 稀里糊涂地 硬了下来 他忍不住地感叹 如果没有什么图谋的话 那这位伯鲁大哥 是真能处啊 哈哈 好 那陈凡兄弟 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三天后 我在星罗殿等候大驾光临 到时候 咱们兄弟再好好地喝上一场 伯鲁兴奋地道 那就打扰伯鲁大哥了 陈凡连连道 结束通话后 伯鲁激动地在密室里走来走去 帮到陈凡兄弟了 我帮到陈凡兄弟了 爽 别看现在 只是帮了一点点的小忙 但这就奠定了 以后大佬腿毛上 会有自己一席之地 投资大师 不愧是我 另外一边 陈凡也在一个劲地感叹着 自己这很有可能 是遇到贵人了呀 老吉姆对付陈凡的事 在奥莱里隔城 只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老吉姆被连根拔起 杀了个干净的事情 在奥莱里隔城 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懂就问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啊 听说是星罗殿的店主大人 下令洞的手 老吉姆这么不张眼 惹到店主大人了 老吉姆的儿子 还是星罗殿户卫队的队长呢 我知道我知道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都清楚得很 且听我细细给诸位讲来 然后就是一阵滔滔不绝的讲述 原来是这样 以为是个小小的行星一阶 就能随意拿捏 没想到踢到铁板了呀 我听了很多个版本 要说戏 还是你戏 以后大家都注意点 可别随便欺负行星一阶了 我是严重的不张眼 有没有好心人 给个大佬的名字 或者照片 好让我避避险 铜球 没有啊 老巴特应该清楚 哈哈 现在我就在老巴特摆摊的地方呢 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 不过别提了 老巴特 那老小子吓跑了 他跑什么啊 应该是心虚吧 他心虚什么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多吗 除了这两个 我还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个为什么呢 滚 伊迪斯本来还挺担心陈凡的 不过床太舒服了 他趴着趴着 不知不觉的就睡了过去 等伊迪斯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多小时后了 伊迪斯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连忙查询陈凡的情况 虽然他帮不上什么忙 但他对这件事还是挺关心的 伊迪斯连接上宇宙网络 他面前出现了虚拟的投影 查询陈凡 然后 一看 他惊得小嘴 都张开了 因为惹了陈凡阁下 老吉姆的势力 连同他的儿子 都被新罗店店主下令给砍了 伊迪斯深吸了一大口气 虽然之前因为陈凡不差钱的漫天发布信息 他也猜测过陈凡有些背景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这么有背景 想到最开始的时候 自己还为人家担心 伊迪斯不由的感觉有些好笑 这担心也太多余了吧 当然 不管怎么说 没事就好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就到了陈凡和伯鲁约定时间的前一天晚上 萨罗克属火山群 这两天里 陈和霸虎一直在疯狂地杀杀杀 萨罗克属火山群那么大的地方 现在他们横扫的区域 差不多已经占了十分之一 日子过得单调 而又充实 不过现在只有霸虎还在杀了 陈凡停了下来 厮杀了三天 对一个行星级异机而言 身体上并不会感到疲惫 不过心理上 多少会有限 另外 陈凡也要给小李猫一些补充弹药的时间 现在 他正坐在一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上 抬头仰望着星空 夜幕下星空璀璨 一颗颗星星一闪一闪的 在陈凡头顶的旁边 还有一颗看上去巨大的星球 那是美拉达尼星的卫星 破塔斯星 就像是月球和蓝星的关系差不多 不过破塔斯星和美拉达尼星的距离 要比月球到蓝星的距离近得多 只有一千多公里 所以从视觉上看 非常大 陈凡都能看到上面的城池 和一些重要的地貌特征 还有一些宇宙飞船 正来来往往地 在两个星球间穿梭忙碌着 陈凡正正地看着 不知不觉地有些出神 从蓝星大浩劫之后 他一直都不太敢让自己闲下来 因为每当闲下来的时候 他都会非常想念钟晴 他的样子 他的声音 仿佛一直都在 又仿佛隔绝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陈凡习惯性地从口袋里 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折叠的纸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 陈凡和钟晴 都还穿着第三出集武道学院的校服 两个人都比着剪刀手 对着镜头开心地笑着 当初杜长泽在江南武大的课堂上 展示的就是这张照片 这也是陈凡和钟晴 为数不多的合照了 手指轻轻抚摸着照片 也不知道 钟晴现在在哪里 还好吗 陈凡仰望着无尽星空 这一颗心头的想念 就像是这萨罗克属火山群 喷发的火山一样 当初定下的是 三年的时间 去掉一年赶路的时间 也就是还有两年 现在已经过去了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进度 比预期的要快一些 接下来 我要更努力才是陈凡眸子里 泛起坚定的光芒 星空之中 澳多帝国的星空战舰群 还在穿梭着 他们正朝下一个目标赶去 其中一艘星空战舰上 一个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 四个腿软到发颤的普多斯人 扶着墙 艰难地走了出来 房间里 马尾笑话弹结 正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 刚才离开的四个普多斯人 是今天的最后一批了 之前门外都排队 这也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最开始的时候 每次都是弹结扶着墙出来 不过随着弹结的境界不断提升 他觉醒的能力也更强了 然后就变成普多斯人扶着墙出来了 嗯 每天战况都很激烈 不是弹结扶着墙出来 就是普多斯人扶着墙出来 没有第三种情况 现在弹结的名气 在这艘星空战舰上的名气很大 之前还只是看守牢笼的小队 现在其他地方的普多斯人 也开始慕名而来了 所以 弹结的工作量更大了 当然 弹结的境界提升的也越来越快了 境界越高 觉醒的能力也跟着提升 能力强 对身体的个别部位控制得更强 体验更好 体验更好 就吸引了更多的普多斯人过来 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 同时 因为和普多斯人打成了一片 弹结在这艘湖飞船上 也获得了一些优待 他可以在这艘战舰上 一定范围内自由走动 就在今天大战前 他还植入了连接宇宙网络的芯片 这是他之前服务一个小队长的时候 特别卖力了下 小队长很满意 许给他的 刚才在大战的时候 他通过网络也浏览了很多信息 其中最着重的就是蓝星 踏入宇宙之后 母星就像是家一样 是每一个在外游子心中最牵挂的地方 弹结穿好衣服 回到了最底层的牢笼内 他穿过人群 坐在了钟晴旁边 此时的钟晴 正靠在牢笼的边缘 通过旁边一个不大的弦窗 正正地看着外面 似是察觉到 有人坐在身边 他才收回了目光 一看 是马尾笑花弹结 弹结冲他笑了笑 钟晴也冲弹结笑了笑 他们两个同级 而且 一个是江南基地市第一出吉武道学院的笑花 一个是江南基地市第三出吉武道学院的笑花 虽然之前在上学的时候 没什么交集 但彼此都知道对方 你眼光不错 弹结在钟晴旁边坐着 没由来的他 说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这么说 钟晴有点莫名其妙 蓝星已经在星罗宇宙国注册了 以后会受到星罗宇宙国的保护 像我们这样的惨剧 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弹结没有直接回答钟晴的问题 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真的 听到这消息 钟晴也显得很惊喜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现在可以连接宇宙网络 在网上看到的 想要注册 必须有行星级的原著名 宇宙中的行星级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护国战神 是你的男朋友 陈凡 完成了这一壮举 听到弹结的话 钟晴的美眸瞪得滚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陈凡完成了蓝星的注册 已经达到护国战神的层次了 弹结继续说着 我在宇宙网络上搜索蓝星 看到蓝星注册的消息 不过看不到具体是谁注册的 但我搜索蓝星的时候 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说是在美拉达尼星的奥莱里格城 有一个行星一阶的蓝星小子 不小心惹了一个 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存在 被追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蓝星小子死定了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这个蓝星小子非常不简单 连新罗店的店主 都和他称兄道弟 新罗店的店主 在知道蓝星小子被欺负后 直接大发雷霆 荡平了那个势力 后来网络上 爆出了那个蓝星小子的名字 陈凡 钟情美眸 又是瞪大了几分 心头更是抑制不住的惊喜 是他 一定是他 他笑了 不过虽然是笑着 但大颗大颗的泪珠掉落下来 这是喜极而泣 他朝思暮想 现在终于听到陈凡的消息了 不过在知道这些后 他又很心疼 陈凡去参加霸虎秘境的时候 才久迈进 宁脉镜之上是林海镜 林海镜之上 才是护国战神 也就是行星级 从那时 到现在 这短短的时间里 成长这么快 而且还在外星闯出了一番天地 这期间 不知道要吃多少苦 一想到这 钟情的眼泪 更是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很羡慕你 有陈凡这样一个男朋友 有陈凡在 是蓝星之星 也是我们每一个蓝星人之星 陈凡提升得非常快 在他的带领下 蓝星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要好好活下去 相信陈凡一定会来救你的 谭杰感叹得道 你也多注意身体 我们都有希望 钟情也道 不用担心我 谭杰笑了笑 然后 他起身 走了 谭杰在这里的自由度很高 他直接离开了牢笼 刚才看到钟情 在听到陈凡的消息后 喜极而泣 谭杰也挺受触动的 这让他想到了自己的那位 嗯 许文 谭杰已经打听过了 许文也被抓了 而且 就在这艘星空战舰上 他忽然想去看看他了 许文确实就在这艘星空战舰上 不过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巨大的牢笼里 许文垂头丧气地坐着 这里的外星人 根本没有吃饭的说法 一天一天的都不吃 为了怕他们这些蝼蚁饿死 每两天发放一袋营养液 也就勉强饿不死的状态 许文的觉醒能力 是吃就变强 现在别说变强了 都饿脱象了 都一年多了吧 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是要把自己抓到哪里去啊 要杀要割给个痛快行不行 我许文男子汉大丈夫 如果皱一下眉头 我就是孬孙 喂 你 出来 别看了 宽脸的那个 就是你 一个士兵指着许文喝道 澳多帝国的这些普多斯人 从蓝星上收割了两亿生灵 因为语言不通 不方便管理 他们就给每个生灵 都植入了一个最劣质的芯片 这种芯片 虽然不能连接宇宙网络 但有定位和宇宙 语言转换的功能 啊 我 我吗 叫叫叫 叫我干什么 许文当即吓尿了 哪有那么多废话 跟我走 士兵一把抓起许文 就扔了出去 不一会儿 许文被推散着 来到一个房间前 进去 士兵指了指 喝道 许文看着房间门 他脑海里 一下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 大鞋八块 挖心掏肺 走后门 落贴贴脸 是要问什么吗 我招 我知道的全招 他吓得哆嗦个不停 在他眼里 这哪里是房间门 分明是地狱之门啊 大爷饶命 大爷饶命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 许文抱着士兵的腿 哭嚎求饶着 之前怎么说来着 要是皱下眉头 就是挠孙 士兵一脸嫌弃 提起他直接扔了进去 许文被扔进去之后 惊恐惨叫着 躲到墙角 头也不敢抬 就一个劲地求饶 文哥 是我 谭杰开口道 嗯 许文一愣 然后一看 竟然是谭杰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谭杰 你也被抓了 是你让他们把我带过来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许文非常不可思议地道 文哥 别问那么多了 我给你准备了吃的 快吃吧 谭杰说道 许文这才看到了 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 他立刻冲过去 一手抓着一个的狼吞虎咽起来 吃了好一会儿 许文至少不那么鸡肠鹿鹿了 这时候 他把目光盯在了谭杰身上 一段时间不见 这小妖精身段 更加妖娆风雨了 当即二话不说 他将谭杰摁在了桌子上 小野马 这么长时间身边没有我 下水刀又堵了吧 今天让我兄弟好好给你捅一捅 许文一边吃着 一边发起了进攻 别看许文猴急得很 刚开始干活还很卖力 不过三分钟后就累吐了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 累吐一次怎么能行 很快 许文又发起了进攻 谭杰趴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感觉很心寒 他对许文 至少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而许文见了他 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 只是把他当成了发泄的工具 再看看陈凡为了钟情做的 谭杰忽然感觉好心酸 罢了 这次就当作是一次告别吧 以后估计不会再有交集了 还是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群 另外一艘星空战舰上 两名士兵站在牢笼外 有些奇怪地看着刚烈妖王 也真是奇了怪了 我们两天才发一次营养液 也就让他们勉强饿不死 这头猪是怎么吃得白胖白胖的 一名士兵道 是啊 不过管他呢 连行星级学徒都不是的蝼蚁 随便他怎么也翻不起浪花来 吃得白胖 回头可以把猪头剁了解解馋 另外一名士兵道 刚烈妖王一双大大的猪耳朵 顿时之冷起来 两个行星级而已 还想吃我 知不知道什么是男二号 你们吃不了我一点 这话我记下了 回头看六爷 我吃不吃 你们就完事了 刚烈妖王信信地想着 被关押的日子很枯燥 相比于别人的煎熬 刚烈妖王就有点不一样了 他大多时间都在睡觉 出现在梦里的书房中 阅读各种圣经 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在这身陷淋雨的处境中 是圣经给了他力量 他的信念一直没动摇过 他坚信 陈凡一定会来的 而且 按照圣经里的经验 等陈凡灯灵巅峰的时候 作为男二 成就也会超乎想象 再不计 也是一方大佬 每次想到这个时候 他还有点小激动嘛 以后紧紧抱紧 陈凡的大腿就对了 不过刚烈妖王 也不是高枕无忧 按照圣经的经验 天命之子走出新手村 来到更广阔的舞台后 往往会有新的交际圈 你喊我一声大哥啊 我喊你一声老弟啊什么的 很常见 而且 一般这更广阔舞台的生命 在和主角结识的时候 往往都比主角当时的 境界高得多 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地 帮到主角 以他熟读各种圣经的经验来看 主角都是重情重义的 以后肯定会报答他们 这一来二去 和主角的关系越出越好 越出越深 路一下就走宽了 如果再会来势一些的话 那绝对会成为男二的 有力竞争者 除了这 有些圣经上 新手村内 还会成长起新的角色 最终成为男二的 他们往往在实力上不太强 无法和主角并肩作战 不过圣经上的这类人 多少都有点奇奇怪怪的能力 蓝星 江南基地市 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预示着又是新的一天 唐天赐今天起得很早 他站在门前伸了个懒腰 他不太热衷于修炼 每天最多的 都是去跳蚤市场淘宝 之前条件不允许 他的活动范围 也就在江南基地市 不过现在有了空间门 全球各地他都能去的 他当然也没闲着 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逛遍了全球 收获颇风 不过现在全球都被他逃遍了 再逛就感觉少了一点意思 偶像都已经去外星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下次把我带上啊 宇宙那么广阔 淘宝的地方应该很多吧 唐天赐期待地想着 一晃又是一天过去了 萨罗克属火山群 一艘星空战舰 缓缓缓降落下来 在智脑检测到 有星空战舰靠近的时候 分离出来的机械兵蚁 一个跳跃就没入了 霸虎的丝滑的毛发中 悄无声息地 再次和霸虎融为了一体 星空战舰的舱门打开 身形高挑的伊迪斯走了下来 陈凡阁下 伊迪斯笑一鸣地打着招呼 伊迪斯小姐 陈凡也笑着 嗯 你突破到行星二阶了 伊迪斯瞳孔一缩 忍不住地惊呼道 也是刚突破 陈凡平静地达到 伊迪斯赞叹连连 他第一次见陈凡的时候 陈凡才刚突破到行星学徒九阶 几天后第二次见他 也就是上次 他的实力达到了行星一阶 这次更夸张 就三天 他已经从行星一阶 提升到了行星二阶 这提升速度 真不愧是杀戮觉醒者啊 就是匪夷所思 甚至 如果不是杀戮者太过罕见 整个宇宙中只有三千位 那么现在说陈凡 是杀戮者 伊迪斯都敢信 陈凡阁下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你就追上我了 伊迪斯笑着道 陈凡只是笑了笑 然后他将这次出售了的熔岩结晶拿了出来 伊迪斯也将陈凡购买的金属材料 交给了陈凡 最后 陈凡付了一定的运费 这已经不是陈凡第一次和伊迪斯交易了 流程他都很熟练了 好了 伊迪斯将东西收好 他看着陈凡 有些开玩笑的道 陈凡阁下 这次还要不要去奥莱里格城了 我顺路可以在你一程 我还真的要去奥莱里格城的 那就多谢了 陈凡道 啊 真确啊 伊迪斯本能的有些意外 不过心底则是有些惊喜 很快 他二人一同登上了星空战舰 星空战舰发出轰鸣声 然后冲天起 这已经是陈凡第二次做伊迪斯的星空战舰了 这一次都没用伊迪斯招呼 他还是来到上次的房间里 伊迪斯则笑了笑 然后专心操控起战舰来 趁这个功夫 陈凡打开了宿主的排行榜 之前他都没时间看榜单 都是让系统直接汇报 现在三千宿主 最后两百个名字已经按了下去 还有两千八百个名字还亮着 上次关注名次的时候 是两千六百一十一 现在陈凡突破到行星二阶 名次又提升了一些 达到了两千五百九十三 毕竟只是三天的时间 能提升到这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两千五百九十三 暂时摆脱了第二轮的抹杀 陈凡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也不敢大意 现在宿主们内卷得很 他随时都会被挤下去 四十分钟在宇宙中 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很快 星空战舰就降落在了奥莱里格城 还是之前的停舰台上 如往常那般 伊迪斯和陈凡告别后 开着慈轩副车就离开了 陈凡今天来奥莱里格城 是赴约的 不过他没直接去星罗店 上次伯鲁大哥帮了他大忙 而且这次更是邀请自己 去星罗店的宝库 恩情很大 他感觉不能空着手去 怎么着 也得背上一些礼物 聊表谢意 陈凡在城内逛了一阵子 他记得上次吃饭的时候 伯鲁大哥说过 喜欢整两口 所以这次他买了两瓶酒 花了五万宇宙币 五万宇宙币的酒 在市面上算不错了 不过在一些大人物的眼里 这可能算不上什么好酒 这也没办法 毕竟陈凡财力有限 买好东西 陈凡登上机械族飞行器 直接就朝着星罗店赶过去 两分钟后 机械飞行器 降落在星罗店前的广场上 这里早早地清场了 地上还铺了红毯 红毯两侧每隔一米 就站着一名士兵 看到陈凡走出来 所有士兵都是跺脚 然后双臂交叉在胸前 整齐滑衣 很有气势 赏心悦目 这是星罗店的最高礼仪 陈凡阁下你好 欢迎大家光临 一名两米多高 垂着大耳朵的壮汉 早已恭候多时了 他叫蒙特 新进的星罗店护卫队队长 要说他能坐上队长的位置 还是沾了陈凡的光 所以他对陈凡阁外的热情和恭敬 陈凡也连忙客气回应 你好你好 他可不敢拖大 智脑给出的信息 这可是一位恒星九阶的强大存在 阁下请 蒙特说着 在前面带路 很快 陈凡就走进了新罗店 并且被请到了二楼的贵宾厅 哈哈 陈凡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伯鲁早已在这里了 见到陈凡前来 他开心地起身迎接 伯鲁大哥 我又来叨扰了 陈凡也笑着道 哪里哪里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伯鲁哈哈笑着 贵宾大厅里有个圆桌 现在圆桌上 已经摆满了丰盛的真锈佳肴 比上次的 要丰盛得多 上次多少仓错了些 这次伯鲁提前三天就开始准备了 许多食材 都是一等一的天才地宝 绝对时下足了功夫 落座前 陈凡将准备的两瓶酒拿了出来 伯鲁大哥 上次的事情真是太感谢了 我理应要好好感谢才是 奈何兄弟能力有限 只能略备伯鲁 聊表心意 还请伯鲁大哥务必收下 陈凡兄弟 这是说的什么话 什么感谢 见外了不是 如果是兄弟你送我的礼物 那我一定收下 但如果说是作为感谢 那我不能收 伯鲁假装不高兴得到 哈哈 对对对 是送给伯鲁大哥的礼物 陈凡连连道 伯鲁这才大笑起来 那我就谢过陈凡兄弟了 陈凡兄弟送的 无关乎价格 对我来说 都是最珍贵的 蒙特 给我和陈凡兄弟拍一张照 我要记录下这一时刻 是 店主大人 蒙特恭敬领命 然后 咔嚓 伯鲁和陈凡 共同持着两瓶酒的画面 就被永远定格了下来 拍过照后 伯鲁笑得更开心了 他招呼着陈凡入座 有图为证 以后等陈凡兄弟成长起来后 这可就不是五万的酒了 五十万宇宙币 五百万都有可能 哈哈 论投资 还得是我啊 陈凡和伯鲁都入座 蒙多也有心入座 嗯 负责端茶道酒的 不过对蒙多来说 这已经是店主大人天大的赏识了 时间在持续 伯鲁和陈凡都喝到兴起 两人畅谈甚欢 陈凡兄弟 咱们再干了这一杯 恭喜你突破到行星二阶 伯鲁再次举起酒杯 在陈凡刚进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陈凡突破了 不过他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说 完全在意料之中 这才符合紫气冲天的排面 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伯鲁和陈凡推杯换盏 关系更是拉近不少 吃过饭后 伯鲁亲自带陈凡来到星罗殿的宝库大门前 陈凡兄弟 进去慢慢挑 有喜欢的就多挑一些 不用和大哥客气 伯鲁豪爽地说道 谢谢伯鲁大哥 陈凡道 虽然伯鲁大哥这么说 而且他也不怀疑这位伯鲁大哥的诚意 但他懂得进退 不会真的贪得无厌 很快 厚重的大门打开 耀眼的光芒从里面宣泄出来 陈凡和伯鲁挥了挥手 然后直接走了进去 陈凡的身影消失在光芒中 宝库厚重的大门自动关闭 一旁的蒙特忍不住地感叹 店主大人 您对这位陈凡阁下 真是好得没话说啊 宝库中的功法 神兵和秘宝三大区域都给他开了 而且每个区域 给予的还是最高的九级权限 这相当于是把我们星罗殿的家底都摆出来了呀 您是真舍得呀 伯鲁一笑 你懂什么 这叫投资 说到投资 蒙特正色了几分 自家店主投资上的辉煌战绩 他可太清楚了 陈凡走进厚重的大门后 就来到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里没有天没有地 陈凡就站在一片虚无中 在他的周围 悬浮着数不胜数的铁片 铁片有大有小 陈凡刚想凑进一个铁片看看 那铁片就自动飞了过来 陈凡又把注意力 放在另外一个铁片上 另外一个铁片也自动飞了过来 这宝库竟然能检测人的意念波动 真神奇 陈凡惊叹 他看向飞到身前的两个铁片 这两个铁片 都有茶几大小 上面印满了奇奇怪怪的文字 陈凡不认识 不过这时候 系统提示声响起 叮 检测到魔神暴血拳 品阶 六星 是否学习 叮 检测到烈焰焚心掌 品阶 四星 是否学习 陈凡亚然 自从系统升级之后 他还从来没接触过工法 没想到长了脑子后的系统 在智能上提升了这么多 以前在江南基地市的时候 他必须手触摸到书籍 而且得是付过钱 真正属于他之后才可以 现在不用触摸 也还没真正属于自己 就能检测到了 不错不错 比以前强多了 陈凡夸赞道 谢谢宿主的肯定 本系统结成为您服务 检测到当前区域范围内 工法密集数量巨大 本系统可以按照品阶的等级进行排序 也可以按照修炼消耗的积分进行排序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按照工法的品集排序 和按照修炼消耗的积分排序 陈凡更惊喜了一些 在蓝星的时候 5G是按照天地玄黄来分的 天级之上是S级 不过在浩瀚的宇宙中 统一用的是星级标准 一星到九星 一星最低九星最高 是否排序 系统再次问道 陈凡想了想 先不急 逛逛再说 然后他一个念头 周围密密麻麻的铁片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神兵力气 这如果是在江南基地市 那就相当于是从5G库切换到了神兵库 不过不用来回赶路 也就一念之间非常方便 虚空中漂浮着刀剑斧锤等 各种各样的兵器 看得陈凡眼花缭乱 所有的兵器都笼罩在光团中 虽然光团隔绝了他们绝大部分的锋芒 但一些神兵上泄露出的部分气息 依旧给人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如芒在背 让人不寒而栗 感受到虚空中的神兵力气 小礼貌不争气的泪水 从嘴里流了出来 范范 都是范范在看功法的时候 那里悬浮的都是铁片 虽然也是金属 但他还很平静 来到这里顿时就原形毕露了 陈凡赶紧制止 接下来对话如下 陈凡 你已经不是两岁的小孩子了 你都三岁了 要学会控制忌忌知道吗 小礼貌 我真控制不住我忌忌啊 还有 我三岁 你几岁 陈凡 我十九岁 三 十九 小礼貌开始比起大小来 我三 你十九 你凭什么比我大 你礼貌吗 陈凡 你对数字很敏感啊 敏感得很好 下次别了 小礼貌 不是任何时候 都是数字越大越好吗 陈凡 是吗 我本来打算饿你三天的 现在饿你十九天 小礼貌一呆 丝 严谨一该 直接让他陷入了沉思 这数字 不是越大越好啊 怎么有时候 越大越恐怖啊 某三岁的CPU 又烧起来了 这里确实有不少强大的神兵 但陈凡对兵器 这块需求不大 他有小礼貌 小礼貌的成长性非常不错 从最开始的龙头战刀 到加特林 还有可能是最终极形态的 暗金色战刀 陈凡对暗金色战刀出现时 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还记忆犹新 绝对秒杀这里的任何一件神兵 所以 兵器上 有小礼貌就足够了 他并没有在神兵区过多地停留 然后场景再次切换 周围漂浮的东西 变成了奇珍异宝 宝物太多了 多种多样 数不胜数 看得陈凡眼花缭乱 这时候他瞳孔一缩 他竟然看到了一颗巨大的星河 目光一转 又看到了一小块阿末克星沉晶 陈凡不争气的眼泪 差点也从嘴里流出来 他赶紧切换到宫法区 那些奇珍异宝 都太贵重了 陈凡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要人家那么贵重的宝物不合适 星河什么的 陈凡确实急需 不过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而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算伯鲁大哥送给他 他也会拒绝的 当然 不只是那些秘宝珍贵 这里的宫法和神兵都很珍贵 不过宫法都是踏本 这些铁片 叫印金 就像是蓝星的纸一样 印金在宇宙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有印金就能踏印一份 伯鲁大哥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这样陈凡相对好接受一些 当然 该成的情还是会记下的 可以说 陈凡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宫法来的 看神兵和奇珍异宝 纯粹是开开眼界 系统 排序 陈凡说道 丁 正在排序中 请稍候 丁 宫法按星级排序已完成 丁 宫法按修炼所消耗的积分排序已完成 系统的声音接连响起 然后陈凡面前虚拟面板上就出现了两个榜单 第一个是按宫法星级排序的榜单 宫法的信息介绍上都自带着星级 系统只需要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即可 宇宙中的宫法 一星最低 九星最高 不过别说八星九星了 在宇宙国中六星七星就已经是极限了 就拿星罗宇宙国来说 最强的就是一本七星的功法 修炼者就是星罗宇宙国的异国之主 这本七星功法 只有皇室才有资格修炼 原本一直珍藏在皇家宝库中 是星罗宇宙国的重要根基 要想接触八星九星 那太难了 恐怕只有加入一些宇宙中的超级势力 并且获得重用 才可以陈凡先看向星级排行 排在第一位的 是陈凡最开始看到的那本魔神报写拳 六星 学习消耗积分六万五千三百二十 第二本 就是一本五星功法了 学习需要消耗的积分是两万三千六百一十二 整个星罗宇宙国最高的功法也才七星 奥莱里格称 这里的星罗殿 能有一本六星的功法 已经实属难得了 一般想看到这本六星的魔神报写拳 需要最高的九级权限 这个权限 几乎不开放 算是星罗殿殿主的专属 这次伯鲁直接把陈凡的权限提到最高 绝对是诚意满满 然后 陈凡又简单向下看了几本 第三本是一本四星的功法 不过消耗的积分是两万六千二百三十 正常情况下 星级和学习消耗的积分是成正比的 星比去格比如 星级越高 学习需要消耗的积分就越多 不过大体如此 但并不绝对 这是星级排行 是按照星级的高低排序的 这个倒也好理解 陈凡在星级排行上没有太向下翻 挑选肯定是优中选优 下面的星级都很低了 没多少意义了 陈凡看了看星级排行的前面一些 他又看向学习消耗积分的排行 这个排行榜 是按照消耗积分的情况 从多到少往下排的 嗯 陈凡一愣 排在第一的 也就是说 学习需要消耗积分最多的 竟然不是那本六星的魔神暴血拳 也不是星级排在第二的那本五星功法 竟然是一本一星功法 流影刀法 一星 学习需要消耗积分 十三万七千五百九十四 比六星的魔神暴血拳消耗的积分 翻了一倍还多 什么情况 陈凡有些不可思议 他又在星级排行上找了下流影刀法 星级排行榜上 六星最高 有一本 然后下面是五星 一本 四星 十六本 再往下就是三星 二星和一星 一星的数量最多 有几万本 陈凡在几万本一星里 找流影刀法 都有些难度 好在系统自动锁定了流影刀法 榜单被一下拉到了最下面 倒数第一名 流影刀法 陈凡亚然 在一星里都垫底 学习消耗的积分 却比六星还高一倍多 这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陈凡妈撒着下巴 思索着 好一会儿 他抓住了一个关键的点 就像蓝星的五技 都是由专门的五技研究委员会评定的 宇宙中的功法星级 大体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 星级是人位确定的 但学习 需要消耗的积分 是系统衡量的 一边是人位 一边是系统 如果让陈凡选的话 那他肯定是相信系统的 而且 陈凡修的 刚好也是刀法 至于积分的话 陈凡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疯狂地杀杀杀 现在积分有六十五万零三 也足够了 陈凡也没过多的犹豫 那就塌了 他一个念头 一张铁片 从距离他很远的地方 飞了过来 这时候 陈凡也发现了一个情况 星级越高的 距离陈凡越近 就好比他一进来 首先看到的 就是那本六星的魔神暴血泉 而星级越低的 距离他就越远 想了想 好像不止功法这里 在神兵和秘宝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样 陈凡可不认为这是巧合 伯鲁大哥 真是有心了 陈凡收了流影刀法的铁片 这里的所有功法 都是有电子备份的 在有硬金的情况下 星罗店还会硬制 再补充进来 选好了功法 陈凡也没打算在这里耽搁了 然后才刚想着 要退出去的时候 那扇厚重的石门就出现了 并且缓缓打开 陈凡赞叹一声 这星罗店的宝库 应该本身就是个不俗的法宝 现在伯鲁正在一个房间里喝茶 在目送陈凡进入宝库后 他就回来了 宝库里宝物数不胜数 而且 进入宝库的机会非常难得 平常获得进入宝库资格的 哪个不得在宝库中挑选上几天 而且 那还是单一的功法 或者神兵 又或者秘宝 陈凡兄弟 这次是所有区域全开 用的时间肯定更长 伯鲁一点也不急 陈凡兄弟你慢慢挑 他美美地品了一口茶 又是和陈凡兄弟 拉近感情的一天 尿 尿啊 咚咚咚 这时候敲门声响起 进来 伯鲁应了声 很快 房门推开 蒙特快步走了进来 店主大人 陈凡阁下 从宝库里出来了 嗯 知道了 啊 出来了 伯鲁一下惊得 从椅子上站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才多久啊 就算功法里 他直接拿了六星的魔神爆血拳 但还有神兵和秘宝啊 这些他不得挑选一下吗 还是说 陈凡兄弟 对宝库里的宝物不满意 走走走 快去看看 说着 伯鲁一个闪身 就出了房间 很快 他就见到了陈凡 伯鲁大哥 陈凡也看到了伯鲁 连忙笑着招呼道 我的陈凡兄弟啊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是对里面的东西 都不太满意吗 伯鲁关切地问 怎么会呢 伯鲁大哥 实不相瞒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 而且还这么珍贵的宝物 这次真是开了眼了 陈凡略带兴奋的道 那陈凡兄弟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伯鲁不解的道 我选好了呀 就出来呗 陈凡道 选好了 这么快 伯鲁惊讶 嗯 陈凡点头 我选了一本功法 伯鲁还等着陈凡继续说 结果陈凡就此打住了 然后呢 然后 没了呀 就选了一本功法 陈凡道 伯鲁惊诧 陈凡兄弟 你怎么只选一本功法呀 神兵和秘宝的权限也给你了呀 和大哥见外是不 不行不行 现在就回去 接着选 伯鲁是认真的 他推着陈凡就往回走 伯鲁大哥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次选了一本功法 我已经很感谢了 神兵和秘宝 我万万不能再要了 这不是和伯鲁大哥您见外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还请多多体谅 陈凡也很郑重地道 伯鲁一愣 他看得出来 陈凡是认真的 他心下感叹了几分 这位陈凡兄弟的品行 真是没话说啊 就算自己 把新罗店的家底 都摆在了他面前 他也只是点到为止 没有吃相难看 小小年纪就能如此 这让伯鲁有些折服 如果说之前他教好陈凡 纯粹是从投资的角度 那么现在 他从心理上 也已经开始接纳陈凡了 好 好啊 伯鲁拍了拍陈凡的肩膀 也没再强求 不过他道 陈凡兄弟 你选的功法 应该就是魔神暴雪拳吧 功法里 就那么一本评级六星的 这本功法 威力非常强大 不过修炼的难度也很大 刚好我修炼的也是魔神暴雪拳 接下来 你就在新罗店柱上一段时间 我给你分享下我的心得 如何 陈凡有些感动 这伯鲁大哥 是真的戏 想得面面俱到 不过他笑着道 伯鲁大哥 我看到你说的魔神暴雪拳了 不过我没选 我选的是这个 说着 陈凡就拿出一块铁片来 哦 没选 那我倒要看看 陈凡兄弟 你选的是哪本大作 伯鲁惊奇 然后他一看 还有我去 留影刀法 我的陈凡兄弟啊 你怎么选的这个 伯鲁差点惊掉了下巴 表情夸张得很 伯鲁大哥 你知道 这本留影刀法 陈凡有些惊异 一星功法 在浩瀚的宇宙中 多如亿万横杀 就拿奥莱里格城 这个星罗殿的宝库来说 也有十万本 正常来说 伯鲁大哥 堂堂星罗殿的店主 是根本不会在意 这么低级的功法 但恰恰相反 在看到是 留影刀法的时候 他的反应出奇的大 陈凡兄弟 你有所不知 这留影刀法 在宇宙中的名气很大 你也知道 宇宙中的境界化分为 行星级 恒星级 宇宙级 玉主 戒主 戒主上面是不朽 不朽又可以分为 封侯不朽 和封王不朽 这留影刀法 就是封王不朽的超级大能 留影刀王创作出来的 在浩瀚的宇宙中 留影刀王的威名 可是如雷贯耳 他竟宁刀到三万年 一手刀法出神入化 留影刀王在刀法上的天赋 惊世骇俗 不过他性格孤僻 从来不收徒 也从来没留过任何 关于刀法上的直言骗语 传闻留影刀王 在三万年寿命大线的最后几年 选择了一个荒芜的星球 必死关 打算就此作画 一位封王不朽的陨落 是很轰动的 当时很多双目光 都盯在那荒芜的星球上 不过就在 留影刀王生命迷流之际 他心有所感 奋笔疾书 写下了这本留影刀法 当时这画面 宇宙网络上有同步直播 我也看了 留影刀王在最后一个字落笔后 仰天狂笑 然后他留下了生平最后一段话 伯鲁回忆着 留下了一段话 陈凡好奇地看着伯鲁 伯鲁继续道 嗯 大体意思是 他留影刀王 竞赢刀法三万年 虽被世人冠以刀王的称号 但站得越高 他越能感受到 自己在刀法上的道 并不完美 奈何他已经站在了刀法的巅峰 前行无路 他一直苦苦追寻 本以为此生无望 却不想上苍眷顾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让他心有所感 顿悟了刀法新的天地 虽然他的身体 已经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 难以为继 但一朝悟到 他也死而无憾了 伯鲁讲解着 留影刀王前辈临死 打破了现有的刀法制骨 突破到了新的领域 陈凡惊呼 他听得新潮起伏 登峰造极 把刀法引领到全新的高度 这是何等的精彩绝验 伯鲁也是惊叹不已 他继续道 留影刀王还提到 他虽然一生不屑于收徒传道 但他这新的顿悟 代表着刀法新的高度 如果随着他的陨落 还就此埋没 那实在可惜 所以他传下一部留影刀法 这也是他唯一留下的传承 不过留影刀王是 何等的孤傲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他传承的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影刀法 根本不能修炼 不能修炼 陈凡惊讶 为何 强行修炼的话 轻则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重则走火入魔 灵脉进断 修为全尸 这刀法虽然叫留影刀法 但并不是真正的留影刀法 当时留影刀王也直言不讳 他说 他在这留影刀法上 留下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必须找出那三处错误 找到那三个错误 并且改正后 就会发现 刀法上有更多的错误 依次修改 才能获得真正的留影刀法 原来是这样 陈凡惊叹不已 他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伯鲁大哥 在看到自己 选了留影刀法的时候 会是那么夸张的表情 现在宇宙中 有多少精彩绝艳的天骄 或者强者 在研究这本留影刀法 但留影刀王在刀法上的造诣 是何等之高 他故意留下的陷阱 哪是寻常人等可以看破的 这上千年过去了 都还一无所获 真正的留影刀法 是留影刀王临死前顿悟的结晶 无庸置疑 绝对强的离谱 不过单纯的我们看到的 这个留影刀法 一文不值 世人给他个一心 还是看着留影刀王前辈的面子上 伯鲁说着 同时他提醒道 陈凡兄弟 你如果是单纯的想研究研究 那可以 但千万不要修炼 后果很严重 现在你再去宝库中 挑选一本其他的功法来 要不就魔神爆血圈 我手里就有 现在就可以直接给你 谢谢伯鲁大哥提醒 我不会贸然修炼的 那我先研究研究看 等回头我撞了南墙后 再来向您讨要功法行不行 陈凡想了想 道 行吧 伯鲁笑着道 也没抢求 陈凡和伯鲁聊了一会后 就打算离开了 伯鲁亲自送陈凡到星罗殿门外 看着陈凡乘坐机械族的飞行器离开 他才收回了目光 陈凡兄弟 也要研究流影刀法了 我怎么还有点小期待呢 该不会他 真的能研究出来点什么吧 伯鲁自言自语着 不过旋即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这是在想什么呢 那可是流影刀王 故意留下的流影刀法呀 上千年来 不计其数的宇宙生命研究过 都一无所获 我竟然期待陈凡兄弟 也太难为人家了 机械族飞行器正在奥莱里隔城中穿梭 系统 刚才伯鲁大哥的话你也听到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流影刀法是错误的 这你也能修炼 陈凡问道 回禀宿主 可以 系统回答 同时他一边在陈凡眼前的虚拟面板上 呈现出铁片上的流影刀法 一边解释着 这部流影刀法 第三句的第六个字到第36个字之间是错误的 第八行的第16个字到第22个字是错误的 还有整篇的最后一句话也是错误的 现在你看到的流影刀法 除了这三个错误 其他说的都对 但无法修炼 修炼之后弊端很大 如果将那三个错误改正 那么通篇 除了那三个地方是对的 其他的就全是错的了 将那三处错误改正 并且以此为根基 推延改正其他的错误 就会得到一篇全新的流影刀法 如图所示 陈凡差点惊掉了下巴 你你就这么改正了 回禀宿主 发现错误 并且加以纠正 是本系统最基本的功能 之前按照消耗积分的排行榜 全都是修正过的版本 不止这本流影刀法 包括魔神暴血拳等 都有一些很小的缺陷 系统回答道 陈凡竖起大拇指 他现在无话可说 直接牛逼就完事了 智脑 直接去材料市场 陈凡下达指令 收到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别忘了 系统学习功法 是要靠谅的 陈凡现在手里只有这一份 他得去材料市场 购买一些硬金 多踏硬一些才行 不一会儿 在快到材料交易市场的时候 陈凡就收了机械族的飞船 该高调的时候高调 平常的时候 还是得低调一些 不过 不过 在经历了上次老吉姆的事情之后 他在奥莱里隔城 就算想低调 好像也低调不了了 陈凡来到交易市场的大门前 他很懂规矩地 掏出一枚宇宙币 负责职守的小队队长 却是连忙点头哈腰 陈凡阁下 哪能受您的金币 您快请进 陈凡亚然 不过一枚宇宙币而已 他也没太纠结 在到了声泄后 走进了市场 现在老巴特的摊位前 聚集了很多人 老巴特在消失了三天后 终于又开始摆摊了 不过他摊位前聚集的这些人 可不是来挑选东西的 都是凑热闹的 老巴特 你就承认了吧 前两天你就是吓跑了 人群里有人起哄 胡说 我明明是出去 收获去了 老巴特吹胡子瞪眼道 哈哈 还嘴硬 明明就是害怕 陈凡大佬报复 吓得躲起来了 人群里激起一阵哄笑 好端端的陈凡小兄弟 报复我干什么 我又没坑他 老巴特拧着脖子道 那陈凡大佬是蓝星人 这消息是从你这泄露出去的吧 听到这老巴特语气一弱 苦着脸道 老吉姆派人来问 老吉姆的人都多凶悍 你们也都是知道的 那我惹不起 还能怎么办 而且就算我不说 老吉姆的儿子是新罗电护卫队的队长 他想查也是轻而易举 就这事 我知道我也有错 有机会 我会亲自向陈凡小兄弟赔礼道歉的 你们滚滚滚 哈哈哈哈 人群又是都大笑起来 这时候 在他们的身后 传来一阵骚动 是陈凡大佬 我今天竟然看到陈凡大佬了 哇塞 还真是 这可是新罗电电主大人的铁兄弟啊 实名羡慕 老巴特听到这声音 立刻站在椅子上查看 一看 还真是陈凡 陈凡从大门口进来后 就朝里面走着 都快过去他摊位了 这很明显 是没有和他计较的意思 老巴特暗暗松了一口气 其实陈凡已经知道 他是蓝星人的消息 是从老巴特这里传出去的 不过 他并没有找老巴特麻烦的意思 小吉姆在新罗电任职 他手中权力是很大的 他如果想查 很容易就能查到 从老巴特这里知道 也就是省去了一些麻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在他和老吉姆最开始起冲突的时候 老巴特赶紧把陈凡拉到了一边 把老吉姆的身份告诉了他 让他息事宁人 不管怎么说 出发点是想让他活命的 老巴特应该庆幸 就是这一个善意的举动 救了他一命 不过老巴特毕竟是心中有愧 虽然陈凡好像没有和他计较的意思 但是他不能没有表示 陈凡小兄弟 陈凡小兄弟 老巴特连忙挥手喊道 陈凡听到有人在喊他 顺着声音看过去 发现这时候老巴特正善善地冲自己笑着 陈凡走了过来 见陈凡走了过来 摊位前的人群连忙自动让出一条路来 怎么了 巴特老板 陈凡平静地问道 平静中带着几分疏远 他之前是很客气地 称呼对方为老人家的 陈凡小兄弟 我这又刚进了一批新货 有没有兴趣再看一看 老巴特姿态放得很低 满脸堆笑地看着陈凡 陈凡眉头一挑 这老家伙还想坑自己 坑不到不算完是吧 对了 这次不要钱 随便挑 您现在威名在外 能在我这里挑选东西 那是我的荣幸 而且还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老巴特随后连忙道 听到这陈凡倒是乐了 虽然他有自己的原则 但这种情况 和在星罗殿宝库的时候 可不一样 有便宜不占 那是王八蛋 老巴特一直满是期待地 等着陈凡的回答 那就看看 得嘞 老巴特一下兴奋起来 周围人都挺惊异的 陈凡竟然没有对付老巴特的意思 倒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哗啦 这次 老巴特直接就将空间戒指中的东西 全都取了出来 一下在摊位上堆积成了小山 不过从小礼貌的反应上来看 这次并没有上次那种级别的材料 倒是有一些单纯昂贵一些的材料 而且 就算不用小礼貌 陈凡也能认得出来 老巴特又精明 又能算计 他肯定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这是老巴特故意放的 陈凡不傻 他大体明白了老巴特的用意 他也没客气 将那几个昂贵一些的材料收了 这些材料 在店铺里购买的话 大概需要十万宇宙币 相当于陈凡给小礼貌购买一次口粮了 见陈凡收下 老巴特脸上的笑容 这才更灿烂了一些 一切尽在不言中 陈凡收了东西就离开了 他还得去买印金 这里只是一个小插曲 陈凡走后 老巴特摊位前的众人 这才掀起哗然来 要说精明 还得是老巴特这种货所恩足 这下心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这点钱 花得值 这时候 老巴特的心情也是好极了 哼哼 现在你们怎么说 让大家失望了 想看我笑话 估计是看不成了 人群里不少人对老巴特 竖起了一根手指 有的是中指 当然 也有的是大拇指 不过是朝下的 现在没有瓜吃了 围观的人群开始准备散了 这时候 老巴特连忙叫主 大家先别急着走啊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宣布 人们都停下脚步 好奇地看向老巴特 啥事 老巴特这坏良心的 估计放不出什么好屁来 就是就是 老巴特轻了轻嗓子道 我知道大家对我之前有些误会 不过以后不会了 从现在起 我这里的东西 不用九万九千八 也不用九百九十八 以后全场 一宇宙币一件 随便挑 随便选 这可以说是 破天荒的事情了 很新奇 奥莱里格城的各种交易市场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方式 全场一宇宙币 统统一宇宙币 之前想碰碰手气 少的时候要几百 多的时候要成千上万 这要被坑一次 可是很肉疼的 现在老巴特这模式 一下把门槛拉到了最低 一宇宙币 确实是最低了 货币单位上 都没有更低的了 老巴特 还是你会玩啊 总算干点人事了 人群里不少人道 哈哈 其实吧 这都是陈凡小兄弟给我的启发 且听我细细和你们说来 事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老巴特会声晦涩地 把他送陈凡一次机会 陈凡却执意出一宇宙币的事情给说了下 众人恍然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还和陈凡大佬有些关系 一宇宙币而已 我来碰碰运气 我也来 不为别的 只为离陈凡大佬近一些 卧槽 对啊 我我我 还有我 人们争先恐吼起来 看着这一幕 老巴特差点笑歪了嘴 之前他的生意 每次抓到一个人 都往死里坑 其实一个月也坑不到几个人 老巴特作为一个精明的货索恩族人 他当然知道 这样的模式是不健康的 但他一直想不到更好的方式取代 只能随波逐流 先坑一个是一个 直到上次 陈凡一个宇宙币给了他启发 虽然一件只卖一个宇宙币 但门槛降低了 量就上去了呀 而且他这一堆破烂 都是便宜货 其实连老巴特也不会想到 从这一刻起 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后来他生意大火 赚得不知道是之前的多少倍 他的摊位也升级成了店铺 从人们口中的老巴特 摇身一变 成了真真正正的巴特老板 对了 还有店铺的名字 老巴特深思熟虑 全场一宇宙币 统统一宇宙币 主打交个朋友 进门就是有缘 所以 他给自己的店铺取名为 一元电印金 在宇宙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价格也不贵 材料市场上 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有出售 陈帆 花了一千宇宙币 购买了一百张印金 另外 来都来了 他还给小礼貌 购买了大量的口粮 反正这小家伙 就是吃吃吃 多被点好 别再像之前那样 一有特殊情况 就三天饿九顿 忙完这些陈帆 就离开了材料交易市场 很快 他出现在火种号内 丁 检测到流影刀法星号一 是否学习 此次学习 需要消耗学习积分 十三万七千五百九十四 预计用十十天 检测到宿主当前积分足够 当前灵魂强度可以承受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陈帆则舌 系统长脑子后 就是不一样 连灵魂强度符不符合 要用多少时间 都说得明明白白的 要是早这样 那他之前学习隐身术的时候 也不至于差点丢掉小命了呀 不过陈帆有些惊异 这次学习流影刀法 竟然需要十天 之前他学习功法 可没用过这么长的时间 不过十天就十天吧 相比于别人修炼功法 动辄几年 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一辈子的 他这已经是很短暂了 系统 第一次学习需要累积到多少本 陈帆问了句 入门 九十 系统简洁地回答 陈帆了然 那就先来九十本 之前在蓝星的时候 很多时候 还得陈帆亲自复印 不过现在有智脑 这点小事 轻松就能解决 待系统将流影刀法正确的版本 呈现在陈帆面前的时候 智脑自动读取 然后印经上 就开始出现一行行字 就像是激光打印一般 速度很快 而且 这不是单纯的一张印经 而是同时九十张 很快 九十本流影刀法搞定 需要十天的时间 陈帆看了下 自己现在的名次 现在宿主 都内卷得厉害 这十天后 他的名次肯定要下降一截 另外 陈帆在想的是 这十天他也就躺着 什么也做不了 要不要趁这个时间 回一趟蓝星 算起来 这次出来 已经有一些时间了 也该回去看看了 另外 陈帆上次还想过 有机会一定把蓝星的 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 和黑武士带回来 他们是阿末克 星辰精 叶精 和星云铁 现在 霸虎已经是行星二阶的实力 如果再融合这三种超等材料 那肯定是如虎添翼 陈帆之前也想过回去 不过他时间一直赶得很紧 一趟 就是二十天的时间 让他有些犹豫 现在修炼流影刀法 就需要十天 趁这个机会回去的话 还相当于节省了十天时间呢 嗯 回去 智脑 返回蓝星 陈帆说道 收到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火种号直接冲天起 十几秒后就进入了压空间 压空间内什么景物也没有 只能看到色彩斑斓的线条 火种号飞行是不用陈帆操心的 全程智脑自动驾驶 陈帆盘膝坐下 系统 学习流影刀法 钉 检测到流影刀法 星号90 开始学习 系统的声音响起 然后浩瀚如洪流般的信息 涌入陈帆的脑海 陈帆也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次的记忆里 他出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星球 本来有着幸福优渥的生活 然而 越是高度文明的星球 彼此之间的竞争 就越是残酷 为了争夺资源 常年战乱 他在三岁的时候 家园被毁 就被父母带着 成了星际流明 五岁的时候 父母被星空海盗团 抓去做了奴隶 星空海盗团 一切往前看 是非常现实的 小小的他 不值钱 而且还得花钱养大 索性直接把他 抛弃在一个星球上 让他自生自灭 接下来的他 开始了漫长的 暗无天日的生活 每天都是靠捡食垃圾 勉强果腹 日复一天 年复一年 他已经十六岁了 这些年 他受过无尽的嘲讽和白眼 被妇人家养的狗追过 被其他小孩子 用石头扔过 他都一言不发 毛子坚毅而平静 曾经一次争夺食物的时候 他被一群乞丐 摁在地上殴打 但也没妨碍 他狼吞虎咽地 将食物塞到自己嘴里 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是单纯地想要活下去 因为遭受了太多的嘲讽 白眼和欺辱 他的性格变得非常孤僻 他不敢 也不想和任何人 有过多的交往 他对任何人 都有着极高的警惕性 只有自己 才不会伤害自己 他已经有点难以 融入这个世界了 每天就是孤独地 在底层挣扎着 也许是老天开眼 在十六岁的某一天 他在垃圾堆里翻找吃食的时候 意外获得了半本刀法 这并不是多么珍贵的刀法 只是那个星球上烂大街的东西 不过对于食不果腹的他而言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 这么珍贵的东西 在这不长的人生当中 他遭遇了太多的苦难 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改变命运 而这本烂大街 还被烧掉一半的刀法 就被他当作了救命稻草 之后的日子里 他除了每天游离在各个垃圾场 翻找食物外 也开始尝试着修炼刀法 他没有刀 就用木头削了一个 样子奇奇怪怪的 勉强算刀 不曾想 他在刀法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短短两天的时间 他就将那半本刀法修成了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就算是最烂大街的刀法 作为一个初学者 而且无人指导 寻常没有个半年一年的 是绝对达不到这程度的 而后的一天 一群乞丐又要打他 毕竟作为乞丐 平日里是没什么娱乐的 唯一的消遣 可能就是打他取乐 这一次 他没有抱头认他们殴打 他握紧了手里的木刀 那群乞丐 发出一阵哄笑 他们表示 好厉害的木刀 好啪啪啊 两分钟后 那群想要欺负他的乞丐 全都躺在了血泊中 死后的毛子 还瞪得滚圆 其中定格着临死前的惊骇 看得出来 这次他们是真怕怕了 他浑身是血的离开了 连手里提着的木刀 也染成了红色 但这里面没有一滴血 是他的 他杀人了 但这些年遭受的苦难 早已让他心如磐石 他很平静 他去了这群乞丐居住的据点 里面有他们积攒的食物 他狼吞虎咽起来 吃着东西 这一刻 他哭了 这是 他自三岁离开父母后 第一次赶吃饱 他哭了很久 像是要把这些年压抑的情绪 都宣泄出来一样 而后 他擦干了眼泪 毛子依旧平静坚毅 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起身 离开 当然临走前 他也没忘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走 因为有食物 接下来的时间 他就专心练刀 当食物不够了 他就去砍翻一伙 曾经欺负过他的乞丐 就这样过了半年 他的刀法越来越快 越来越凌厉凶猛了 虽然只是最普通的刀法 但熟能生巧 本来平平无奇的刀法 好像在他手里 多了一番别样的味道来 这半年来 他不知道灭了多少乞丐 也获得了他生平第一把刀 是杀掉一伙乞丐的战利品 一把生锈的断刀 他爱惜得不得了 时间在持续 因为他走的是最纯粹的刀 所以他的实力 没有行星级 恒星级这样的划分 刀就是他的全部 后来的某一天 他已经有能力 斩杀一头行星学徒级的新兽了 而后行星级 攒钱买了一本一星的刀法 而后二星 三星 从此他的人生 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一发而不可收拾 成为宇宙十荒者 参加宇宙群英大赛 进入宇宙超级势力 星耀武斗场的赏识 加入星耀武斗场 创下星耀武斗场 三千场不败的记录 也曾一人一刀 展落三十二名风猴不朽 经此一战 奠定了他刘影刀王之名 并且成为了星耀武斗场的九大巨头之一 这些说起来看似很快 其实 这已经是两万五千年之后了 那时候的他 已经站在了刀法的巅峰 但他并不满足 他能感受到 自己的刀和刀 还不完美 所以一直苦苦追寻 时间一晃 又过去了四千多年 他的生命再有几年 就将走到尽头了 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星球 曾经的高度文明 在连年征战后早已覆灭 现在这里就是个荒芜的星球 不过对他来说 这里始终是母星 他的人生从这里开始 那么也从这里结束吧 想他这一生 因为早年的经历 让他性格非常孤僻 他不愿意和任何人交集 虽然刘影之名如雷贯耳 虽然无数人仰慕他在刀法上的成就 想要败在他门下 但他从来没有过收徒的想法 也没有在刀法上发表过任何言论 就算是位列星耀武斗场九大巨头 他也很少参与具体的事物 日子一天天临近 在一颗荒芜的星球上 一个孤独的老人 一口一口地吃着廉价的食物 虽然他走的是极致的道 不能避古 但宇宙中有无数的宝物 可以服用一次 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不用进食 以他当时的成就 唾手可得 但他还是喜欢一日三餐 他的空间戒指里 永远都被背着非常多的食物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感到踏实 在他面前的虚拟投影上 播放着他的一生 用高等文明的手段 提取记忆 然后播放 这在宇宙中并不是难事 看着三岁前 他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 有天真烂漫的笑容 有一家人温馨美好的画面 他那孤僻冰冷的心 受到了触动 虽然他的人生 就是一场悲剧 但三岁前 好温暖 这些记忆他早就遗忘了 如果不是高文明的手段 提取了他所有的记忆 他甚至都忘了自己 也被爱 被温暖过 他一遍一遍地 观看着三岁前的美好 他的心境 在不知不觉间 发生着变化 忽然有那么一刻 他扶置心灵 他豁然开朗 他在道上的困惑 瓶颈 全部迎刃而解 念头一下通达 他悟了 终于悟了 哈哈 昭文道 稀可死已 昭文道 稀可死已啊 他连忙取出印经 奋笔即书 一气呵成 最后落笔 刘颖刀王 于陨落之际 传下刘颖刀法一步 静待有缘人 外面十天转瞬即逝 陈凡睁开了眼睛 他没想到 这一次带入的 竟然是刘颖刀王的一生 没想到一代刀王 竟然有如此凄惨的经历 陈凡颇为感慨 不过他 虽然带入了 刘颖刀王的一生 但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 只有关于 刘颖刀法的片段 像三万年岁月的沧桑 以及刘颖刀王的 孤僻冷傲等 并没有转接到陈凡身上 细细回味着刘颖刀法 陈凡除了经验 还是经验 刘颖刀王 不愧是当时刀法第一人 他本来走的 就是刀法的极致 最后时刻 感悟到的刘颖刀法 更是将他对刀法的理解 推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加的极致 更加的纯粹 精妙绝伦 让人折服 这已经不是 寂静忽道了 而是真正突破了道的层次 陈凡叹为观止 这才是刀法该有的样子 之前 他在刀法上的领悟 和刘颖刀法 根本没有一点可比性 智脑 开辟一个独立空间 智脑道 明白 智脑回应 几乎同时 陈凡眼前的视野 就发生了变化 他上一秒还在火种号内 下一秒就出现在 一个小天地中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微风吹拂 荡起绿色的波浪 霸虎也出现在了这里 霸虎是行星二阶 现在勉强可以用来试一下刀 嗯 现在应该是有些勉强了 没看错 是霸虎勉强 陈凡避着双目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任凭微风吹拂 龙头战刀 就插在他旁边的地上 收到指令的霸虎 正从远处急速轰杀过来 忽然 陈凡睁开了眼睛 煞时间 赤裂的刀翼 裹挟着无与伦比的风锐 如怒海惊涛般宣泄开来 急速轰杀的霸虎身形 骤然停止 无匹的锋芒 像是一座山一样 朝他压过来 让他再难前进半步 霸虎是机械生命 没有畏惧 只有指令 他还强撑着要前进 这时候 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开始在巨大的虎区上出现 紧接着第二刀 第三刀 再硬撑下去 霸虎不出意外的话 就不要切割了 这就是极致的刀 极致的刀 流影刀法 主要讲述的旧一点 以刀入刀 刀 就是刀 以记入刀 这样的高度 陈凡想都没敢想过 另外 一边他浅尝折指 赶紧让霸虎停下来 之前的霸虎 威风凛凛 凶猛霸气 现在在看他 浑身伤口 皮开肉绽 露出了里面的金属材料 显得非常狼狈 这还是陈凡掌握着分寸的情况下 不然 霸虎可能要变成一堆材料了 霸虎在行星二阶里 都算是顶尖战力了 而我现在能轻易击败霸虎 另外 刀王前辈才刚顿武就陨落了 也只是刚卖过刀 就是刀的门槛 还没来得及 在这层次上深耕 接触到的 还只是刀 就是刀的皮毛 陈凡感叹着 包括他现在学到的 也只是刀法入道的皮毛 就已经恐怖如斯了 踏过这个门槛 还有无限的提升空间 他畅想着 好一会儿 收回心神 陈凡看着满身是伤的霸虎 这些伤口只能先带着 等回到蓝星后 融合了阿默克星陈金 应该就没事了 阿默克星陈金 是可以自我修复的 真正接触了道的层次 陈凡激动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想起来宿主排名的事情 赶紧看了下 果不其然 这十天 他的名次下降了一些 上次看的时候 名次是2593 现在已经是2601了 又调回到第二轮抹杀的范围了 而这还不算完 接下来星空的旅程还有10天 等从蓝星返回美拉达尼星的时候 又需要20天 到时候 陈凡的名字 不知道会掉到什么程度 哦 还有陈凡在蓝星的时间 时间紧迫 来回路上的时间 陈凡无法左右 那就只能尽可能地压缩在蓝星上停留的时间了 陈凡算了算 现在距离第二轮抹杀的半年期限 还有4个月 到时候返回美拉达尼星的时候 大概还有3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要更抓紧一些了 应该还来得及 蓝星 夏国 燕京基地市 现在夜已经很深了 周振虎还在办公室里服案工作 虽然新联盟成立后 蓝星日新月异 但周振虎每天都更忙碌了 滴滴滴滴滴滴 忽然 他桌子上的其中一台电话响了起来 这是比较紧急的一台电话 一般特别重大的事情 才会打到这个电话上来 周振虎连忙接听起来 我是周振虎 请说 只听电话里传出一个激动的声音 手掌 成了 连接宇宙网络的芯片 成了 真的 周振虎惊喜地一下站起来 好 太好了 等着 我马上到 是 周振虎挂掉电话后 就立刻通过空间门来到了江南基地市 自从陈凡将连接宇宙网络的技术 发给周振虎之后 周振虎就将这作为了非常重要的攻坚任务 这项技术 在宇宙中算是很基础的了 但奈何蓝星落后的太多 在霸虎试炼塔十倍时间流速的加持下 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三百天 才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 当然这个三百天 说的是霸虎试炼塔内的三百天 外面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很快 霸虎试炼塔某层 这里有发电设施 也有许多高精尖设备 见到周振虎赶来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科研带头人都赶紧迎了上来 手掌 验证过了吗 可以连上宇宙网络 周振虎再次确认道 验证过了 可以 我们再给你演示一下 好 接下来 周振虎看到了 可以连接宇宙网络 并且具备转换宇宙万族语言能力的芯片 芯片出奇地小 毫不夸张地说 和针尖差不多 科研专家给周振虎介绍 将芯片植入大脑皮层 人体的神经元会和它连接在一块 这样就能达到通过意念控制的效果 专家一边给周振虎介绍 旁边还有一名已经植入过芯片的测试者 测试者头上贴满了线 通过这些线 可以将它眼前的虚拟网络 投影到一块大屏幕上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 搜索一下陈凡试试 周振虎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同时他又补充了句 如果搜索不到陈凡的信息 那就搜蓝星试试 陈凡已经离开两个多月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是 测试者应道 然后他一个念头 屏幕上同时出现了宇宙网络上 关于蓝星 以及关于陈凡的信息 还真有周振虎惊喜 不过他没有芯片 看不懂宇宙网络上的文字 上面说什么 周振虎问道 不过没有回答 小柳 手掌问你话呢 科研的带头人 轻轻拍了下 那位叫小柳的测试者 小柳这才缓过神来 刚才他看到搜索的消息时 直接惊呆了 回禀手掌 陈凡战神 他 他在美拉达尼星的奥莱里隔城 并且还和那里的一个很有势力的人起了冲突 起了冲突 陈凡没事吧 周振虎心头一紧 陈凡战神只是行星一接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认为他死定了 结果陈凡战神在奥莱里隔城 有一个好大哥 是奥莱里隔城新罗殿的店主 新罗殿店主知道陈凡战神受欺负之后 大发雷霆 直接荡平了那个不长眼的势力 小柳亢奋地说着 哦 对了 新罗殿是隶属于新罗帝国的 陈凡战神结识的 这位新罗殿的店主 就是奥莱里隔城的王 周振虎心头狂跳 就连旁边的几个科研带头人 也是心神俱阵 陈凡一共才离开两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再去掉 从蓝星赶到美拉达尼星的时间 那他在美拉达尼星的时间会更短 这么短的时间 人生地不熟的 都已经闯出了一番天地 还难能和新罗殿的店主称兄道弟了 周振虎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陈凡啊陈凡 还得是你 接下来全力生产 用最快的速度 普及全联盟 周振虎做出最新指示 明白 江南基地市 一张大床上 杜长泽正搂着朵朵 呼呼大睡 忽然他一下惊醒 刚才他又做梦了 梦里看到的场景 是天药的几个队友们 在一块吃饭 但有一个人自动打马了 杨哥激动地端着酒杯说了句 让我们欢迎陈老弟归来 卧槽 这是凡哥要回来了 想到这杜长泽 一下激动地从床上蹦起来 朵朵本来累坏了 不过就算 他睡得很沉 杜长泽这么大的动静 还是把他给吵醒了 胖泽 怎么了 大半夜的不睡觉 瞎跳什么呢 朵朵揉着眼睛道 朵朵 给你说一个好消息 凡哥要回来了 杜长泽激动地道 陈凡要回来了 秦秦呢 秦秦回来没有 朵朵也惊喜 他本能地问道 想要凡哥这次出去 就把钟情带回来 不太现实啊 奥多帝国多强大 凡哥现在才是行星一见 杜长泽解释道 也是朵朵失落了一些 不过想想也是 这次陈凡能安然回来 就很好了 是他太着急了 接下来 疲惫地朵朵躺下继续睡了 杜长泽不行 他激动地睡不着 他得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出去 然后他就换了个房间 喂 杨哥 凡哥要回来了 对对对 我梦到了 喂 薛哥 睡了没 什么 还在干活 你这老年人可以啊 你继续 哦对了 凡哥快回来了 喂 团长 凡哥要回来了 什么 我偶像要回来了 在未来看到的 副团长 你这能力可以啊 喂 爹 滚 睡觉呢 哦 杜长泽骚扰完一圈 不对 分享完一圈后 还不过瘾 然后他又在江南基地市第三处集武道学院 原高三九班的群里发了一遍 然后 还有江南武大的校友群 杜长泽尚且如此 那他的团长 某次就更不用说了 当初在厕所门口 拉着陈凡合了个瘾 都能把尿机给忘了 忙不迭地 就去找队友们炫耀 现在掌握着偶像 要回来了的第一手消息 这还不够他臭屁一波的 喂 队长 哦 睡觉呢 也没啥事 就是告诉你一声 蓝星的领主 伟大的护星战神 也就是我的偶像 快要回来了 嗯 我的副团长汇报给我的 你是第三个知道这消息的 骄傲吧 喂 明哥 然后就是唐天赐一顿唾沫横飞的讲述 最后他还叮嘱道 明哥 咱们对我是第一个告诉你的 千万别让队长知道 他会吃醋的 嗯嗯 明哥你守口如瓶 我放心 接下来就是其他队友 就这 唐天赐也不过瘾啊 于是他又在无脑军团江南基地士分团的12个群里挨个发了一遍 这下总算爽了 在年轻人中是有不少夜猫子的 他们看到这重磅消息后 连忙激动地分享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然后就这样形成了连锁反应 一传十 十传百 而且越传越离谱 陈凡战神要回来了 洒话欢迎 你这欢迎的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明明昨天晚上 战神就已经回来了 胡说 俺爹说 他前两天在江南基地士的舞者大厦 就看到陈凡了 你们这 那么是谁在说谎呢 看来有些消息我不得不说了 其实上面三位说的都对 我是有身份特殊 几个月前他就告诉我 陈凡在满世界斩杀海兽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条时空通道 就像空间门一样 可以轻松往返蓝星和外星之间 不对吧 我男朋友告诉我的是 陈凡有一艘超级仙境的星空战舰 有多仙境呢 九级文明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他那星空战舰 大概也就是九级文明巅峰的产物吧 我呸 越传越离谱 首先排除的就是你 这消息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更是传的铺天盖地 清晨 刘志安 韩康和王珍 一般都是在老地方碰面 然后一块去仓库 刘哥 老王 你们都看网上的消息了吗 都在传小凡要回来了 韩康有些兴奋到 嗯 看了 突然之间这消息就传开了 王珍道 无风不起浪 也许小凡真的要回来了吧 刘志安期待地道 韩康和王珍都是一喜 希望吧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又十天过去了 这时候 火种号从一个巨大的虫洞里飞出来 穿越虫洞后 一颗蔚蓝的星球便已遥遥在望了 在过去的这些天 陈凡在宿主中的排名 不出意外地又下降了 现在是2613 陈凡的心情 又紧迫了几分 他决定用一天的时间 搞定所有的事 然后立刻返回 So 火种号急速朝着蓝星飞行过去 这时候 陈凡已经给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下了指令 现在 他们三个正从不同的方位 朝江南基地势 急速飞掠 他这次回来 是一定要带走他们的 另外 周震虎在植入芯片 连接了宇宙网络后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陈凡 宇宙网络 都是实名认证的 想要找到一个人 并不难 周震虎在得知陈凡快要回到蓝星的时候 他想要和陈凡见一面 陈凡就将预计到达的时间告诉了他 地点约在了江南基地市 武者大厦最顶端的停机坪上 火种号很快就冲入了大气层 又是几个呼吸后 就来到了江南基地市上空 这时候 江南基地市武者大厦楼顶的停机坪上 周震虎和少量的联盟高层 正在这里等候 机械蚂蚁和机械螳螂 也已经在这里了 黑武士也到了 他稍微慢了些 不过前后也就差了一分钟的时间而已 这时候 陈凡出现在停机坪上 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周震虎等人都是激动得很 都是快步迎接上来 首长 陈凡笑着招呼道 陈凡 周震虎走过来后 就紧紧握住陈凡的双手 你在美拉达尼星的事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辛苦了 我代表下国 代表新联盟谢谢你 首长您言中了 我也是蓝星的一份子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陈凡道 周震虎暂许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也没有过多地耽搁 陈凡把见面的时间约在这里 他大体也能猜到 陈凡的时间应该很紧张 他将这段时间积累下的 十颗金傀儡交给陈凡 一颗金傀儡售价 三十万宇宙币 十颗那就相当于三百万宇宙币 这对陈凡来说 是一笔好大的巨款了 周震虎和陈凡见面 主要目的 就是把金傀儡交给陈凡 陈凡也没推脱 直接就收下了 将替身傀儡交给陈凡后 周震虎和其他几位新联盟的高层就走了 陈凡将机械兵役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 先收入火种号中 舞者大厦 是江南基地市的最高建筑 站在这里 可以俯瞰整个基地市 从这里还能看到 在江南基地市的城外 有两个卫城 正在抓紧建设着 这个消息 陈凡在看蓝星网络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在楼顶站了一会 他也下去了 来到了77层的房间 房间里空荡荡的 不过在陈凡眼里 这里全是他和钟情生活的影子 他在床上傻坐了一会 他很是想念 还有些牵挂 不过从房间里出来后 陈凡的眸子变得更加坚定了 充满了斗志 从舞者大厦出来 陈凡就去看望三位书了 和三位书分别后 陈凡就去找队友了 他回到蓝星 肯定会通知队友的 说什么队友也得小聚一下 在外面的这些时间 他也想薛哥 杨哥 方姐和常泽了 不过这次不是在舞者大厦的79层 而是在薛哥家 由方姐亲自下厨 陈凡回来 薛志刚高兴 方如高兴 杨柯和杜常泽都高兴 得到消息后 方如老早就开始准备了 等陈凡赶到的时候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一道道美味佳肴 让我们欢迎陈老弟归来 杨柯举起酒杯 大家都开心地笑着 一同举杯 这一幕 杜常泽太熟悉了 不就是他梦里看到的情景吗 大家举杯后 都一饮而尽 谢谢大家 陈凡笑着道 这一段时间不见 薛哥 方姐和杨哥 你们都突破到聚灵境了 连常泽也突破到了宁脉境 你们变化都挺大的呀 陈老弟 这还得多谢你 如果没有你留下的霸虎试炼塔 我们突破 估计还得两三年的时间 杨柯道 是啊 十倍时间流速太给力了 不过聚灵境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薛志刚也笑着 不过脸上也难掩一丝落寞 已经感受到境界的极限了 可能认谁都会有些不甘 杨柯拍了拍薛志刚的肩膀 安慰道 我估计也快了 反正现在世界也和平了 也用不着咱们厮杀了 顶多再干上几年 我们也该退了 到时候咱们天天一块下棋 一块看老太太跳舞 哈哈 杨柯正说得开心 不过他看到了芳如不善的眼神 啊 还是我自己去看老太太吧 哈哈 陈凡和杜长泽都是大笑起来 顿了顿 陈凡道 薛哥 你是刀之领域的觉醒者 在刀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有没有想过换条路 换条路 薛志刚亚然 陈凡将一本已经转化成 汉语文字的流影刀法交给他 你可以试试这个 这是修得纯粹的刀法 走的是极致的 和境界无关 如果能在这刀法上取得一些成就 也很了不得的 流影刀法 宇宙中的功法 薛志刚差一道 嗯 陈凡点头 好 那我回头试试 薛志刚哈哈笑了起来 他也没多想 还以为就是寻常的宇宙功法呢 直接就收到了空间戒指中 你就这么收了呀 也不问问贵不贵重 也不谢谢人家陈凡弟弟 方如熟练地拧起耳朵 哎哟哟 陈老弟这功法不贵重吗 薛志刚吃痛 连连道 不贵重啊 贵重的 我也松不起啊 陈凡哈哈一笑 方如这才松手 同时他很感激地道 陈凡弟弟 那就谢谢你了 老薛压修炼大半辈子 突然感觉境界上走到头了 一时间无法接受 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地 哎呀呀 阿如 你说你 说这些干什么呀 薛志刚老脸一红 就说 谁让你害我担心了 方如一拍桌子 好好好 说说说 薛志刚描怂 同时他连连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了 他感叹道 其实我对境界高低 没有太高的要求 就是修炼了大半辈子 突然就没得忙了 这心里空荡荡的 不过现在好了 陈老弟给了一本纯粹的刀法 闲着没事的时候 可以研究研究 有得忙就行 老薛 你是刀指领域的觉醒者 说不定还真能研究出来点什么呢 迎来第二春都 不是没有可能 杨柯笑着道 希望吧 薛志刚大笑一声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接着杜长则道 凡哥 我现在是一脉进 对窥探未来这事 控制的能力更强了一些 你也知道 我之前看你的未来重伤过 不过现在不会了 我的这个天赋 已经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比如你 就会自动打码 不过这并不妨碍 我看到你的未来 自我保护能力 又能看到我的未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陈凡很是惊喜 好 这个好啊 那就是说 以后有什么情况 长则你就能提前通知我了 这个很关键 就像当初一级妖将 那个山羊湖男子 在城内暗杀他一样 长则的提醒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那是必须的 刚好现在咱们蓝星连接宇宙网络的芯片 也制造出来了 等我也植入之后 就能通过宇宙网络 随时和凡跟你联系了 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但在这点上 兄弟绝对顶你 杜长则拍着胸脯道 好兄弟 陈凡很感动 然后他道 对了 现在宇宙网络的芯片是什么情况 我今天和周振虎首长见面了 当时也没想着问一下 连接宇宙网络的芯片 才刚问世不久 产量严重不足 现在可能是优先攻击重要的人员 向我们这只能排队 杨科说道 陈凡了然 旋即 他就给周振虎打了一个电话 把情况说了一下 常泽这块对他至关重要 周振虎一听 高度重视 几分钟后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是周振虎派来的人呐 来植入芯片的 当然 这次不只是杜长则 连薛志刚 方如 杨科都有 植入芯片很快 工作人员忙完就离开了 杜长则 薛志刚四人 别提多激动了 从今天开始 他们也能连接宇宙网络了 一顿饭下来 大家有说有笑 气氛非常欢乐 不过轻松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一晃又到了分别的时间 这一别不知道要多少时间才能再相见 杜长则提议合影留念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然后天药的五人小队 拍了不少合照 杜长则还和陈凡 单独拍了一张合影 照片上陈凡 搂着杜长则的肩膀 都开怀大笑着 最后陈凡走了 薛志刚几人目送陈凡离开 不多久后 杜长则已经回到了家里 他坐在沙发上 一个劲地对着手机屏幕傻笑 屏幕上翻来覆去的 都是今天他们的合照 杜长则把他和陈凡的合照 发到了江南基地市 无脑军团的群里 看吧 我和凡哥的合照 大家羡慕去吧 哈哈 这合照一出 各个群里顿时就炸开了锅 握槽 握槽握槽 副团长和偶像 实名羡慕 看样子 偶像是真的回来了 我也想和偶像合影 副团长你安排一下 多少钱你说 我是女孩指 让旁边的那个胖子闪开 陈凡搂着我才对吗 什么 那胖子是副团长 哦 不好意思 那你也得闪开 哈哈 唐天次现在也正看着群里的信息 不过他一言不发 我羡慕妈了 但我不说 然后他默默地打开了电脑 点开PS 一顿操作猛如虎 把杜长则的头像 换成了他自己的 唐天次这才心满意足地点头 嗯 这才像样嘛 看群里杜长则发的消息 偶像确实回来了 不过又匆匆地走了 唐天次轻叹一声 什么时候 蓝星也能拥有星空战舰啊 他也想去宇宙中 追随偶像的脚步了 不说太好 给偶像打个下手 端个茶道的水什么的 也行啊 保佑保佑 赶紧让蓝星 拥有一艘星空战舰吧 尽快尽快 不过唐天次虽然这么想 但他也知道并不现实 按照之前官方公布的进度来看 蓝星有能力打造星空战舰 还得需要好多年 想要短时间内 获得一艘星空战舰 除非通过其他方式 这个其他 那就更不现实了 唐天次轻叹了一口气 陈凡的离开 并不是直接踏上了龟城 这时候的他 出现在了太平洋上 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 这也是 他这次回到蓝星 要解决的事情之一 陈凡刚降落在这小岛上不久 很快就有一个人影 也出现在了这里 是个老者 他身后背着一个巨大的龟壳 光头正亮 手里拿着一个拐杖 见到陈凡 他连忙躬身行礼 老龟拜见蓝星领主 他就是玛里亚纳海沟 最深处的那个巨大无比的海兽 当时他真身的一个眼睛 都大得吓人 陈凡在注册蓝星的时候 已经和蓝星产生了微妙的感应 蓝星上竟然还存留了一头 行星级的海兽 这么强大的生命 他是能感应到的 陈凡点点头 在蓝星大浩劫之后 你就是蓝星上唯一的一个行星级 那时候你 完全可以称霸蓝星 但你并没有那么做 所以现在 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为难你 都是蓝星生灵 那以后就好好地相处吧 谢灵主大人 谢灵主大人 听到陈凡的话 老龟激动地连连感谢 以后蓝星海洋就归你管辖 回头有什么事 你可以去下国找周震虎首长 就说我让你去的 他会明白的 陈凡道 是 老龟恭敬硬着 然后他犹豫了下 最终开口道 领主大人 刚好您现在在蓝星 有件事 还望您能给我们做主 心比去格欧 你都是行星一阶了 在蓝星 还能受了什么委屈不成 陈凡一乐 老龟苦笑 在北大平阳有个岛国 最近在偷偷地往大海里 排放奇怪的污水 严重影响了我们海兽的生存环境 就这种行为 我能灭他们180遍 不过考虑到是人族 而且没有请示过领主大人 怕在领主大人这里 留下不好的印象 所以 我一直忍着 直到今天 终于等到了领主大人 还望大人为我们做主 老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北太平阳的岛国 樱花国 陈凡首先想到的 就是樱花国 嗯 老龟点头 眼里还带着恨意 陈凡无语 这个国家是真能作妖啊 这件事 随你处置 你说的那应该是河废水 我就一点要求 尽快解决掉这个隐患 蓝星是我们所有人 赖以生存的家园 陈凡 陈生道 领主大人英明啊 老龟高呼 他现在恨不得就立刻赶过去 对了领主大人 我的子民曾经向我汇报 在海底 他们发现了一艘完整的星空战舰 您看怎么处置 星空战舰 陈凡惊讶 他想了想道 你先解决自己的事吧 至于星空战舰的事 回头你和周震虎手掌商量着办吧 明白 老龟道 这事算是解决了 好了 走了 陈凡道 恭送领主大人 陈凡这次是真的走了 火种号很快就出现在了外太空 顿入亚空间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那巨大的虫洞赶去 而恭送陈凡之后 老龟就直接朝着北太平赶去 现在已经向领主大人汇报过了 并且获得了准许 他也没什么顾虑了 一双毛子变得森寒而又猙獰 和老龟一起行动的 还有在附近海域的一头头巨大的海兽 当天 许多住在海边的樱花人看到了他们毕生难忘的景象 大海上掀起了万丈巨浪 在浪花的顶端 依稀能看到一个个的庞然大雾 此时的海滩上正有黑压压的海兽在登陆 海兽暴乱 快跑啊 我的天 世界末日吗 大街上一片混乱 还有些人本能地打电话向政府求援 不过根本打不通 因为发生在这里的景象 只是樱花所有海岸线上的一个缩影 不计其数的海兽包围了整个樱花 政府热线已经被打爆了 哄 陆海惊涛一下拍击下来 大片的城市被吞没 各种哀嚎声惨叫声 此起彼伏 樱花高层这时候也荒作一团 他们连忙向新联盟求援 他们可是新联盟的观察成员国 新联盟不能见死不救吧 然而 陈凡已经和周振虎通过气了 周振虎在知道 樱花往海里排放和废水的时候 也是火冒三丈 蓝星是大家的蓝星 和废水的危害超乎想象 会对蓝星的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该死 真是该死啊 在樱花国发来求援的时候 周振虎等一众高层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后 对外发布了一则公告 强烈谴责樱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经过新联盟最高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 剥夺樱花国新联盟观察成员国的身份 并且在海兽清算之后 对和废水做出相应的安全的处理措施 同时也欢迎海兽正式加入新联盟的大家庭 自此 蓝星进入了真正的大一统局面 这公告一出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轰动 狗糙的樱花 这是要带着我们同归于尽吗 它是真能作妖啊 就这样的民族 留着早晚是个祸害 强烈建议人到毁灭 欢迎海兽加入蓝星新联盟 这次就放开了沙巴 千万别客气 对 干死小日子不错的樱花 兄弟们 别那么生气 要我说别杀绝了 多少留点 卧槽 竟然替樱花说话 你什么立场 是不是拿了他们的良民症了 直接骂还是走程序 还走什么程序 直接开始吧 对走狗 我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不不不 大家别误会 我说的多少留点 是让他们把河废水给喝了 毕竟大家也都知道 河废水是很难处理的 那就让他们喝呗 原来如此 有道理啊 快助手 是友军櫻花高层本来还满怀期待的等着新联盟发兵相助呢 没想到等来的是当头一棒 背地里往海里排河废水的事情竟然被发现了 他们赶紧解释 都是处理过的 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是绝对安全的 他们还拿出了一家原子能机构的检测合格报告 然后这家原子能机构就被取缔了 主要负责人在审问下 全部如实招来 为了利益 替樱花背书都是一丘之合 这家原子能机构在漂亮国 漂亮国也是观察成员国 现在樱花的观察成员国已经被取缔了 漂亮国吓尿了 生怕被牵连 所以主动请樱处理这家原子能机构 手段很干脆 全球直播处决 这时候 老龟已经来到了樱花国的首相府 他是行星一接 在这里来去自如 在看到老龟的时候 樱花首相当时就吓尿了 他一个劲地解释 误会 都是误会 核废水是经过处理的 是安全无害的 是吗 老龟冷笑 然后取来一瓶所谓处理过的核废水 就要给樱花首相硬灌了进去 樱花首相惊害欲绝 不要 不要啊 蓝星利2422年7月7日 樱花灭亡 这一天 值得被铭记 而同样值得铭记的是 在400多年前的同一天 樱花发动了对下国的入侵战争 这时候 火种号已经来到了虫洞前 虫洞大的超乎想象 火种号在他面前显得非常渺小 火种号呢 一个独立的空间中 陈樊 霸虎 以及从蓝星带回的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都在这里 这时候 小李茂晃晃悠悠地飞了出来 他这段时间过得别提有多潇洒了 陈樊没有厮杀 他就不用干活 不干活 还有饭饭吃 美滋滋 小李茂知道 饲养员让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 他一个念头 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和黑武士都落在了霸虎的身上 霸虎的身躯有五米多长 机械兵蚁和机械螳螂都落在了虎背上 根本不起眼 反倒是个头最大的黑武士 一屁股坐在了虎头上 小李茂都惊了 做人家虎虎头上 你这个黑家伙礼貌吗 黑武士 小李茂这时候给陈樊传出一股波动 意思是问陈樊 融合后想要保持哪种形态 就霸虎吧 陈樊道 接下来 小李茂直接飞过去 触碰了下霸虎 当即 霸虎 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 和黑武士融为了一体 而后就是一阵咔咔咔的变形 几分钟后 一头全新的霸虎 呈现在陈樊面前 霸虎的体型 比之前大了一圈 毛发也显得更加柔顺了 还有在霸虎的额头上 那里的毛发 呈现出了一个黑色的王字 非常显眼 黑色 陈樊不由地想到了 刚才坐在霸虎头上的黑武士 除了这些体型上的变化 霸虎的气息 也更加强大了 现在陈樊已经通过小礼貌 同步了这头全新霸虎的信息 果然 霸虎的境界 已经是行星三阶了 提升不算大 但还可以 另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霸虎实力的提升 可不止 单纯地提升了一个境界 融合了阿末克星辰经 夜经 和星云铁 这三种超等金属材料后 这三种超等金属材料的特性 对全新霸虎的加持 也非常巨大 陈樊双指并拢 轻轻一滑 一道凌厉的刀镜 直接朝着霸虎 轰杀过去 陈樊现在以刀入道 已经在自身周围 形成了自己的玉 可以称之为刀玉 在刀玉范围内 他对刀法的运用 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说时迟那时快 刀镜马上就要轰杀在霸虎身上 就在那千分之一个刹那 霸虎的形态变成了液体 任凭刀镜穿过 然后恢复实体 毫发无伤 这就是液晶的特性 陈樊笑了笑 霸虎现在有16种金属材料 也具备了16种金属材料的特性 隐身 隔绝探查 极致仿生 大小如意 自我修复 硬度等等 之前蓝星上有种说法 叫六边形战士 那现在的霸虎 就是16边形战士 而这还不算完 以后还有可能成为160边形战士 1600边形 直至无敌 蓝星 江南基地市 薛志刚和芳如的家 现在大家都已经走了 只剩下他们两口子了 芳如忙着在屋里收拾残局 薛志刚则坐在小院里 研究着陈樊送给他的流影刀法 不过越研究 他心中越是惊叹 甚至是惊骇 博大精深 精妙绝伦 这才是真正的刀法呀 极致而又纯粹的刀法 他忽然感觉 自己之前的那些刀法 就像士格尔戏一样 宇宙中的普通功法 都有这水准 薛志刚有点狐疑 刚好他现在已经能连接宇宙网络了 当即他一个念头 眼前的虚拟面板上 就出现了关于流影刀法的信息 他一看 顿时心头狂跳 流影刀王 宇宙中刀法第一人 临死顿悟 留下流影刀法一步 故意留下错误 静待有缘人 我的天 陈老弟这是破译了 而且还把这种宇宙中 最顶级的刀法送给了我 薛志刚心头泛起 逃天巨浪 阿如 阿如 他连忙冲进屋里 同时大声地喊着 怎么了 方如笑着问 陈 陈老弟送给我的流影刀法 太贵重了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十五天过去了 火种号终于从虫洞的另外一端飞了出来 再有五天的飞行就能赶到美拉达尼星了 不过陈凡也并不是非得去美拉达尼星 美拉达尼星只能算是他的一个临时落脚点 奥多帝国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 在这之前 以提升实力为主 智脑 扫描周围星域 寻找合适的杀戮地点 陈凡道 明白 现在开启扫描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这段时间 陈凡在宿主中的排名又下降了很多 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2613 现在已经变成2644了 这才十五天的时间啊 一个个的是真能卷啊 而现在 距离下一轮抹杀 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陈凡心里也是有种紧迫感 不过之前这些天 他在虫洞里穿梭 也没办法 现在从虫洞出来了 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合适的杀戮地点 先提提排名再说 以搜索完毕 搜索结果如下 这时候 智脑的声音响起 搜索的结果 直接呈现在了陈凡眼前的虚拟投影上 不只是有文字 还有一些相关的图片画面 距离最近的一个地点 在安卡拉星 六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赶过去 安卡拉星没有文明 是一个新受盘踞的星球 是个不错的地点 排在第二的是巴里星 赶过去需要两天的时间 巴里星是有文明国度的 不过从智脑扫描后传递的画面看 这里刚刚经历过星空海盗的扫荡 星球已经四分五裂 陆地上到处横尸遍野 四处都冒着滚滚浓烟 现在正有几百万的宇宙拾荒者 在上面搜寻东西 星空海盗和宇宙拾荒者 都是宇宙中常见的职业 星空海盗四下烧杀抢掠 赚取巨额财富 至于宇宙拾荒者 层次上相对低一些 他们没有星空海盗那么强大 只能在宇宙中游荡 一般哪里有油头可捞 他们就会闻风而动 陈凡继续看着巴里星的一些情况 雄伟壮观的钢铁城池 彰显着巴里星曾经的辉煌 不过现在连个活的原住民都看不到了 只有密密麻麻的宇宙拾荒者 在穿梭忙碌着 星球的一侧被轰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这是星空海盗窃取星河石流下的 没了星河 这个星球会慢慢丧失生机 然后变成一个荒芜的星球 直至泯灭消散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不过 这只是浩瀚宇宙中很小的一个缩影罢了 陈凡轻叹一声 以后这样的事情 他会见得更多 等见多了 就麻木了 也就习惯了 陈凡收拾了下情绪 那些宇宙拾荒者 对巴里星的钢铁城池 没什么兴趣 回头倒是可以过去一趟 小礼貌一定会喜欢 不过眼下还得先厮杀 陈凡看向第三个地点 第三个地点 已经到梅拉达尼星了 要五天才能赶过去 三个地点 根本都不用想 治脑 去安卡拉星 收到 治脑回应 然后火种号就急速朝着安卡拉星飞去 六个小时很快就到了 现在火种号抵进了一个巨大的雪白星球 体积大概相当于13个蓝星那么大 地表常年被冰雪覆盖着 安卡拉 在宇宙通用语中的意思就是冰 生存环境恶劣 不适宜居住 所以 这里一直没有诞生文明 这里有的最多的 就是安卡拉巨狼 很快 火种号就穿过了安卡拉星的大气层 降落在地表 舱门打开 陈凡从火种号中出来 然后火种号快速变小 变成一枚戒指套在了陈凡手指上 这是一个冰雪的事件 放眼望去 冰川连绵不绝地延伸向远方 在陈凡的不远处 有一个狼群 似是发现了入侵者 狼王仰天长笑 像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上千头安卡拉巨狼 朝着陈凡攻杀过来 大地都震战起来 霸虎率先冲杀出去 小礼帽 陈凡喝道 小礼帽传出一股兴奋的波动 他现在已经搞明白了一点 厮杀能赚钱 赚钱能买饭饭 怪不得饲养员说 干活才有饭饭吃 真是精辟 他飞出来 一阵变形 变成了龙头战刀 这次小礼帽 没有变成加特林形态 因为现在沙恩卡拉巨狼 绝大多数是行星二阶的 甚至还有行星三阶的 加特林虽然快 但现在可能需要几发 才能打死一个 稍微差点意思了 霸虎率先冲杀出去 他吸引了绝大部分的火力 不过安卡拉巨狼实在太多了 还是有上百头 以闪电般的速度 朝陈凡轰杀过来 仿佛下一刻 就要将陈凡淹没 二十米 十米 然后零点零零一秒后 五米 陈凡一直没动 不过在闯入五米范围内后 一头冲在前面的安卡拉巨狼 头颅忽然掉在了地上 鲜血喷洒 染红了大片雪地 无独有偶 又一头安卡拉巨狼 被从头到尾 劈成了两半 然后一头一头又一头 丁 斩杀行星 二阶安卡拉巨狼 林叶佳 丁 斩杀行星 一阶安卡拉巨狼 林叶佳 丁 五米范围内 是陈凡的刀鱼 当时连霸虎在这范围内 都差点被切割 很快上百头 安卡拉巨狼 被斩语刀下 而自始至终 陈凡都没动一下 陈凡这边刚结束战斗 更多的安卡拉巨狼 朝他冲杀过来 这次密密麻麻的 少说也有三四百只 成何为之士 朝着陈凡 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 这次陈凡 终于握起了龙头战刀 不过他没有重杀出去 而是猛地将刀插在了地上 哄 一股无比凌厉的气息 瞬间蔓延开来 以陈凡为中心 催哭拉朽 几百头安卡拉巨狼 瞬间被绞杀得尸骨无存 哇塞 小礼貌传来一股震惊的波动 你这样做 真是太礼貌了 三五分钟后 一千多头安卡拉巨狼 被斩杀了得干净 霸虎一下分散成 十六个机械生命 比如机械兵蚁 机械螳螂 黑武士等等 他们按照指令 在快速地收取 安卡拉巨狼后 能量结晶 这能量结晶 和龙赫特西异的 熔烟结晶差不多 都是星兽体内 最核心的东西 蕴含着精纯的能量 可以作为材料出售 在宇宙中 行星一阶的能量结晶 售价为一宇宙币 行星二阶的结晶 行星三阶的在六宇宙币左右 刚才这狼群的狼王 就是行星三阶 是被霸虎斩杀的 它的能量结晶 明显更大一些 机械兵蚁等这些 机械生命的速度 是何等的快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能量结晶 都被收了起来 一共六百多颗 嗯 一千多头的狼群 最后就收了 六百多颗的能量结晶 主要是刚才 陈凡有一波暴肿 催哭拉朽 把安卡拉巨狼 绞杀的尸骨无存的同时 连能量结晶也给摧毁了 时间在持续 接下来 陈凡和霸虎 横扫了一个又一个的狼群 不过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期间 也被强大的狼王追杀过 一晃就过去了五六天 在一颗距离陈凡 非常非常遥远的星球上 尼姆莱昂刚刚斩杀掉 一头行星二阶的凶兽 他毕竟是杀戮者 提升还是非常快的 现在已经是行星二阶了 不过 虽然尼姆莱昂的境界提升上来了 但他的宿主排名 一直在2700左右徘徊 大家都是杀戮者 都在内卷 整体境界也都在提升 在2700左右 境界大体都是行星二阶 境界一样 又内卷到一天几乎不停歇地厮杀 正常来说 想要拉开名词太难了 除非像之前的那个077号的宿主 陈凡一样 有背景加持 能够获得帮助 嗯 尼姆莱昂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后来 他又意识到一点 除了背景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觉醒的能力 有些能力对境界提升或者厮杀 是有很大加持的 这么重要的因素 尼姆莱昂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说到这 那可真是一把心酸的泪水啊 因为 他根本就没在这上面 尝到过甜头 尼姆莱昂的觉醒能力 是净化 净化你妹啊 对境界提升和实力 一点帮助都没有 现在能维持在2700上下 全靠他没日没夜的杀杀杀 之前他笃定地认为 陈凡是有很大的背景 现在他补充一点 如果不是有大背景的话 那一定是有着强大的觉醒能力 至于现在还在2700多名徘徊的 不用说 觉醒的能力都很积累 不能说是弱吧 但绝对和境界的提升或者厮杀 没有多少关系 有大背景的 或者有强大觉醒能力的 现在谁还在最后100名啊 早提升上去了 比如那个叫陈凡的 自从上次被陈凡反超 并且甩开之后 尼姆莱昂就惦记上陈凡了 每次看排名的时候 他都会连着陈凡的一块看看 之前有段时间 这个陈凡确实猛 在都内卷的情况下 而且越往上 境界和觉醒的能力等差距 都越来越大 想要追赶 更是难上加难 但陈凡却一路高歌猛进 从反超他时的2701 名次最高提升到2593 可把尼姆莱昂给羡慕妈了 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这40天里 陈凡的名次没有再提升 反而一直在降 从2593 跌落到2600以内 然后持续下跌 上次他看的时候 陈凡的名次 已经跌倒2644了 也不知道 陈凡这些天 在忙些什么 现在都内卷的厉害 他还敢摆烂不成 可能是重伤了吧 哈哈 不管怎么说 跌得好 虽然他提升不上去 但看着有人吓跌 还是让他有种 幸灾乐祸的爽感 以至于最近 每次查看排名 他看陈凡的 比看自己的 都还要积极 这一晃 又两天没看排名了 不知道陈凡现在排名 跌到什么程度了 系统打开宿主排名 尼姆莱昂说道 当即 在他眼前的虚拟面板上 出现了宿主排名的榜单 尼姆莱昂寻找着陈凡的名字 嗯 2640 他惊讶 陈凡的名字 又上升了一位 从2640 变成了2639 尼姆莱昂心头一跳 陈凡这是 开始发威了呀 在宿主排名上 相对来说 靠后的名字差距 并不是很大 比如 2766 是行星二阶 2700 也是行星二阶 甚至到了 陈凡现在2639 也是行星二阶 一个境界 就跨越了好多个名字 不过排名到了一定程度 名字的差距就拉开了 就比如 现在的第一千名 是恒星三阶 第990名 就是恒星四阶了 在网上 就更夸张了 现在排名第十的是宇宙一阶 排名第九的是宇宙四阶 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一位 强大的封王不朽 虽然同为杀戮者 但因为出生的种族 文明的高低 开启系统的早晚 所在的势力 觉醒能力的强弱等等因素 杀戮者和杀戮者之间的差距 也非常巨大 在你还是行星级的时候 人家都已经是疯王不朽了 他们斩杀一头疯王级的新兽 能够行星级奋斗几个月 这还怎么玩 肯定会有人说 这不公平 但这是宇宙的常态 宇宙的生存法则里 可不会给你讲什么公平 就拿三千宿主来说 最后升级系统的那些 还刚刚知道宿主排名和抹杀的事 就被抹杀了那三千宿主的竞争规则 就是如此 怨天尤人没用 想要活下去 就得有逆势追赶的勇气和能力 此时 在亿万光年外 一头巨大无比的新兽 正游逸在太空中 说它巨大 那真不是一般的巨大 怎么说呢 它那一双星红的毛子 都比旁边的一颗星球还要大 身上挂着的凸起 随便一个比蓝星上的珠穆朗马峰 都要高尚不知道多少倍 别说普通的行星了 就算是恒星 在它面前都显得非常渺小 这时候 它张嘴吞掉了旁边的一颗生命星球 就像是正常人类 吞掉一颗小樱桃一样轻松 吞掉星球之后 这头巨大无比的新兽 兴奋地抖动了下身子 这是星空十大巨兽之一的吞星兽 以吞噬星球为时 吞得越多 提升就越快 同时 这可是个生命星球 叮叮叮叮 系统密集的提示声 回荡在它的脑海中 系统 汇报下当前我的排名 回禀宿主 您当前排在第七位 系统的声音响起 都十多年没看了 还是第七名 吞星兽看样子是有点不满意 它巨大的身躯翻腾了下 朝着下一个生命星球赶去 在宇宙的另外一处 一头虫族女王 也刚刚看过宿主的排名 而后它一声令下 它的虫族大军继续出动 数以万计的虫族 覆盖了好大一片星域 它们朝着一个生命星球笼罩过去 本来还是白天 这里正在忙碌的原住民 忽然感觉天黑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生平最难忘的一幕 也是生平的最后一幕 虫族 号称宇宙天灾 和机械族的机械天灾 是宇宙中公认的 最恐怖的两大天灾 原本忙碌繁华的生命星球 在虫族大军过境之后 万物不存 就连钢铁城池都变得腐朽 千疮百孔这些都是天生强大的种族 再配合杀戮系统更是如虎天意 当然也不全都是这般变态 比如 在一个星球上 一名身为御寿师的宿主 正操控着战兽在疯狂厮杀 比如 现在还在八里星的陈凡 也正持着战刀 在快速冲杀 当然 也不都是这么忙碌 两三千宿主中 总归会有一些奇葩 在一个星球上 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 一名塔罗人 悠然转醒 这一睡他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估摸这几年 是有的 塔罗人在宇宙中以蓝闻名 懒得修炼 懒得走动 懒得交流 只要不到迫不得已 他们都懒得做 而这个塔罗人 更是塔罗族中的懒中之王 系统 我现在排名多少 这个塔罗人慵懒地问道 回禀宿主 您当前的名次是十六 系统回答道 十六 该死 我都那么努力了 怎么比几年前看的时候 还降了一个名次 塔罗人顿时困一圈无 看来我要更加努力了 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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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速地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果然 他的修为 又提升了一些 天哪 我真是太努力了 不过呼吸真是凡人 塔罗人心里付菲着 要不是为了排名 他连气都懒得喘 一晃又过去了十多天 现在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安卡拉星 陈凡在前几天的时候 已经突破到了行星三阶 境界提升之后的他 杀戮的效率更高了 系统 汇报下我现在的排名 新比去格陈凡和霸虎 刚刚横扫了一只狼群 趁十六个机械生命 减取能量结晶的时间 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 回禀宿主 您当前排名是两千六百二十 系统道 也就是说 在安卡拉星 大概二十天的时间 提升了二十四个名次 还不错 如果还能保持这样的进度 再有二十天 就能脱离第二轮的抹杀了 而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呢 时间上相对宽松 这让陈凡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 小李茂从龙头战刀 变回暗金色圆球的形态 他传来一阵委屈巴巴的波动 范范 李茂 呃 陈凡笑笑 然后就从火种号中取口粮给他 不过这时候他才发现 口粮已经不多了 都不够小李茂吃一顿的了 想想也是 虽然他之前在奥莱里隔城 给小李茂准备了不少口粮 但是去蓝星 来回将近四十天的时间 加上在安卡拉星又二十天 也确实差不多了 陈凡一直厮杀 都没注意这些 现在立马下订单 都有点不敢烫了 这时候 他想到了巴里星 这些你先垫一垫肚子 看在你这段时间表现不错的份上 接下来 我带你去吃自助餐 陈凡摸了摸小李茂 安慰道 嗯 是表现不错的奖赏 才不会告诉你 是忘记 给你买口粮了呢 自助餐 自助餐是什么餐 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小李茂两眼 都是小猩猩JPG 陈凡一笑 三岁而已 轻松拿捏 等十六个机械生命 收完能量结晶 他们就再次组合成了巴虎 不过陈凡没有再厮杀了 别饿着孩子 很快 他和巴虎都出现在了火种号内 而后 火种号急速朝着巴里星赶去 当时陈凡从虫洞中出来 到安卡拉星需要六个小时 到巴里星需要两个小时 不过 安卡拉星和巴里星是在一个方向上 如果从安卡拉星赶往巴里星 那么一天多的时间就够了 火种号内 智脑知道 陈凡的目的地是巴里星 就自动将巴里星现在的一些影像呈现了出来 虽然 已经过去了二十天 但巴里星上的宇宙拾荒者 还没有撤离 除了钢铁城池太大 他们颁布走外 其他的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 不过巴里星搜刮完了之后 他们开始把目标 放在其他宇宙拾荒者身上 于是混战开始了 这也是每次宇宙拾荒 到了最后 一定会上演的戏码 时间在持续 一天多后 巴里星已经出现在了陈凡的面前 原本是一个美丽的星球 现在满目疮痍 到处浓烟滚滚 陈凡正准备进入巴里星 这时候 智脑突然提示 杜长泽请求通话 长泽 陈凡略感意外 接 收到 很快 杜长泽的投影 就出现在了陈凡面前 凡哥 杜长泽看到陈凡很是惊喜 他亲切地喊道 长泽 陈凡也笑着道 凡哥 我刚才看到了 你未来的一角 你在一个叫巴里星的星球 被好多奇奇怪怪的人追杀 我现在最远能窥探到15天的未来 你最近小心一些 实在不行 就绕开这个叫巴里星的星球 杜长泽也不废话 直接地道 巴里星 陈凡苦笑 他已经到了 谢谢你长泽 我会注意的 好的凡哥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如果有新的情况 我再和你联系 杜长泽道 嗯 很快 杜长泽的投影 在陈凡面前消失 在巴里星上被追杀 现在巴里星上只有宇宙拾荒者 那就是被宇宙拾荒者追杀了 陈凡想着 至于原因 宇宙拾荒者追杀你 还能有什么原因 肯定是把你当成目标 当成肥羊了 陈凡不禁摇了摇头 他只是单纯的 想带孩子吃个饭啊 不过 既然会被盯上 那他参与一下这个游戏也不错 当新兽杀就是了 陈凡一声令下 火种号直接冲入巴里星的大气层 很快 降落在了一个巨大的钢铁城池前 火种号自动变成戒指 并且出现在了陈凡的手指上 小礼貌 放开了吃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机会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陈凡道 小礼貌 传来兴奋的波动 之前在奥莱里革城的时候 他就好想 吃掉那钢铁城池 不过饲养员不让 现在竟然破天荒地同意了 哇 小礼貌口水直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助餐吗 我爱自助餐 饲养员这波 真是太礼貌了 走 小礼貌 直接冲进了钢铁城池 范范 阿乌 阿乌 都是范范 小礼貌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范范多的他 都不知道先吃哪里了 这边吃一口 那边吃一口的 陈凡忍俊不惊 不过这时候 已经有宇宙拾荒者盯上了陈凡 宇宙中危机四伏 就算是宇宙拾荒者 一般也不敢单独行动 一个人的话 那摆明了 就是找死 一个行星三接 也敢单独行动 胆子够大的呀 可能是落单了吧 哈哈 管他呢 碰上我们 算他倒霉 都散开 别让这小子跑了 很快这伙人 就将陈凡给团团围住了 智脑第一时间 就告知了对方的信息 这火宇宙拾荒者都是火灵族 为首的一个是行星四接 其余的都是行星三接 这时候 他们都正应策策地看着陈凡 小子 给为首的那火灵族开口 不过话还没说完 一只锋利的胡爪 就冻穿了他的胸膛 声音戛然而止 他双目瞪得滚圆 似是极度地不敢相信 哄 高大的身躯 重重砸在了地上 他死不瞑目 这说实迟 其实从霸虎动手 到行星四接倒地 只是发生在极为短暂的瞬间 大哥 战兽 隐身的战兽 战兽是行星三接的 问题不大 杀 替大哥报仇 其他行星三接的火灵族 反应都是极快 他们全身瞬间就笼罩起了火焰 火焰还在他们手中 凝聚成了各种各样的兵器 炽热的气浪 带着一种危险的气息 嗖嗖嗖 其中几人轰杀向霸虎 另外几人则朝着陈凡冲杀过来 不过他们刚冲进陈凡的五米范围 几个人的头颅 齐刷刷地掉了下来 头颅滚落在地上 他们双目也是瞪得滚圆 尼玛 这是行星三接 还有 就这么死了 猝不及防啊 霸虎那边稍微慢点 不过也很快结束了战斗 一只机械兵翼分离出来 将所有火灵族的空间戒指 收集了起来 送到陈凡面前 他们在巴里星忙活了不短的时间 肯定有些收获 不过现在都是陈凡的了 小礼貌的干饭速度 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 高耸入天的钢铁丛林 旗内更是纵横交错 现在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巨大的城池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拿放在个人身上 那就是搜的一下 钢铁城池的内部 某处 两火人宇宙拾荒者正在拼杀 他们站得正激烈呢 忽然 他们手里的战刀 全都不见了 就挺突然的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有些猛逼 然后脚下的钢铁地面 远处巨大的停机坪等等 都在快速地消失着 大概半个小时后 高耸入天的钢铁城池不见了 之前在这里的 所有和金属有关的 统统不见了 几万个宇宙拾荒者 手无寸铁 都是大眼瞪小眼 发生了什么 我刀呢 我刀也没了 我的心在低险 那是我刚花了二十多万宇宙币 买的好刀啊 还TM关心刀呢 星空战舰都没了 那么大的一个钢铁城池 说没就没了 简直不可思议 太变态了 我的保甲都没了 只给我留了一个裤衩子 知足吧 你至少人还在 我兄弟都不见了 你兄弟 哪个兄弟 不少人下意识地朝他下半身看去 那人下得赶紧捂住 你们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一个人 我那兄弟是镇金族 刚才我们还在一起 他忽然一下就没了 卧槽 这里有大恐怖啊 快逃吧 逃 没有星空战舰怎么逃 咱们都是行星级 可达不到肉身横渡星空的程度 这时候 已经有人在打电话求援了 喂 老表 赶快来巴里星接我一下 定位我发你了 什么 我的星空战舰 没了 没了就是没了 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来 好大哥 在不在 在 怎么了兄弟 我正在巴里星的星云城石荒呢 结果这里 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我的星空战舰突然就没了 不止我的 这里所有的星空战舰都没了 我知道 大哥你也在巴里星 你有空来接我一下呗 刚你才说什么 我正在巴里星石荒 上一句 好大哥 在不在 不在 半个小时就吃掉了这么大的一个城池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快到那些拾荒者 都看不到小李帽的身影 只能看到 钢铁丛林在快速地消失 还有他们的星空战舰 盔甲 兵器等 都是突然就消失了 小李帽飞回来 落在陈帆的肩膀上 他向陈帆 传出一股意犹未尽的波动 陈帆语然 吃了一座城 这么大的量 还没吃饱 小李帽 狗头狂点GPG 其实 如果让小李帽完全放开了吃 那他根本没有吃饱那一说 就好比刚才 他本来吃到极限了 然后 他小小地蜕变了一下 体内的积累 一下被清空了 又饿坏了 往复循环 妥妥的 就是一个无底洞 说到蜕变 陈帆刚觉醒的时候 小李帽还需要喂饭 陈帆用手接触到的金属材料 他才能吃 后来在霸虎式炼塔的时候 可以自己进食了 不过只限于没有生命的物体 现在这次蜕变 连有生命的金属物体 也照吃不误了 陈帆很快赶到了下一个城池 今天一定要让小李帽吃个够 现在来的这个城池 比刚才的城池 还要磅礴巍威额 这里是巴里星的第一大城池 巴里摩尔城 巴里摩尔城的造型 有点像蓝星的埃菲尔铁塔 不过是放大了上万倍的样子 纵横交错着 耸露到天际 小李帽直接飞了出去 巴里摩尔城呢 一支宇宙侍荒者小队 正在寻找目标 老大 我从附近的网络上看到 距离咱们三万公里的星云城 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所有的兵器 连同星空战舰都莫名消失了 咱们要不要避一下 其中一个人道 所有的兵器和星际战舰都消失了 大家都惊议 不过为首的老大 却有点不以为意 怕什么 三万公里呢 而且 他们的星空战舰 能和咱们的比 咱们的星空战舰有多厉害 你们不是不知道 防护罩都能扛得住 恒星九阶强者的一击呢 听到这 队友们都像是吃了一个定心丸 是啊 他们的星空战舰 是非常先进的 怕个毛 老大英明 他们都连连恭维着 老大哈哈一笑 他下意识地看向 停在半空中的星空战舰 啥 星空战舰 不停在空中停哪里 难不成还能随意变化大小 能装进兜里 或者当个饰品随身带着 这星际战舰 可是他的大宝贝 是他最大的底气 他都准备好了一副 陶醉的样子 准备好好地欣赏一下 他的大宝贝 不过 嗯 老大一愣 他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揉了揉眼 再看 他心意下凉了半截 咱们的星空战舰呢 老大突然尖叫起来 他双手抓紧头发里 刚才的陶醉一下 变成了惊骇欲绝 啊 其他队友也纷纷变了脸色 不只是他们的星空战舰 本来半空中停放了好多艘星空战舰的 现在一个也不见了 啊呜啊呜啊呜 小礼貌表示 真不是我礼貌挑食 是这些大圆盘子的饭饭 确实更好吃一点啊 有好吃的 肯定先吃好吃的啦 我礼貌都三岁了 这点道理还能不懂 小礼貌吃完所有的星空战舰 就飞向了钢铁城池 这时候也有许多拾荒者 发现星空战舰被偷了 他们一个个的星都在滴血 星空战舰老贵了 这次拾荒真是亏到姥姥家了 这天杀的 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星空战舰被偷了 他们心疼归心疼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摆在他们面前 没有星空战舰 怎么离开啊 然后就看到好多宇宙拾荒者 都开始对外呼救起来 巴里摩尔城的某处 喂 兄弟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 好大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丢下我的 你什么时候过来 不是 我是问你找到救援了没 到时候带我一程啊 我的星空战舰也不见了 呆 滚 绝交 等巨大的巴里摩尔城 消失殆尽的时候 已经是五十分钟后了 小礼貌兴奋地飞了回来 他传出一股波动 问还有没有 陈凡笑了 那必须有啊 然后下一座城池 下下座城池 三天后 小礼貌把巴里心上几百个颇具规模的钢铁城池 全部吃到了肚子里 他别提有多满足了 这三天 可把陈凡金的够呛 小礼貌的饭量 真是一次一次地刷新了他的认知 这也太能吃了吧 合着之前的吃饱 只是像征信的吃饱啊 现在吃城池 以后是不是要吃星球了 自己怎么能养得起 不过就像小礼貌一直强调的那样 他礼貌吃得多 可不是白吃的 这次他吞了几百个城池 还有不计其数的星空战剑 斩刀 金属一类的外星生命等等 他进步也是挺大的 虎虎过来 一道奶生奶气的声音 从暗金色圆球上传出来 是的 声音 这次传出的不是波动了 小礼貌 现在已经能开口说话了 别看霸虎平常凶猛得很 但在小礼貌面前 立马就像是变成了大花猫 他走到小礼貌面前 温顺地趴在地上 小礼貌轻轻触碰了下霸虎 当即霸虎身形和气息 都暴涨了一大截 浑身的毛发上 也多了一抹暗金色 小礼貌傲娇地 给陈凡共享了虎虎的信息 行星四街 陈凡有些惊喜 霸虎突破了 原来提升霸虎的境界 不只有增加超等材料这一条路 小礼貌也可以 哼哼 我都说了 我虽然吃得多 但我可不是白吃的 某礼貌得意地道 陈凡笑笑 不置可否 这次小礼貌进步 确实挺大的 不过相比于能吞噬生命物体 开口说话 提升霸虎的境界这些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现在陈凡把目光 描向了巴里心上的 所有拾荒者 宇宙拾荒者吗 你抢我的 我抢你的 很正常 陈凡也打算临时客串一把 现在这些拾荒者 没了星空战舰 都走不了 只能等待救援 这个时候 他们也不厮杀了 兵器都没了 还厮杀什么呀 有些甚至都差点光屁股了 这时候 一片巨大的空地上 许多宇宙拾荒者 都正聚集在这里 之前 这里是一座城池 不过城池没了 有谁找到救援了 能不能带我一个 我可以付费 我我我 还有我 太难了 平日里喝酒的时候 撑凶倒地 一遇到是 跑得比兔子都快 两天后 我父亲的星空战舰 会过来接我 还有一百个空位 三十万宇宙币 一位 有意地联系我 卧槽 三十万宇宙币 你怎么不去抢 哈哈 穷逼 没钱 你就待在这吧 三十万 算我一个 大哥大气 这里七嘴八舌 乱糟糟的 不好意思各位 打劫 陈凡大喝一声 乱糟糟的人群未知一净 他们都看向陈凡 小子 你闹着玩的吧 一个行星三阶 就想打劫我们几千人 我行星六阶 都不敢说这话 一个人打劫几千人 这要是惹了众目 围攻之下 行星六阶也吃不消啊 这小子 脑子被驴踢过吧 许多人看陈凡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还有的人吃笑 一副很不屑的样子 陈凡也跟着笑了 他也没指望自己一句打劫 就能让对方乖乖地 把东西交出来 这时候 他手中出现了一把加特林 小礼帽变得加特林 不过现在的加特林 和之前的加特林 有了很大不同 之前的时候 加特林就是正常的大小 但现在的加特林 是加大加粗版的 每一个枪管 都有火箭筒那么粗 又大又粗 陈凡也是果断 哄 一发炮弹打出去 刚才说话最大声的 那个行星六阶 直接炸成了血污 速度之快 威力之大 差点下 尿了在场的 所有宇宙识荒者 跑 快跑啊 一个人喊了一句 率先就开始逃 不过 哄 他死了 其他人听到喊声 也正准备跑 不过还没等他们迈开步子 就硬生生地杀住了 太天狠了 现在逃是不能逃了 希望对方只求财 别要命 大不了杰格瑟也能接受 所有人把空间戒指都交出来 还有网络上的宇宙币 全都赚给我 陈凡 扛着小礼帽牌巴特林 巴特林牌火箭筒 大声地喊道 这次都老实了 乖乖照做 很快 大人 我们把东西都交上去了 现在您能放了我们吗 一个外星生命 小心翼翼地问道 想什么呢 梁子都结下了 还不斩草除根 我是那样的人吗 陈凡反手一炮 把他轰成了渣 宇宙是很残酷的 他又不是圣人 时间在持续 接下来 陈凡又打劫了四个地方 收获颇丰 不说收取的空间戒指 和里面的东西 就单单通过网络转账的宇宙币 就有五百多万 到现在 总共打劫了五个地方 平均一个地方 一百万宇宙币 一百万宇宙币 是个不小的数字 不过每个地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那么多人才搜刮一百万宇宙币 并不算多 陈凡继续下一个目标 但是这时候 消息已经传开了 什么 出现了一个凶人 一人杀了成千上万的拾荒者 挨其不幸 恨其不争 为什么不团结起来 那么多人 给他拼了呀 谁怕谁 拼过 行星六阶七阶 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抱歉 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快散开 这时候能逃一个是一个吧 呜 宇宙太危险了 如果这次能逃过一劫 我一定会母星 再也不出来了 各位 保重 陈凡来到第六个地方的时候 这里的拾荒者 早已做鸟兽散 不只是这里 其他几百个地方的人群 也都散开了 智脑将拾荒者的具体分布情况呈现在陈凡眼前 巴里星的三位立体模型上 零散地分布着一个个小绿点 每一个小绿点就代表了一个拾荒者 巴里星有13个蓝星那么大 区区几百万拾荒者 分布在上面 是很零散的 陈凡看得直摇头 虽然打劫来前很快 但太分散的话 考虑到时间成本 以及杀戮 境界提升等 就有点不划算了 不如接着去杀安卡拉巨狼了 还是人家狼狼热情 不用你到处跑 老远看到你 就会很兴奋地朝着你跑过来 然后你只需要反手一炮 回应一下就行了 嗯 就这么定了 智脑 回安卡拉星 陈凡道 收到 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接着陈凡和霸虎 直接出现在了火种号内 之后 火种号冲天起 化作一道流光 冲向外太空 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宇宙拾荒者 都看到了这一幕 是星空战舰 我们的星空战舰都没了 怎么他的还在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他偷了我们的星空战舰 卧槽 很有可能啊 就是 偷了我们所有人的 就唯独没偷他的 怎么说 他的嫌疑都最大 有种别走 看我干不干他就完事了 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凶人 啊 我错了 蓝星 这时候是深夜 杜长泽自从上次和陈凡通过话后 就一直很关注巴里星的情况 他刚刚又在宇宙网络上搜索了下巴里星的相关信息 嗯 巴里星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钢铁城池 星空战舰 兵器 甚至盔甲 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还有一个凶人 在大肆杀戎 杜长泽心头一跳 这就有点和他之前看到的梦境对上了 当初看到的未来里 一定是这样的凶人 在追杀凡哥 嗯 一定是这样 不知道凡哥现在怎么样了 上次提醒过他之后 他有没有可以地避开巴里星 杜长泽本能地担心起来 他当即就要给陈凡 发送通讯申请 不过看到旁边已经熟睡了的朵朵 他改为了发信息 凡哥 你还好吗 陈凡这时候在赶路 闲着没事 也正刷着网络 这时候叮咚一下 他眼前出现了一条信息 是长泽 陈凡一笑 然后直接回复了句 好得很 看到这杜长泽也笑了 他松了一口气 然后关闭宇宙网络 翻身抱着朵朵 就睡了起来 六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陈凡再一次来到了安卡拉星 他专门来到一个狼群的地盘 这个狼群的狼王 是一头行星六阶的强大新兽 之前陈凡和霸虎 在他地盘附近厮杀的时候 惊扰了他 然后被追杀了好远 最后还是靠着火种号 才算躲过一劫 这事 陈凡一直记着呢 他可不是个吃亏的主 打不过的时候 就战略撤退 如果有能力了的话 那还说什么了 直接干他 陈凡和霸虎出现在这里 狼王顿时就察觉到了 他很恼怒 又是那两个蝼蚁 上次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 现在还敢来 找死 一声怒吼 很快周围出现了密集的 安卡拉巨狼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将陈凡和霸虎包围了 五六米高的安卡拉狼王 俯瞰着地上两个渺小的蝼蚁 毛子里透着细虐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跑 不过他不知道 陈凡根本没打算跑啊 哈喽啊 狼王先生 陈凡笑着挥挥手 然后提起超大号的加特林 就是一炮 轰 安卡拉狼王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轰得血肉纷飞 又快又猛 叮 斩杀行星六阶安卡拉巨狼 林叶佳 陈凡吹了一口炮筒上的热气 打上一炮 就是舒服 这一幕 看在周围的安卡拉巨狼眼里 发狂 报仇 不存在的 他们夹着尾巴就是逃 好歹是行星二阶三阶四阶五阶的新兽 灵制上已经和人类差不多了 狼王都不堪一击 他们还上去干什么 送菜啊 不过 想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轰轰轰轰 超大号的 发着蓝光的 加特林牌火箭筒 火力全开 不一会儿后 几乎这个狼群里所有的安卡拉巨狼 都安详地躺在了地上 时间一晃 过去了十五天 这段时间里 陈凡一直在安卡拉星上 杀杀杀 现在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还有最后两个月 得益于小礼帽的强大 斩杀的安卡拉巨狼 不管是在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 都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 效率更高了 之前二十天的时间 提升了二十四个名额 现在十五天的时间 提升了四十八个名额 排名从之前的两千六百二十 提升到了两千五百七十二 现在排名相对来说安全了一些 这让陈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有人欢喜 有人忧 在遥远的星域 尼姆莱昂坐在山顶上 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他之前一直像是个上井的发条 没日没夜地厮杀 不过名次却一直在两千七百上下徘徊 根本升不上去 而反观他一直关注的 零七七号宿主陈凡 在这过去的半个月里 突飞猛进 他怅然一叹 人啊 有时候得认命 他忽然不想努力了 距离第二轮抹杀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这可能是他生命里的 最后一段时光了 就别活得那么累了 他想回母星 不过他现在距离母星太远了 两个月的时间都赶不回去 认命后的尼姆莱昂 也变得洒脱了 回不去那就不回了 死在哪都一样 不过有一点 人可以死 但钱得花完 找个城池喝酒去 顺便叫上几个漂亮的妹子 咱也享受享受 这半个月里 陈凡除了宿主的排名 有变化外 他的境界 也从之前的行星三阶 突破到了行星四阶 不过陈凡 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欣喜 行星四阶 根本不够啊 按照系统的说法 抹杀有十次 每一次都抹杀最后的两百名 那就是两千名 目前三千宿主中 只有前一千名 才是安全的 他还差得远 陈凡看了下 现在的第一千名 是一名恒星三阶的强大存在 现在所有宿主都内卷得厉害 境界都在飞速提升 等陈凡冲击第一千名的时候 不知道要达到什么境界才行 而境界越高 优势就越大 想要追赶他们很难 很大可能上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有点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的意思 后来者想要追赶 除非有更大的优势 陈凡心里是挺羡慕前一千名的 现在他们基本上不用担心抹杀的事 唉 轻叹一声 前一千名 暂时他就不想了 陈凡现在的目标 是尽可能的领先抹杀四百个名次 比如 第二轮会抹杀到两千六百 领先抹杀四百名的话 就是两千二百 当然 四百可不是陈凡随便说的一个数字 十次抹杀 半年一次 也就是说 整个过程下来要五年的时间 而陈凡两年内 就要赶往澳多帝国 赶路就需要小一年的时间 抹杀一年两次 一次两百 刚好四百 如果领先不了四百个名次 陈凡就去不了澳多帝国 不然在赶路途中 就被抹杀了 陈凡才刚刚脱离第二轮的抹杀范围 排名越高 当下的优势就越大 而且现在 又都内卷得厉害 想要领先四百个名次 还是很有压力的 提升境界 提升排名 继续努力 陈凡暗暗握紧了拳头 当然 除了这些 还有另外的办法 那就是补充火种号的能量 解除一级限制 可以更快地赶到澳多帝国 不过这个 好像比提升排名更难 给火种号补充能量 需要星河 这个目前 陈凡是真搞不定 一颗星河 需要一千万宇宙币 买的话买不起 像星空海盗那样 去掠夺星河 这个他也做不到 宇宙中星体无数 但星体演化 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并不是当下每个星球 都有星河的 就像他现在所在的 安卡拉星球就没有 宇宙浩瀚神秘 星河的事情 具体也解释不清 不过有一点 没有星河的星体 往往都有非常极端的特征 比如 极寒 极热 干旱 常年风暴 雷电密布等等 安卡拉星千万年来 都是冰封状态 反观有星河的星体 生态等各方面 都已经趋于稳定 往往都诞生了文明 比如 蓝星就算一个 不过太阳系 处在星罗宇宙国星云上 最平级的地方 蓝星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更是平级中的平级 其他的文明星球 可不像蓝星这么弱小 再不计 也有恒星级强者坐镇 其内的行星级的 更是数不胜数 陈凡区这样的星球 倒裂星河 不亚于以卵基石 另外想到之前的蓝星大浩劫 陈凡也暗暗庆幸 奥多帝国应该是看到了 蓝星更大的价值 所以才没直接轰碎 带走星河 如果蓝星在奥多帝国眼里 没有太大价值 或者说 最大的价值 就是星河的话 那当初的蓝星 估计就和现在的巴里星 是一个下场了 陈凡不由地想到了星罗殿 星罗殿太关键了 有星罗殿驻扎 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 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他在网络上查询过 可能是因为 地方太平及偏远的缘故 整个太阳系 只有一座星罗殿 而美拉达尼星 一个星球上 就有好几个 也不知道 星罗殿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如果能在蓝星设置一座星罗殿 那陈凡就更放心一些了 他现在距离蓝星 还算很近 有什么事的话 二十天就能回去 但以后 他去奥多帝国了呢 等以后有机会了 就问问伯鲁大哥星罗殿的事 陈凡心里想着 短暂的休整后 他甩掉了所有的思绪 又得提着小礼貌干活了 小礼貌 二哈瞪眼GPG 提 你礼貌吗 蓝星 江南基地势 薛之刚得到流影刀法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他本来就是个刀斥 流影刀法的精妙 博大精深 更是让他深深的痴迷 不能自拔 这一个月里 他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霸虎试炼塔内 算起来 只出去了四次 这四次 还都是被芳如扭着耳朵拽出去的 平均一个礼拜一次 一次在家待一个多小时 外面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霸虎试炼塔内 差不多就是一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虽然在流影刀法上 薛之刚还只是领悟了一点皮毛 但现在一迈进的他 已经能击杀二级妖将了 越级斩杀 这在之前 是他根本不敢想象的 太强了 真是太强了 陈老弟啊 陈老弟 你的这份情 我老薛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转眼又过去了十多天 系统第二轮的抹杀 倒计时上显示着 还有46天 现在陈帆已经突破到了行星五阶 不过 名次只从2572 提升到了2552 才提升了20个名次 要知道 上次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可是提升了48个名次的 很明显能感受到 越往上名次提升越难了 竞争的对手 也越来越强了 陈帆的优势 在一点点的缩小 他知道 想要继续保持名次的提升速度 必须得更有竞争力才行 论境界 陈帆和排在前面的宿主 没有优势 甚至还处在弱势 在同为宿主的情况下 杀戮系统也不再是优势了 现在陈帆唯一的优势 就是小礼貌 也确实 现在宿主之间 除了有很大背景的 能拼势力之外 其他的绝大部分 都是在拼觉醒的能力 陈帆没有先发优势 也没有强大的背景 更是只能依靠觉醒的能力了 哦 大家觉醒的是能力 他觉醒的是个东西 陈帆现在打算离开安卡拉星了 小礼貌 最近失利大功了 不过消耗同样巨大 他上次储备的能量 差不多消耗完了 接下来口粮的问题 需要解决 另外 都过去那么多天了 不知道奥莱里格城的 金属材料交易市场上 老巴特那些摊主 有没有收来新东西 他打算去逃一下 看能不能逃到一些好东西 加强一下霸虎 霸虎以前是陈帆手下的 一个强大战力 但现在 陈帆都行星五阶了 他还是行星四阶 差点意思了 至于购买超等材料 陈帆不敢想 超等材料 都是很珍贵的 另外 陈帆现在手中也积攒了 超级多的东西要出售 由斩杀安卡拉巨狼 获得的能量结晶 也有上次从宇宙拾荒者手里 获得的好多战利品 很快 陈帆和霸虎 就出现在了火种号内 火种号直接顿入亚空间 急速朝着美拉达宁星赶去 小李帆也从特特林 变成了暗金色圆球 他围着陈帆飞来飞去 自助餐 自助餐 李帆要吃自助餐 自从上次尝到 自助餐的甜头之后 小李帆一直向陈帆央求着 陈帆苦笑不已 我也想给你吃自助餐啊 还省钱还省事 效果还好 不过去哪里给你找自助餐啊 上次是刚好碰到 没有自助餐 那种圆盘的泛泛也行 撒泼打滚GPG 小李帽 哪声哪气的道 小家伙 你这是 把我往宇宙石荒者 和星空海盗路上逼啊 陈帆笑着道 星空海盗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打劫 掠夺 其实 宇宙石荒者 也有这样的属性 他们平常是石荒 但有机会的话 他们摇身一变 站住 打劫 宇宙石荒者 和星空海盗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不过是一个势力大一些 一个势力小一点 说到宇宙石荒者 陈帆也有些好奇 上次八里星 被星空海盗扫荡过后 几百万的宇宙石荒者 就像是闻到星卫狼一样 从四面八方赶了过去 他们是怎么做到 消息这么灵通呢 有没有什么诀窍传授一下 要是能精准地掌握 自助餐的信息 那就太好了呀 刚好现在也没什么忙的 陈帆感觉可以研究一下 在陈帆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智脑就将相关的信息 投影到他的面前 陈帆也早已习惯了智脑的便捷 他看了一会 这才了然 原来很多宇宙石荒者 是跟着星空海盗走的 当然这个根 也不是白根的 得交钱 陈帆还了解到 因为宇宙太大了 这些星空海盗 也是分地狱的 都有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 就拿美拉达尼星来说 附近三万光年的范围 主要活动着六个强大的 星空海盗团 宇宙石荒者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 缴纳一定的费用 付费过后就能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空跟着 星空海盗在这块的用户体验上 做得也很到位 每次行动时都会第一时间发送消息 告知相关坐标等等 宇宙石荒者可以看自己的时间安排 陈帆感觉这完全可以啊 付费能付多少 小礼帽一顿自助餐又会吃多少 稳钻不赔啊 陈帆欣喜 然后他看向这六大星空海盗军团的信息 排在第一的叫镇金军团 来自于星罗宇宙国的镇金星 镇金星是一个巨大的金属星球 通体都是镇金 上面的镇金星人也都是镇金身躯 镇金的防御性非常高 而且还能吸收伤害 转化成攻击 还可以蓄能 积攒起来爆发出超强的一击 镇金在材料交易市场上 也是非常昂贵的材料 不过就算这样 也没人敢把注意打到镇金星上 镇金星的文明等级非常高 科技极为发达 再加上强大彪悍的镇金战士 让人望而生畏 镇金星虽然都是镇金 但镇金星人从来不对外出售镇金 星空海盗才是他们的支柱产业 整个星球都在发展这个 并且打造了一支 星罗宇宙国最强的星空海盗军团 上次巴里星的事 就是他们的杰作 星空海盗的行为 虽然不道德 但在宇宙中不讲道德 只讲弱肉强食 有能力你就去掠夺 没能力你就被掠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宇宙中 不管是宇宙拾荒者 还是星空海盗军团 都是很正常的职业 甚至对蓝星造成巨大浩劫的 澳多帝国的征伐大军 本质上也是星空海盗 不过是有官方背景 名字叫得好听一些罢了 震惊星空海盗军团 陈凡念到了句 他感觉这个名字和小礼貌有缘 就塌了 陈凡直接就决定了 其他的几个 他都没兴趣看了 智脑很快就筛选出了相应的联系方式 陈凡直接申请通话 等待了好一会儿 申请被允许 一个震惊星人 出现在陈凡面前的投影上 这震惊星人 长得棱角分明 浑身上下都是昂贵的震惊 就连头发 眼睛 身上穿的衣服也是 不过震惊星人 虽然是金属人 但他的动作一点也不僵硬 就连这时候 脸上傲慢的表情 也很生动 是宇宙拾荒者想报名是吧 我们震惊军团 是按人头收费的 你们这伙宇宙拾荒者几个人头 震惊星人 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 他还眉头皱着 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仿佛稍微回答慢一点 就要别训斥一顿一样 这个没办法 宇宙拾荒者的生存 一定程度上 是要依靠星空海盗军团的 你跟着人家吃饭 那人家就是大眼 看不起你很正常 就我自己 陈凡回答道 就你自己 震惊星人吃笑了一声 单枪匹马 也敢做宇宙拾荒者 胆子够大的呀 这样不被其他宇宙拾荒者 当成猎物才怪呢 不过这个震惊星人 才懒得 给陈凡说这些呢 他们只负责收钱 其他的一概不管 就是这一个人 多少差点意思 他还以为是个大单呢 不过这震惊星人 眼珠一转 他问道 是刚做宇宙拾荒者吧 之前跟过军团吗 是刚做 还没跟过军团 陈凡道 哦 震惊星人笑了笑 是这样的 我们震惊军团 最新的规定 宇宙拾荒者 最低五个人头起步 不到五个的 也按五个算 一个人头 还是三万宇宙币 有问题吗 没问题 陈凡也笑了笑 然后爽快地 付了十五万宇宙币 震惊星人 有些意外地 看了陈凡一眼 这么爽快 看来还是个小肥羊啊 同时他也暗暗懊恼 早知道他就多说一些了 好了 钱你也付了 那接下来 我就给你说几条 我们震惊军团的规矩 你仔细听好了 震惊星人冷淡地道 第一 在我们震惊军团还没离场之前 你们宇宙拾荒者 是不允许靠近的 都要老实地待在附近的星球上 如果擅闯目标星球 或者在等待的时候搞小动作 碍了我们的眼 那后果自负 第二 我们只负责告知消息 拾荒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你们自负 第三 我们传递给你们的消息 不允许第二次传播 一旦被我们检测到 后果自负 听明白了吗 明白 震惊星人 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了 我已经将我们震惊军团 在外执行任务的信息发你了 就这样吧 说着 投影关闭 他骗你 震惊军团根本没有 最低三人起步的规矩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知道 那你为什么 还多付了四个人的钱 陈凡笑了笑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智能好是好 不过只能进行 最理智精密的运算 相比之下 还是人心更加复杂 这个震惊星人 坑了陈凡十二万宇宙币 他以为自己赚了 但是 陈凡可能锁图更大 智脑重新整理了 震惊人发来的信息 按照远近排序 现在距离陈凡最近的 震惊星空海道 有四个月的路程 在动辄都以光年论的 浩瀚宇宙中 四个月的路程不算远 不过陈凡耽搁不起 还有46天 就是第二轮抹杀了 他现在的名次 是2552 还不能太掉以轻星 那还是只能 先去美拉达尼星了 同时多关注震惊军团的情况 等有更近的 或者第二轮抹杀之后 再动身前往 时间再持续 从安卡拉星到美拉达尼星 需要四天多的时间 赶路的时候 往往就是陈凡最清闲的时候 现在 他也有时间和队友们聊天了 还和薛哥在一起 探讨过刀法 那次薛志刚 受益良多 大有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之感 陈凡也很挂念三位书 三位书现在还没有连接宇宙网络 不过杜长泽告诉他 三位书都挺好的 陈凡也就放心了 他也想过知会一生 让三位书提前植入芯片 但陈凡太了解三位书了 他要真这么做了 三位书不一定会高兴 所以 也就只能作罢了 这期间 陈凡还和周振虎首长联系过 周振虎向陈凡 汇报了蓝星当下的一些主要情况 同时着重提到了 老龟给送来了一艘星空战舰 星空战舰有些小故障 不过以蓝星现在的技术手段 可以修复 现在这是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仗 周振虎告诉陈凡 在修复星空战舰的同时 新联盟已经在着手选拔人员了 他们打算 到时候将一批人送出蓝星 进入宇宙 现在具体的人选和地点 都还没确定 周振虎还征求了陈凡的意见 让更多的人进入宇宙也好 这样可以加速蓝星和宇宙接轨 陈凡的意思是 如果要出来的话 那就来美拉达尼星吧 他也一直在这附近活动 多少可以照应一下 听到这 周振虎大喜 他和其他高层 之前首先想到的 就是美拉达尼星 也正是因为陈凡在那里 不过他们怕送出去的人 成为陈凡的累赘 所以一直在犹豫 现在陈凡都开口了 那他也就没那么多顾虑了 周振虎还告诉陈凡 这次的选拔 不以境界为主 反正蓝星现在除了陈凡之外 都找不出第二个星星级 放在宇宙中都不够看 与其这样 不如选拔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说不定 这样更容易打开局面 陈凡也赞同这样的想法 同时他也给了一些建议 出入宇宙 境界又都很低 那就得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陈凡一下就想到了 奥莱里格城的材料交易市场 那如果在材料交易市场的话 不妨选几个有经商头脑的人 周振虎一边听一边快速地写着 他把陈凡的建议都记了下来 此时 在遥远的星际 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群 前几天刚刚掠夺了一个星球 现在还在宇宙中飞掠 朝着下一个目标进发 其中一艘星空战舰的底端 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被奥多帝国的普多斯人 戏称为炮房 这个说法很到位 确实是个炮房 这次和谭杰对战的 是一个恒星级 谭杰还是第一次遭遇这么强大的对手 大战一直持续了三天 最后这个恒星级的普多斯人 是两腿发颤地扶着墙离开的 谭杰也没好到哪里去 房间里的床上 他像是一滩烂泥似的躺着 虽然很疲惫 但谭杰却笑了 在每天不间断的努力之下 他终于突破到行星级了 行星级是宇宙中的门槛 达到这个境界 才算有资格融入宇宙 另外 还有一点 谭杰的能力非常特殊 他对特殊部位 有着极强控制的同时 还能对自己的气质 灵活切换 可甜可蒙 可欲可幼 上一秒 还是媚眼如丝 勾人心魄 下一秒就变成了高冷的欲解 让人忍不住 有种征服的欲望 往往一场大战下来 可能有十几种体验 简直爽飞了 除了这些 他还能掌控自己的气息 让人看不穿他的境界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对自身各方面 都有着极强掌控能力的女人 休息了一会 谭杰就彻底恢复了 他穿上衣服 又习惯性地看了看之前 给陈凡发送的申请 还是没有回复 在宇宙网络上 知道名字 信息等一些详细的信息 就能找到相应的人 不过要想联络 得需要通过申请 就像蓝星的飞行 得需要加好友后 才能聊天一样 他给陈凡发送申请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想力所能及地告知一些 他打探到的信息 毕竟都是蓝星人 能帮一点试一点吧 火种号上 现在陈凡刚好正翻着申请记录 他的申请有几百页 都是别人发来的 绝大部分是蓝星人发来的 备注留言 有的说 我是你的粉丝 陈凡大佬 能加个好友吗 还有的说 陈凡加油 蓝星靠你了 等等诸如此类的 除了蓝星的 还有一些是外星生命的 应该是上次在奥莱里阁城引发轰动后 一些人发送的 有求合作的 有拉拢的 还有一些推销的 五花八门 太多了 陈凡都看不过来 智脑 筛选有用的申请 没用的全部删掉 是 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筛选而已 对智脑来说太小意思了 几乎瞬间完成 之前还几百页的申请记录 只剩下了两条 一条竟然是老巴特的 陈凡认识老巴特 所以智脑保留了这一条 也行吧 陈凡随手点了同意 第二个申请 陈凡看头像 是个蓝星女人 不过陈凡不认识 这条被智脑留下来 是因为备注的留言 陈凡 我叫谭杰 我现在在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上 和钟晴在一起 陈凡瞳孔一缩 就在这一刹那 他本能地也想了下 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 毕竟 在蓝星上 知道蓝星 知道钟晴 并不稀奇 但万一呢 如果真能和在奥多帝国上的蓝星人联系上 那就太关键了 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 还有钟晴的情况 陈凡的手都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赶紧点了同意 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希望 他也要试一试 你好 我是陈凡 你真的在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上吗 陈凡赶紧发过去了一条信息 他也知道 发视频申请更快 但如果对方真的是在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上 不知道对面的处境怎么样 贸然发视频 会有点不妥 另外一边 谭杰刚准备走出炮房 这时候叮咚一声 有消息发来了 谭杰一正 他虽然连接了宇宙网络 但他上面一个好友都没有 怎么会有信息呢 陈凡 他想到了之前给陈凡发送的申请 当即他赶紧查看 果然 申请已经通过了 而且陈凡还发来了一条信息 你好 我是陈凡 你真的在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 谭杰也知道 人在奥多帝国的星空战舰上 并且还能连接宇宙网络 这确实让人有点难以相信 他来到房间外 拍了一个视频 发给了陈凡 视频上是星空战舰内部的情况 远处还有几个普多斯人 在屋里挖拉地说着话 视频很短 但这些足够了 另外一边陈凡在发过去信息后 就在胶着地等待着 这时候叮咚一声 有回复了 是一个小视频 他赶紧查看 一看 陈凡心神一阵 是在星空战舰上 是奥多帝国的普多斯人 他当即情绪激动地道 你们都还好吗 钟情呢 现在钟情怎么样了 谭节不由地再一次羡慕起钟情来 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再看看许文 见了面 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就知道 钟情现在还很好 我们一直被关押着 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危险 陈凡 我长话短说 你听着就好 好 你说 就我打探的消息 这只星空战舰群 大概在有两年的时间 就会降临到奥多帝国的主星 奥多星 奥多帝国抓了我们蓝星这么多人 会拿出一部分做研究 因为他们发现 蓝星的文明程度虽然不高 但我们的觉醒能力 出现强大觉醒能力的概率非常高 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在宇宙中 有个觉醒能力的排行榜 除了做研究 他们会将绝大部分蓝星生命 当作奴隶出售掉 因为有很多觉醒的能力不错 在宇宙 奴隶市场上 还是非常抢手的 他们会筛选出最强的天赋能力 也就是剩下的那极少部分 用秘法控制住 然后投放到养殖场 他们这个所谓的养殖场 其实是个星球 奥多帝国有很多个征伐大军 他们每次都会掳来一些好的苗子 然后投放到养殖场 用养骨的方式 筛选出他们满意的战士 陈凡眉头紧锁着 他对这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毕竟被抓走了 怎么这下场都不会太好 你们放心 两年内 我一定到奥多星 陈凡重重地道 你也别冲动 奥多帝国太强了 他们的国主 是宇宙九阶超级存在 旗下的宇宙级和恒星级强者 更是不计其数 你量力而行 我会尽量帮你保护钟情的 谭杰发送道 那就先谢谢你了 我现在是行星五阶 还有两年的时间 问题不大 陈凡道 行星五阶 谭杰惊得张了张小嘴 上次知道陈凡的消息 还是他在奥莱里隔城 惹了当地的一个势力 被追杀的时候 那时候 他才行星一阶啊 这才过去多久 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行星一阶 突破到行星五阶了 谭杰忽然想到 陈凡在蓝星时的辉煌 造就了无数的传奇 陈凡 还是那个陈凡啊 他的传奇 从蓝星延续到了宇宙中 谭杰给陈凡发了一个 不愧是你的表情 这时候 有几个普多斯人 正朝他这边赶过来 他匆忙道 陈凡 不说了 我这边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十分钟后 这几个行星级的普多斯人 扶着墙 从炮房里走了出来 这娘们 真是要老命了呀 是啊 我现在三条腿都是软的 不是我吹 之前我自己 就能和他大战三个小时 现在咱们几个人一起上 竟然只坚持了十分钟 太丢人了 这绝对不是 我们不行 而是这娘们 他太会了 他一个眼神 都能把我的魂勾走 哈哈 谁说不是呢 赶回去养精蓄锐 明天再战 还明天 我估计晚上 你都坚持不到 能玩就多玩玩吧 你们没发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了吗 等以后 说不定在玩的时候 就得排队了 房间里的谭杰清洗了下 再一次地穿上了衣服 他走出房间 朝着牢笼走去 看守牢笼的士兵 见到谭杰的时候 脸上都露出了 很玩味的笑容 大手在谭杰的滚园上 摸了一把 谭杰妹笑一声 也不在意 回头去玩啊 这几天不行了 腰疼 下次吧 下次一定 士兵心有余而力不足地道 谭杰哈哈一笑 胸前都荡起了波浪 很快 牢笼内 谭杰一如往常地 坐在钟情旁边 我联系上陈凡了 他道 钟情一正 而后惊喜 想念 彷徨 担心等诸多情绪 一下涌上心头 他眸子里泛起了泪花 他 他还好吗 你放心 他现在很好 他也很担心你 我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很郑重地说 他两年内一定的傲多星 谭杰说道 不要 傲多帝国太强大了 两年内他去傲多星 无异于以卵击石 麻烦你帮我告诉陈凡 让他好好地活着 我也会努力活下去的 也许我们还会再有相见的机会 千万不要做傻事 千万不要冒险 听到谭杰的话 钟情当即情绪激动地道 陈凡担心他 他也同样担心陈凡啊 谭杰笑了笑 你还不清楚 自己男朋友的厉害 啊 钟情小脸一红 这次轮到谭杰愣了 喂喂喂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想哪里去了 别忘了 陈凡以前在蓝星的时候 有多么惊艳 现在即便是在宇宙中 他也势头不减 现在他已经是行星五阶了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从行星一阶 提升到了行星五阶 接下来还有两年的时间 他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谭杰说道 钟情精致的脸颊 微微一呆 都行星五阶了 对你那么好 还那么强 你呀 真是捡到宝了 谭杰打去得到 火种号内 陈凡现在是有些激动的 终于有了钟情的消息 而且得知 暂时还是安全的 他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至少不用再胡思乱想了 之前陈凡都不太敢 让自己闲下来 一闲下来 就容易胡思乱想 担心钟情 越想还越担心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终于踏实了 接下来只管努力就是了 澳多帝国的 这只星空战舰群 再有两年的时间 就会返回主星澳多星 两年 陈凡如果两年内也赶过去的话 那么去掉在路上小一年的时间 留给他提升的 只有一年了 一年的时间 想从行星五阶突破到宇宙级 根本不现实 陈凡沉思了好一阵子 他感觉非常时期 得用点非常手段了 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循规蹈矩了 陈凡眸子里 闪过一抹金光 时间在持续 火种号还在继续朝 美拉达尼星赶去 奥莱里格城 星罗殿 一个很雅致的大厅里 伯鲁一脸沉思地坐着 他旁边茶桌上的茶水 现在都不冒热气了 也没见他动一下 算起来 已经有61天13个小时 没有联系陈凡兄弟了 也不知道 陈凡兄弟 这时候在哪里 60多天 在宇宙中并不算多久 但陈凡兄弟 可是他坚定不移要抱的大腿呀 他感觉60多天时间太长了 这关系啊 就得多走动 多走动才显得清静 长时间不联系的话 容易生分 伯鲁也曾好几次 想和陈凡联络一下 但他都忍住了 没有什么事 单纯地虚寒问暖 一些问候 那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纯纯地尬聊了呀 就算你不觉得尴尬 那也得考虑一下 人家陈凡兄弟的感受啊 我伯鲁堂堂投资大师 怎么会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 不联系是不联系 一联系 必须加分 现在陈凡兄弟 还没完全成长起来 正是抱大腿的好机会 等人家都成长起来了 你再去抱 告诉你 晚了 伯鲁很清楚 自己现在的定位 就是做好陈凡兄弟的好大哥 什么是好大哥 就是集兄弟之所集 供兄弟之所需 对 就是这样 不过陈凡兄弟的所集 和所需是什么 伯鲁想了想 他忽然发现 他对陈凡兄弟 这个未来的大腿 了解好像并不是太多 对大腿都不了解 那怎么能行 必须了解一下 不只是了解 还要深入地了解 只有这样才好针对性地 给陈凡兄弟送温暖啊 才能更好的 集兄弟之所集 供兄弟之所需 伯鲁对陈凡的事情 非常上心 他说干就干 蓝星才刚连接 宇宙网络没多久 上面 肯定没有太多信息 要想了解 陈凡兄弟的过往 那还必须是蓝星之前的局域网 这点根本难不住 他一个星罗店的店主 很快 伯鲁就连接上了 蓝星之前的网络 他搜索陈凡 好家伙 相关信息那么多 伯鲁仔细地观看 原来陈凡兄弟来自蓝星 一个叫夏国的地方 生活的城市 叫江南基地市 两年前的时候 才18岁 也就是说 现在才20 上次他们见面的时候 陈凡兄弟 已经是行星二阶了 20岁的行星二阶 在宇宙中算不错 不过也不算太惊艳 但是 严格来说 从成为蓝星的舞者 也就是真正跨入修行大门 到现在行星二阶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 行星二阶 这就太恐怖了 放眼整个宇宙 除了一些天生就强大的种族 很少有能比肩的 伯鲁继续看着 他还看到了妖族的暗杀 暗杀所有叫陈凡的蓝星人 也包括他的大腿 陈凡兄弟 伯鲁笑了 妖族这路走窄了呀 不过他也发现 这个妖族有点东西啊 怎么说呢 很稳 陈凡兄弟刚成为舞者 就拍二级凶兽 一迈进就出动妖将 这妮玛 真是个老六啊 这也多亏是陈凡兄弟 换做第二个人 就早隔屁了 另外 伯鲁还看到了陈凡的直播客 引发了巨大轰动 没想到陈凡兄弟 还是个刀修 哦 他上次在新罗殿宝库里 选的是流影刀法 说好回头找我换功法的 到现在也没个音 应该是还在投铁中吧 那就再给他点时间 接下来是霸虎秘境 嗯 蓝星大浩劫 奥多帝国在蓝星收割了两亿生命 陈凡兄弟因为在秘境中 才躲过了一劫 不过很不幸的是 陈凡兄弟的爱人被掳走了 该死 这群该死的普多斯人 伯鲁当然知道奥多帝国 奥多帝国和新罗宇宙国 大概有五十万光年的距离 生活的都是绿皮怪普多斯人 陈凡兄弟是 真正走出蓝星的第一人 他离开蓝星的时候 连行星级都不是 只是行星学徒 而我上次见他的时候 就已经是行星二阶了 这前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他那么努力 肯定有想救爱人的原因吧 集兄弟之所及 如果能帮陈凡兄弟 救回他的爱人 那这波效果就太炸裂了 可是他做不到啊 奥多帝国也是一个宇宙国 实力和新罗宇宙国不差上下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新罗宇宙国的国主出面 都不见得管用 关键是 新罗宇宙国的国主 也不会为了这点事出面啊 不现实 看完陈凡的经历 伯鲁新潮起伏 当初 最开始的时候 陈凡兄弟 是乘坐机械族的飞行器来的 他以为是有大背景 所以才出来象征性地接待一下 后来 也怀疑过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就单纯地仔细冲天这一点 就足够他重视了 而现在真正了解了陈凡的经历 确定了他没什么大的背景 不过知道真相的伯鲁 并没有失望 反而更为惊叹了 这就好比 他本来以为陈凡是富二代 结果发现 人家是富一代 更牛逼了好吧 那么 现在也深入了解了陈凡兄弟的情况 自己该怎么针对性地送一些温暖呢 看得出来 陈凡兄弟是很专一的 不然倒是可以送给他十个八个的美女 伯鲁继续想着 忽然他想到了蓝星上的霸虎试炼塔 十倍时间流速 最开始突破十倍时间流速的 是曾经站在九级文明巅峰的机械族 不过机械族已经灭亡六十万年了 现在这个技术 在三十万年前 被一个新进的九级巅峰文明给突破了 直到现在 这个技术 依旧仍就是非常先进的 连新罗帝国都打造不出来这样的宝物 都是花费极为高昂的代价 从高等文明那里购买 这么宝贵的东西 放在蓝星 容易被惦记上 另外 陈凡兄弟是真的在乎蓝星 连这么有用的宝物 自己不用 也要留给母星 他好像有思路了 陈凡兄弟那么在乎蓝星 蓝星上还有一件时间流速的宝物 很不安全 那在蓝星上 设立一个新罗垫怎么样 有了新罗垫 蓝星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正常来说 每个生命星球上 都应该有新罗垫的 不过有些地方太偏僻了 都没人愿意去 而繁华星域的位置 都抢破了头 如果有人愿意去 那新罗宇宙国那边 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这么办 伯鲁是肯定走不开的 不过他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去把蒙特叫过来 伯鲁哈哈笑道 是 门外随时等候差遣的仆人连忙道 不多久后 两米多高 垂着大耳朵的壮汉赶来 不是蒙特又是谁 蒙特拜见店主大人 蒙特恭敬地道 来来来 蒙特 过来坐 伯鲁笑着招呼道 同时还取出一个茶杯 给蒙特倒上了茶 蒙特惶恐 连连道 属下不敢 让你坐你就坐 今天让你过来 是想和你说一些交心的话 而且有一场造化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 伯鲁认真的道 愿听店主大人吩咐 蒙特道 别傻站着 过来 坐下 伯鲁严肃了几分 蒙特心头一跳 连忙过去坐下 不过和店主大人平起平坐 他实在惶恐了 屁股只敢坐了半个 见蒙特坐下 伯鲁这才又笑了起来 蒙特 算起来你跟着我已经有六百多年了吧 是我的心腹 有什么话 我就直说了 我想让你去兰星 在那做星罗店的店主 伯鲁直接道 啊 蒙特一听 傻眼了 店主大人 属下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了 您打我骂我都行 还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改正 蒙特惶恐 他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他本能地这么想 蒙特在星罗店供职 已经有几百年了 这样的套路 他熟悉得很 只有被贬的人 才会被安排到偏僻的心域 去做星罗店的店主 名义上是升迁 其实是发配流放 蒙特急的脑门上都是汗 他把最近的事情 都回想了一遍 好像也没犯错 怎么突然就要被发配流放了呢 蒙特心里苦啊 真是欲哭无泪 蓝星啊 他前不久刚知道 有这么一个星球 属于银河系 银河系在星罗宇宙国的星云图上 属于非常边缘贫瘠的地方 而蓝星更是贫瘠中的贫瘠 相比于美拉达尼星 简直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得是犯了多大的错 才会被发配到那里 说什么呢 你别忘了 蓝星可是陈凡兄弟的母星 就算是流放 你认为 我会随随便便把一个人流放到蓝星 伯鲁沉生说道 壮兽的蒙特一愣 对啊 蓝星是陈凡阁下的母星啊 店主大人 是非常看重陈凡的 流放应该也不会流放到蓝星 看来事情 应该不是自己想得那么糟 属下愚钝 刚才没能领悟大人的深意 大人这是要继续加注陈凡阁下吧 蒙特在想起 蓝星是陈凡母星的时候 大概也想明白了一些 不过他道 属下能有现在 全靠大人的栽培 大人如果派遣我去 那属下愿意前往 不过属下也有些顾虑 去了那么偏僻的地方 会不会一辈子就出不来了 还有 在蓝星设立新罗店 新罗宇宙国 肯定不会支持什么的 到时候我过去了 就是一个光感司令啊 听到蒙特的话 伯鲁笑了 你是不是傻 你现在去蓝星 是干什么的 是投资 懂不懂 陈凡兄弟还没成长起来 现在正是抱大腿的好时候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陈凡兄弟以后绝对了不得 而作为他的母星 蓝星今后 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 到时候让你出来 你都不会出来 我的投资眼光 你还不相信 说到这 伯鲁得意的一笑 他在投资上的辉煌战绩 那是数不胜数 蒙特也一愣 说到店主大人的投资 他是绝对心服口服的 他忽然明白了 店主大人 这是拉上自己 一块投资陈凡啊 他可以不相信陈凡 但绝对不能不相信 店主大人的投资眼光 蒙特有些动摇了 这时候 伯鲁又道 我知道 这次你去蓝星 总店那边给不了什么支持 不过你放心 你是代表我去的 我肯定也不会亏了你 我会从咱们星罗店 调配给你十名恒星级 二十名行星级 你看如何 蒙特一惊 店主大人 这真是下了血本啊 属下愿意前往 蒙特郑重地道 哈哈哈哈 好 蒙特 我果然没看错你 而且你小子 以后就偷着乐吧 你这路一下就走宽了 以后别说 和我平起平坐了 有可能 我还得仰仗你呢 属下一定不会忘记 店主大人的栽培 蒙特诚恳地道 好 你会庆幸今天这个决定的 接下来你就准备准备吧 我先和总店汇报一下 你尽快前往 伯鲁道 属下明白 蒙特告退 做好了蒙特的工作 伯鲁就和总店联系了 这所谓的汇报只是走个过场 人家总店的人只是为这个被流放 而且流放到那么偏远地方的准店主 默哀一秒钟 然后点了下确认 这事就算办妥了 此时的火种号还在亚空间内急速飞掠 赶到美拉达尼星大概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陈凡现在也没什么事 正在宇宙网络上浏览着一些信息 忽然 叮咚一声 只有官方的消息 才是这样的提示音 陈凡赶紧查看 竟然是星罗宇宙国发来的公函 尊敬的蓝星领主您好 星罗宇宙国已通过决议 将在蓝星设立星罗殿 该殿的殿主为蒙特 恒星九街 特此通知 公函的下面 还附带了蓝星星罗殿殿主蒙特的照片 以及生平简历 陈凡目瞪口呆 这 这不就是伯鲁大哥的护卫 对队长蒙特吗 上次在星罗殿吃饭 蒙特也在的 他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之前他还想过 在蓝星设立星罗殿的事 结果还没打听呢 这就设立了 这对他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惊喜 不过惊喜归惊喜 陈凡不傻 对于一个弱小的星球来说 星罗殿的驻扎太关键了 不知道有多少个像蓝星这样的星球 眼巴巴地渴望着 能请来星罗殿 这样的好事 陈凡还没付诸行动吗 献柄就率先落到他头上了 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蒙特成为了蓝星 蓝星星罗殿的店主 这是应该和伯鲁大哥 有很大的关系 当即 陈凡就向伯鲁 发送了视频申请 雅致的大厅里 伯鲁正悠然地喝着茶 现在他心情好极了 就连平日里经常喝的茶 今天喝起来好像 也更有味道了 这一波真是干得漂亮 陈凡兄弟知道 蓝星有了星罗殿 肯定会很开心吧 那么 如果说他之前抱的是腿毛 这一波操作后 至少能抱到脚踝了 蒙特这傻小子 真是有福了 搞得他自己都想去了 不过他还真去不了 星罗殿设立的规矩 还是非常完善的 什么样地方 配什么样的店主 像蓝星这样的 在规则内 恒星九阶的店主 已经是极限了 正常连恒星一阶都不愿意去 只有被流放发配的 他们身不由己 滴滴滴 是视频通话的申请 哈哈 是陈凡兄弟 看来陈凡兄弟 应该是收到通知了 伯鲁连忙接通 很快面前就出现了陈凡的投影 陈凡兄弟 他笑着招呼道 伯鲁大哥 没打扰到您吧 陈凡不好意思地道 怎么会呢 能看到兄弟你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陈凡兄弟 你现在在哪里呢 咱们哥俩有一段时间 没一起喝酒了 什么时候再来我这啊 伯鲁哈哈笑着 伯鲁大哥 那真是巧了 我现在正朝美拉达尼心赶呢 预计三天后 能到奥莱里阁城 陈凡道 好 那真是太好了 我提前让人准备准备 伯鲁很是惊喜地道 伯鲁大哥 您先别急 我感觉这次 我要请你了 陈凡笑着道 是这样的 刚刚我收到了 星罗宇宙国发来的公函 说是已经拟定在蓝星 设立星罗殿 殿主竟然是您 麾下护卫队的蒙特队长 我知道蓝星有几斤几两 那么偏僻的地方 能争取到星罗殿 应该是伯鲁大哥 您在暗中处理吧 伯鲁一听这 哈哈笑了起来 陈凡兄弟聪慧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确实是我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 前不久 你的母亲才刚注册 我还了解到 之前奥多帝国那群 该死的普多斯人 扫荡过兄弟你的母亲 做哥哥的这心理啊 就很不踏实 所以 就想着 在蓝星设立一个星罗殿吧 多少是个保障 另外兄弟你放心 蒙特跟了我几百年了 可以说是我一手培养的 绝对信得过 果然是伯鲁大哥 陈凡感激万分 而且 伯鲁大哥想得好周到啊 正常来说 蓝星能设立星罗殿 他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而伯鲁大哥考虑的 却是 人信不信的过 他这个蓝星领主 都没想到的事 伯鲁大哥都替他想到了 陈凡除了感激 还很感动 伯鲁大哥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这次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陈凡发自肺腑地道 嗨 咱们兄弟之间客气什么 只要兄弟你满意就好 伯鲁哈哈笑道 满意 真是太满意了 不过就是委屈了蒙特队长 陈凡道 蒙特一开始确实有点抗拒 不过一听是陈凡兄弟的母星 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这小子做了蓝星的星罗殿店主 以后有前途了 另外 我从我这里调配了十名恒星级和二十名行星级给他 他就偷着乐吧 伯鲁笑着说道 陈凡心头一震 伯鲁大哥是真舍得呀 这次蓝星设立星罗殿 他出了一个恒星九阶的蒙特队长 这又调配了十名恒星级和二十名行星级 这阵容对蓝星来说绝对是非常非常豪华 而蓝星星罗殿的底蕴有多强 伯鲁就割了多少肉 陈凡一时间感动得没话说 真是三生有幸 结识了这样一位好大哥 伯鲁大哥 这次务必给我一个机会 我请您和蒙特队长喝酒 陈凡很郑重地道 哈哈 陈凡兄弟请喝酒 那是我和蒙特的荣幸 行 那就听兄弟你安排 伯鲁爽朗一笑 他活了几百年 对人际交往 这块理解的已经非常通透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相处的过程中 最好都不要是单方面的付出 哪怕是在亲近的人 让对方适当地付出 这层关系才能更牢固 维持得更好 结束通话后 又好一会儿 陈凡才平复了激动的心情 然后他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周振虎首长 周振虎在得知 蓝星将设立新罗殿的时候 也是激动万分 在连接宇宙网络后 他也了解了宇宙的残酷 之前的蓝星 一点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等在新罗宇宙国注册后 安全上才算有了一点保障 而现在 设立新罗殿 更是有恒星九阶的超级存在坐镇 安全这块更是提升了一大截 周振虎感叹 蓝星真是越来越好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陈凡 时间飞速流逝 三天一会儿过 陈凡已经赶到了美拉达尼星 不多久后 奥莱里格城 一家酒楼的包厢内 陈凡 伯鲁和蒙特都在 他们推杯换盏 气氛热烈 伯鲁大哥 蒙特队长 我什么也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陈凡端着碗一样的酒杯 一饮而尽 哈哈 陈凡兄弟海亮 不过还叫什么蒙特队长 以后要叫蒙特店主了 伯鲁笑着说道 对对对 蒙特店主 陈凡也改口道 陈凡阁下千万别 以后你 还是叫我蒙特就好 以后再蓝星 还需要您多多关照 剩下的我也不说了 也都在酒里了 那天回去之后 蒙特想了很多 他还从来没见过店主大人 如此重仓压住一个人 而且 这次虽说是他去做店主 但要说起来 损失最大的 还是店主大人 店主大人 投资战绩辉煌 肯定是看到了 陈凡身上巨大的投资价值 店主大人敢投 他蒙特不敢投 而且蒙特知道 自己没有什么背景 能爬到新罗店 护卫队队长的位置 还是简陋来的 去蓝星 做新罗店的店主 说不定 还真的是一次机会 酒过三巡 陈凡取出两个金傀儡 柏鲁大哥 蒙特店主 感谢你们的帮助 我也没有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是替身傀儡 关键时刻 可以抵挡宇宙级强者的致命一击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两位不要嫌弃 陈凡诚恳地道 一颗金傀儡 售价在三十万左右 柏鲁大哥是宇宙级 蒙特也是恒星九阶 对他们来说 三十万并不算太贵重 而且有可能 他们早就有了保命的宝贝 不过现在陈凡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金傀儡了 蒙特偷偷地看了一眼柏鲁 这是 得店主大人定夺 兄弟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们收下 就是了 柏鲁一笑 然后他道 蒙特 快 得我和陈凡兄弟拍照留念 是 店主大人 蒙特连忙道 然后 陈凡送柏鲁金傀儡的一幕 就永远定格在了照片上 那我也和陈凡阁下合个影吧 蒙特说道 柏鲁哈哈大笑 他看蒙特的眼神 多了几分赞许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你小子 没白 跟我那么多年 陈凡亚然 上次他送柏鲁大哥一瓶酒的时候 柏鲁大哥也拍照了 现在又拍他算明白了 不只是蓝星喜欢拍照 外星也比较流行这个 不过拍照而已 他当然配合 然后 蒙特先给陈凡和柏鲁拍 拍完之后 柏鲁又给陈凡和蒙特拍 都是和陈凡的合影 陈凡一想 这不太合适啊 那个 柏鲁大哥 该我给你和蒙特店主拍了 柏鲁和蒙特听到这 都是本能的疑论 他们都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我俩拍什么呀 又没有升职空间 时间在持续 一顿大酒喝的 那叫一个兵主敬欢 蒙特已经确定在三天后 动身赶往蓝星 三天 在宇宙中 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就和蓝星的明天差不多 吃过饭后 陈凡因为还要去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就和两位店主告别了 柏鲁和蒙特 送陈凡到门外 并且目送陈凡离开 好一会儿 他们才收回目光 看清楚了吗 柏鲁惊叹的道 回店主大人 看清楚了 行星五街 蒙特道 咱们上次和陈凡兄弟吃饭 是什么时候 他是什么境界 心比去格伯鲁又问 两个多月前 当时陈凡阁下是行星二街 蒙特也是 忍不住的惊叹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从行星二街 到行星五街 如此恐怖的提升速度 就算和那些声明在外的宇宙天骄相比 也不遑多让啊 店主大人 您的投资眼光 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辣啊 蒙特又感叹了句 伯鲁嘴角得意地上 翘了一些弧度 好好学着点 蒙特连连点头 他道 店主大人 我看我也别三天后了 就立刻出发吧 上道 伯鲁赞许地点了点头 等到了蓝星 好好表现 你此去 我非常看好 谨遵店主大人教诲 这时候 陈凡来到了金属材料交易市场气派的大门前 在这里 他交了一语咒闭 上次的时候 他没用交 那时候 因为他和老吉姆发生矛盾 很多人都知道了 他和新罗店店主的关系 所以 能享受到一些方便 不过今天在大门前 职守的士兵 换人了 还有一点就是 这是一个信息 超级大爆炸的时代 就算是 美拉达尼星的同城频道 每天也有不下一万条的信息 陈凡可能当时是有些名统 不过很快就淹没在了 海量的网络信息中 每天都会有新的热门话题 两个多月前的陈凡 早就被遗忘了 当然 除了几个别 和陈凡有过交际的 比如老巴特 比如伊迪斯 一个宇宙币而已 陈凡也没想过 把伯鲁大哥搬出来显摆什么 爽快地交了 然后走进了市场 进去后 陈凡下意识地 看向老巴特的摊位 不过在那里摆摊的 已经不是老巴特了 换成了别人 陈凡好奇 过去打听了下才知道 原来老巴特混牛逼了 现在不摆摊了 已经开店了 从老巴特 真的变成了巴特老板 他的店铺 就在市场的里面 名字叫一元店 一元店 陈凡面色古怪 陈凡并没有去 老巴特的一元店 他和老巴特 只是有过交际 算不上熟 还是忙自己的事要紧 接下来 陈凡逛了几家店 买东西货比三家 卖东西 也是一个道理 最后他决定在一家 叫清风格的店铺 出售掉手里的东西 首先是几万宇宙 拾荒者的物品 这些物品里 金属之类的 早被小礼貌吃了 不过剩下的这些 数量依旧极为庞大 最后 这些卖了315万宇宙币 如果再加上 宇宙拾荒者转账的宇宙币 单纯这一波 就赚了800多万宇宙币 陈凡都忍不住地感叹 还是这来钱快啊 除了宇宙拾荒者的战利品 还有陈凡击杀 安卡拉巨狼 获得的能量结晶 能量结晶的品质不一 有三宇宙币一颗的 也有更高的 陈凡和霸虎 在安卡拉星上杀了那么久 手里的能量结晶也非常多 当时陈凡拿出来的时候 清风格的老板都惊呆了 你这是把安卡拉巨狼给灭族了吗 最后能量结晶 卖了195万宇宙币 出售完东西后 陈凡宇宙网络上的余额 也正式突破了1000万宇宙币的大关 陈凡还从来没这么富有过 星河的价格大概1000万宇宙币一颗 也就是说 陈凡现在是有能力购买一颗的 剩下的零头 还不耽误给小礼貌买口粮 不过智脑告诉陈凡 火种号的能量补给 是十颗星河为一组 要一组一组的投放 单纯的一颗 买了暂时也用不上 不如继续攒钱 攒够十颗再说 陈凡了然 那就继续攒钱 他花了50万 给小礼貌买了口粮 就离开了清风格 50万的口粮 省着点吃 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了 如果不省着点吃 就在陈凡从清风格出来的时候 他的宿主排名 又下降了一个名次 陈凡从安卡拉星 到美拉达尼星 陆上这五天的时间 名次从之前的2552 下降到了2833 提升的时候非常缓慢 但下降 那下降得真是快 不过想想也是 这就像是在赛跑 大家都在奔跑 你想超越一个对手 就很难 但陈凡赶路的这几天 相当于在赛道上停了下来 你停下 人家都还在奔跑 很容易就被超越了 现在都已经掉到2833了 估计再有两天 就又掉到第二轮的抹杀范围了 现在抹杀倒计时 还有41天 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不过 既然来都来了 陈凡肯定得扫荡一下这里的摊位 前后也不差这半天的时间 和上次已经隔了两个多月了 不知道这些摊主们 有没有上心 上次他可是在这里 找了13块超等材料 不知道这次能有多少收获 陈凡很期待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两个小时 陈凡再一次扫荡了所有的摊位 不过这次的收获 有点差强人意 只找到了两块超等材料 都两个多月过去了 这些摊主 竟然都没怎么上心 这让陈凡挺意外的 这里是附近几万光年的 区域性材料交易中心 每天都有几千万的克流量 按理说不应该啊 陈凡找了一个摊主 问了下原因 那摊主顿时骂骂咧咧的 还不都是因为老巴特那个混蛋 他破坏了规则 本来好好的 他突然玩起了花样 都是一语咒币 能收一大堆的便宜货 他们坑蒙拐骗 至少卖几百几千的 老巴特明码标价 全场一语咒币 统统一语咒币 这妥妥的降维打击呀 还怎么玩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摊主还联合起来抵制老巴特 不过老巴特根本不在乎 你们抵制你们的 我接着转我的 他们只能单瞪眼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 一些摊主开始做出改变 打不过就加入 也开始搞起了 全场一语咒币 统统一语咒币的模式 不过 该说不说 已经晚了 这时候 老巴特议员店的规模和口碑 都已经起来了 而且 他们是摊位 老巴特是店铺 这又是一次降维打击 这该死的霍索恩族 真是精明奸诈 那摊主最后还愤愤地骂着 陈凡亚然 他倒是低估了老巴特的能力 这么说的话 他生意应该是非常好的 上星肯定快 看来还真得去老巴特的一元店逛逛了 很快 陈凡就在市场上找到了一元店 这生意确实挺火的 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 老巴特还在门口 安排了两个高挑的 林特普塔族女子 林特普塔族 和伊迪斯是一个种族 他们也不穿衣服 只有一些鳞片 护住了关键的部位 一眼看去 曲线曼妙 堪称天生有物 欢迎阁下光临小店 里面请 陈凡刚来到门前 两名林特普塔族女子 就弯腰行李 声音更是让人如沐春风 陈凡点了点头回应 然后走了进去 店铺内的空间非常宽敞 宇宙中的东西 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大 包括店铺 不止老巴特的这个一元店 包括之前陈凡去的 清风阁等几家 也是一样 虽然说是店铺 但和蓝星的敞篷差不多 空间宽敞 房顶也很高 毕竟宇宙中 什么样的生命都有 陈凡还记得 他刚来奥莱里格城的时候 还有一个家伙 从他头顶上迈过去了呢 陈凡打量着店铺 店铺里 有形形色色的宇宙生命 都在挑选着东西 之前受限于摊位的太小 能摆放的东西有限 现在这么宽敞的地方 都摆满了东西 有些地方还堆积成了小山 这比老巴特之前空间戒指里的东西 还要多不知道多少倍 生一伙 也就更敢收东西了 而且 随着这是淘宝 是碰运气的事情 但是 从概率上来说 一万个里面 逃不到一件宝贝 可以理解 十万个逃不到一个也正常 那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应该是有的吧 简单来说就是 虽然概率极低 但耐不住老巴特 他出货量大啊 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人从老巴特这里 逃到好东西 搞得好像老巴特这里好东西多似的 其实都是概率堆出来的 但是 这就是口碑啊 吸引的人们争相前往 生一伙 收获多 出货多 人们逃到的宝物 就相对多一些 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也难怪那些摊主 就算也改成了一羽皱壁的模式 还是被老巴特压得死死的 另外 老巴特的心态 和之前也大不一样了 之前的时候 谁也别想在他这里占到便宜 要是被占了便宜 他的心都像是在低血 自从陈凡的事之后 他也想开了 你们可能会赚 但我绝对不赔 而且现在他还巴不得 有人从他这里逃到好东西呢 这每次可都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啊 这时候 老巴特正在柜台前忙着结账 收钱收得不亦乐乎 陈凡就在店内逛了起来 现在店内的物品 比之前老巴特空间戒指里的 都要多好几位 大概二十分钟后 陈凡手上拿着六样东西 排队等着交钱 是的 付钱都得排队 队伍在不断向前 不一会儿就轮到陈凡了 他将六件东西放在柜台上 老巴特忙得头都没顾得台 陈慧 六件 六语皱壁 说着他将东西装好 笑着要将东西递给陈凡 就这个时候 他才抬起了头 一看 他本能地一愣 然后就是惊喜 陈凡小兄弟 是你啊 你来的时候给我说一声啊 还拍什么队 啊 不 还交什么钱啊 说着 他让一个伙计先顶上 而他则快速地从柜台内走了出来 巴特老板 恭喜发财啊 陈凡笑着说道 我能有今天 还是多亏了小兄弟你啊 这六枚宇皱壁你收回去 你再去挑一些 今天彤彤给你免费 老巴特脸上堆着笑容 很豪爽地道 免费就不用了 开门做生意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陈凡把宇宙臂又推给了老巴特 说话很客气 但也有着一些身份 本来也不太熟 老巴特善笑了下 他知道这是关系没到 他也没再强求 没到 那就没到吧 之前他还担心陈凡会报复他 不过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要说他对陈凡这么客气 是出于感谢陈凡对他的启发 让他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好路子 那这个因素还真不多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精明狡诈的霍索恩族人 都是很现实的 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感恩什么的 他对陈凡很客气 主要原因还是新罗店店主的那层关系 但这层关系 还不至于让老巴特 过于巴结他 再怎么说 我老巴特现在也是金属材料交易市场上的红人 每天大把大把的宇宙必进账 你陈凡如果没有新罗店店主这层关系 我都懒得正眼瞧你 该说不说 现在就是膨胀 等以后生意做得更大了 就算新罗店店主对自己也得客客气气的 陈凡和老巴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而后就准备离开了 老巴特笑着送陈凡到门外 等陈凡走后 他脸上的笑容立马就收敛了 陈凡的事已经办完了 现在正朝市场外走去 之前他在摊位上只淘到了两种超等材料 有点差强人意 不过老巴特这次非常给力 足足淘到了六种 而且重量很足 霸虎提升境界 一个是看种类质量 另外一个就是看重量 这次种类虽然少点 但重量足 陈凡估摸着 应该能让霸虎提升到行星五阶 另外 现在陈凡也有了一些想法 当初周震虎首长和他确定 将送一批人到美拉达尼辛的奥莱里格城 陈凡当时的打算 就是把来的人安置在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因为足够安全 不过怎么安置 陈凡也想过很多 但一直没找到很好的思路 现在看老巴特的生意这么火爆 到时候 他们也可以开个类似的店铺 出来炸到没有本钱 这个不是事 他可以出 不过开店的话 老巴特几乎垄断了全场 一宇周壁的生意 想要打开局面 口碑就很重要 要想口碑好 收获就很关键 而这个太看运气了 陈凡倒是可以筛选出一些好的货 但他不能一直耗在这里 这是个问题 陈凡出了材料市场 就直接出现在了火种耗中 霸虎融合了这次逃来的八种材料 果然突破到了行星五阶 不过这八种材料中 有三种是和霸虎之前的十六种材料重合的 也就是说 虽然境界提升到了行星五阶 但金属特性只增加了五种 这时候 智脑已经在美拉达尼星上 筛选出了最适合陈凡当前厮杀的地方 他正准备赶过去 不过就在这时 眼前的虚拟投影上 一条信息弹了出来 是震惊星空海道军团发来的 提醒陈凡有一支他们的军团正在多兰星上行动 还附上了坐标 多兰星 陈凡惊艺 看坐标 距离美拉达尼星不太远啊 另外 一边的智脑也给出了详细的信息 从美拉达尼星到多兰星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一天半 去 这个必须去 陈凡惊喜 之前的地方都要几个月 他不敢耽搁那么长时间 一天半的话就很好接受了 智脑 去多兰星 陈凡直接到 收到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而后火种号直接顿入亚空间 急速飞掠起来 蓝星 自从新联盟公布了选拔人员送入宇宙的计划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报名者众多 当时消息公布的第一个小时 报名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 不过周振虎有着自己的考虑 这第一批 人数不宜太多 人越多 就会给陈凡天更多的麻烦 另外 最好和陈凡认识 或者亲近的人 这样在梅拉达尼兴 更好相处一些 再有就是 周振虎还结合了陈凡的建议 最好有一定的经商经验 奥莱里格城 是区域性的材料交易之都 有经商经验 或许可以更好地打开局面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 最终第一批的名单确定了下来 名单上只有两个人 第一个是杜长泽 杜长泽是陈凡的好兄弟兼同学 觉醒的能力是窥探未来 家里在江南基地市舞者大厦经营着一家叫万圣阁的材料店铺 他从小耳濡目染 很多时候杜传儒不在 都是他来独当一面 基本上符合了所有的考量标准 至于第二个人 叫唐天赐 当时选拔委员会在问及和陈凡认不认识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了他和偶像的合影 背景是个厕所 周围人来人往 唐天赐还拿出了一个视频 视频上是唐天赐的家 陈凡和唐天赐在坐着聊天 其实那是陈凡去找超等材料的时候 不过唐天赐可不管这些 一张照片 一个视频 你们说 我们认识不认识吧 哼哼 我还没告诉你们 我还是无脑军团 驻江南基地市的团长呢 接下来 通过对唐天赐的了解 选拔委员会得知 唐天赐的觉醒能力 竟然是气韵 气韵这东西 悬之又悬 这可能是蓝星的独一份吧 选拔委员会也调查过 唐天赐的这个气韵 是真有点东西的 他热衷于逛跳灶市场 经常能逃到好东西 了解到这里 周振虎直接拍板 锁定了唐天赐这个人选 这样说来 杜长泽和唐天赐都和陈凡认识 觉醒的能力也都不俗 一个是窥探未来 一个是气韵 别说给陈凡添麻烦了 说不定还能帮到陈凡呢 就比如窥探未来 周振虎记得 当初还是陈凡特别提醒他 优先给杜长泽 植入网络芯片的 用陈凡的话说 常泽的能力对他非常关键 另外一个是气韵 希望能给陈凡带来好运吧 再有就是 他们两个也都和市场有点关系 杜长泽的是经商能力 唐天赐靠的则是运气 这时候杜长泽和唐天赐正在聊天 杜长泽 团长 恭喜恭喜 唐天赐 副团长 同喜同喜 而后两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以后咱们兄弟在奥莱里革城 同心协力 一定在宇宙做大做强 创造辉煌 唐天赐憧憬的道 还有凡哥呢 杜长泽道 对 还有偶像 偶像带头 咱们只管冲就完事了 陈凡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个消息 是杜长泽和唐天赐过来 周震虎首长 真是有心了 不过让陈凡有些意外的是 唐天赐觉醒的能力 竟然是器语 他忽然想起 上次去唐天赐家寻宝的时候 那宝物堆积的到处都是 就像个小型的密宝库似的 也怪不得忽然 陈凡忍不住笑了 那等唐天赐来了 老巴特还不得被霍霍哭 还有之前陈凡在材料市场开店铺的想法 常泽有经商的经验 至于选货太看运气 一直没有解决的办法 现在 运气这不就来了吗 陈凡很期待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一天半就过去了 陈凡这时候 已经赶到了目标星域 不过震惊族的星空海盗还在 按照他们的规矩 陈凡是不能靠近的 星空海盗扫荡一个生命星球 要搜刮得差不多才算完 他们不要的 才会留给宇宙拾荒者 而整个过程下来 大概需要五到十天的时间 这时候 上百万的宇宙拾荒者 都在附近的星球上等待着 还有不少像陈凡这样刚来到的 五到十天 别人能等 陈凡可等不起啊 现在距离抹杀 还有三十九天 等上十天 距离抹杀 就只剩下二十九天了 而且 名次都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剩下的二十多天 如果名次补不上来 那就操蛋了 当然 陈凡从一开始 也没打算等 别人是为了石荒来的 他不是 他是冲着石荒者 和星空海盗来的 现在石荒者和星空海盗都在 还等什么等 小礼貌 吃自助餐了 陈凡换了声 小礼貌搜的一下就出现了 自助餐 奶呢 礼貌最喜欢吃自助餐了 陈凡笑道 你看周围 是你吃过的圆盘的饭饭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星球内 是震惊口味的 你想先吃哪一个 哪个好吃 小礼貌奶声奶气地问道 其实他吃过震惊 但他不知道名字 没吃过 不知道 但从价值上来说 震惊要贵重得多 陈凡道 那必须先吃震惊 嗷嗷嗷 冲冲冲 小礼貌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好 火种号直接朝着多兰星赶去 我靠 你们看 有一艘星空战舰 朝着多兰星飞过去了 宇宙石荒者中有人惊呼 胆子也太大了吧 哪里来的愣头青 这不明摆着找死吗 星空海盗扫荡过后是寸草不生的 哈哈 管他呢 一个小丑而已 火种号很快就靠近了多兰星 星空海盗一般最后才会取星河 所以现在多兰星还算完整 不过从太空看去 多兰星上不时雷云闪烁 到处升腾着滚滚浓烟 一心能看到一艘艘震惊打造的星空战舰 悬浮在高空 火种号直接朝着星空战舰群冲了过去 很快穿过了大气层 火种号出现在了星空战舰群的上方 火种号毕竟是19代星空战舰 即便已经60万年过去了 现在也有九星文明能打造出这样的战舰了 但对震惊新人来说 火种号依旧保持着巨大的优势 火种号都出现在头顶上了 震惊新人还毫无察觉 肉眼看 看不到 扫描也扫描不到 饭饭 都是好吃的饭饭 小礼貌一看到这阵仗 顿时就激动坏了 其他的你随便吃 不过遇到星河和超等材料 一定要留下来 知道吗 不然以后你就饿着吧 陈凡叮嘱道 小礼貌当即二哈瞪眼 JPG 你竟然威胁一个三岁的孩子 呜呜呜 不过这招真管用饲养员你就放心吧 然后 搜 小礼貌直接飞了出去 他速度太快了 快的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震惊新的星空战舰群 共有32艘战舰 中间的一艘是最大的 其他的31艘成战斗队型分布在他的上下左右 这时候最上方的一艘 也就三五个呼吸的时间就消失不见了 不止星空战舰不见了 连待在里面的震惊新人也一并不见了 这时候 中央最大的那艘星空战舰上 指挥台上一个红灯亮了起来 然后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怎么回事 这支星空海盗军团的最高指挥官 一名神色傲慢的恒星巴结 皱着眉头问道 回禀大帅 019号星空战舰失去联系了 坐在指挥台前的震惊新士兵会报道 失去联系了 恒星巴结的指挥官惊异 还默等他继续追问 这时候又亮起了一个红灯 021号星空战舰也失去联系了 士兵急切道 怎么回事 指挥官也急了 是联络故障吗 赶紧调出来外面的监控画面 是 然后大屏幕上很快就出现了外部的画面 这时候哪里还有019号和021号 没了 怎么会没了 就在这期间一个一个的红灯亮起来 同时外面的星空战舰也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不见了 嫡系 想到这指挥官更是惊悚 他堂堂恒星巴结的修为 竟然察觉不到敌人的任何踪迹 我震惊新人 防御力惊人 而且还能处呢 正常来说 很难杀死我们 现在怎么 这话还没说完 指挥官眼睛一下瞪得滚圆 一秒钟的时间 他所在的这艘指挥舰直接消失了一小半 也就在他瞪眼的功夫 他的身体都在消失 这个震惊新人的指挥官 有种感觉 他好像是在被吃 他难以置信 他空有横行巴结的实力 却一点招架的能力都没有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死了 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三十二艘星空战舰 包括里面的震惊新人 全部被小李帽吃了 陈凡惊叹不已 小李帽就是震惊新人天生的可行啊 无视境界 都是泛泛 星空战舰里的震惊新人 毕竟是少数 这支星空海盗军团的几十万大军 这时候大多正在地表烧杀抢掠呢 不过小李帽先回到了火种号 呼呼 过来 小李帽奶声奶气的道 霸虎温顺的走过去 小李帽触碰了下霸虎 当即霸虎的气息在节节攀升 陈凡能共享到霸虎的实时信息 行星六阶 行星七阶 行星八阶 连升三阶 看来 小李帽这次是吃爽了 还得是震惊啊 吃掉三十二艘震惊星空战舰和一些震惊新人 就能让霸虎连升三阶 而这还不算完呢 下面还有几十万的震惊新人呢 饲养员 该你了 小李帽奶声奶气的道 陈凡笑了 这小家伙不止一次喊他饲养员了 不过该我了是什么意思 你还能提升我的境界 像刚才小李帽吃掉震惊新人那样 陈凡的实力倒是会跟着提升 毕竟小李帽是陈凡觉醒的 他杀掉 包括吃掉的生命也会算在陈凡身上 但要说像霸虎那样 触碰一下就提升境界 陈凡感觉不太可能 想什么呢 小李帽奶声奶气的道 然后他飞过来 直接吐给陈凡一枚空间戒指 这空间戒指 是那个恒星八阶震惊新人的 他已经死了 这空间戒指就没了限制 陈凡很容易就打开了 空间戒指里有很多珍贵的宝物 不过最显眼的 还当属两个巨大的物体 那是星河 空间戒指里竟然有两颗星河 陈凡一下惊喜万分 这可是他心心念念的星河呀 星河牵扯到给火种号补充能量 至关重要 十颗星河为一组 陈凡手里的宇宙币能够买一颗 现在又得到两颗 这就是三颗了 哦 还有这空间戒指中的宝物 很不一般 全部卖掉的话 购买一颗星河 绝对绰绰有余了 那陈凡手里 就相当于有四颗星河了 好 好啊 小礼帽你这次可立大功了 陈凡摸了摸小礼帽 饲养员夸我了 开心 小礼帽兴奋地在空中滚来滚去 继续加油吧 尽量把空间戒指都给我留下来 等有了钱 就能购买足够的星河 到时候就能带你去找小青腰藤了 陈凡道 小青腰藤 小礼帽的声音低落了几分 不过他很快燃起了斗志 搜的一下 他冲向了地表 两个多小时后 小礼帽回来了 他吐给陈凡十几万个空间戒指 陈凡都惊呆了 你这是有多想念小青腰藤啊 你们不就是在一起打过滚吗 还有 在小礼帽扫荡震惊新人的时候 陈凡耳边的系统提示声 密集地都连成了串 足足十几万的震惊新人 被吃得干干净净 而且绝大多数境界都还不低 行星七阶八阶 恒星一阶二阶的比比皆是 这让陈凡的境界从行星五阶一路飙升 突破到行星六阶 然后七阶 陈凡在宿主中的排名 之前是2583 从奥莱里格城赶到多兰星的一天半 又下降了两个名次 降到了2585 不过现在 他的名次一下提升到了2550 这效率 比他和霸虎联手厮杀的时候都要高 提升了两个境界 名次上也更安全了 这让陈凡欣喜不已 还得是你啊 小李茂 虎虎 过来 小李茂又到 霸虎尝到了甜头 这次屁颠屁颠的就过来了 小李茂触碰了下霸虎 霸虎从行星八阶提升到了行星九阶 某李茂现在得意得很 哼哼 这个家没了我不行啊 陈凡 啊对对对 十几万个空间戒指 可是十几万个震惊新人的家底 卖掉的话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另外 在宇宙中空间戒指并不怎么值钱 但别忘了 这些空间戒指都是震惊啊 那就很值钱了 陈凡还想过抓一批震惊新人当材料去卖 想了想 还是算了 让小李茂吃吧 这次收获已经够大了 估计能买好多个星河了 就在刚刚 多蓝星地表 一个城市中 这城市早已陷入了混乱 横尸遍野 一个多蓝星的少年正在被震惊新人追杀 他一个少年怎么能跑得过强大的震惊新人 震惊新人已经追杀上来了 眼看就要将少年劈杀 少年绝望 他吓得爆头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不过 一秒钟过去了 三秒钟过去了 五秒钟过去了 他还活着 震惊新人 怎么还没动手 少年偷偷地通过缝隙 瞄了一眼 嗯 周围哪里还有震惊新人的综艺 不见了 怎么突然不见了 走了 不只是这个少年 接上其他的幸存者现在 也是一联盟 他们这是活下来了 智脑已经扫描了多蓝星的情况 东西被搜刮得七七八八了 人口被屠入的 也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陈凡可以继续震惊新人的行动 继续搜刮财富 斩杀多蓝星人 最后击穿多蓝星 带走星河 不过 陈凡没打算这么做 黑吃黑可以 如果让他滥杀无辜 他良心上 有点过意不去 虽然他是杀戮者 虽然这个宇宙 本来就是这么残酷 但陈凡 还是保存了一份良知 他不想让自己 变成一个 无情的杀戮机器 如果是那样 就算站在了宇宙巅峰 又如何呢 而且 像星空海盗 宇宙拾荒者这些 杀还杀不完呢 莫必要 让良心难安 很快 火种号冲入了 多蓝星的大气层 来到了附近的星球 这里现在几十万上百万的 宇宙拾荒者 还在老实地等待着 都不用陈凡说 小李茂 直接就飞了出去 陈凡和霸狐也出去了 嗖嗖嗖 小李茂一马当先 他锁过之处 星空战舰 兵器 盔甲统都消失了 卧槽 我刀呢 天杀的 我裤子呢 我星空战舰呢 宇宙拾荒者 顿时乱作一团 不好 这让我想到了 前段时间的八里星 那里 也发生了怪事 呜呜呜 我怎么那么倒霉 八里星的时候 我就在 这次又赶上了 上次我说 逃过一劫后 一定回母星的 结果星存侥幸了 还TM叽叽歪歪 快逃啊 有人大喊 不过他话音刚落 一股丰锐的气息 横扫过来 包括他在内的好大一片 宇宙拾荒者 全部被绞杀成虚无 上百万的宇宙拾荒者 顿时惊恐 当即四下逃窜 不过 陈凡是行星七阶 霸虎是行星九阶 他们在人群中 快速冲杀 霸虎有好几种速度 金属特性的加持 速度快得让人看不真切 至于陈凡 虽然神行早已跟不上现在的境界了 但陈凡对刀法的理解已经触及了到的层次 速度也是很快的 另外他有欲 在他刀欲范围内 行星八阶都得隐恨 不过宇宙拾荒者中根本没有行星八阶 最高也就行星七阶 行星八阶的话都有资格加入星空海盗军团了 时间在持续 小礼貌在大吃特吃 陈凡和霸虎则是大杀特杀 一个小时后 陈凡 小礼貌和霸虎都回到了火种号内 上百万的宇宙拾荒者 被击杀了半数 最开始是密集的人群 陈凡和霸虎游入无人之境 距离近的 基本上都没跑掉 只有那些距离远的 听到动静后 就分散逃开了 后面因为太分散了 陈凡也懒得追了 都不够时间成本 杀了五十万的宇宙拾荒者 虽然境界上不如之前的震惊星人 但胜在数量多 陈凡还是提升了一个境界 从行星七阶突破到了行星八阶 宿主的排名也从2550 提升到了2546 与此同时 霸虎也分散成机械兵蚁 飞武士 机械螳螂等 快速地将空间戒指都收了起来 这次没来得及转账 空间戒指可不能再忘了 智脑 返回奥莱里阁城 陈凡道 他现在手里有庞大数量的战利品 他得赶紧去卖掉 然后购买星河 他又不傻 震惊星人吃了大亏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面对强大的震惊星 提升一两个境界是没用的 只有火种号才能给他底气 收到 智脑回应 火种号当即冲天气 而后持续加速度 直至顿入亚空间 一个遥远的星球 巨大的城池中 尼姆莱昂穿上了裤子 进入了闲者模式 床上横七竖八的 躺着几个妙龄女子 都是一脸的陶醉 像是飘飘欲仙的样子 自从想开了之后 尼姆莱昂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最近这些天 他一直醉生梦死 你还别说 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 最潇洒 最快活 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光了 尼姆莱昂放飞自我了 也就不太关注自己的名次了 也就偶尔看看 原本以为自己都自暴自弃了 排名肯定垫底了 不过让尼姆莱昂惊讶的是 他的排名还是在两千七百 这是最后一百名都集体摆烂了呀 想想也是 反正都躲不过第二轮的抹杀了 在这最后的时光 还活那么累干什么呢 该快活的快活 该潇洒的潇洒呀 看到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 尼姆莱昂心里也舒坦了 另外 尼姆莱昂虽然不太关注自己的名次了 但他对陈凡的名次 是非常上心的 好像成了习惯 这一次 尼姆莱昂在床上大战了一天 现在终于有时间看排名了 上次看的时候 陈凡的名次是两千五百八十三 不知道现在是多少了 尼姆莱昂心里想着 然后他一个念头 宿主的排行榜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尼姆莱昂找到了陈凡的名字 两千五百四十六 尼姆莱昂一下瞪大了眼睛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赶紧揉了揉 再看 是两千五百四十六没错 短短一天的时间从两千五百八十三 提到了两千五百四十六 足足提升了三十七个名次 这是之前陈凡二十天都达不到的效果呀 现在只用了一天 尼姆莱昂不敢想象 这一天 陈凡干了什么呀 他都快酸成柠檬精了 对美拉达尼星周围星域 或者整个星罗宇宙国来说 星球被灭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根本算不上新闻 但是 震惊星的星空海盗军团被灭了 那就太是新闻了 而且是超级爆炸的新闻 这消息 很快就在星罗宇宙国传开了 并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美拉达尼星的同城频道 我没看错吧 震惊星的一支星空海盗军团 竟然被灭了 你没看错 是真的 我在知道这消息的时候 也是惊呆了 谁呀这么大的胆子 就是 震惊星的星空海盗军团 可是星罗宇宙国 乃至周围几万光年星域最大的势力 而且震惊星人向来傲慢 本来就不好伺候 现在竟然有人敢惹他们 会不会是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两家星空海盗军团干的 震惊星人一直打压他们 他们倒是有这个动机 不过就算他们联手 也不是震惊星人的对手啊 也是 震惊星人的体制太特殊了 防御力极强 还能储能 高出四个武境界 都很难杀死他们 甚至有可能会被他们储能的攻击 一招反杀 震惊星人能在星罗宇宙国 横行那么多年 不是没道理的 不止震惊星人 连宇宙拾荒者也跟着遭殃了 听说被杀了几十万 说到宇宙拾荒者 前不久在巴里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都是有人追杀拾荒者 而且星际战舰 兵器 甚至盔甲裤子 都莫名地消失了 哦 还有这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我怎么知道的 两次我都经历了 你说 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 两次裤子都没了 太变态了 现在我都有阴影了 噗哈 真的假的 那你命还怪大的呢 不是命大 其实是 已经死了两次了 我觉醒的能力是分身 每次行动的时候 我都会在安全的地方留一个分身 只要分身和本尊不同时死亡 我就能活下来 分身啊 牛逼 我感觉 这是肯定和追杀宇宙拾荒者的那人 脱不了干系 有照片吗 让我看看 是何方神圣 当时都吓尿了 恨不得第三条腿都用来赶路 谁还有功夫拍照啊 你们是不是没关注到重点 震惊星人可不是吃亏的主 这次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是捅大篓子了呀 是 接下来估计整个星罗宇宙国都不得安宁 我们美拉达尼星距离事发的多兰星最近 肯定首当其冲 希望震惊星的那些疯子 不要把怒火发到美拉达尼星才好 应该不会吧 咱们美拉达尼星可是有好几座星罗店的 也不是吃素的 诸位 接下来肯定要热闹了 咱们坐等 看戏便是 就是 早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到时候就知道是何方神圣了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伯鲁知道这消息后 也是吃了一惊 谁啊 这是 这么大的胆子 震惊星人在 星罗宇宙国 可是出了名的傲慢狂妄 平常大家躲还躲不及呢 现在竟然有人灭了他们的星空海盗军团 可算是捅破天了 这绝对是星罗宇宙国最近几十年 最爆炸的事情了 震惊星人发起风来 是很恐怖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 局势肯定不太平 伯鲁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陈凡 陈凡兄弟出来乍道 他得提醒一句 很快 伯鲁就发起了视频申请 这时候 陈凡在火种号内也没什么事 智脑提示 星罗店店主伯鲁申请通话 陈凡赶紧接了起来 陈凡兄弟 伯鲁笑着招呼道 伯鲁大哥 陈凡也笑着喊道 伯鲁直奔主题 兄弟 网上的信息你看了吗 震惊星的一只星空海盗军团被灭了 接下来 震惊星人肯定会发了疯的报复 可能会动乱一段时间 你多注意安全 实在不行的话 你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这肯定没问题 伯鲁的语气 有些严肃 民众 现在宇宙网络上 到处都在热议这事 陈凡当然也知道了 他笑道 谢谢伯鲁大哥的提醒 我会小心一些的 嗯 伯鲁点点头 然后他随口问了句 兄弟你现在在哪呢 陈凡就发了一个自己的实时坐标 伯鲁一看 有些惊讶 竟然距离这次的事发之地 多蓝星 不远 陈凡兄弟 你怎么在那里啊 这次多蓝星 还有附近的星球上 星空战舰 兵器和盔甲什么的都消失了 你没被波及吧 伯鲁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 陈凡笑道 没事就好 快离开那里吧 嗯 现在正在往美拉达尼星赶呢 陈凡道 伯鲁听到这 才算放心了一些 关掉视频通话后 伯鲁也没多想 没事就好 这些事 他根本不会往陈凡身上想 他脑子又没被驴踢 陈凡兄弟 才行星五阶 震惊人的星空海盗军团 最弱的都比陈凡强 而且 震惊人因为自身材料的原因 寻常高出好几个境界 都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 怀疑谁也不能怀疑陈凡兄弟啊 伊迪斯也看到了消息 他忍不住地变了变脸色 主要这事情太大了 还有 震惊心人向来傲慢得很 平常收发快递的时候 接触到震惊心人 都是很难伺候的 现在有人惹了他们 那还了得 伊迪斯也不知道是谁 不过他最好自求多福吧 这是肯定没完 心比去隔时间 一点一点地流逝 这件事还在持续发酵 一时间 很多心域都风声鹤唳 尤其是距离多蓝星 比较近的美拉达尼星 这消息太爆炸了 就连蓝星也知道了 虽然这是很多蓝星人 第一次听说震惊足 不过通过了解 他们都认识到了 震惊心人的强大 震惊心人 抗打耐揍 受到的攻击 还能进行储能 如果不能 将他们一击必杀 那么最后很有可能会被他们耗死 而打死自己的 可能还是自己的攻击 该说不说 这有点无解 宇宙之大 真是无奇不有 竟然还有这么变态的生命 谁嫌着没事 惹他们干什么呀 我不这么认为 能灭掉震惊心的一支 星空海盗军团 以及十几万的震惊心人 这妥妥的是一位大佬啊 这事放在咱们身上 会感到窒息 但放在人家大佬身上 也许就是轻轻松松的事 甚至 就像吃饭一样简单 现在整个星罗宇宙国 都在热议这事 猜测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如果这事发生在蓝星 就很好猜了 滑稽 凡是超乎想象的 而且不知道是谁的 一略按陈凡处理对吧 无脑军团前来报道 来了来了 你们说这条真理 在宇宙中试用不 卧槽 你还别说 陈凡在的美拉达尼星 距离多蓝星 还真不太远 虽然我也是 无脑军团中的一员 但陈凡灭掉震惊心 空海盗军团 我真不敢想象 我也是 千万别试用啊 震惊心太强大了 咱们蓝星惹不起啊 放一百个星好了 绝对不会是陈凡的 另外 也是在今天 蓝星还发生了一件 急剧历史意义的事情 继陈凡主动冲出蓝星之后 第二批人员 也将在今天出征 江南基地是 唐天赐的家 唐天赐的队友们 都来送行 队长 明哥 还有诸位哥哥们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先去美拉达尼星 给你们探探路 回头你们都去 唐天赐哈哈笑着说道 臭小子 谁担心你了 就你还用得着担心 明哥笑着道 队友们都笑了 就是 你这家伙一去 不知道要和和谁呢 天赐 加油 给咱们东方特战小队争光 队长重重地拍了拍 唐天赐的肩膀 队长放心 这必须的 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 唐天赐斗志昂扬的道 另外一边 杜昌泽也在和家人队友们告别 杜传儒 朵朵 薛志刚 方如 杨柯都来了 杜传儒本来是很担心的 但一想到是去找陈老弟 他才放心了一些 朵朵泪眼婆娑的 很是不舍 不过他爹告诉他 是男人就得去闯 如果他真的在外星闯出来点名头 这个女婿他就认了 别哭了朵朵 杜昌泽温柔地替朵朵擦掉眼泪 清清走了 陈凡走了 现在连你也要走了 朵朵越说越伤心 越说越不舍 以后你也会走出去啊 到时候你 我 凡哥 钟晴 我们一起在宇宙中闯荡 杜昌泽说道 朵朵擦掉眼泪 重重地点了点头 杜老弟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也会尽快出去的 薛志刚到 自从修炼了刘影刀法之后 他的战力飞速提升 尤其是在和陈凡交流之后 更是突飞猛进 现在薛志刚 在霸虎试炼塔的虚拟对战空间里 已经能击杀聚零五层进的对手了 等到了林海静 也就是行星级学徒 有机会的话 他也会出去闯荡 那可说好了薛哥 到时候方姐和杨哥都去 我在梅拉达尼星等你们 今后让咱们天药特战小队 在宇宙中扬名 杜昌泽笑着道 方如和杨科也都笑了笑 很快 杜昌泽和唐天赐都来到了集合地点 伴随着三 二 一的倒计时 星空战舰冲天起 这是蓝星非常重大的时刻 此时 全蓝星人都在通过直播观看 这艘星空战舰已经设定好了目的地 基本上不太用操控了 不过在确定名额之后 杜昌泽和唐天赐在霸虎试炼塔里 也突击培训了下 驾驶星空战舰的技能 如果遇到突发情况的话 也可以切换手动模式应付 此时 星罗宇宙国的某处 无垠的星空中 漂浮着一颗巨大的星球 这颗星球 和其他星球不太一样 竟然通体都是金属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镇晶星了 镇晶星上的一切都是镇晶 包括花草树木 连建筑也是 现在镇晶星上下都是震怒 连镇晶星的领主都惊动了 一直以来 镇晶军团所向披靡 还从来没遭遇过这么大的损失 镇晶族的星空战舰 都是带有360度全景监控的 并且监控的画面 会实时地传送到镇晶星的数据库 以备不时之需 此时 一个恢弘的电雨内 镇晶领主和一众高层都在这里 他们已经调取了 星空战舰群毁灭前的影像 影像上 钢铁洪流一般的星空战舰群 悬浮在多兰星的上空 忽然 监控画面里 旁边的019号星空战舰 消失不见了 紧接着 在旁边的021号星空战舰 也消失了 毫无征兆 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 震惊领主 脸色深沉得可怕 把019号星空战舰消失前的前五秒 放慢十倍 是 有人领命 很快 放慢了十倍的影像呈现了出来 影像是三维立体的 可以旋转和局部放大 在放慢十倍的情况下 震惊领主 以及一众高层 把019号星空战舰的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都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依旧没找到任何线索 把播放速度提到最高的六十倍 震惊领主再次开口道 是 很快 放慢了六十倍的影像呈现出来 六十倍下的影像更慢了 是一帧一帧的播放 而且甚至每一帧上 还会有些许的停留 震惊领主等人 再次仔细地 把019号星空战舰观察了一遍 嗯 震惊领主敏锐地发现了端倪 在019星空战舰的上方 好像有一个金色的光点 一闪而逝 震惊领主还有点不确定 他立刻让人回放 你们都仔细看 这一次 其他高层也都看到了 是 有一个金色的光点 众人都有些振奋 立刻将这局部放到最大 很快 局部放大了 不过放大后的画面非常模糊 看不真切 然后调整清晰度 一顿操作之后 一张清晰的画面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那是一道暗金色的光芒 在这光芒刚触碰到019号星空战舰的时候 019号星空战舰就消失了 很诡异 震惊领主紧锁着眉头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什么东西 触碰一下就消失 这是什么手段 单纯知道是一道光 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还是不能锁定凶手 领主大人 我这还有点消息 这时候 一个震惊心高层说道 哦 说 震惊领主深沉得道 这次 不光是我们的星空海盗军团 连跟着我们的宇宙拾荒者 也遇到了情况 他们的星空战舰 兵器 甚至是盔甲 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应该也是 这道光干的 不过他们的人没事 这道光 似乎对血肉之躯不感兴趣 倒是有一个人 在追杀这些宇宙拾荒者 无独有偶 在前一段时间 巴里星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也是星空战舰等莫名其妙的消失 也是有人追杀宇宙拾荒者 而且 根据我了解到的信息 那次巴里星上 比较有规模的钢铁城池 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道光 似乎对金属很感兴趣 甚至 有可能以金属为实 听到这 震惊领主和其他高层 心头都是一跳 以金属为实 这不装刻他们吗 震惊领主深沉的道 这条信息很关键 其他震惊星高层 也都是点头 有人严肃道 短时间内就能消灭掉 我们一只星空战舰群 而且连恒星巴结的索尔 都没有反抗之力 绝对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得不防 是啊 必须尽快铲除掉这个隐患 那怎么办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道光是什么东西 在这道光上 确实发现不了更多的线索了 不过我们可以 从追杀宇宙拾荒者的那个人 身上入手 那么多宇宙拾荒者 肯定有幸存的 也一定有人见过那人的样貌 文言 大家都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茶 给我茶 震惊领主 表情变得扭曲猙獰起来 另外 传我命令 所有在外的星空战舰群 立刻返回震惊星 同时追查凶手这事 让我们的附庸势力去办 我们的人不要在外活动了 还有 在星罗宇宙国内 发布最强招募令 召集各方强者 守护我震惊星 凡是在这关键时刻 站出来帮忙的人 以后都是我们震惊星的朋友 是 震惊星其他高层 都是应名 现在震惊星人 确实不宜在外活动了 甚至那道光 对震惊星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么 领主大人发布招募令 这一步走得就太妙了 震惊星威名在外 一直都有很多势力 想和他们打好关系 震惊星向来傲慢 只是偶尔会挑选一些条件不错的 收尾附庸 至于其他的 他们都不屑一顾 现在对外发布招募令 就相当于给了那些势力一次机会 肯定响应者众多 蜂拥而至 众多高层都振奋不已 哼哼 敢和震惊星作对 那就让你感受下 震惊星的能量有多恐怖 震惊星发布最强招募令之后 顿时在整个星罗宇宙国都 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的天 我没看错吧 最强招募令 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让震惊星如此如临大敌 你还别说 能轻松灭掉一只震惊星的 星空海盗军团 威胁到震惊星 也是正常的 兄弟们 这可是教好震惊星的好机会啊 是 千载难逢 不说了 我先冲了 我也冲 我 我是宇宙拾荒者 经历过巴里星的追杀 我知道那凶人长什么样子 这个应该有用吧 你知道那凶人的样子 我不信 除非你说给我听 让我也听听 滚 这时候还在网上闲聊的 往往都是一些小虾米 真正有些势力的 现在都已经联系震惊星了 甚至有的都已经在朝震惊星赶了 同时 为了撇清嫌疑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星空海盗军团 也纷纷表态 将会和震惊星一道 追查凶手 尽快平息这场风波 另外 还有一些星罗店也表态了 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震惊星在星罗宇宙国 算是非常强大的星球 在宇宙国中 也有着很高的话语权 这些星罗店的店主 都是人精 能在这个时候 送个顺水人情 对他们以后的发展 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件事在美拉达尼星上 也传得沸沸扬扬 奥莱里格城 伯鲁当然也知道了这消息 而且他是投资大师 也明白其中的投资价值 如果能趁这个机会 和震惊星人交好 也确实不错 不过就是因为 他是投资大师 这次 他反而没有轻举妄动 虽然震惊星人 一呼万应 在星罗宇宙国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阵仗很大 看似掌握着绝对的优势 但那位神秘人 能轻松灭掉震惊星的 一支星空海盗军团 显然也不简单 伯鲁的投资嗅觉 非常敏锐 他感觉这件事 好像并不简单 还是先静观其变吧 他投资讲究的试文 绝对不做任何有风险的投资 投资和其他事物不一样 一次投资失败 就有可能让自己万劫不复 再说了 都看出来的价值 那也叫投资 怎么体现出 我投资大师的能力 震惊星的影响力太大了 效率也极高 他们甚至都不用去找目击者 那些见过陈凡的宇宙拾荒者 就主动地送上门来了 按照他们的描述 并且配合震惊星的 高等文明手段 震惊星族获得了一个画像 这画像竟然和陈凡有九分相似 竟然是个蓝星人 这是震惊星人第一次知道蓝星 但并不妨碍他们 确定陈凡的身份 在宇宙国注册后 种族 样貌 文明等级等信息 就会并入宇宙网络信息库 任何星域的官方都能查询 星罗宇宙国的星罗殿 就有这样的权利 一些想交好震惊星的星罗殿 直接就给震惊星开了后门 最后确定 是蓝星人 那个所谓的凶人 就是蓝星的领主 名字叫陈凡 而蓝星竟然只是一个 刚注册的二星文明 震惊星人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就这么一个弱小的星球 他们的星空海盗军团 每年不知道要灭掉几万个 现在竟然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全力缉拿陈凡 直接杀了 都太便宜他了 给我抓活的 另外 立刻派人前往蓝星 先把蓝星给我轰了 灰红的电雨内 传出震惊领主愤怒的咆哮声 是 一时间陈凡的画像 传遍了整个星罗宇宙国 这在星罗宇宙国的 无数个生命星球上 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凶人 就这 我还以为是三头六臂呢 看起来好弱的样子 都没我大腿高 震惊足这效率 真是没话说 就是快 这么短的时间 就水落石出了 这小子是再劫难逃了 他的母星也要完蛋了 唉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现在后悔也晚了 现在到处都是缉拿陈凡的人 这要是能抓到陈凡 那绝对是投工一剑啊 话说兄弟 你怎么还在这里 怎么不去 我也想啊 可实力不允许啊 伯鲁在看到陈凡画像的时候 下得手一哆嗦 他目瞪口呆 心中更是泛起了滔天巨浪 一副极度不可思议的表情 是 是陈凡兄弟 怎么可能啊 伯鲁惊欲诀 他忽然想起来 上次陈凡还要来美拉达倪星 我的兄弟啊 快逃吧 有多远逃多远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伯鲁赶紧向陈凡 发送视频通话 陈凡接得很快 伯鲁大哥 陈凡出现在投影上 他笑着道 我的兄弟啊 你还笑得出来 我刚看到网上的信息 真是你吗 伯鲁惊颤地问道 是我 这次陈凡也没隐瞒 他也知道 震惊星人肯定能查到他身上来 不过没想到这么快 听到这话 伯鲁心弦更是颤了颤 兄弟啊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你现在在哪里呢 快逃 逃得越远越好 至于蓝星的事情 你不用管 幸好蒙特已经提前上路了 应该来得及 到时候蓝星有了星罗殿 震惊星人也得忌惮一二 我会尽力 和他们周旋 伯鲁急切地道 陈凡有些动容 谢谢伯鲁大哥了 震惊星那么强大 大哥你还甘愿为我冒险 我很感动 不过这件事 你不用掺和 我能解决 你能解决 你拿什么解决啊 兄弟 你可别冲动 听了陈凡的话 伯鲁有些着急了 他是坚定站在陈凡这边的 不过奈何能力有限 他是抗衡不了震惊星的 只能给陈凡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伯鲁大哥放心 我有分寸 还有 大哥最近少和我联系 免得给你惹来麻烦 等我解决完震惊星的事之后 再去奥莱里格城找你喝酒 陈凡兄弟 你可别小看我 我伯鲁可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你有需要随时开口 伯鲁很郑重地道 我会的 陈凡笑着道 两人又简单聊了几句 才结束了通话 不只是伯鲁 伊迪斯在看到陈凡画像的时候 心中也是泛起了滔天巨浪 他双目瞪的滚圆 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根本不敢想象 灭掉震惊星星空海道军团 两次追杀宇宙拾荒者的凶人 竟然是他认识的陈凡 要知道几个月前 他第一次见陈凡的时候 陈凡还是行星学徒啊 现在都这么强了 伊迪斯震撼之余 也本能地提陈凡担心起来 对方可是强大的震惊星啊 震惊星的影响力太恐怖了 一呼万应 现在好多势力都在追杀陈凡 他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 希望陈凡阁下能逢凶化吉 顺利度过这一劫吧 善良的伊迪斯默默地为陈凡祈祷 不过他虽然祈祷着 但他也明白 恐怕很难了 奥莱里格城 金属交易市场 一元店 老巴特还在柜台前忙着收钱 现在他店里依旧人头攒动 这钱啊 收不完 根本收不完 老巴特心里那个美啊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啊 收钱收到手抽筋 希望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 就目前的情况看 市场上那些模仿他的 没有一个能打的 以后 他这也算稳了 就在这时候 忽然有人喊了句 震惊新人已经找到凶手了 还发布了画像 正全力通缉 听到这话 店铺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查看起来 包括考巴特 老巴特眼前的虚拟网络上 很快就出现了相关的信息 他一看 整个人都瞬间石化了 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 连烟斗都掉在了地上 陈 陈凡 老巴特心惊肉跳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是他 老巴特极度地不可思议 不过震惊新人已经发布了画像 应该错不了了 天哪 老巴特惊颤 还有这个蓝新人不敢的吗 上次他行星一街的时候 惹了老吉姆 这才短短几个月后 更夸张 竟然惹了震惊新人 老吉姆那次 是由奥莱里格城的 新罗店店主撑腰 看这次 谁还能给他撑腰 面对震惊新人 就算是新罗店店主 也得客气几分啊 这时候 店铺内一轮纷纷 蓝新人 好像听说过 不过在哪里听说的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我还感觉他 有点面熟呢 我也是 我绝对见过他 但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得了 你们傻啊 不会在网络上搜一下吗 陈伐 你们还记得两个月前 老吉姆的事情吗 啊 我想起来了 是他啊 巴特老板 你肯定一眼 就认出来了对不对 你还真鸡贼啊 竟然不说 老巴特只是笑了笑 依旧什么也没说 上次陈凡和老吉姆冲突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多说话 差点遭了报复 现在好赖是不说了 不多说 不站队 安心吃瓜 虽然这次他说点什么 应该也无所谓 毕竟陈凡肯定在劫难逃了 但是 万一呢 大家本来都 等着巴特老板说几句的 但看对方吓得那样 顿感无趣 他们自顾聊了起来 这个叫陈凡的蓝星人 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压力一下就给到了伯鲁店主 是啊 现在可都知道 他和陈凡的关系非常好 现在 摆在店主大人面前 只有两条路 要么立刻和陈凡划清界限 并且以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立场 要么就是 和震惊心为敌 你们说店主大人会选哪个 这还用说吗 能坐到店主的位置 都不傻 肯定选前者 我感觉也是 我刚刚在网上搜了下 店主大人迄今还没表态啊 别急 估计很快了 压力除了给到店主大人之外 也给到了蓝星 蓝星只是一个刚注册的二星文明 在震惊心面前弱小的 甚至不值一提 现在听说 已经有星空战舰赶往蓝星了 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这是个悲剧 现在蓝星也知道了消息 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会吧 真是惩罚啊 实锤的兄弟们 真理同样适用于宇宙 虽然我很害怕 但我还是要喊上一句 牛逼 破音 陈凡大佬 不愧是你 怕个毛啊 如果不是陈凡 我们早就死了 大佬尽管在宇宙中闯 什么结果我都认 对 这是一下轰动了整个星罗宇宙国 咱们蓝星也算是阳明了 陈凡大佬 陈凡大佬 都这时候了 还有空讲一下隐身术吗 看来是没希望了 卧曹 伊丽哥 又是你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对隐身术这么执着呢 楼上的兄弟 好奇的不止你一个 已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了 每次被问解 我都是微微一笑 现在蓝星都快完了 那我也没什么顾虑了 就直说了 我心心念念的女澡堂啊 卧曹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哈哈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蓝星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人生绝对不能留下遗憾 阿珍 我爱你 什么 阿珍你已经爱上了阿强 兄弟们 话说你们都这么悲观的吗 你们这是 对陈凡没有信心啊 别忘了 他可是陈凡啊 创造过无数奇迹的陈凡 卧曹 本能地被震惊心的强大给吓住了 哎呦我去 脑子什么时候突然回来了 赶紧扔了 对 陈凡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 我忽然不怕了 甚至还有点想笑 该说不说的 震惊心 你贪上市了 从蓝星赶往美拉达尼星的星空战舰 现在还在虫洞中穿梭着 这个旅程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唐天赐是从来不修炼的 这二十天的时间 对他来说 还是很难熬的 刚开始的几天 他还能坚持坚持 到后面 他实在无聊了 就拉着杜长泽玩牌 只有两个人 连斗地主都玩不了 只能玩点最简单的打发下时间 嗯 确实很简单 比大小 谁输了就在谁脸上贴一个纸条 然后才几分钟的时间 杜长泽那圆润的大脸上 就贴不下了 他从开始到现在 就没赢过一次 杜长泽忽然如梦初醒 自己和这个挂逼玩什么呀 这不是找虐吗 不玩了不玩了 杜长泽一边扯着脸上的纸条 一边说道 这次唐天赐也没抢球 对手太弱了 老是赢也没意思 副团长 以后 你这排技要练练了 唐天赐有些失望的道 杜长泽翻了个白眼 TM刚才玩的是比大小啊 和我的排技有什么关系 你就不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不过杜长泽也懒得说了 啊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唐天赐百无聊赖的道 这宇宙真麻烦 赶个路就需要二十天 如果以后 从蓝星到美拉达尼星 搜的一下就能到 搜的一下又能回去 那样就好了 你说的是空间门吧 想什么呢 就算通过虫洞 蓝星和美拉达尼星 也有几万光年的距离 怎么可能搜的一下就能来回的 杜长泽哈哈一笑 我希望有 唐天赐很认真的道 你希望有 就会有啊 你以为你是 杜长泽本来是要打去唐天赐的 不过话说到一半 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唐天赐 可是老天爷的亲儿子啊 本来是不可能有的 但他这一希望 那可就说不准了 接下来杜长泽就在一边开始修炼起来 唐天赐可以不修炼 他是老天追着喂饭吃 他可比不了啊 唐天赐只能上网 打发打发时间了 星空战舰内 也变得安静下来了 不过 忽然 卧槽 唐天赐惊叫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 这突如其来的 杜长泽被吓的一个机灵 连身上的肥肉 都跟着颤了颤 灭掉震惊新海盗军团的神秘大佬 身份确定了 唐天赐一副极度震惊的表情 确定就确定呗 这不早晚的是吗 你鬼叫什么 杜长泽道 是我偶像是就是被什么 是你偶像 凡哥 卧槽卧槽卧槽 杜长泽鬼叫X3 他也赶紧上网查看 这一看他顿时惊掉了下巴 还真是天哪 这怎么可能 是凡哥灭了震惊新的星空海盗军团 杜长泽极度不可思议的道 这时候 唐天赐反而先冷静了下来 怎么不可能了 副团长 别忘了你的身份 杜长泽一正 是啊 我可是无脑军团的人啊 信念怎么能动摇 凡哥牛逼 不过先不说了 现在凡哥肯定压力很大 我得赶紧做梦去 争取能给凡哥提供一些帮助 杜长泽急匆匆地就去休息室了 那我就为偶像祈祷吧 唐天赐也想做点什么 可他没有副团长的能力 不能为偶像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也只能祈祷一下了 希望偶像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逢凶化吉 实力突飞猛进 巴拉巴拉弹杰扶着墙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次是三个恒星级的强者 前后上下地夹击他 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过好在他坚持了下来 正常来说 弹杰刚刚经历完激烈的战斗 肯定是要休息一下的 但他刚才看到了陈凡的消息 哪里还顾得上休息 纵使双腿发颤 他也要去找钟晴 步履蹒跚地来到了牢笼 钟晴看到弹杰本能的一喜 这些天 每次弹杰过来 都会给他带来陈凡的消息 弹杰来到钟晴跟前 在坐下的时候 似是牵动了伤口 痛得他直抽凉气 钟晴 陈凡他 弹杰有些急切地开口 不过话说到一半 看着满是期待的钟晴 他忽然有些开不了口了 嗯 你说 钟晴有些激动地等着下文 陈凡他 没什么消息 应该是在修炼吧 不过没有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弹杰挤出笑容道 他最终决定 还是不把这个恶号告诉钟晴了 钟晴知道了 也帮不上什么 只会让他担心痛苦煎熬 只希望陈凡能度过这一劫吧 虽然这很难 但他是谁 他可是陈凡啊 没有陈凡的消息啊 钟晴略感失望 不过想想也是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总比传来不好的消息 比如陈凡在追杀 陈凡遇到了什么危险等等 要好吧 星笔去隔 时间飞速流逝 陈凡终于来到了 美拉达尼辛的奥莱里格城 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气派的大门前 陈凡在交了一枚宇宙壁后 走了进去 在这里职守的士兵 以及周围来来往往的人 都没在意他 现在陈凡的画像铺天盖地 倒不是说他们认不出陈凡来 而是他们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陈凡的真容 陈凡又不傻 都这个时候了 还明目张胆地招摇过世 尤其是还没给火种号补充能量之前 这不是找死吗 现在陈凡在外人眼里 是耳朵尖尖的祸索恩族 就是老巴特那个种族 这不是一荣术 而是智脑利用机械文明的手段 在陈凡面部投影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样貌 陈凡还是那个陈凡 不过在外人眼里就不是了 这种虚拟的样貌并不是万能的 一些强大的存在就能识破 不过在奥莱里格城这地方 用用是足够了 现在出售东西 购买星河 给火种号补充能量是重中之重 陈凡直接来到了清风阁 不过还有一点 陈凡买卖东西 不能收钱 收钱转账的时候 他的信息就暴露了 不能收钱和付钱 这也难不倒陈凡 在哪里买 也在哪里卖就行了 欢迎阁下光临清风阁 不知您是想买东西 还是卖东西 清风阁的老板笑脸相迎道 他和陈凡打过交道 不过现在他看到的 只是一个以金鸣狡诈而闻名的霍索恩族人 也买也卖 陈凡回答道 同时问了句 星河什么价格 清风阁老板 心下一席 没想到 是个大生意上门了 星河一千万宇宙币一颗 他的价格已经很透明了 除了受供需关系影响 偶尔有些波动之外 大多时候都是这个价格 老板对陈凡更热情了几分 大客户当然得热情一些 陈凡点点头 老板这里有多少 多少 清风阁老板心头一跳 这生意可能比他想的还要大 同时他得意道 我清风阁的星河数量 是整个市场上最多的 足足有三十颗 绝对能满足您 不知阁下 打算要几颗 只有三十颗呀 那我全都要了 陈凡道 清风阁老板经的一个量呛 全 全都要了 一颗星河 一千万宇宙币 三十颗 就是三亿宇宙币呀 多少年不见一个这么大的生意了 陈凡也不废话 哗啦一声 十几米高的物品堆积成了山 这些都是陈凡斩杀宇宙拾荒者的战利品 就单单上次 上百万的宇宙拾荒者 被他杀了三分之一 收获的战利品 是非常夸张的 就算每个宇宙拾荒者的物品 只能卖一千宇宙币 三十多万宇宙拾荒者 那也是三个多亿宇宙币了 当然 有的肯定不止一千宇宙币 清风阁的老板都惊呆了 真堆积如山啊 他赶紧将店里所有的伙计招来 快速地忙碌起来 他们手里都拿着一个智能设备 一下就能扫好多件物品 大屏幕上就会累计相应的价值 效率还是非常快的 不过就算这样 还是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大屏幕上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三亿 而地上的物品大概还剩下七分之一 好了 陈凡直接叫住 然后将剩下的物品收了起来 阁下 剩下的这些怎么不一并卖了 清风阁老板道 不卖了 够星河的钱就可以了 陈凡道 好好吧 那我去给您取星河来 新笔去阁清风阁老板道 好 陈凡点头 很快 星河取来 陈凡将其收了起来 您慢走 如果还有需要的话 欢迎下次光临 清风阁的老板亲自把陈凡送到门外 这次陈凡一下购买了三十颗星河 加上手里本来就有的两颗 就是三十二颗 不过陈凡还不算完 星河这东西当然越多越好 现在他手里还有东西出售 那就继续 接下来陈凡扫荡了大半个市场 把手里能出售的东西全部出售掉 换成了星河 其中包括宇宙拾荒者剩下的七分之一战利品 那些购买了五颗星河 再有就是小礼帽给他的十几万个震惊星人的空间戒指 震惊星人可是要比那些底层的宇宙拾荒者 富有的多 不过有一点 震惊戒指和其他震惊材质的东西 陈凡没有出售 现在震惊这个字眼太敏感了 尤其还一下拿出那么多震惊空间戒指的话 那就不是会不会被怀疑的事情了 基本上就是自曝身份了 不过饶是如此 十几万震惊星人的战利品 还是让陈凡兑换到了42颗星河 本来的32颗加上5颗 再加上现在的42颗 那就是79颗星河 能用七组 剩下的9颗暂时不能用 差一颗 不过 幸好陈凡手里 还有一千多万的宇宙币 于是又买了一颗 这样 陈凡在短短的时间里 就凑够了八组星河 陈凡刚得到火种耗的时候 动力系统这块 能量还剩余3% 这段时间使用 下降到了2.9999 9999997 补充了八组星河之后 这串数字又发生了变化 重新变成了3% 智脑 去震惊星 需要多长时间 陈凡道 震惊星距离美拉达尼星7万光年 以目前的状态 赶往需要127天 智脑回答道 127天 太慢了 蓝星根本支撑不了那么久 陈凡皱着眉头道 我可以解除火种耗的一级限制 最快13天就可以到达 不过解除一级限制后 能量消耗会很大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 陈凡眼睛一亮 13天可以 解除一级限制 全力赶往震惊星 他直接道 之前陈凡不敢这么做 是因为他没能力给火种耗补充能量 现在就没了这个顾虑 这次他能搞到8组 下次就能搞到80组 收到指令 智脑硬道 然后火种耗瞬间顿入压空间 速度之快 不知道是之前的多少倍 快到压空间内的光线都变得扭曲起来 这时候小礼貌兴奋地飞了出来 又是去吃叫自助餐的饭饭吗 小礼貌奶声奶气地问道 嗯 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你可别让我失望 陈凡笑着摸了摸小礼貌 小礼貌傲娇得道 饲养员你就放心吧 就吃这一块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时间在持续 现在在星罗宇宙国 以及周围几万光年的星域 到处都能看到搜捕陈凡的队伍 简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不过从事发到现在 已经几天过去了 却还没有陈凡的任何消息 陈凡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人们都议论纷纷 要我说 陈凡肯定是袭击了 震惊星的星空海盗之后 就直接逃了 我也这么认为 不过我还有一点疑惑 现在震惊星在星罗宇宙国 乃至周围几万光年的星域 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从事发到现在 这么短的时间 陈凡也根本逃不出这个范围啊 有点道理 会不会是找了地方猫起来了 如果是我 我就不挣扎了 反正早晚要被抓到 直接任命完事了 如果是你 就算借给你八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招惹震惊星人啊 哈哈 我还有个猜测 你们说陈凡会不会 已经畏罪自杀了 罪 什么罪 宇宙的生存法则 就是弱肉强食 震惊星每年灭掉 那么多生命星球都没事 陈凡灭了他们一只 星空战舰群 就成罪了 抱歉抱歉 口误 这还差不多 不过吓到自杀 倒是有可能 是啊 这么大的阵仗追杀他 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自我了断也正常 十三天在宇宙中 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一晃的功夫就过去了 不得不说的是 蓝星的位置 实在太偏僻了 连提前几天出发的蒙特 还没到蓝星 就更不用说那些去灭蓝星的了 也就是说 现在蓝星还是安全的 这期间 周振虎和陈凡联系过 他让陈凡 不要管蓝星了 能逃就逃 有多远就逃多远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就算蓝星被灭了 至少还有陈凡 蓝星的文明还能延续下去 陈凡则是让周振虎首长安抚好蓝星民众 震惊心的事情 他会解决 这又过了十三天 之前第二轮的抹杀倒计时是三十九天 当时赶往美拉达尼星用了一天 再算上这十三天 现在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只剩下二十五天了 陈凡在宿主中的排名 从2546下降到了2560 2560这个名次 暂时还是安全的 不多久后 陈凡的前方出现了一支支的星空战舰群 这些星空战舰群 拱卫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星球 哇 小礼貌两眼都是小猩猩JPG 陈凡也笑了 陈凡星 到了 火种号早已进入隐身状态 这个隐身 不只是探测不到 就连肉眼也观察不到 十九代星空战舰的科技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礼貌是个很有原则的吃货 哪个好吃就先吃哪个 现在有陈凡星 他根本就看不上外面的这些圆盘的饭饭了 当即隐身 而且缩到很小的火种号 悄无声息穿过了拱卫在外面的星空战舰群 朝着陈凡星冲去 很快 火种号就穿过了震惊星的大气层 并且下降到一定高度 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城池 地表上的东西已经清晰可见 这个星球非常奇特 建筑 花草树木等等 几乎能看到的一切都是震惊打造的 看得小礼貌 直流口水 现在陈凡正进行着最后的战前驯化 先杀震惊星人知道吗 震惊星跑不掉 震惊星人是会跑的 他们跑了你就吃不到了 士兵小礼貌狗头狂点 还是饲养员想得周到 范范 都是我的范范 一个也不能跑 另外 想想小青腰疼 陈凡又到 我懂 就是把空间戒指带回来 小礼貌到 嗯 那你自己小心点 出发吧 陈凡到 嗖 小礼貌瞬间就飞了出去 下方城池很是繁华 街道上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震惊星人 此时 在街道的一个位置 正有几个震惊星人在聊天 他们有说有笑的 都几天了 怎么还没找到那个叫陈凡的小子 心比去格哈哈 不知道他钻到哪个老鼠窟窿里去了 找不到他也没事 他能跑 他的母亲可跑不了 在蓝星上肯定有他的亲人 有他在乎的人吧 等我们派遣的星空战舰群 赶到蓝星的时候 把和陈凡关系最亲近的人 开着直播 一个一个的杀 看他能忍到第几个 哈哈 对 我每次跟着军团去生命星球杀戮 最喜欢的 就是看那些弱者 生离死别的场景 那会让我有种变态的 嗖的一下 那震惊星人话没说完 他人没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差点把其他几个震惊星人给吓尿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又一个震惊星人消失了 接着一个又一个 速度太快了 等到了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他终于反应过来 不好 是陈凡 一定是陈凡 快 他大喊起来 不过声音戛然而止 他人没了 这一切看似缓慢 其实只是 发生在极为短暂的瞬间 小礼貌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不过周围的人太多了 这一幕还是别看到了 所有震惊星人都是 本能地想到了 被灭掉的星空战舰群 一个名字不约而同地 出现在了他们脑海中 陈凡同时他们难以置信 就他们认为的 现在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陈凡肯定到处躲藏 或者能逃多远 就逃多远 但万万没想到 陈凡没有逃 反而来到了他们的大本营 陈凡来了 快逃啊 卧槽卧槽卧槽 是谁说震惊星绝对安全的 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啊 快上报 快上报啊 外面那些沙雕 是干什么吃的 让他们来 是保护震惊星的 现在陈凡都进来了 他们还没有察觉 有着功夫骂街 不如逃得更快点了 街道上已经乱作一团 而后一道金光滑过 整个街道空了 确切来说 不单单是街道 就连两侧建筑里的震惊星人 也都不见了 不过这里的消息 还是传了出去 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就传遍了整个震惊星 什么 陈凡来了 他怎么敢的 胆大包天 胆大包天 包括震惊领主在内的 所有震惊星人都是震怒 同时还有点惊慌 然后就看到一艘 搜星空战舰快速升空 现在他们基本能确定 陈凡天克他们震惊星人 所以他们得先撤 并且调集外面的人 进来围杀陈凡 说到这震惊星人就来气 外面那群人是干什么吃的 陈凡都TM进来了呀 他们还在外面傻手着呢 很快 外面的那些响应震惊星号召的势力 都接到了消息 什么 陈凡已经降临到震惊星了 冲冲冲 杀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震惊星的星空战舰 一搜搜地飞出来 外围这些星空战舰 一个个的急速轰杀 向震惊星 小礼貌吃着吃着 忽然发现两条腿 会移动得泛泛没了 不过他才三岁 心思单纯 会移动得泛泛没了 那就吃其他的 然后建筑 花草树木等所有的一切 都在快速地消失 火种耗内 智脑一直监控着周围星域的动静 并且将画面呈现在大屏幕上 陈凡看着 之前在外围的星空战舰群 现在正铺天盖地地 朝着小礼貌所在的城池飞掠过来 小礼貌 现在有好多飞镇惊星人 正朝你赶去 能应付吗 陈凡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他和小礼貌 严格来说就是一体 交流的话 根本不受距离的限制 小礼貌 阿巫 阿巫 范范 都是范范 陈凡 我问你能不能应付 小礼貌 阿 哦 震惊口味的 陈凡 谁问你什么口味的了 这时候智脑道 机械之星是世间最坚硬的物体之一 坚不可摧 小礼貌在安全上不会有问题 那就好 陈凡稍稍松了一口气 在震惊星人暂时撤离震惊星的同时 上千万的宇宙生命 也降临到了小礼貌所在的城池 他们降落之后 都是赶紧让星空战舰升空 直至飞到大气层外 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前车之剑 他们可不希望自己的星空战舰被吃了 上千万宇宙生命 开始对小礼貌围追堵截 这些宇宙生命的实力 大多都在恒星级 还有两个宇宙一阶的超级强者 是两位打算和震惊星交好的 星罗电电主 另外 这上千万个宇宙生命 都是特殊的种族 或者有着特殊的觉醒能力 比如 有大树形态的格鲁特族 也有浑身石块的磐石巨人族 还有头顶开花的荆棘族 浑身如冰雕一般的寒冰族等等 他们都不穿盔甲 也不用兵器 防的就是小礼貌 当然 他们是看不到小礼貌真容的 只能看到一道金色的光芒 上千万宇宙生命 围杀小礼貌一人 还别说 他们针对小礼貌 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就好比现在 小礼貌正一边急速飞掠 一边大吃特吃 忽然 前方地面一座山拔地而起 小礼貌的速度是何等的快 根本闪躲不及 直接就撞了上去 这是磐石族的能力 他打算用山体围困住小礼貌 不过小礼貌直接从山体上穿了过去 阿呸呸 小礼貌虽然不太吃力 但也搞得灰头土脸的 这时候 孙寒的气息笼罩了他 好像是想要把他冻成冰雕 而后各种各样的手段 铺天盖地地朝着小礼貌施展开来 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小孩子 你们礼貌吗 小礼貌真的有点生气了 你们给我等着 小礼貌乃凶乃凶地道 然后他搜了一下 直接钻地 震惊的地面被他吃了一个洞 他一直向下吃 吃吃吃吃 速度依旧飞快 小礼貌这一招 还真让地表的人有些束手无策 这里地面都是震惊 震惊以防御力著称 地面他们根本破不开 真鸡贼 算他跑得快 不然爷爷活劈了他 他逃了 那就是怕了 看来也不过如此 通知下去都留意着点 他不可能一直在下面 早晚会出来的 对 他怕了 这些人都有些振奋 怕 小礼貌可不是怕 他现在还在急速朝下 硬生生地吃出了一条路 一路飞略 二十多分钟后 小礼貌穿过了地壳 来到了震惊星的核心 这里是一个大到超乎想象的空间 里面悬浮着一个巨大的物体 这个物体是星河 震惊星的星河 震惊星的星河 非常特殊 和其他星球的星河不太一样 它的星河材质也是震惊 不过是震惊中最为珍贵的震王晶 一种超等材料 震惊星非常巨大 差不多相当于几十个太阳 所以 它的星河也非常大 直径都有上千公里 小礼貌现在没有吃的心思 他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小礼貌飞过去 触碰了下巨大的震王晶 顿时巨大的星河上 发出一阵咔咔咔金属交错的声音 震王晶在变形 几分钟后 星河形态的震王晶 就变成了霸虎二号 不过这个二号 可不一般 小礼貌激活的金属生命 实力和材质的质量和体量有关 震王晶等级不低 论体量 这么大一个 所以 霸虎二号 一出现 就是恒星九阶的实力 它这个恒星九阶 结合震王晶的特性 击杀宇宙出阶都不是问题 二虎 走 去给我报仇 小礼貌气汹汹地道 现在地表上的上千万宇宙生命 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次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只要那金光在路头 绝对让他逃无可逃 忽然 砰的一声 坚硬的震惊地面 由内而外 炸开了一个大洞 一道金光 从里面飞了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 沙沙沙 周围的宇宙生命 都是大喜 瞬间 周围一方天地 瞬间冰封 同时一座座大山拔地而起 粗壮的枝条也铺天盖地 将这里封锁 还有其他的种族 手段进出 都是急速轰杀像小礼貌 而就在这时 霸虎二号 简称二虎出现了 他一巴掌将磐石族拍得稀烂 锋利的胡爪 瞬间将格鲁特族给绞杀成了木屑 随风飘散 还有 寒冰族 二虎一个眼神 寒冰族瞬间感觉像是置身于尸山血海之中 无尽的煞气笼罩了他 寒冰族 吓得肝胆剧烈 这个肝胆剧烈 不只是形容他的害怕 是他真的裂开了 咔嚓 咔嚓 短暂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变成了一地碎兵 恒星九阶的阵王金霸虎 恐怖如斯 火种号内 陈凡看着这一切 不由地惊叹 二虎大杀特杀 他耳边的提示声再一次密集成了串 旁边的霸虎看得也蠢蠢欲动 霸虎是机械生命 之前完全听从指令办事 不过 经历过小礼貌的多次强化 尤其是上次身上的毛发 多了一些暗金色之后 他好像有了一些自主的思想 下面大多数是恒星阶 你猜行星九阶 就别去了 陈凡笑着 摸了摸霸虎的脑袋 霸虎这才温顺地趴了下来 视线回到地表 二虎厮杀的动静 吸引了更多的宇宙生命 他们急速轰杀过来 各种手段铺天盖地 声势浩大 让人经不住 有种无力感 吼 二虎一声怒吼 一道恐怖的能量涟漪 夹杂着无上的威势 瞬间宣泄开来 催哭拉朽 那铺天盖地的攻势 在接触到这股能量涟漪之后 直接土崩瓦解 就像是风卷落叶 那些黑压压的宇宙生命 则是像被喷过农药的苍蝇一般 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哈哈 小礼貌兴奋地直打滚 让你们打扰我范范 让你们不讲礼貌 这就是下场 卧槽 陈凡有帮手 逃 快逃啊 天呐 我没看错吧 那头大老虎 怎么看着 有点像镇王晶 哪里是有点像 分明就是 镇王晶 不是镇金星的星河吗 这金光竟然也有 难不成他和镇金族还有渊源 别tm废话了 还不快逃命 我都三条腿赶路了 逃 惹不起 真惹不起 一个个宇宙生命 飞向高空 飞向他们的星空战舰 不过小礼貌 比他们飞得更快 他们还没到 小礼貌 就已经把所有的星空战舰 给吃完了 惹了我小礼貌 还想走 二虎 给我杀 那些宇宙生命 一下傻眼了 然后他们差点哭了 他们本来以为这么大的阵仗 击杀一个陈凡 是很容易的事 稍微出点力 就能得到震惊心的一个人情 结果 谁能想到 陈凡的能量这么大 他们别说出力了 现在连命 可能都得搭上 小礼貌吃完星空战舰 又回到了地表 相比于圆盘的范范 他还是喜欢 吃震惊口味的 嘎嘣脆 小礼貌大吃特吃 阿乌 阿乌 范范 都是范范 这时候 镇惊族的星空战舰 都已经撤离到了十万公里外 无数星空战舰聚集在这里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空战舰群 此时 一艘最大的星空战舰内 有一个巨大的虚空投影 投影上是镇惊心上的一些画面 镇惊领主和其他一种高层都看着 他们脸色都是阴沉的可怕 镇王精 那是镇王精 而且和我们镇惊心同源 那就是我们的星河 该死 真是该死 他怎么敢的 这里的镇惊心人 一个个的都是咬牙切齿 能激活金属材料 变成金属生命 这样的手段 宇宙万族中有 但不多 我最先想到的是机械族 不过机械族已经灭亡六十多万年了 早已销声匿迹 首先排除 其次是石金族 石金族可以把吃掉的金属 转化成金属生命 嫌疑很大 还有第三个 一名镇惊心人分析着 够了 这时候 镇惊灵主大喝一声 现在这都不重要了 镇惊心的星河已经没了 意味着我们的母星已经完了 那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立刻传令下去 所有的星空战舰 火力全开 目标镇惊心 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高层 都是变了变脸色 领主大人 不可啊 那毕竟是我们的母星啊 母星重要 还是活着重要 不灭掉这个天敌 我们都得死 更何况 现在母星已经没了星河 镇惊灵主怒吼咬哮到 其他人顿时吓得静若寒蝉 现在是击杀天敌的最好机会 我不想说第二遍 立刻执行命令 镇惊灵主 面色争名道 是 很快 一排排星空战舰的武器舱门都打开了 露出了里面的尖心炮 镇惊心太特殊了 正常来说 寻常的星空战舰是毁灭不掉镇惊心的 不过镇惊心的星空战舰 可以 轰轰轰轰 尖心炮上 喷射出一道道光束 朝着镇惊心轰杀过去 看着这一幕 所有镇惊心人的心都在滴血 陈凡还在火种号内 算上小礼貌之前吃掉的镇惊心人 以及现在二虎的疯狂杀戮 现在陈凡已经突破到了行星九阶 在宿主中的排名也从2560提升到了2550 不过就在陈凡正高兴的时候 他眼前的投影被炙脑切换成了另外一个画面 是镇惊心的星空战舰 在朝着镇惊心开炮 整个镇惊心会被彻底摧毁 预计49秒后到达 倒计时48秒 47秒 智脑发出警报 看着那尖心炮发射出的一道道光束 即便是在画面上 陈凡都感到头皮发麻 小礼貌 快回来 陈凡急切地道 小礼貌 阿呜阿呜 好吃好吃 陈凡 智脑 把小礼貌抓回来 还有二虎 陈凡到 收到 智脑回应 当即搜的一下 火种号急速飞掠出去 十多秒后 本来吃得正开心的小礼貌 一脸猛逼 饲养员 你把我抓回来干什么 小礼貌 哪声哪气地质问道 打扰人家范范 这样不礼貌啊 再不把你抓回来 你就死了 陈凡没好气地道 把火种号和二虎 收回来后 火种号就快速撤离 火种号刚冲出 震惊心的大气层 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光束 冲沙而来 震惊心上 那些来帮助震惊心人 守护震惊心的宇宙生命 这时候也都有所感应 他们都抬起头 看向天空 那是夹杂着 毁灭气息的光束 我的天 尖心炮 我AK锦号人民币百分号 百分号与百分号人民币锦号 哪个贵村干的 我 早知道不来了 我是新罗店的店主啊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啊 尖心炮可不管你是不是新罗店店主 轰轰轰轰轰 巨大的震惊心 直接炸得四分五裂 化成了无数个碎块 因为没了地心引力的作用 这些碎片都急速朝着四下飞去 至于上面的宇宙生命 那么恐怖的威力 连震惊心都遭不住 他们早气化了火种号内 陈凡看着智脑呈现出的投影 震惊心已经不复存在了 无数的震惊碎片 漂浮在太空中 更多的 则是在爆炸冲击力的助推下 靠着惯性飞向了远方 震惊心人如此果断 是陈凡没有想到的 范范 我的范范 小礼貌肉疼得很 对她来说 范范碎了倒没事 主要是好多范范跑了 陈凡来到闲窗前 她遥望向远方 那里是尖心炮发射的方向 智脑当即切换了影像 这次的影像上 是一只一眼看不到头的星空战舰群 如钢铁洪流一般 横搁在宇宙中 少说也有几十万艘 本来还在肉疼的小礼貌 看到这顿时两眼放光 范范 好多范范 震惊星人现在在十万公里外 全力赶路 预计三十四秒后可以到达 智脑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三十四秒 出发 陈凡到 收到 当即火种号直接顿入亚空间 急速飞掠起来 震惊星人的星空战舰群 现在所有的震惊星人都屏住了呼吸 中间最大的星空战舰上 震惊领主用星空战舰自带的生命探测功能 在震惊星的位置 探测了一遍又一遍 每次的结果都是无生命迹象 震惊领主这才如释重负 天敌终于被灭了 这声音在每一艘星空战舰上响起 顿时所有的震惊星人都是欢呼沸腾起来 包括一开始 还有些反对的震惊星高层 多亏领主大人英明啊 当断则断 我等佩服 虽然母星没有了 但我们震惊星的底蕴还在 我们可以霸占一个生命星球 照样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还有我们一定要灭了蓝星 也让陈凡 常常失去母星的滋味 对 震惊领主 眸子里也犯着恨意 他正准备下令撤离 不过就在这时 他们这艘星空战舰的指挥台上 一个个指示灯 泛起了红光 而后就是密集尖锐的警报声响起来 怎么回事 震惊领主 面色变了变 不知道啊 赶紧切换到外部的画面 那些高层 也有些慌乱了 很快 外部的画面呈现出来 然后他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们看到了 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那是一道金色的光芒 金光锁过之处 一搜搜星空战舰就不见了 这种情况 和在多兰星的时候 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 可能就是 这次星空战舰消失的速度 比之前慢了一些 那肯定嘛 毕竟 现在每艘星空战舰里 都有十万震惊星人呢 震惊领主 目自欲裂 他都狠心轰掉母星了 结果母星被轰成了碎片 天敌竟然没死 可恶 真是可恶 传令下去 都散开 快逃 震惊领主大吼 震惊星人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一搜搜星空战舰 朝着四面八方分散逃离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几十万的星空战舰消散一空 小李茂只吃了三十二艘星空战舰 主要是这次的饭饭 县多周围已经空荡荡的了 小李茂意犹未尽地回到了火种号 对于这样的结果 陈凡已经很满意了 一艘星空战舰里 就有十万震惊星人 三十二艘就是三百二十万 虽然境界有高有低 但这辆大呀 刚才陈凡的境界突飞猛进 一举从行星九阶突破到了恒星级 然后这还不算完 恒星一阶 恒星二阶 一直到了恒星三阶才结束 恒星三阶 陈凡记得最开始看宿主排名的时候 第一千名也才恒星三阶 新笔区格当然 从系统升级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 陈凡在提升 其他的宿主也在提升 不过这次他的名次 肯定会提升很多 陈凡连忙查看自己的排名 果然 一千三百一十二 现在的第一千名 已经变成了恒星期间 杀戮者当真都逆天得很 一个个都提升飞快 不过这一波陈凡 已经非常满足了 排名一千三百一十二 别说第二轮抹杀了 就算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第六轮 他都不怕了 可以说 暂时摆脱了这个威胁 之前他还想着 领先抹杀四百个名次 现在一下 领先了一千三百个名次 要说不激动 那是假的 胡胡 过来 小礼帽唤道 霸虎和二虎 都连忙过去 小礼帽触碰了下霸虎 当即霸虎身上的气息 也开始节节攀升起来 恒星一阶 恒星二阶 恒星三阶 一直到恒星四阶 才结束 现在霸虎身上的暗金色 更浓郁了几分 他的毛子 也更加灵动了 境界提升后的霸虎 竟然轻易地蹭了蹭小礼帽 惹得小礼帽咯咯直笑 陈凡看了都有些惊讶 霸虎这是要成精啊 二虎虽然也过来了 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 小礼帽有点独宠霸虎 可能是比较念旧吧 毕竟霸虎跟了他那么长时间了 不过 二虎也没感觉委屈什么的 他只是个机械生命 没有那么多想法 提升完霸虎的境界之后 小礼帽还图给陈凡好大一堆 震惊新人的空间戒指 堆积成山 数是数不过来的 智脑扫描了下 给出了准确的数字 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二十一枚 这可是 一笔超乎想象的财富 接下来 火种号又回到了震惊新的位置 虽然无数的震惊碎片 飞向了太空 但这里依旧散落了很多 这可都是震惊啊 不能浪费了 小礼帽飞了出去 直接开启 火种号内 陈凡则思索着 现在 他提升到了恒星三阶 霸虎提升到了恒星四阶 而且还多了一个震王精的二虎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波 他的综合实力 比之前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逃走的震惊新人的星空战舰 陈凡自己倒不怕 但他要考虑蓝星的安危 震惊新人的母星被灭了 他们有极大的可能会去报复陈凡的母星 这点不得不防 而都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单凭一个星罗殿坐镇 恐怕也起不到作用了 陈凡想了许久 他决定等小礼帽吃完之后 回一趟蓝星 震惊新人虽然逃了 但他们可没打算放过陈凡 之前在震惊新外守护的上千万宇宙生命 只是响应震惊新号召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势力还在星罗宇宙国疆域 以及宇宙国附近几万光年的范围内追杀陈凡呢 这时候 震惊新人将陈凡在震惊新的消息通报给了他们 这次也不要求抓活的了 能击杀就行 而且许以重金报答 虽然震惊新人其他的没有多说 但就这一条消息就在星罗宇宙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现在各个生命星球都在热议 天哪 我没听错吧 震惊新正满世界的追杀陈凡 陈凡既然去了震惊新 我真是服了 陈凡真是一个小小二星文明的领主吗 没有其他隐藏的身份 见过胆大的 没见过这么大的 明知山有虎 偏上虎山行 哟 楼上 你这句话很新颖 也很有意境啊 一句话就能看出来你很有才 有才个巴巴 这是蓝星上的一句老话 我现学现用的 自从震惊新人追杀陈凡的事发生之后 我就一直耗在蓝星的网络上 本来是想看看蓝星人的绝望和生离死别的画面 结果 你们猜怎么着 蓝星人虽然最开始是有些慌乱 但很快 他们就平静了 一点也不悲观 甚至还有点乐观 尤其有一个组织 他们一点也不担心陈凡的安危 反而很坚定地认为 是震惊新摊上事了 这么自信的吗 是的 我也感觉很不可思议 有点脑子的话 怎么看陈凡和蓝星也毫无胜算啊 所以我就研究了下 你们再猜一下 怎么着 怎么着 奶奶的 这个组织叫无脑军团 不哈 无脑军团啊 怪不得那么自信 我忽然想到一点 陈凡能吃金属 震惊新就是好大一个金属啊 现在陈凡去了震惊新 我靠震惊新威 不至于 别忘了震惊新外 还有上千万响应号召 去保护震惊新的宇宙生命呢 你能想到的 震惊新人早就想到了 也是 不过 既然外面有上千万的宇宙生命 那还不足以对付陈凡吗 震惊新人怎么还在召集 其他地方的人 敢往震惊新 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会那上千万的宇宙生命 已经团灭了吧 哎 你是真敢想啊 那里面 还有两位宇宙级的星罗电电主呢 也是也是 是我想的太离谱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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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 我就在震惊新几万公里的地方 得到消息后 现在正在往震惊新赶 不过这一路上 好多震惊新碎片啊 都是从震惊新的方向飘来的 我靠 兄弟你发财了 新比去隔是发财了 减了好多 啊呸 不是啊 这不是重点啊 你们品 细细的品 金 不会震惊新出事了吧 不多久后 又是一则更为爆炸的消息 震动了整个星罗宇宙国 震惊新被灭了 这消息 几乎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美拉达尼新 奥莱里格城 新罗殿 最近这些天 伯鲁承受的压力很大 很多双目光 都在等着他表态 就连他在国都的 一些朋友 都联系他了 让他千万别犯糊涂 别站错了队 震惊新的人 也联系过他 让他帮忙追杀陈凡 震惊新人是很傲慢的 虽然说是请帮忙 但几乎不容拒绝 伯鲁没有模棱两可的回答 越是在这关键时刻的表态 越能看清一个人 他直接拒绝了 伯鲁是坚定地 站在陈凡这边的 他是新罗殿殿主 震惊新人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他 最多就是搞动作 拿掉他的新罗殿殿主的位子 这些伯鲁都不怕 等我陈凡兄弟成长起来 你们请我当宇宙国主 我都得考虑考虑 伯鲁的表态 让一直窥去奥莱里格城 新罗殿殿主之位的一些人 差点笑掉了大牙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运作 准备争抢殿主之位了 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嘲笑伯鲁糊涂 就这还投资大师啊 投资得很好 下次别投了 裤衩子都能赔美了 而伯鲁则为了清静 选择了闭关 就在今天 滴滴滴滴 密室外有人呼叫 伯鲁被惊扰 从修炼状态退了出来 他面色不渝 他想都不用想 肯定又是奎尔那家伙 每次打扰自己修炼 他最积极了 伯鲁耐着性子一挥手 将密室门打开 果然那个恒星级的奎尔 小跑着走了进来 又怎么了 伯鲁紧锁着眉头 没好气地问道 现在估计也没什么好事 回禀店主大人 震惊心被灭了 这个恒星级 一直牢记着店主大人的教诲 说重点 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伯鲁蹭了一下站起来 他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陈凡阁下这些天没有逃 反而是去了震惊心 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 震惊心已经被灭了 这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陈凡阁下 真乃神人眼 恒星级有些激动地道 哈哈哈哈 好 好好好啊 伯鲁听了 激动地差点蹦跳起来 陈凡兄弟真是猛啊 在别人都以为他是过街老鼠 在四下逃窜的时候 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去了震惊心人的老巢 而且 这一去不要紧 直接把震惊心给搞没了 哈哈 啥也不说了 陈凡兄弟牛逼 同时 伯鲁忽然有种迷雾 连这么不可思议 这么大离谱的事情都发生了 在陈凡兄弟身上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以后无脑性陈凡兄弟就行了呀 要脑子干什么 脑子只会影响他对投资的判断 还好这次他够坚定 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不然的话 就前功尽弃了呀 脑子太危险了 扔掉 必须扔掉 激动了好一会儿 伯鲁才看向旁边的恒星级 奎儿 你这次做得很好 你是我的福将 我就知道 你一来准有好消息 我一直期待着你来呢 去吧 去宝库挑选一件兵器吧 算是我对你的奖励 伯鲁心情极好的道 被叫做奎儿的恒星级 当即大喜 谢谢殿主大人 谢谢殿主大人 除了感谢殿主大人 奎儿心里还感谢着一个人 上次他被赏赐了一本功法 是因为陈凡 这次他被赏赐了一件兵器 还是陈凡的是 他好像掌握了获得赏赐的密码 那就是陈凡阁下 现在奎儿都已经有点期待下一次了 下一次奖励个秘宝什么的 就齐全了 最近不止伯鲁压力大 蒙特这个新进的 蓝星星罗电店主 压力也很大 他都快哭了 自己这也太倒霉了吧 这还没到呢 蓝星就已经到 几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这个让他如何示好啊 蒙特倒是一直在朝蓝星赶 不过去了蓝星 具体做什么 那就全看殿主大人了 如果殿主大人 硬抗震惊心 那他就是继续上任 反过来说 如果殿主大人 审时夺势 放弃了陈凡 那他此去 就是灭掉蓝星的先锋部队了 什么 自己的主舰 蒙特表示自己没有主舰 他是殿主大人培养的 坚决遵从殿主大人的意思 这些天 蒙特一直等着 殿主大人的表态 后来他得到消息 殿主大人闭关了 在这个时候闭关 拒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这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不屈服 殿主大人 这是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啊 虽然以后的路 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他也豁出去了 希望陈凡阁下 不要让他们失望吧 蒙特感叹一声 而后下一刻 他就看到了陈凡去了震惊心 震惊心灭亡的消息 蒙特当即惊得目瞪口呆 心头更是泛起了滔天巨浪 天 天哪 自己这不是做梦吧 蒙特万万不敢相信 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牛逼 陈凡阁下牛逼呀 店主大人英明 果然没看错人 蒙特激动的 都有些不知所以然了 伊迪斯这些天 一直都挺关注事态发展的 他很替陈凡担心 震惊心布下了天罗帝王 就连一些新罗殿的店主都出动了 他作为一个旁观者 都有些绝望 伊迪斯根本想不出这样的情况 陈凡该怎么应对 才能活命 唉 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修炼苗子 如果没有这档子事 以后陈凡阁下的成就 应该很高的吧 然后就在今天 伊迪斯看到了一个消息 陈凡去了震惊心 这消息 可把伊迪斯惊得够呛 不逃还主动出击 陈凡阁下的胆子 也太大了吧 还是说绝望了 开始摆烂了 不过紧接着 又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传来了 震惊心已经不复存在了 伊迪斯惊的小嘴都张了张 陈凡阁下刚去震惊心 震惊心就不存在了 这 他无法想象 陈凡是怎么做到的 但有一点 陈凡阁下 这也太猛了吧 谁敢相信 他几个月前 还是行星学徒呢 现在星罗宇宙国的网络上 除了惊叹 还是惊叹 陈凡不简单 我是服了 这一战 蓝星直接扬名 陈凡阁下 我错了 之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另外也像 美拉达尼辛奥莱里格城的 星罗店店主 伯鲁大人说声对不起 您是真正的投资大师 我不该质疑您 我也道歉 之前一时糊涂 响应了震惊心的号召 不过好在并没有酿成大错 再次表达诚挚的歉意 希望陈凡阁下能够原谅 楼上你是沙雕吧 那么多人追杀陈凡 他本来不知道有你 现在好了 知道了 卧槽 撤回 我赶紧撤回 哈哈 就是啊 你看我 我就不说 聪明JPG 我也不说 还笑呢 你们什么都没说 但好像什么都说了 这时候 从美拉达尼辛 赶往蓝星的虫洞中 几百艘星空战舰 突然紧急掉头 这时候 还TM去蓝星 是嫌命长了吗 不止他们 在震惊心被轰掉的消息传来后 继续响应震惊心号召的宇宙生命 也减少了一大半 没有谁是傻子 之前他们争先恐后的响应 是认为 陈凡是个软柿子 好欺负 现在看 哪里软了 甚至还在这一次的交锋中 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惹不起 还是坐山观虎斗 安心的 做个吃瓜群众吧 现在要说最轰动的 那当然是蓝星 在这消息传来的时候 整个蓝星一下就沸腾了 陈凡牛逼 牛逼牛逼牛逼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陈凡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我的天 原来无脑定理 在宇宙也适用 哈哈 之前我们无脑大军说什么来着 震惊心摊上事了 你看看 这不就发生了吗 无脑大军牛逼 我真是服了 我一直带着脑子 思来想去的 这些天都惶恐不安的 从今天开始 我脑子一扔 正式加入无脑军团 我也加入 还有我 卧槽 这不是江南军事基地的徐安将军吗 哈哈 老徐 你也来了 哟 老孔 你堂堂 下国武技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在啊 天哪 炸出好多大佬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咱们无脑军团的规模更大了 以后说不定会冲出蓝星 走向宇宙 已经走向宇宙了呀 别忘了我们江南基地 是无脑军团的团长和副团长 我真是太激动了 陈凡大佬牛逼 不过什么时候讲讲隐身术啊 另外我解释一下 之前女澡堂什么的 我都是瞎说的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我是真心想学会隐身术 然后造福全人类的 集美们 三分钟 我要这个人的所有信息 看我不捶死的 算我一个 啊 饶命啊 我不学隐身术了 还不行吗 陈凡大佬 要不你讲讲读心术吧 从蓝星赶往美拉达尼星的星空战舰 还在冲动中穿梭 算起来 这已经是第13天了 再有七天左右 他们就会抵达美拉达尼星的奥莱里格城 星空战舰内 现在杜长泽还在睡觉 喂 副团长 别睡了 醒醒 杜长泽苏醒过来 看到唐天赐正拿着勺子挖西瓜吃 干嘛 杜长泽有些茫然的道 你能不能行啊 都那么多天了 还没做到有用的梦吗 唐天赐吃着瓜问道 杜长泽老脸一红 快 快了 杜长泽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不能紧张 如果以紧张的话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比如尿急 比如实话实说 还有越紧张 就发挥失常等等 凡哥的情况是 前所未有的危险 他着急着窥探未来 能帮到凡哥 不过越急越乱 一直梦不到凡哥 反倒是十次有八次是朵朵 每次一入梦 朵朵就已经穿好各种奇奇怪怪的衣服 在等着自己了 搞得他最近都有点虚 也别快了 等你梦到偶像 黄花菜都凉了 自己上网去看吧 唐天赐哈哈笑道 看 看什么 杜长泽疑惑地道 看偶像大展神威 灭掉震惊心啊 唐天赐骄傲地道 卧槽 杜长泽惊的嘴巴 都能塞下 一个鸡蛋 他连忙查看 然后他越看越是心惊 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后 他才亢奋地喊了一句 凡哥牛逼 破音 浩瀚的星空中 澳多帝国的星空战舰群 在外扫荡了几年时间后 现在终于开始返航了 预计一年半后抵达澳多帝国 此时 其中一艘星空战舰 一个房间门打开 三名恒星级的浦多斯人 扶着墙走了出来 前不久的时候 他们对战谭杰 还能占据上风 这次别提了 一败涂地 现在谭杰在浦多斯人中 名气越来越大了 很多人都想和他深入地交流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门外都排队了 现在谭杰心情好得很 因为刚才他在享受的时候 从网上看到了一个 振奋人心的消息 陈凡一个人去攻打 震惊星了 杀得震惊星人 四下逃窜 谭杰惊叹不已 陈凡还是强啊 根本不能用常人的目光来看他 另外 陈凡都已经有这么大的能耐了 肯定快该来了 他也得加把劲了 房间里 谭杰连衣服也没穿 简单地洗了洗 就来到了门口 你们十几个 一块吧 还是这一艘星空战舰 底层 牢笼 陈凡和其他许多人 还被关押在这里 这时候 一根翠绿翠绿的藤条 偷偷地冒出头来 轻密地蹭了蹭忠情 好像是在向忠情表达着什么 忠情展颜一笑 知道啦知道啦 不过也不能骄傲 要再接再厉知道吗 藤条做了个点头的动作 快回去吧 别被发现了 忠情宠溺地道 而后藤条快速缩回到 忠情洁白的手臂上 从被收割到现在 其实忠情也没闲着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也没有修炼 但他是植物系觉醒者 觉醒的是强大的植物清河 他一直暗中培养小青妖藤 小青妖藤本来就是天地奇珠 再加上植物清河的辅助 进步神速 就在今天 小青妖藤突破到了灵海境 也就是宇宙中的行星学徒 虽然不知道到了奥多帝国后 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但多些实力肯定是没错的 是现在回到原阵金星的位置 这里散落的阵金 已经被小李猫给吃完了 阵金星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星球 就算飞走了很多 剩下的量依旧巨大 小李猫又吃高兴了 他一声虎虎过来 霸虎的境界从恒星五阶 到恒星六阶 再到恒星七阶 一直到恒星八阶才停下来 都快赶上二虎了 另外 小李猫自己也蜕变了一次 之前他变化的形态 有龙头战刀 加特灵 暗金色战刀 这次不是武器了 确切来说 不是单纯的武器了 而是一个套装 全覆盖的战甲 以及暗金色战刀 是的 暗金色战刀也出来了 之前小李猫展现过这个形态 不过是强行透支才做到的 今后这将会是常态 而且让陈凡没想到的是 那么恐怖的暗金色战刀 竟然只是这套装的一部分 小李猫虽然能变成套装 但他支支吾吾地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陈凡见套装上 都点缀着暗金色的纹路 索性就叫他暗金套装 陈凡已经体验过了 只要他一个念头 暗金套装 就会瞬间覆盖他全身 最重要的一点 暗金套装 是小李猫吃了巨大数量的震惊后 蜕变出的能力 这暗金套装 拥有震惊的特性 可以吸收伤害 储能 确切来说 经过小李猫的提炼强化之后 震惊的这个特性 变得更强了 除此之外 暗金套装 还能隔绝一切探查 就算境界高的 也别想看穿陈凡的境界了 陈凡很满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次的收获 已经超过他的预期了 如果没有浪费 大半个震惊心 那就更好了 不过 陈凡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这样也已经很好了 智脑 返回美拉达尼星 火种号内 陈凡说道 收到 空灵清脆的声音响起 而后火种号就急速飞掠起来 很快就顿入了亚空间 陈凡要防范震惊心人 报复兰星 他是要回兰星没错 不过再回兰星之前 他得先去一趟 美拉达尼星的奥莱里格城 常泽和唐天赐要来了 他得先把他们安顿好 还好 顺路 不过陈凡算了算 常泽他们再有七天 就能到奥莱里格城了 他从震惊心返回美拉达尼星 需要十三天 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宇宙中的城池 是不禁止厮杀的 就常泽和唐天赐的实力 陈凡还真不放心 只能麻烦伯鲁大哥了 陈凡想着 他就和伯鲁联系了下 伯鲁在接到陈凡视频的时候 很是激动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大堆后 陈凡才有开口的机会 陈凡就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下 什么 有两个朋友 陈凡兄弟的朋友 那就是我的朋友啊 兄弟你就放心吧 伯鲁拍着胸脯答应下来 那就谢谢伯鲁大哥了 陈凡感谢的道 客气了兄弟 伯鲁哈哈一笑 同时他也提醒陈凡 虽然震惊心被灭了 但整体来说 震惊心人的伤亡并不算很大 现在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陈凡兄弟 你可能不怕 但要防范他们 报复兰心 嗯 伯鲁大哥放心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陈凡道 听到这话 伯鲁有种放心了 陈凡兄弟都这么说了 虽然还只是想办法的阶段 但那也肯定没问题了 伯鲁现在对陈凡 就是有点无脑的信任 陈凡和伯鲁结束通话后 又联系了杜长泽和唐天赐 杜长泽和唐天赐 看到陈凡联系他们 都是激动坏了 他们赶紧接通 很快 陈凡眼前的虚拟投影上 就出现了杜长泽和唐天赐的影像 凡哥 偶像 杜长泽和唐天赐都抢着招呼道 长泽 天赐 陈凡也笑着喊道 唐天赐兴奋地道 偶像 我们已经快出虫洞了 再有六七天的时间 就能抵达美拉达尼星的奥莱里格城了 嗯 我知道 陈凡点头 本来我打算到时候 在奥莱里格城迎接你们的 不过临时有点事 现在在外面 虽然现在已经 再往美拉达尼星赶了 但恐怕赶不上了 哈哈 凡哥 我们知道 没事的 你不用管我们 杜长泽道 这不是客套 他是认真的 他知道 凡哥去忙什么了 那可是轰动了星罗宇宙国的大事 当然还是那要紧 另外 虽然宇宙中很危险 但有唐天赐怕什么呀 谁要对付他们两个 哪怕只是动了这个邪念 估计都会遭遇不祥吧 陈凡笑道 我虽然不在奥莱里格城 但都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候 会有那里的星罗店 护送你们到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市场那是绝对安全的 你们就先在那里适应一下 同时 他一个念头 分别给杜长泽和唐天赐 一人赚了一万宇宙币 杜长泽 唐天赐那边都收到了转账的提示 这些钱你们先用着 到时候看看一个材料的店铺 需要多少钱 我再转给你们 另外 我大概十多天就能到奥莱里格城 陈凡道 谢谢凡哥 谢谢偶像 杜长泽和唐天赐都道 他们也没矫情 他们出入宇宙 身无分文 也确实需要一些钱 不过他们也不是白拿 在他们心里 就当是借的了 一晃就是七天后 一艘星空战舰降落在了奥莱里格城 并且是降落在了星罗殿前的巨大广场上 星罗殿一如既往的忙碌 殿前广场上有很多人 现在 人们纷纷侧目 谁啊 这是 这么大的胆子 星罗殿前的广场 不允许停靠 不知道吗 上次敢这么降落的 还是陈凡的吧 之前陈凡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也有可能听说过 但很快就忘记了 但现在陈凡的大名 可是如雷贯耳 就算一辈子 也不可能忘掉 舱门打开 杜长泽和唐天赐走了出来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也确实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宇宙中的城池 虽然之前在网络上也了解过 但现在置身其中 视觉和感官上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伯鲁对陈凡的事 是很伤心的 在杜长泽他们乘坐的星际战舰 刚进奥莱里格城空域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正如他说的 陈凡兄弟的朋友 那就是他伯鲁的朋友 朋友来了 那必须迎接一下 另外 他也心生期待 陈凡兄弟的朋友 肯定也不一般吧 不过当他看到杜长泽和唐天赐的时候 不由得一论 两位朋友 头上都是黄光 赤城黄绿青篮子 黄光可以说是很普通了 平平无奇 伯鲁倒不是看不上 只是有些意外 当然 他也知道 自己的能力 只能看到修炼上的潜力 可能这两位有其他的特长吧 伯鲁也没多想 热情地迎上去 欢迎欢迎 两位路上辛苦了吧 我已经备好酒席 给两位朋友接风洗尘 快请 您是伯鲁店主 杜长泽和唐天赐 都是惊讶 他们来之前 对奥莱里格城 还是做过一些了解的 在网上看过 奥莱里格城新罗店店主的样子 杜长泽一下就紧张了 顿感尿急 凡哥只告诉他们 会有新罗店的人接待 没说是新罗店的店主亲自接待啊 叫什么店主 我看你们和陈凡兄弟 年纪都差不多 那我也就比你们大个五六百岁 咱们称兄道弟正合适 伯鲁笑着说道 杜长泽和唐天赐呆了呆 接下来伯鲁将他刚认识的 常泽兄弟和天赐兄弟 请进了新罗店 热情招待了一番 然后才按照陈凡之前说的 把他们送到了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金属材料交易市场很大 里面除了店铺和摊位之外 诸如饭店客栈之类的设施 也很齐全 杜长泽和唐天赐先找了个地方住下 把一切安顿好后 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嗯 去考察市场 蓝星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不是让他们来游玩的 他们是带着任务和使命来的 任务就是尽可能地 在奥莱里格城打开局面 开辟一个据点 方便以后更多的人走出蓝星 杜长泽的重点试逛店铺 了解商品的种类以及价格 考察市场行情 唐天赐则热衷于路边摊 都是一宇宙必买全场 对他来说 简直是天堂 副团长 咱们分开行动 你去考察行情 我去挣点启动资金 唐天赐道 启动资金不是有凡鸽的吗 杜长泽道 咱们都那么大的人了 不能老是给偶像伸手要钱啊 自力更生懂不懂 实在不行再找偶像呗 放心吧 我跳到市场小王子出马 问题不大 唐天赐自信满满地道 行 那咱就自力更生 等凡哥回来的时候 咱们都已经搞起来了 给他一个惊喜 杜长泽也燃起了斗志 对 很快 两个人分开行动 杜长泽走进了一家店铺 唐天赐则来到了一个摊位前 这个摊位的摊主正昏昏欲睡 不过似是察觉到有人来了 他一下就精神了 自从老巴特的一元店开起来之后 就几乎垄断了市场上的淘宝生意 他们有可能几天都不开张 越不开张 货品更新的就越慢 货物更新越慢 就更吸引不了人 乃像老巴特 每天出货量都很大 更新迭代非常快 人都被吸引到他那里了 只有一些漏网之余 才能轮到他们 不过谢天谢地 今天终于有课了 不过这摊主在看到唐天赐的时候 表情明显一愣 蓝星人 最近蓝星名气很大 这应该是他除了陈凡之外 见到的第二个蓝星人 嗯 连行星学徒都不是 如果是之前 这么弱小的人类 他可能都懒得搭理 那么弱小 都不配他的客气 但现在 小兄弟 随便挑 看有没有喜欢的 摊主很热情地道 无他 就冲蓝星人的这个身份 就足以让他高看一眼 唐天赐笑了笑 算是回应 然后他蹲下挑选起来 唐天赐号称跳躁市场小王子 是淘宝的一把好手 不过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 有多识货 而是全靠感觉 感觉对了 那就买 感觉不对 那就下一家 唐天赐翻找了好一会儿 他摇了摇头 这里并没有让他有心动感觉的东西 然后和摊主招呼了声 直接下一家 接下来的时间 唐天赐一家又一家地逛着 一个小时后 他已经逛了几百个摊位了 说实在的 他很失望 奥莱里格城 号称方圆几万光年星域的材料交易中心 就这 那么多摊位 都没有让他太心动的东西 顶多有一些 也就看着稍微顺眼一些 但唐天赐都懒得要 估计也就能赚个几十 几百宇宙币 没意思 还有一些摊位 唐天赐连过去看看的兴趣都没有 他眼光是很高的 要逃就逃好东西 赚大钱 有上一个 可能启动资金就够了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又过了多半个小时 现在唐天赐已经从头逛到尾了 他垂头丧气的 一无所获 我跳到市场小王子 有点出事不利啊 喂 副团长 你现在在哪呢 唐天赐联系杜长泽 在一个叫一元店的店铺里 杜长泽回答道 好 我去找你 唐天赐应了声 然后挂断了通讯 一元店 他嘴里念叨着 市场非常大 店铺更是有上千家 刚才忘了问一下具体位置了 这么大的市场 不太好找啊 他正准备找个路人问一下 不过这才一抬头 就看到了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三个大大的字 一元店 原来就在这儿啊 唐天赐哈哈一笑 就连刚才失落的心情 也没由来得好了一些 他直接走进去 一元店内非常宽敞 差不多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 人也非常多 乱哄哄的 地方很大 人有很多 唐天赐四下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杜长泽的身影 不过他很快发现了一点 这里竟然和外面的摊位是一样的 也是全场异宇周必人选 但这里的货品数量 可比摊位上要多得多 唐天赐欣喜起来 然后他也挤进人群 开始淘气宝来 他淘啊淘啊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个多小时后 唐天赐拿起了一个 已经布满裂纹的盾牌 好像随时就要破碎的样子 不过唐天赐拿在手里 就不愿意放下了 什么原因也没有 让他本人说也说不清 就是单纯的喜欢 喜欢就买 反正他之前也是这样的 家里堆放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钱是花了 但很多连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盾牌还是很重的 至少对巨灵异曾经的唐天赐 是这样的 没错 在霸虎秘境之后的这两年里 他已经是巨灵异曾经 虽然他不怎么修炼 但修为就是提升 至于原因 那是五花八门 诸如在野外的时候 渴了 喝了一肚子山泉水 修为就提升了 然后还顺带发现了一个灵犬等乱七八糟的 能说上三天三夜 唐天赐抱着盾牌 来到柜台前 老巴特头也没台 看了一眼数量 道 一剑 一语咒毙 唐天赐就付了钱 付过账之后 就是等店家撤掉盾牌上的标识 标识过的物品 是无法收进空间戒指的 这点技术在奥莱里隔城不算什么 不然进来都往空间戒指里装 那就乱套了 老巴特用仪器扫了一下盾牌 标识就被去掉了 唐天赐就打算将盾牌收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小子 你这块碎掉的盾牌卖不卖 一个声音在唐天赐身后响起 唐天赐扭头 他看到了一个满脸胡子的矮人足 不过虽然是矮人足 个头依旧比唐天赐高了一大截 他的四肢身躯都很粗壮 连脑袋也很大 你给多少 唐天赐随口问了句 你一宇宙币买的 我给你五十个宇宙币怎么样 矮人足说道 听他那语气 好像是在说 转转手的事 就是四十九枚宇宙币 小子你赚到了 不卖 这价格 直接把唐天赐给逗笑了 虽然他买东西 全凭感觉 并不识货 也不知道价格 但他有自己的心理预期啊 如果作为启动资金的话 怎么着也得一二十万宇宙币吧 给五百 闹呢 这个盾牌的价值无关 因为他需要这些钱 所以心理预期就是这些 完全没有道理 但就是这么任性 唐天赐收了盾牌 就要继续去逛 是的 刚才还没逛完呢 选到一个 又那么重 他不可能背着 所以就先来结算一下 这样收到空间戒指后 接着逃 别急着走啊 只要你愿意卖 价格好商量 五百不行 五千怎么样 矮人足 一副这次我够 乘以了八的样子 不怎么样 唐天赐直接回道 这时候 周围的人也注意到了他们 这种情况 在淘宝的时候 也时有发生 一般赶出嫁的 基本上是有了不小的把握 也就是说 这个蓝星人 应该是逃到好东西了 此刻就连老巴特 也抬起了头 在他看到唐天赐的时候 瞳孔猛地一说 蓝星人 这让他不由地想到了陈凡 这一幕 有点似曾相识啊 之前他还在摆摊的时候 陈凡就在他那里 逃到了好东西 然后被老吉姆看上了 现在又来一个 蓝星人狗屎运走得也太好了吧 那你想要多少 矮人足问道 他明显是看上了 这块要碎掉的盾牌 唐天赐也没怎么想 就直接伸出了两根手指 周围人顿时惊呼 两万 这蓝星人是真敢要啊 就是就是 我看他是故意狮子大开口的 分明就是没打算卖 矮人足迟疑了下 像是做过了心理斗争 最后道 行 就按你说的 两万就两万 唐天赐赶紧打住 谁告诉你是两万了 谁说 两万你找谁买去 两万就想买我的大宝盾 别以为就你自己识货 我不识货 我能逃到他 这两根手指 是二十万 二十万宇宙币啊 唐天赐说的理直气壮 其实 心虚得很 周围人顿时掀起巨大哗然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就连老巴特 都忍不住有些肉疼了 这个蓝星人 是从自己这里 逃到了什么宝物啊 张口就敢要二十万宇宙币 自从他一元电开夜后 也偶尔有人能从他这里 逃到好东西 不过就他知道的一些势力 大多都是赚个几百几千宇宙币 最好的 也才上万而已 他还能稳定心态 你们可能会赚 但我绝对不赔 但一下 到了二十万 他可就不淡定了 感觉心都在低险 陈凡之前在我这里逃到过宝贝 现在又一个蓝星人 蓝星人都有毒吧 不行下次 在门口立个牌子 蓝星人和狗 不能入内 老巴特愤愤地想着 当然他也就敢想象 蓝星现在可了不得 不说其他的 一个陈凡 他就惹不起 这次矮人足 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他咬牙答应下来 二十万就二十万 我要了 这次唐天赐也很痛快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唐天赐根本不关注 这盾牌到底是什么 具体价值多少 他缺二十万 心理价位就是这些 符合他的预期就行了 很洒脱 也很任性 接下来 唐天赐就继续淘宝去了 矮人足也没走 也开始在成堆的东西上挑选起来 大家都津津乐道地谈论着 可以说皆大欢喜 除了老巴特 二十万 我的二十万 不过他也一直试图安慰自己 我不心疼 虽然损失二十万 但有人从我这里 转手赚二十万的事 自己好好宣传一下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到时候 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我这 到时候 我很快就能赚回来 嗯 就是这样 时间飞速流逝 唐天赐把剩下的物品都扫荡了一遍 不过这次 没有能让他提起兴趣的了 这期间 他也碰到了杜长泽 他嘚瑟地给杜长泽 看了看自己 宇宙网络上的余额 杜长泽惊呆了 团长 还得是你啊 唐天赐哈哈大笑 该说不说的 赚这二十万 全凭十利 杜长泽 啊对对对 回到住处 杜长泽和唐天赐两个人 就商议起来 现在启动资金已经到位 接下来就看怎么发挥了 这些杜长泽已经有了思路 我的打算是 也开个像一元店的商铺 这样资金需求小 如果开店直接卖那些鉴定过的材料 或者新售材料 本钱太大了 行 这块我不太懂 都听你的 而且 今天看那个一元店 生意也挺火的 唐天赐点头道 杜长泽继续道 交易市场上的房租 我已经打听好了 两年十万宇宙币 本来我们没有十万宇宙币 我打算从摆摊开始的 但现在不用了 直接一步到位 开店铺 哈哈 可以可以 摆摊没意思 摆摊还怎么给我像惊喜 唐天赐道 我们现在手中 大概有二十二万宇宙币 十万两年的房租 剩下的十多万 用来周转 刚好 就我了解的 像一元店的货 别看那么多 其实本钱没多少 大概一宇宙币一百件左右 然后一宇宙币一个卖出去 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杜长泽从小耳濡目染 在商业上还是很敏锐的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 他又道 什么问题 唐天赐问道 进货 他们这些货物 都是从一个地方买来的 那里是宇宙拾荒者出售东西的据点 不过咱们实力太弱了 凡个叮嘱过我们 不让我们出去 所以 进货就是个问题了 杜长泽说道 宇宙拾荒者有价值的 都会卖给正经的店铺 剩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看不出价值的 就会打包卖给摊贩 虽然很便宜 但能多卖一点试一点啊 那我们不出去就行了 让他们给送来 唐天赐的思维 天马行空 都是去宇宙拾荒者的据点去选货 咱们让他们送 他们就送 咱们说话 也不管用啊 杜长泽忍不住笑道 咱们说话不管用 宇宙币说话管用不 加钱 送过来让我筛选过的 价格翻倍 他们一宇宙币 一百件 我们两宇宙币一百件 不对 我忽然有了一点想法 干脆十宇宙币一百件吧 不过我们不开一元店了 我们开十元店 唐天赐完全没做过生意 但他的思维 也没有商业上的一些局限 非常发散 十元店 现在有一元店 我们开十元店 价格上不天然烈士吗 杜长泽疑惑 除非除非 烧钱 杜长泽先想到一个蓝星惯用的商业手段 就是前期烧钱 烧钱 唐天赐有些疑惑的道 对 比如 咱们开十元店这个事 咱们是十宇宙币一件 人家是一宇宙币一件 价格上根本不占优势 前期可以购买一些金属材料 涂一层神秘物质 放在货瓶里 这样就能增加顾客 买到好东西的概率 虽然也赚不多 基本也就几十 几百宇宙币 但相比于十宇宙币 绝对是有得赚的 这样物超所值 才能打开局面 等店铺生意稳定了 我们再逐步减少投放的金属材料 杜长泽头脑清晰地道 嗨 你是这个意思啊 唐天赐哈哈笑道 副团长 不用那么麻烦了 以后你负责销售 我负责进货 我凭实力 能让咱们的货 整体上比一元店的质量高出十几倍 你信不信 杜长泽眼睛一亮 确实 怎么忘了这个 我信 他重重地道 不过 你心里就没点B数 那真是靠实力吗 那就这么干 好 当天晚上 他们两个就行动起来了 杜长泽联系了市场的负责人 租下了一间店面 市场很大 一直有空闲的店铺 租店铺的事 杜长泽都没用出门 在网上就把一切办妥了 付过钱之后 他就得到了一份电子合同 另外 在网络上定做牌匾 店铺的名字 两人一致决定就叫十元店 唐天赐也没闲着 他在网上发布消息 只要送过来 并且经过确认的货品 十倍价格收购 很快就有一个宇宙石荒者 看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一传十 十传百 这消息 就在奥莱里隔城的宇宙石荒者圈子里传开了 十倍的价格 不会是骗人的吧 人傻钱多 我看说的挺详细的 有店铺的位置 还有明天碰面的时间 看着很像回事的样子 看清楚 是要筛选过关的 才十倍价格 这个筛选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直都是打包卖的 它不会是要筛选出 里面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点给十倍吧 那样的话 就没意思了 不是 我刚才联系了店家 他也是打包收 不过收之前 他要简单地看一下货 哦 是这样啊 那明天去碰碰运气 如果被选上了 本来能卖十个宇宙币的 现在能卖一百宇宙币 也值得跑这一趟 对 明天我也去 第二天一大早 天色蒙蒙亮 杜长泽和唐天赐 就把十元店的牌匾挂了起来 宇宙拾荒者来的 也很早 正常摊主和他们的交易 都很早 往往摊主 去据点进货之后 回来还不耽误市场开市 这次来了三百多个宇宙拾荒者 不算多 但也足够用了 唐天赐全权负责采购的事情 杜长泽则在店铺里 忙着打扫卫生 宇宙拾荒者 将自己的货物都取了出来 唐天赐挨个看着 才看了没几个 唐天赐就停在了一堆货物前 你这个可以 数量多少 那宇宙拾荒者大喜 连连到 刚好五百 老板可以现场数一数 不用了 唐天赐大手一挥 将东西收了 然后付了五十宇宙币 那宇宙拾荒者 更是连连道谢 本来只值五个宇宙币 结果卖了五十 好 好啊 瞧见这一幕 其他的宇宙拾荒者 也都激动了 老板看看我的 看我的看我的 唐天赐一个一个地看着 最后三百多个宇宙拾荒者里 他留下了其中六十人的货 这比例 已经大大超出了宇宙拾荒者们的预期了 他们本来以为 十倍的价格筛选会非常严格 最后能留下十个 就算不错了 结果这老板就往前一站 随便看看 就下决定了 跟闹着玩似的 看来之前 有人说得对 真是人傻钱多呀 就因为这看起来很傻的行为 还在市场上引起了一些议论 就连老巴特也知道了这消息 十元店 这不明摆着模仿他的一元店吗 老巴特痴笑一声 他的一元店在市场上低价淘宝这块的地位 是无可撼动的 没一个能打的 之前也有过摊主 学他这样把摊位升级成店铺 但坚持不了几天就关门大吉了 现在又来一个投铁的 还有这价格 他是一宇宙币 对方是十宇宙币 价格上就天然烈士 这不是找死吗 另外 连收获的价格也翻了十倍 这一系列的操作 看得老巴特直摇头 他根本没把这个十元店当回事 从现在算起 十元店能坚持十天不关门 那都是好的了 老巴特笑眯眯的毛子里 泛着精明和嘲弄的光芒 兴罗店一个气派的大厅里 伯鲁正在喝茶 恒星级的奎尔快步走了进来 店主大人伯鲁曾经吩咐过奎尔 多留意一下杜长泽和唐天赐 如果他们遇到什么难处 就赶紧帮一下 毕竟是陈凡兄弟的朋友 虽然当初陈凡兄弟 只是让他帮忙接待一下 送到市场就行了 但伯鲁可不会 真的送到市场就不管了 这万一被欺负了 怎么好像陈凡兄弟交代啊 奎尔简单地把得到的消息 禀告了下 开店了 店铺的名字叫十元店 伯鲁惊讶 他位高权重 不太接触这种底层的生意 于是问道 奎尔 你感觉怎么样 回禀店主大人 属下感觉很悬 奎尔就将市场上的一些情况说了下 重点提到了一个货索恩族开的一元店 已经形成了规模和口碑 几乎垄断了这块的生意 十元店没有一点优势 反而在价格上有着很大的劣势 哦 听完 伯鲁也是赞同的点头 这确实不太妙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陈凡兄弟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开业 我肯定得表示表示 你带我去 送上一份贺礼 伯鲁说道 奎尔惊讶 店主大人送一份贺礼 那可不是单纯的一份贺礼那么简单啊 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巨大的 市场上还从来没有哪家店 有过如此殊荣 是 奎尔并未多说 只是恭敬领命 很快 奎尔就去了十元店 并且代表伯鲁送上了一份贺礼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没想到啊没想到 十元店的背景这么大 开业连店主大人都要送贺礼 这是市场上第一家或此数容的店铺吧 店主大人的面子肯定是要给的 待会我就去十元店逛逛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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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刚查了下十元店的注册信息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有屁快放 十元店的注册信息上 有三个人 一个负责销售 叫杜长泽 另外一个负责采购 叫唐天赐 最最最重要的是 老板的名字叫陈凡 卧槽 怪不得 怪不得呀 原来是陈凡的店 陈凡大佬的面子也要给 杀雕 别给这个面子 给那个面子了 再晚一会 十元店你都挤不进去 卧槽 都这么快的吗 哈哈 我在十元店挑了十件东西 破开外层的神秘物质之后 有两件好材料 一百金币买的 转手卖了两千二 卧槽 楼上的楼上 我不如你 我也买了十件 不过只开出了一个好东西 含泪赚了五百 卧槽 十元店有点东西啊 物超所值 物超所值 现在我谁的面子 也不给了 我要冲 都给我闪开 谁当我发财 我给谁挤 时间在持续 陈凡还在往美拉达 你心赶的路上 他也一直在网络上 关注着奥莱里格城的信息 结果他竟然看到了 自己开店的消息 而且生意火爆 我开店了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陈凡本能想到的 就是长泽和唐天赐 他看过智脑整理的 相关信息之后 才算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果然是长泽和唐天赐 十元店 没有人看好 被认为是人傻钱多 结果打脸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有人发现 在十元店 淘到好东西的概率非常大 就拿老巴特的一元店来说 差不多需要几天 甚至十几天 才能淘到一个好东西 十元店就不同了 一天一个 那是最基本的 最多的时候 出了五件好东西 有的赚了几百宇宙币 有的赚了几千 虽然价格比一元店贵了十倍 但这概率提升的 可不止十倍啊 没有人是傻子 用脚趾偷想 也是十元店更划算啊 然后十元店 很快就打响了名钱 每天客流爆满 甚至外面 还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陈凡笑了 长泽和天赐 是有点东西的 他本来还想着 让他们两个先适应一下 熟悉熟悉市场 等回去后 一块商量开店的事情 结果他还在路上呢 生意已经火爆了 另外 还有伯鲁大哥送了贺礼 这点也很关键 陈凡感叹 伯鲁大哥 真是帮了自己太多了 能认识伯鲁大哥 真是三生有幸 这些天 陈凡除了关注 奥莱里格城的消息之外 还让智脑 一直搜寻震惊星人的踪迹 虽然震惊星被灭了 但震惊星人 却是他的心腹大患 不过这些天震惊星人 就像是在宇宙中蒸发了一样 找不到任何一点关于他们的线索 网络上有人猜测 他们逃离了星罗宇宙国的心域 也有人反驳 震惊星人那么傲慢自负 吃了大亏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耻辱地离开 应该是找了一个星球藏起来了 随时准备报复陈凡 报复蓝星 陈凡更倾向于后者的猜测 他不敢大意 这种藏在暗处的毒蛇 最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出来咬自己一口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赶路的13天就过去了 现在火种号已经进入了 美拉达尼星的大气层 正在朝奥莱里格城赶 13天过去了 本来第二轮抹杀的倒计时是25天 现在只剩下12天了 之前陈凡的名次是1312 现在掉到了1322 不过还安全得很 他一点也不慌 既然都到了美拉达尼星 那到奥莱里格城就很快了 不多久后 火种号就降落在了奥莱里格城 陈凡先和伯鲁大哥联系了下 感谢他这段时间的帮助 还有晚饭他来安排 一块喝酒 伯鲁自然开心地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 陈凡就来到了金属材料交易市场 气派的大门前 人来人往 在陈凡出现的时候 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陈凡 竟然是陈凡 这可是个狠人啊 一人对抗整个震惊心 石原店的老板 殷殷殷 是殷殷族 殷殷族发出这声音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陈凡来到气派的大门前 职守的士兵连忙点头哈腰 交钱 不存在的 您请进 智脑自动定位了石原店的位置 陈凡朝那边走过去 期间 他路过了老巴特的一元店 陈凡想着 都走到门口了 那肯定不能放过老巴特呀 就打算进去淘点东西 老巴特的一元店 之前是非常火爆的 不过这次里面很冷清了 只有零散的几个人在挑选 老巴特在柜台前 烦闷地叼着烟斗 再也不负之前的风光了 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没将石原店当回事 不过后面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让他有些怀疑人生 首先是新罗店的店主派人 送去了赫里 然后爆出石原店的老板 竟然是陈凡 这两波吸引了一定的客流 不过真正恐怖的是 他们那里逃到好东西的机会 真是太猛了 每天都有逃到好东西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都好几个 客人都争先恐后地 去石原店了 他这里就没多少人了 老巴特敏锐地察觉 这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同样是在宇宙拾荒者那里收获 石原店的货品 怎么好得那么多 老巴特断定 石原店肯定是在烧钱 把好东西伪装一下 扔在货里面 嗯 一定是这样 烧钱是吧 我看你们能有多少钱 最开始的时候 老巴特推测 石原店能支撑十天就算好的 结果他等啊 等啊 石原店的生意更火爆了 反而这十天里 他的一元店几乎到了关门的地步 嗯 还没关门 但也差不多了 老巴特颓然长叹 真是成也蓝星人 败也蓝星人 尤其那个叫陈凡的 想到陈凡 他就恨得牙痒痒 就在这时候 老巴特看到有客人走了进来 他瞳孔一缩 陈凡 他不是在震惊心吗 这才过去多少天 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过震惊归震惊 老巴特赶紧满脸堆笑地迎上去 陈凡小兄弟 欢迎欢迎 他虽然气得很 但一点也不敢表现出来 连强大的震惊心人都惧怕陈凡 他更是惹不起啊 顶多是生闷气 巴特老板 好久不见 陈凡客气了句 老巴特苦笑 什么老板啊 小兄弟还是叫我老巴特吧 对了 您现在店里忙得很 怎么还有空来我这边逛逛 你是说十元店啊 我还没去呢 巴特老板是我的贵人 所以 我刚从外面回来 就先来您这里了 陈凡说道 荣幸之至 荣幸之至 老巴特满脸堆笑地说着 其实心里在低血 呜呜 都成贵人了 不知道在我这里 逃到多少好东西了 和老巴特简单寒暄了几句 陈凡就去里面逛了 老巴特在柜台前 这时候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估计 这次又要被逃走好东西了 蓝星人是真有毒啊 而且就专货货他一个人 太难了 店铺虽然很大 堆积的货品也很多 但这次陈凡逛了一圈 小礼貌都没提起什么兴趣 陈凡就没选什么 在和老巴特说了声后 就离开了 老巴特变成了苦瓜脸 陈凡选东西 他心里不是滋味 这什么也不选 他怎么心里更不适滋味了 很快陈凡来到了石原店的位置 好家伙 别说里面了 就连门外都排起了长队 队伍里不少宇宙生命 翘首以盼着 希望店里能出来一些人 然后他们就能更靠前一些 陈凡直接朝店铺内走去 小子 都在排队看不见吗 后面去 一个皮肤通红 头上还长着两个弯角的宇宙生命 出声制止道 陈凡停下 扭头准备解释下 自己不是来卖东西的 不过他这一扭头 直接把那红皮肤的宇宙生命 吓得脑袋一缩 陈 陈凡 就 就当我没说 您请进 谢了 陈凡点头回应了下 等陈凡离开后 外面顿时炸开了过 我的天 陈凡不是在震惊星吗 这么快就到奥莱里革城了 是啊 从震惊星到美拉达尼星 正常需要127天的呀 这才过去了多久 从震惊星陨落 到现在 满打满算 也才13天而已 不可思议 得是多么先进的星空战舰 才能达到这速度 我认知有限 最高也就了解到15代 而且 15代是达不到这种速度的 卧槽 陈凡不简单啊 蓝星不简单啊 刚才那位兄弟呢 你真是勇啊 佩服佩服 别提了 差点吓尿了 哈哈 杜长泽和唐天赐 见到陈凡的时候 可激动坏了 陈凡回来了 他们就像是 有了主心骨 心里也踏实了 有安全感了 他们三个蓝星人 终于在一星他乡回师了 杜长泽给陈凡介绍了下十元殿的情况 现在效益非常好 现在每天都有几千个宇宙拾荒者前来送货 加上房租人工等等 所有的一切 成本大概在3000宇宙币 但每天营收都在十万宇宙币之上 是的 有人工成本 主要是生意太火了 他们两个根本忙不过来 就雇了六个员工 最后 杜长泽还特别夸赞的唐天赐 这个采购经理实在太强了 不然的话 十元殿不会火成这样 陈凡也赞叹 是啊 天赐的能力太强了 唐天赐当时心里那个美啊 偶像夸我了 偶像夸我了 不过唐天赐心里虽然乐开了花 但还是纠正了句 和运气无关 全凭实力 我跳到市场小王子 巴拉巴拉 陈凡和杜长泽 都是哈哈大笑 很快 夜幕降临 奥莱里格城 灯火通明 陈凡已经订好了饭店 他带着杜长泽和唐天赐 先到了这里 不一会儿 伯鲁也来了 他还带了两瓶好酒 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伯鲁心头一震 陈凡兄弟 你的境界 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陈凡的境界了 小礼貌不止在暗精套装的时候 能隔绝探查 就算在湿海的时候 也可以 伯鲁大哥 你可别多想 我只是有个东西 能隐藏修为 陈凡笑着解释道 小礼貌 东西 二哈 瞪眼 JPG 又说我是个东西 礼貌吗 饲养员你这样说礼貌吗 我哪里是个东西了 很快几人都落座 大家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加上推杯换盏 气氛更是热烈 席间伯鲁也算看出来了 杜长泽和唐天赐 和陈凡兄弟的关系 根本不是单纯的朋友那么简单 杜长泽称呼陈凡兄弟 为凡哥 唐天赐称呼陈凡兄弟为偶像 他了解了一下 原来杜长泽和陈凡还是同学 连对象都是好闺蜜 在了解到唐天赐的时候 唐天赐二话没说 直接拿出了自己和偶像的合照 就是背景稍微有点不合时宜 另外 唐天赐还说自己是陈凡的第一铁杆 无脑军团驻江南基地市的团长 杜长泽也补充了句 我是副团长 陈凡哭笑不得 无脑军团现在在蓝星的名气很大 他当然也知道了 不过 他只当是大家对他的追捧和支持 无脑什么的 言过其实了 不过伯鲁在听到无脑军团的时候 却是激动得很 直接上去 紧紧握住了团长和副团长的手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杜长泽和唐天赐 都是有些疑惑 我也把脑子扔了呀 伯鲁兴奋地道 我本来以为茫茫宇宙 只有我自己这样 没想到 今天竟然找到组织了 好 好啊 你也是 杜长泽和唐天赐 都是惊得张大了嘴 堂堂星罗殿的店主 竟然也是无脑军团的成员 伯鲁重重地点头 必须是啊 杜长泽哈哈大笑起来 欢迎欢迎 店主大人 您可是咱们无脑军团重量级的人物 唐天赐则道 此时此景 我建议咱们合影一张 不知道店主大人的意思 伯鲁直接摇头 不过还不等唐天赐失望 他又开口道 一张怎么够 这么高兴的时候 怎么这也得多拍几张 说吧 伯鲁 唐天赐和杜长泽三人 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反倒是陈凡 有种局外人的感觉 想想也是 人家是一个组织的 就他不是 可不是局外人吗 很快 伯鲁让奎尔进来 奎尔和一些护卫队 是一直在外候着的 然后 咔嚓咔嚓咔嚓 一个个瞬间被定格下来 有伯鲁 陈凡 杜长泽 唐天赐四人举杯共影的画面 也有坐在一起哈哈大笑的 并排站在一起勾肩搭背的 还有好多 拍完 奎尔立马就将照片给打印了出来 陈凡和杜长泽还好 伯鲁和唐天赐 看着照片 直接笑开了花 伯鲁 再过几年 也有可能不用几年 这照片就了不得了 唐天赐 回去就发给队长和明哥他们 奥莱里格城的星罗店店主啊 这还不够我吹一波的 哈哈 一顿饭下来 四人都很惊心 在门口和大家告别 伯鲁回星罗店了 陈凡则是将杜长泽和唐天赐 送回了市场 这时候 他们也都知道 接下来陈凡要回蓝星了 他们也都理解 毕竟现在蓝星的处境非常危险 到了市场后 杜长泽和唐天赐 就回十元店了 陈凡则是去购买星盒了 上次把能卖的东西卖掉之后 购买了79颗星盒 另外 花掉一千万宇宙币 凑够了八组 现在 陈凡手里的战利品更多 扇小礼貌图给他的震惊星人的空间戒指 就有几十万个 不算震惊戒指 就里面的东西 就是一笔非常恐怖的财富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市场白天和晚上 都是正常营业的 美拉达尼星和蓝星不同 这里的行星集 遍地都是 行星集论身体素质 都是非常强大的 几个月不睡觉 都很正常 所以 晚上和白天一样 热闹喧嚣 这次陈凡逛了除十元店之外 所有的店铺 末地只有一个 购买星盒 就连清风阁这样 之前陈凡扫荡过的 这次也去了 毕竟又过去了小三十天了 也许又有了呢 这次陈凡购买了124颗星盒 上次购买了80颗 是当时陈凡的能力 只能购买80颗 这次购买124颗 是市场上只有124颗 124颗 可以凑十组 陈凡直接交给智脑 补充了火种耗的能量 火种耗的能量 又增加了0.012% 算上之前 增加的0.008% 再加上消耗的一些 现在火种耗的能量 是3.017% 这让陈凡的底气 更足了一些 另外 他手里还有大量的财富 还能购买很多的星盒 只是暂时市场上的星盒 被他买光了而已 忙完星盒的事 陈凡就马不停蹄地 朝蓝星赶去 火种耗化为一道流光 很快就冲出了 美拉达尼星的大气层 而后顿入亚空间 急速飞掠 现在火种耗的速度 和之前可大不一样了 就拿陈凡 从震惊星返回 美拉达尼星来说 火种耗没解开限制前 需要127天 解开一级限制后 只用了13天 差不多相当于缩短了10倍 那么 陈凡从美拉达尼星到蓝星 正常需要20天的时间 现在只需要2天了 事实上也确实快 才半天的时间 火种耗就来到了虫洞前 巨大的虫洞 就像是一座恐怖的天地之门 横跟在浩瀚的宇宙中 越是靠近 越有种自我渺小的感觉 蓝星 老八妖王提着两坛好酒 来到了海边的沙滩上 不一会儿 一个光头正亮 背着龟壳的老头 从海里走了出来 细细一看 不是老龟还是谁 自从融入蓝星大家庭之后 老龟接触到了人类的一些东西 现在变得别提有多时髦了 只见他现在穿着鲜艳的沙滩服 脚踩人自脱 鼻梁上还挂着一个镜片 很小的墨镜 远远地看到老八妖王 就挥手招呼着 老八兄弟 老龟看似闲听信步 但速度却不慢 几个闪烁就来到了老八妖王跟前 龟也 老八笑着喊道 也许有人会疑惑 这两位本来八竿子都打不着 怎么走到一块去了 而且看起来还很熟的样子 其实解释起来也好理解 现在蓝星是一个大家庭 老八是新联盟任命的 妖兽最高的王 老龟则是被任命为海洋的霸主 他们一个同管陆地妖兽 一个管辖海兽 有时候在新联盟开会的时候会遇到 这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 虽然老龟年龄的境界也高 但老八龟顺得早啊 自利老 所以 这称呼上 老八都是恭敬地喊一声龟也 老龟则是亲切地喊老八兄弟 用他的话说 我也就五万多岁 喊你一声兄弟 正合适 老龟可不傻 就他知道的 新联盟最重要的宝物 是在江南基地市的霸虎试炼塔 这霸虎试炼塔 是陈凡留下的 整个蓝星 只有极少数被陈凡赠予了特权 而老八妖王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特权 可不是简单地 省了多少功勋点那么简单 而是陈凡对他们关系的一种认可 就从这点 你这兄弟我老龟认定了 老八也不傻 自己一个小小的妖王 何德何能可以 和一名强大的妖圣平被论交 还不是因为 自己归顺得早 资历老 再有就是霸虎试炼塔的特权 现在看 这一系列 真是明智的选择呀 而眉眉想到这 他就不由自主地 想到自己的六哥 六哥呀六哥 这不我哭死 虽然六哥不在了 二不对 虽然六哥走了 好像也有点不行 虽然六哥还没死 而呸呸呸呸 反正就一句话 六哥的精神 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这次老八 从内陆特意来到海边 是来感谢老龟的 因为老龟帮了他大忙 老八是刚烈妖王忠实的小迷弟 他为六哥的信仰之力 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现在陆地上的妖兽 每天都会在雕像前膜拜 不过老八感觉 这还不够 然后他就盯上了海兽 于是 老八就找到了老龟 让海兽供奉一个妖王 肯定有损老龟 在海兽中威严的 不过老龟 过了几万年了 早已活得很通透了 而且现在 蓝星是一个大家庭 海洋严格来说 也不是他称霸的 一亩三分地了 总之 老龟答应了下来 老八感激涕零 再三感谢 灵气复苏之后 蓝星的体积 暴涨了很多倍 生灵也更多了 尤其是辽阔的海洋 海兽的数量 比陆地上妖兽的数量 多三十倍 还不止 有了海兽的加入 那信仰之力 一下暴涨 信仰之力很神奇 远在宇宙中的刚烈妖王 当时就感受到了 虽然之前靠着妖族的信仰之力 他的修为也在不断提升 达到了九级妖王的层次 但信仰之力暴涨之后 刚烈妖王的修为 突飞猛进 一举突破到妖圣 然后一级二级三级 现在已经直逼行星级了 刚烈妖王激动得很 同时他也知道 现在蓝星上 他们十八兄弟里 只留下了老八和小十八 能这么不于一力帮助他的 肯定就是他们 老八出的力 肯定更大一些 老八呀老八 我的好兄弟 而且这一波及时啊 太及时了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刚烈妖王看的圣经里 主角在走出新手村后 都碰到了一个强大的角色 这些角色都对主角好的没话说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尼玛 一本也就算了 每本圣经都是这样 刚烈妖王 有点不淡定了 这是冥冥之中 圣经在给自己警示啊 有人要抢自己的男二 本来刚烈妖王还挺急的 但这波信仰之力 给了他信心 谁也别想抢我的男二 老八和老龟坐在沙滩上 手里都拿着酒坛子喝着 好酒啊 老八兄弟 这叫什么酒 老龟赞叹地问道 龟爷 这叫猴儿酒 您喜欢就好 现在就痛快地喝 我空间戒指里 还给您背着好多呢 老八笑着说道 哈哈 还是老八兄弟 你想得周到 老龟也开怀笑道 来 哼 他们又是痛饮一番 片刻 龟爷 我给你说个事 老八突然神秘兮兮的道 哦 什么事 老龟有些好奇 陈凡大佬要回来了 老八压低了声音道 老龟心头一跳 领主大人要回来了 真的假的 没听到消息啊 嘿嘿 千真万确 现在估计连周首长 都还不知道呢 但我有渠道啊 所以提前知道了 老八笑着说道 哦 老龟挑眉 我和陈凡大佬的队友 老薛 方如 老杨 还有常泽 我们都住得非常好 之前老薛和方如 他们去月牙圈指手的时候 我和小十八 经常去找他们喝酒 老八解释道 老龟精益 厉害啊 老八兄弟 那时候陈凡还在霸虎秘境呢 对我们来说 还很弱小呢 那会你就开始 教好他身边的人了 有远见啊 佩服佩服 这话是老龟发自内心的 一点也不是恭维 老八摆摆手 龟爷 您谬赞了 我不行 说到底还是六个培养得好 如果没有六个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只是躺赢而已 老八兄弟 我经常听你 提起你的六个 而且赞不绝口 现在也听你说了很多事迹 你六个真乃神人眼 老龟也忍不住得道 哈哈 那是当然 老八开心的大笑 有人夸六个 比夸他都让他开心 接着说刚才的消息 这消息是常泽 告诉老薛的 我和老薛喝酒的时候 他又告诉了我 你也知道 常泽在外星和陈凡大佬在一起呢 所以他的话肯定假不了 老八说道 老龟也点头 等回头大佬回来之后 我安排一场 如果能邀请到大佬的话 到时候 龟也你也去 老八说道 老龟心头一喜 那就多谢老八兄弟了 客气客气 龟也 咱们接着和陈凡归来的消息 其实在杜长泽告诉队友之前 唐天赐这个骚包货 再给队长和明哥等一群哥哥们 炫耀自己和新罗店店主一块吃饭的时候 就已经吐露出来了 杜长泽和唐天赐 把消息告诉了他们亲近的人 老薛和明哥他们又把这消息小范围地分享了下 总之 这消息 只要一传出来 很快就会一传十 十传百地扩散开来 尤其还是关乎陈凡的消息 传播的速度更快 才一天的时间 整个蓝星就都知道了 周震虎还打电话和陈凡确认了下 陈凡哭笑不得 他告诉周震虎 自己确实在回蓝星的路上 大概再有一天就能到了 周震虎激动不已 好好啊 这次陈凡归来和之前的几次可不同 这次是大胜归来 是英雄凯旋 一定要好好迎接一下 周震虎在结束通话之后 就立马行动起来了 现在网络上更是炸开了锅 都在热议陈凡归来的事情 兄弟们 明天去江南基地市 迎接陈凡大佬 有组队的吗 别明天了 现在江南基地市已经挤不下了 扑哈 官方发布公告说 全球直播 老实地在家看直播吧 虽然那群娘们 打我好几次了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大佬这次回来 能讲讲隐身术吗 还有读心术 现在两个我都要 我再澄清一下 我真不是为了澡堂子 集美们 这家伙又露头了 打死他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就是次日 天色还蒙蒙亮 街道上就开始有人在聚集了 随着时间的持续 越来越多 渐渐变成了人潮汹涌 虽然官方通报的 陈凡到达的时间 是下午五六点左右 但这个时候 江南基地市的大街小巷 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没办法 要真下午来 能挤进来才管 旭日东升 阳光照耀着大地 哦 在江南基地市 照耀不到大地了 目之所及 竟是人山人海 就连一些高层建筑上 都站满了人 大陆两侧的窗户上 也探出了一个个的脑袋 就算是这样 全球各地的人们 还是不断地朝江南基地市涌来 渐渐地 城外都变得拥挤了 这时候 网络上更是热闹喧嚣 别来了 求求你们都别来了 真的挤不下了 我鞋子不知道 什么时候给挤霉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现在挤得我已经 双脚离地了 我耐着都变形了 楼上的挤霉 大声地说出来 爽吗 哼哼 你们这群巫女够了呀 我有一个大宝贝 被你们挤硬了 又被挤软了 反反复复都几次了 陈凡大佬还得好久才来 我有点吃不消啊 哈哈 楼上太惨了 还是在家舒服啊 你看我 躺在沙发上 吃着冰镇的西瓜 看着直播 美滋滋 楼上 你可能不懂 软硬变化之间的快乐 滑稽脸 我靠 我忽然感觉冰镇西瓜 不甜了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 非常少见地 请了一天假 现在街道上到处都是人 他们没出去 都聚在了刘志安家 早早地就开开了电视 刘志安在厨房里忙碌着 韩康在里面打下手 客厅里 王真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包算 要说陈凡归来 最高兴的 可能就是他们三个了 他们和陈凡相处几年 一路从底层到现在 过上好日子 那种感情 不是亲情 胜死亲情 昨天知道陈凡要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商量好了 今天亲自动手 准备上一桌菜肴 然后一边喝酒 一边看小凡归来的直播 这真是美式一桩 而且 看着人山人海 陈凡这么受欢迎 他们也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这时候 刘志安 韩康 王真三人眼前的虚拟影像上 都出现了陈凡的通话申请 是的 现在刘志安他们 也植入了宇宙网络的芯片 植入芯片后 他们就给陈凡 发送了好友申请 不过陈凡每天的申请列表人数太多了 他每隔一段时间 才会让智脑筛选一下 应该是现在才看到三位书的申请 所以立马就发来了通话申请 是小凡 刘志安惊喜 他应该是才看到我们之前发送的申请 快接快接 三人都激动得很 很快 网络连接 他们在虚拟影像上都看到了陈凡 陈凡也看到了三位书 小凡 刘志安三人都惊喜地喊道 刘叔 韩叔 王叔 你们终于连接上宇宙网络了 以后咱们随时随地就能联系了 陈凡现在也高兴得很 他出门在外 心里是很牵挂三位叔叔的 是啊 小凡你现在到哪里了 这回江南基地是都快挤爆了 刘志安大笑着道 我还在虫洞里呢 不过也快出去了 咦 韩叔王说 你们这也都是在刘叔家 哟 这是在准备好吃的呢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 陈凡哈哈笑道 也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他才会这么轻松随意 你小子回来 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好日子啊 韩康笑着说道 小凡 来不来 我们今天可是会准备很多菜的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酸菜鱼 你刘叔亲自操刀 还有好酒 王真哈哈笑着 王叔别说了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等着我 刚好咱们叔侄也好长时间 没在一块吃饭了 这顿饭我必须吃 陈凡道 真的 你有时间吗 现在新联盟的高层 还有新罗店的店主 都在舞者大厦顶层 等着接待你呢 刘志安三人都是惊喜 但也又有点不敢相信 哈哈 还是三位叔重要 另外 我这次回来 待的时间会涨一些 他们回头再说呗 陈凡笑道 好好 那咱可说定了 我们等着你 刘志安三人都激动坏了 好 陈凡也笑着 江南基地是 舞者大厦的顶层 下国电视台总台的美女记者 正在和演播厅连线 他激动地说着现场的情况 镜头一转 照向了地面 从高处看下去 街道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头 好 谢谢前线记者的报道 演播大厅里 主持人说道 接下来 我们演播厅请到了 下国武技研究院的孔文旭副院长 请他聊一聊 他和陈凡的故事 现在不止下国 全球各个国家 都在转播这场直播 老八 昨天就带着小十八 来到了江南基地市 老龟也来了 他们都是新联盟的重要成员 所以有幸出现在江南基地市 舞者大厦的停机坪上 现场迎接陈凡 薛志刚 方如 和杨柯 这时候也在一起 方如下厨 薛志刚和杨柯 已经先喝上了 不过气氛有些沉闷 对他们来说 陈老弟归来 他们当然是高兴的 但每每到了这样庆祝的时刻 他们都忍不住想起队长 想起老吕 老林 老冯 想起所有的队友们 之前的天药特战小队 是多么的热闹 最多的时候 有二十人 现在队长 老吕他们被抓了 差不多两年过去了 音信全无 陈老弟和杜老弟 都去宇宙中闯荡了 现在天药特战小队 在蓝星上 只剩下他们三个了 他们都有点 每逢家节被私亲的感觉 每次 在要庆祝的日子 他们都忍不住想起 被抓走的队友们 如果队长 老吕他们 知道陈老弟现在的成就 肯定也会很高兴吧 薛志刚感慨道 咱们天药 能有陈老弟加入 真是三生有幸 杨柯也道 当时还是我历见的陈老弟呢 说到这 薛志刚笑了 这时候 方如刚好端着菜走过来 他笑着道 行了行了 你都说了八百遍了 哈哈 有吗 薛志刚道 才八百遍吗 我感觉的有八千遍了 杨柯打去道 去你的 薛志刚笑骂 气氛也变得欢乐了几分 方如已经忙完了 现在也坐下 官方通报说 陈帆弟弟在下午五六点钟到 我们要不要去迎接一下 杨柯一笑 我来的路上都挤爆了 咱们还是老实地在家待着吧 等陈老弟回来了 肯定会联系咱们的 薛志刚也道 正说着 他们三个虚拟面板上 都有了呼叫申请 不是陈帆 还能是谁 哈哈 我说什么来着 薛志刚 哈哈大笑 方如和杨柯也都笑了 然后他们都接通 在虚拟影像上 他们看到了陈帆 陈帆也看到了他们 陈老弟 薛志刚 方如 杨柯 都是笑着喊道 薛哥 方姐 杨哥 陈帆也开心得很 他看到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哟 这要巧的嘛 刚才我和三位叔通话 他们今天也搞了一桌好吃的 今天是过年吗 今天不是过年 但比过年还热闹呢 因为我们的护心战神要回来了 方如笑着道 陈帆哭笑不得 有说有笑了好一会儿 双方才结束通话 陈帆主要是告诉薛哥 他们一声 自己晚点再去找他们 薛志刚 方如 杨柯当然不会计较这些 他们让陈帆先忙 等忙完了 再聚 下午五点多 在万众瞩目之下 火种号降落在了江南基地市 武者大厦顶端的停机坪上 舱门打开 陈帆走了出来 在这里早已等候多时的蓝星星联盟最高长官周振虎 助蓝星星罗电店主蒙特等一行人都是迎了上来 陈帆 陈帆阁下 周振虎和蒙特都是笑着招呼道 首长 蒙特店主 陈帆也笑着 蒙特店主 非常感谢你来镇守蓝星 你来了 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样 在这里还适应吗 有什么需要 尽管给我说 在这里 千万别客气 陈帆热情地道 在蓝星 人家远道而来 陈帆当然要尽可能地照顾好了 陈帆阁下 您太客气了 我在这里挺好的 我真没想到 蓝星竟然有时间流速的宝物 这样的宝物 就算是在星罗宇宙国都 没有几件 而且 使用一次的代价非常大 而在蓝星 费用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这些来蓝星的 真是赚到了 要说谢 我还要代表所有人 谢谢您呢 蒙特由衷地道 霸虎试炼塔 确实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惊喜 另外 蒙特本来就打算把星罗店 设置在江南基地市的 因为他知道 陈帆就是江南基地市的 现在再加上霸虎试炼塔的原因 那更得是江南基地市了 对蒙特店主有帮助就好 我已经给开了权限 以后您和其他星罗店的人 都可以自由进出霸虎试炼塔 陈帆笑着说道 蒙特一喜 那我就谢谢陈帆阁下了 其实 蒙特不在乎功勋点 在他刚来蓝星的时候 周正虎作为礼物 送给了他们很多功勋点 他在乎的是 陈帆的这份心意 另外 陈帆对蒙特的热情 一方面是 出自感谢 另外一方面 也有点投桃报李的意思 要知道 星罗店在任何一个地方驻扎 因为实力强大 话语权就很大 是能干预很多事的 不过蒙特知道 店主大人 让自己来的目的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他非常清楚 他这个蓝星星罗店店主 就是来守卫蓝星的 其他的一概不过问 平日里就是修炼 偶尔星联盟有什么需要的话 他们也会积极配合 周正虎之前 在和陈帆通话的时候 不止一次称赞过这点 这个情 陈帆领了 因为是全球直播 在镜头对准陈帆的时候 千家万户 全球大大小小的屏幕上 都出现了陈帆的画面 刘志安的家里 快看 是小帆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 都是激动的道 另外一边 薛志刚 方如 杨柯 也看到了陈帆 他们也都开心地笑了 陈老爹 我们干了 他们对着电视上的陈帆举杯 而后一饮而尽 江南基地市第三处吉武道学院 每个班级也都看着直播 一个个学生都激动得很 他们看到了学长 之前在江南基地市 第一处吉武道学院最强 资源最多 学生也是他们先挑 其次是第二处吉武道学院 两家筛选过后 剩下的才轮到第三处吉武道学院 但现在这个排名变了 第三处吉武道学院强势崛起 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 第一处吉武道学院再也不香了 所有的好苗子争相加入第三处吉武道学院 原因也很简单 三处是护星战神的母校 能成为护星战神的学弟学妹 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江南军事基地 徐安也看着直播 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他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折叠起来了 陈凡是他带过的最强的兵 没有之一 就凭这 他能吹一辈子 新世纪小区 王善如凑在电视机前看着 一晃都两年了 王善如看起来更苍老了一些 也带上了老花镜 不过就算这样 他今天一直都守在电视机前 现在 他终于看到了陈凡 哈哈 是小凡 是小凡啊 王善如用颤抖的手 擦了擦电视屏幕 仿佛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除此之外 还有钟伯 杜传儒 周松 按照流程 在陈凡和新罗店店主蒙特 以及新联盟最高手长周振虎交谈过后 下国电视台的美女记者才上前 陈凡战神 恭喜林凯璇 另外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 能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 我是陈凡 陈凡对着镜头 笑着挥了挥手 时间飞速流逝 一晃陈凡已经回来三天了 刚回来的这三天 陈凡忙得很 和三位叔吃过饭 也和队友们聚了聚 另外 做客信罗店 还和老八 小十八妖王 以及老龟在一起吃过饭 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 哦 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参加了新联盟的高层会议 听了周正虎首长做的工作报告 现在蓝星真正进入了大一统的局面 人类 妖兽 海兽 都和睦共处 没了之前的内耗 这两年来 蓝星集中力量 一方面保障民生 一方面发展科技 追赶宇宙文明的步伐 总的来说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就拿保障民生这一块来说 给之前生活在底层的民众 统一安置了工作 并且在医疗 子女教育等方面 制定了各项措施 陈凡之前所在的人才市场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之前的那些工友们 也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正式工作 有房住 吃得饱 穿得暖 生活不只是稳定了 质量上也提升了很多个档次 当然 不只是江南基地市 也不只是下国 而是全蓝星的百姓 都是这般 安居乐业 听了这些 陈凡很欣慰 另外 得益于陈凡当初 留下的技术资料 以及霸虎试炼塔的时间优势 这两年里 尤其是最近的这一年 蓝星的科技突飞猛进 星空战舰的研发进度 也比预期的要快得多 估计在有一两年的时间 蓝星制造的第一艘星空战舰 就能问世 在这一点上 陈凡简短地说了几句 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 蓝星融入宇宙 并不一定全是蓝星走出去 也可以让外星生命走进来 缺人才 那就引进人才 缺相应的材料 那就购买材料 陈凡在讲话的时候 包括周震虎在内的一众高层 都是服案认真记录着 陈凡哭笑不得 他在管理上没什么经验 真的只是提出一点建议而已 首长他们这么做 给他整得有点不会了 另外 周震虎没有指报喜不报忧 他还说了下 现在蓝星面临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修炼这块 现在蓝星和谐了 不再厮杀了 百姓安居乐业 这虽然是好的 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太安逸的生存环境 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要知道 宇宙中的生存法则是很残酷的 蓝星生命 还远远不够躺平的资格 陈凡点点头 他认为 周震虎首长的担心是对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蓝星也不能太安逸了 其实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简单 那就是 加速融入宇宙文明 让更多的蓝星生命走出去 也让更多的宇宙生命走进来 这就是黏鱼效应 新联盟当然也考虑到这点了 不过 之前他们放不开手脚 毕竟还得考虑 引入更多宇宙生命后的治安问题 能不能掌控了局势 之前蓝星太弱小了 他们不敢 现在陈凡明确地告诉周震虎首长 放开干 得到陈凡肯定的答复 周震虎等一众高层 都是振奋不已 会上除了周震虎做了报告 陈凡也简单地说了下 自己接下来的安排 他这次回来 主要是防范震惊心人报复蓝星 这一次在蓝星待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等解决掉震惊心人的隐患之后 他就该动身去奥多帝国了 奥多帝国 在听到陈凡要去奥多帝国的时候 周震虎等所有人心头都是一阵 他们没想到陈凡还要去奥多帝国 至于去奥多帝国的目的 那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陈凡真能将蓝星的两翼生命就回来 那当然是极好的 不过太难了 虽然前不久 陈凡灭掉了震惊心 但震惊心隶属于星罗宇宙国 而奥多帝国是对标星罗宇宙国的 对此 周震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只是告诉陈凡 蓝星的一切资源 随便调用 如果有需要他们做的 也请尽管开口 陈凡点点头 大会足足开了一天 直到天黑 大家才陆续走出会议大厅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又过了七天 这些天火种号的探查范围 一直从蓝星覆盖到了虫洞的位置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他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不过这些天风平浪静 并没有突发情况 陈凡还让智脑在网络上 搜寻震惊心人的踪迹 依旧没有什么线索 真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不过越是这样 陈凡越不敢大意 看不见的敌人 才是最危险 另外还有一件事 当初陈凡还在震惊心心域的时候 那时距离第二轮的抹杀 还有二十五天 他从震惊心赶往美拉达尼心 花费了十三天 从美拉达尼心赶往蓝星 用了两天 现在在蓝星 已经有十天了 算起来 刚好二十五天 在距离蓝星非常遥远的心域 尼姆莱昂看着虚拟面板上的倒计时 正发疯式地冲刺着 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重刺了 他身下女子的声音也陡然变得高昂起来 就在这即将共赴云端的时候 倒计时归零了尼姆莱昂一症 然后他的身体快速地如尘埃般消散了 那女子本来正得近着呢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他尖叫起来 而后两眼一番直接昏死了过去 包括陈凡在内的所有宿主 在这一刻也都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宿主人数从2800变成了2600 倒计时重新开始 时间依旧是半年 又少了200个宿主 陈凡感叹了一声 下次就是2600到2400了 还好他的排名还很安全 在震惊星大开杀戒之后 他的排名突飞猛进 升到了1312 从震惊星星域返回美拉达尼星的13天 名次调到了1322 这段时间又调了一些 已经是1335了 1335暂时还没问题 他不知道还要在蓝星待多长时间 名次肯定还会再调 接下来还有好多轮的抹杀 十轮抹杀之后 剩下的1000杀戮者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的规则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排名越高 对手就越强大 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陈凡不知道 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按照伊迪斯之前讲过的 关于杀戮者的传说 3000杀戮者最后 只能活下一人 虽然伊迪斯一直认为 那是个传说 但陈凡知道 人数和内部淘汰都对得上 那乃是什么传说啊 十有八九是真的 只能有一人活下来啊 竞争对手里 有那么多强大的存在 陈凡根本不敢想能活到 最后的一个人 会是自己 他只希望自己能坚持的时间长一些 十轮抹杀之后的规则 能慢一点 最好能持续个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 那样到时候被淘汰的时候 都已经活了那么大的年龄了 也不枉此生了 不过陈凡坚信一点 不管他什么时候被淘汰 哪怕是半年后的下一轮 那么在那之前 他也一定要救回中情 还有队长 吕哥 林哥 时间还在持续 陈凡刚回到蓝星的前三天 一直在忙碌 倒还好 不过接下来的这些天 他无事可做了 闲起来了 陈凡还在第三初 集武道学院上学的时候 每天都在刻苦地打熬身体 提升气血 辍学之后 每天为了生计忙忙碌碌 成为舞者之后 好像就更忙了 大多时候不是在厮杀 就是在去厮杀的路上 要么在火种号上赶路 现在他没在厮杀 也没在赶路 这突然闲下来 他还很不适应 该说不说的 他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这些天陈凡每天都在想着打发时间 开始的时候是和薛哥切磋刀法 说是切磋 其实就是指导 薛志刚本身就是刀之领域的觉醒者 加上陈凡的讲解指导 他对流影刀法的感悟也越来越深了 流影刀法是纯粹的刀 纯粹的刀 这和传统的境界不同 误了就是误了 和陈凡交流过后 薛志刚大有毛色顿开质感 受益良多 自那之后 他就进入霸虎试炼塔闭关了 至于能消化吸收多少 那就看他自己了 薛哥闭关了 陈凡又无所事事了 不过今天 他有了一个好点子 他忽然想起来江南基地事武技库 还有很多未破译的古籍 而且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把那些古籍给破译了 作为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这也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而且 未知 就代表了无限的可能 里面说不定能逃到有用的功法呢 嗯 陈凡现在已经是恒星三阶了 能对他有用的 希望很渺茫了 不过再不计 破译出来 对蓝星肯定是好的 陈凡说干就干 今天他就来到了江南基地市的武技库 武技库还是如之前那样 在大门前 有两排士兵指手 士兵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一个个都激动坏了 然后忙不迭地尽力 手掌好 你们好 陈凡笑着回应 而后很快就走了进去 陈凡来了 整个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都慌张起来了 护星战神是来视察工作的吗 怎么上面没有通知 是突击检查 哎呀我去 江南基地市武技库现任的领导 慌慌张张地跑来了 正常来说 以陈凡的级别 他是不够接待资格的 不过事发突然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结果面对陈凡 紧张地直接连话都说 不利索了战战神大人 您请陈凡笑了笑 你不用紧张 我不是来检查工作的 你也不用跟着 这里我也挺熟的 那 那怎么能 能行呢 领导紧张地 一直擦着脑门的汗 陈凡忍君不惊 自己现在都这么吓人了吗 这样吧 我记得咱们这里 有个叫柳燕的士官 他还在这里吗 可以让他来 陈凡说道 再再再 我马上找他过来 听到陈凡的话 领导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然后一溜烟地就跑了出去 柳燕 之前 陈凡每次来江南基地 事务济库 接待的都是他 不一会儿 柳燕就小跑着来了 还是那么的高挑 那是同样的笑容 我们又见面了 陈凡长官 柳燕笑 盈盈地道 毕竟之前有过交集 现在即便陈凡的身份 发生了变化 他也没有太多的紧张 就像是老朋友见面 是啊 又见面了 陈凡也笑着道 接下来咱去综合区 看看古籍 好 柳燕笑着点头 然后两人走进了武器库的建筑 站在远处的领导 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看起来 柳燕和战神大人挺熟的样子 他若有所思 陈凡再次来到了武器库的综合区 这里摆放的 都是为被破译的古籍 当初隐身术和读心术 都是从这里获得的 虽然随着陈凡境界的提升 隐身术和读心术 已经落伍了 但不可否认 在当时的时候 可是陈凡重要的底牌 自从系统升级之后 陈凡在功法这块 也轻松了很多 就像上次在伯鲁大哥的 新罗电宝库 系统就能按照学习所消耗的积分 进行排序 现在也一样 陈凡只是一个念头 他面前的虚拟面板上 就出现了一个榜单 他看了下 榜单上学习消耗积分最多的 也只是和读心术差不多 功法的强弱 和学习要消耗的积分 是成正理的 简单来说 需要消耗的积分越多 那功法就越强 反之就越弱 现在排在最高的 也就和读心术一个档次 而读心术对陈凡来说 已经落伍了呀 果然没有惊喜 不过陈凡也没太失望 他早就做了心理准备 而且他这次来 主要是打发时间的 陈凡看着榜单上 一个个的名字 御剑术 火球术 龟西术 引气术 都是各种术 包括之前陈凡学的引身术 和读心术也是 这时候陈凡一愣 当时他学习引身术 和读心术的时候 带入的都是有仙人的事件 引身术 还是仙人赠送的呢 陈凡又联想到 之前学习 刘影刀王的刘影刀法 带入的 是刘影刀王的一生 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 我心里计判王的刘影误 是叩静的 都会议判王的事件